第221章 海家之战 上 柳明面对这等犀利攻击来不及多想猛然也一排腰间皮带 等起一股黑气带着呼啸声一卷而出 直接迎向对面击射而来的荧光 同时手中轻越剑则滴里溜一转 就放出一道道青涩剑影直奔巨汉狂踢而去 一阵连绵爆裂身后巨汉身形一个亮枪 就被纵横交错的青涩剑影硬生生逼的倒飞而回 同一时间那头银色怪鱼 则从和黑气中突然扑出的白骨蟹以下撞了个正着 随之撕打一团落在地面上 白骨蟹毫不客气 两只巨熬一台就暴风雨般冲银色怪鱼狂躬而去 那条怪鱼虽然没有手足 但其前半身躯本身就仿佛一口利刃 头颅疯狂摆动之下 竟然挡住了骨蟹的大半攻击 偶尔有些攻击落在其身上 也被身上银铃一滑就闪避过去 不过纵然如此 此怪鱼的抵挡也就这片刻间而已 当骨蟹背后的钩围 划为十几道黑线加入到攻击中后 怪鱼一个躲闪不及 身上顿时就多出了数个血乎乎的孔洞 里面黑鞋狂喷而出 怪鱼受到如此重创 身中剧毒物马上呈现不知状态 只能双翅狂震开始躲避起来 但这时的巨汉 却只能对怪鱼的危险视若无睹 因为此刻的柳鸣 一手青色剑影连绵批出 一手青色锋刃 不要法力般的鸡射不停 青色锋刃一开始 还是一枚枚弹射出来 但是片刻后就是两三道三四道一起狂射而出 巨汉两条手臂锁划的鲸鸣虽然厉害 甚至可以硬扛剑弃而没事 但是在如此密集攻击下 也只能将鲸鸣在身前无常一片金光苦苦支撑而已 并仍然被树道漏过的锋刃 将一侧尖头切出了树道深深的伤口 从中还涌出淡绿色的血液来 举争又惊又怒 自然不甘心就这般毫无还手之力 被一直压着狂打 忽然将巨大鱼尾往附近虚空狠狠一扫 当即点点蓝光疯狂聚集而来 千刻将化为滚滚海水 虽然无法和董太后变身后操纵的海水相比 但也足以将其身躯全护在其中 再有锋刃一闪打到其跟前时 其中大半力量都被这层海水抵消掉 剩下的力量则在一身青色鳞片的抵挡下 只能留下一些淡淡的白痕 不过就在这时 对面柳明处的青色剑影和锋刃 全都一下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在身前浮现出一颗赤红火球 开始还不过只有碗口大小 但是滴里溜一转后 就在咒语声中化为水缸一般巨大 去 柳明一声低贺 两手一抖 巨大火球就轰隆隆直奔巨汉砸了过去 巨征见此情形心中一惊 自然绝不愿应接此等攻击 身形一动 就要朝一侧避开 但就在这时 柳明单手猛然一踏地面 整个人就化为弩箭一般 向对面击射而去 巨汉刚才堪堪躲过巨大火球 就觉眼前一亮 柳明已经出现在离其不过两丈远的地方 并且手一抬 一个赤红色铁桶就对准了他 不好 巨汉暗叫一声 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到嘎嘣一声 一张精英丝网从铁桶中一盆而出 正好将其照了个正着 那巨汉直觉身上一寒 护体海水竟在今晚极深的瞬间 开始凝结成冰 他马上一声大吼 两只惊傲疯狂一舞 身上冰层就寸寸碎裂而开 但就在这时离其不远的柳明 脸上却浮现了一丝诡异 身形一动静 无声无息向后飘去 巨汉一争 还没有明白柳明这是何意 就忽然赶到身后 炽热气息一卷 接着身上火光一现 那颗原本躲过的巨型火球竟然一个盘旋 又准确无比倒射而回 并出其不意砸到了他的身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巨汉一声惨叫后 整个人就被滚滚火焰彻底淹没 身躯只来得及挣扎两下 就在蘑菇状的赤红火云中化为了飞灰 几乎与此同时 那头银色怪鱼 因为和巨汉心神相连 在主人生死的瞬间 身躯也不由得微微一颤 而被骨蟹一下抓住机会 再次扑到了地面上 并用两只巨凹死死压住 背后围钩再一动 就是密密麻麻黑线扑射而出 可怜这头妖鱼 原本也算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海兽 此刻身躯却是被洞穿了个千疮百孔 同时体内毒性再也压不住爆发而出 银色身躯瞬间化为漆黑之色 血肉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消融起来 经过这般一番激斗后 有名总算解决了巨汉这名强敌 但此刻的他 脸色也有些微微发白 并用一根手指往头颅两侧飞快点了几下后 神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他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先前为了控制巨型火球 往回弹射 耗费了大量精神力的缘故 此种遥控法术的手段 他以前虽然也尝试过几次 但那只是一些普通火弹和锋刃 并且只是略微改变一下攻击方向而已 而对这种巨型火球完全控制 却还是第一次 不过结果让他大为满意 但消耗精神力之大 也有些出乎其预料之外 不过这时候的他 也顾不得这些了 因为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另一边的战团 也分出了胜负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只见一声大笑后 一个小巧的人影 就从一团疯狂旋转的海水中倒飞出去 正是胡春娘 子女飞出十几张外后 一个亮枪就直接栽倒在地昏迷了过去 身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大小伤口 仿佛被无数利刃同时切割过一般 手中两口短剑 一柄遍布十几个大小祸口 另一柄则直接从中间一斩两段 而那正在疯狂转动的海水 骤然一分而开 重新显露出了董太后 所画海家的庞然身躯 这使得她满脸猙獰之色 一只手所抓的巨大三叉戟前端 正挂着冯龙这名满鬼宗弟子的身躯 冯龙这中年男子身躯 被三叉戟锋利刃口 直接洞穿要害处而过 身躯同样遍布伤痕 并且软绵绵地搭了而下 鲜血直流 明显已经没有丝毫生机了 柳明见此目中一缕精芒闪过 董太后所画的海家身躯一晃 正想催动身下海水 向昏迷的胡春娘冲过去 但下一刻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突然转手望了过来 两眼正好和柳明对上 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这时的他自然也看到柳明这边 除了地面上一番狼藉景象外 作为柳明对手的巨汉 已经荡然无存了 只留下那具血肉 正在慢慢融化的怪鱼尸体 柳明也不再废话 一抬腿 大步就向巨大对手走了过去 与此同时 白骨蟹也似乎接到了柳明的什么指示 身躯一动 直接没入地面不见了踪影 董太后所号的海家哼了一声 冲三叉戟上冯龙尸体张口一喷 一股奇寒卷过 就将尸体化为了一团冰块 再微微一斗手中冰气 冰块就在脆响声中碎裂而开 这位进行了海家变身的海族妇人 面上阴沉无比 显然也察觉到了柳明的不同一般 将其视作一鸣大敌 另一边 杜海仍然冲着中年匍妇外面的光幕狂斩不已 不过这时的光幕 已经比先前缩小了近半之多 里面的中年匍妇也没有先前的从容之色 额头已经热汗滚滚 同时一股股热气 从背后腾腾升起 他之所以如此 一半是因为杜海的攻击 但大半还是因为另一边张秀娘 动用了御剑术再次攻击血阵数次的缘故 虽然他拼命将法力狂住血阵之中 但是仍然无法及时弥补 血色光幕上新出现的裂痕 此刻的血色光幕 已经遍布了十几道裂痕 并且每一道都比第一道更深更宽 高空之中原本是笑吟吟的枯瘦男子 此时面色凝重下来 目光不停地在董太后和柳明身上扫动不已 似乎在衡量二者间的实力差距 叶天梅却在青铜飞车上神色如初 无论冯龙被董太后所画的海家 用三叉几栋穿身躯而过 还是柳明操纵巨型火球 就将巨汉化作飞灰 仿佛都不能让其神情有丝毫动容 但是在附近观战的周天和 雷姓大汉等两宗的灵师 却是对下面的局势大为惊讶 周天和终于忍不住 转手向雷姓大汉问了一句 雷兄 这名弟子是什么人 竟然在灵徒境界 就能强行催动神念之力来控制法术 此次精神力之强 恐怕在武宗所有灵土中 足以排进前十之列了 此次是我们满鬼宗新一届核心弟子中 数一数二的角色 并且在秘境中为本宗立下过大功 的确实力不凡 雷姓大汉目光闪动了几下 却打了个哈哈含糊回到 有关其姓名 周道友不必问我 只要回去略加打听一下 就可知道了 哈哈 原来贵宗这名弟子也是颇有来历啊 周天和文言忽然一笑 不过这等核心弟子 不在贵宗种地好好修炼 准备冲击零尸 怎会放到玄京担任监察之职呢 这岂不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就在雷姓大汉略一沉吟的时候 旁边林彩宇却奄然一笑 哼 本宗会这么做 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就不劳周兄过问了吧 啊 原来如此 倒是周某有些冒昧了 不过 在下还是觉得有些可惜了 周天和点点头后 不动声色地回道 雷姓大汉文言 眉头一皱 正想再说些什么 下面战团中 却忽然一声巨响传来 竟然让附近的虚空 都有阵阵气浪卷过 所有人一惊 再也顾不得交谈 向下方一望而去 只见这时的柳明 两手紧握一柄 张许长的清蒙蒙光剑 正和董太后 所画海家手中的巨大三叉戚 硬生生对碰了一下 结果 二人一个蹬蹬倒退七八步 远去 另外一个身形一阵 同样倒飞出两丈之远 竟然在力气上 半斤八两差不多 但是重新稳住身形的柳明 只是在挥动了手中 巨大光剑一下 脸色丝毫不变 而董太后 在海水一卷中 直起身躯后 脸上 却满是吃惊的神色 要知道 他虽然不以力气见长 但变成海家后 肉身强横 远超普通人能想象 否则在先前和冯龙二人 一番近身激斗中 他在不动用 其他神通情形下 也不能光凭手中的巨大三叉戟 就轻易战胜两人联手 不过这时候的柳明 却是身形一个模糊 竟然一下幻化出了 五六道一般无二的虚影 全都一闪 从董太后冲来 董太后虽然对柳明 力气之大感到迟疑 但见此情形 也是一身冷横 手中三叉戟 只是往身前虚空一滑 身下的海水一声呼啸 卷起一层巨浪 向前一卷而去 扑的一声 巨浪气势汹汹 卷过后 大半虚影都是一闪而灭 其中一道 却是一个模糊 硬生生冲过海浪 青色光剑只是一动 一道丈许长的巨型剑气 就再次一劈而来 董太后眉梢一条 二话不说 将三叉戟往身前一舞 狠狠击中巨型剑气 一声轰响 巨型剑气 就被硬生生 一击而散 但就这片刻耽搁 柳鸣身去一扭 就丝毫重量没有 切进到了 离董太后 不到丈许远的地方 单手一扬 三道锋刃 发出 嗤嗤声 破空射出 另一手 短剑一动 也是刷刷 两道剑气 连接一起 一卷而出 几乎同一时间 董太后所画海家的足下 也是黑影一闪 白骨蝎从地下处扑了出来 两只巨傲直取齐足 同时尾钩一摇 化为十几道黑线紧跟射出 柳鸣和白骨蝎的配合 可算是天衣无缝 一般大圆满灵图碰到 根本是必无可避 但是面对此等攻击 董太后还是不慌不忙 口中一声轻笑 手中三叉几 就一个模糊 化为一面黑色巨帆 足有四丈多高 并且翻面 明映着无数模糊不清的 银色符纹 董太后只是将此番猛然一画 一圈圈黑色波纹 就从中荡漾而开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黑色波纹所过之处 无论海水 还是锋刃剑气 所有攻击 都在一宁之后 全都寸寸碎裂溃散 白骨蝎 更是一声惨叫后 被道黑色波纹 硬生生地弹了回来 柳明见此一惊 身去一晃 以精神速度倒射而回 而董太后却是一声娇斥 手中黑色番旗 一横身前 冲道飞出去的柳明 虚空一点而去 下一刻 柳明只觉四周空气一紧 一缕缕无形力量 瞬间缠绕其身 让其顿出速度都为之一顿 接着 董太后脸上 绿色一线 忽然一手 冲前方虚空一抓 身下海水滚滚 往前一凝 竟化为数丈大的蓝色巨手 冲柳明身躯狠狠抓去 柳明脸色一变 袖中蓝光一闪 那杆精水期弹射而出 一个闪动后 就没入其体内 不见了踪影 砰的一声 那蓝色大手 一下就将柳明抓了个正着 并马上五指用力 就要用手中身躯 直接捏个粉碎 但是 柳明身躯一个模糊 竟然化为半透明液体状态 再一扭动 究竟不费丝毫力气 从巨手中滑了出来 他随后又这几个闪动 出现在了十几帐外 一张口 将蓝色小旗吐出 身躯瞬间恢复了常态 董太后目睹此景 一下尖叫起来 清水期 是你杀了未遇 声音中竟然是一半吃惊 一半大喜的样子 柳明听了 先是一睁 但马上脸色一沉 将手中青色短剑 骤然间往空中一抛 当其单手飞快掐绝 冲短剑连连虚空点指 另一手则缓缓抬起 在咒语声中泛起点点蓝光 隐约 一枚树尺长的蓝色冰锥 凝聚而出 董太后见此心中一灵 二话不说也将手中翻起一画 就冲柳明再次遥遥点来 但是他这边方一动作 刘明却身一行一晃 鬼魅一般出现在另一处地方 接连数次 用翻起点指落空后 董太后面色顿时不太好看 忽然一声低吼 带动滚滚海水 直接冲刘明冲来 就在这时 下方再次黑影一闪 白骨蝎竟然在一团 黑紫色雾气缭绕下 冲董太后也扑了过来 给我滚 董太后见此大怒 手中黑色翻起一挥 一片黑霞就一卷而出 白骨蝎却是双目 绿光一闪 猛然一张口 喷出一团紫燕来 扑地声 紫燕已接触黑霞 竟然干柴烈火一般熊熊燃烧而起 骨蝎身躯一晃 竟然从紫燕中直接洞窜而过 同时 身上黑紫色雾气 骤然间往前翼卷而出 狠狠砸到前方海水上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一接触黑紫色雾气的小部分海水 竟然一下就变成了漆黑如墨的颜色 一股浓浓的腥臭味从中散发而出 并且以惊人速度飞快扩散开 原本只想随手挥动黑帆就将骨蝎一击而飞的董太后 目睹此景也是吓了一跳 不敢怠慢 盲用黑帆向下方海水一滑 哼的一声 小半黑色海水当即脱离整体从空中落下 但白骨蝎却再次冲到董太后身边 背后围钩一动 就划为十几道模糊黑线洞穿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见识过白骨蝎的剧毒后董太后 怎还会让此攻击沾上自己躯体分毫 只是将黑色番旗往自己身前一展而开 就从中涌出无数银色符纹 滴零溜一转后 全部化为一面银色符盾 黑色围钩一击在符盾上后 当即一声霹雳 树道巨大银湖从中缭绕而出 瞬间反击在了白骨蝎身上 可怜这头鬼物浑身一颤 就带着一股焦糊味道从空中坠落而下 不过有骨蝎的片刻阻挡 柳铭那边却是已经施法完毕 他双目圆针 以声低鹤 一根手指从空中一点 一轮直径杖许的青色圆月 就在疯狂转动中一个模糊不见了 另一只手手臂一动 凝聚而出数尺长的巨型冰锥 也是一个闪动击射而出 下一刻 董太后头顶处波动一旗 青色圆月就无声无息浮现而出 往下一路而来 同时蓝色冰锥一个闪动 也是散发阵阵齐寒 到了离此女不过丈许远的地方 董太后目睹此景 心中大灵 猛然一手将黑色翻旗 往空中一抛 竟化为一团黑色雾气护住头顶 同时里面轰鸣声一响 无数银弧从中缭绕而出 另一只手却向前虚空一抓 当其附近海水一涌而上 再次化为一只蓝色巨手 冲冰锥抓去 轰的一声 青色圆月一下落在黑色雾气中 在疯狂的转动中 和一道道银色电弧交织缠绕到了一起 一时间难分上下 而那蓝色大手 也抓住冰锥瞬间 柳鸣目中寒光一闪 单手一掐绝 口吐一个豹字 一声闷响后 巨大冰锥竟然自行爆裂而开意 齐寒之气一卷之后 竟将海水锁化大手一下凝结成冰 而就在此时 一道碧芒从冰中瞬间弹射而出 直冲董太后所花海架梅雨处射来 董太后纵然法力惊人 但也没有想到 柳鸣竟然在已经操纵了一件灵器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同时操作第二件灵器 再想躲避自然来不及了 只能一声大叫 猛然将全身法力往梅雨处一距而去 当极层厚厚的银铃凭空在脸上浮现而出 并拼命一晃头颅扑了一声 银芒一闪就击中董太后额头 但是在那层坚韧铃铃的阻挡下 虽然一闪没入其中 但却只射入头骨一小部分 就被硬生生挡了下来 并没有直接动穿头颅而过 但其中的剧痛也可想而知 董太后一声惨叫 但猛然一根手指往自己头颅处狠狠一划 在闪电般用掌心往伤口处一拍 用法力一吸 竟然将一根碧绿色的银针硬生生射出 此银针在手掌中不停地掌缩扭动 却被一片蓝霞死死困住 一时间竟然无法挣脱开来 刘明见此情形面色微微一沉 对面敌人之凶悍 还真有些出乎其预料之外 不过他可不幸 在已经中了碧影针歧毒下 对方还能真坚持得了多久 想到这里 他当即没有丝毫迟疑 就冲远处的青色圆月再次虚空一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二十三章 扫荡玄京 原本还和黑物纠缠不清的清月 当即一声清明发出 随之狂闪一下暴力而开 上百道剑气几乎同时宣泄而出 一下将附近阻挡一切 全都撕裂而开 并化为森然寒光 向下方一卷而去 董太后一抬手见此情形 虽然头中还剧痛无比 也知道 这是再不拼命的话 恐怕真要就此陨落 于是他猛然于尾 一打海水向后倒射而出 同时再一张口喷出了一团鲜红四血的青烟 看似只是薄薄一层 但方一飞出口外 立刻化为数丈大小 竟然一时间让空中落下的剑光 微微一顿 并没有马上落下来 而董太后趁此机会 一连两个跳动后 竟然真的逃出了剑光的笼罩范围 刘明见此深吸一口气 就打算用全部法力 狂催碧影针 好让其挣脱控制 再给董太后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 忽然不远处轰的一声巨响 斜阵方向的光幕 刹那间被道雪白见光 一击而碎 接着此见光一个盘旋 就惊鸿一般 横跨十几丈距离 一闪从董太后背部洞窜而过 再围着庞大身躯飞快一绕 就将其斩成了两截 得手的雪白见光 并没有就此罢手 反而一声清明发出后 一下化为密密麻麻的见光 将两截身躯全都照在森然寒光之下 瞬间绞成了一片血鱼碎肉 而当雪白见光再一个晃动在附近一脸 原地就出现了一名 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子 正是天悦宗的张秀娘 柳明见此情形不禁有点目瞪口呆 但眨了眨眼后 还是冲尸体处单手一招 扑的一声 一道臂芒从碎肉中弹射而回 一闪即逝 回到柳明秀口之内 张秀娘淡淡地看了柳明一眼 再冲另一方向单手一扬 一道雪白见光又是一卷而出 就将那名因为他被困 而狂喷几口鲜血变得萎靡无比的中年匍匐 一盏两块 至于妇人体外那一层变得淡薄无比的光幕 更是瞬间就被剑光洞窗而碎 根本未能阻挡分毫 原本因为妇人重伤而大喜的渡海 见此情形也是一呆 但看清楚是张秀娘处的守候 只能摸了摸鼻子苦笑不已 就这样 除了还盘坐地上无法动弹 面上丝毫血色没有的玄智之外 所有海族对手全被斩杀一空 这场鄙视也算是正式落下了帷幕 高空上 盘坐的玉州上的枯瘦男子 此刻脸色彻底阴沉无比 目光闪动了几下后 忽然手臂闪电般一抬 一根手指冲下方一弹 扑的一声 盘坐地上的玄智就是一声惨叫 一道无形净风 洞穿其头颅而过 同时瞬间献出一层熊熊血燕 将其尸体一下化为灰迹 叶天梅原本见下方两宗弟子取胜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但目睹此景 身上的气息一下又变得冰寒刺苦 红道友 你这是何意 没什么 这孩子既然具有王族血脉 就绝不能活着留在他族手中 独约说得很清楚 只要他们获胜了 我才会带他们几个离开 现在既然失败了 他们自然也丧失了活着的权力 我如此做也是合情合理的 枯瘦男子黑黑一声地说道 但是其看向玄智丧命的地方 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 虽然玄智只是一名混血 但是海族中的王族血脉 实在太难诞生了 就这般亲手灭杀掉 实在是一大汗事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下面是一名纯血的王族血脉者 即使是他 恐怕也不敢这般贸然将其击毙 说完了这些话的枯瘦男子 单足一踩身下飞车 就在圣鸡仙子几人满脸复杂的神色中 一个掉头向远处破空而走 夜天眉目光如刀 看着远去的飞车 脸上有一丝犹豫之色闪过之后 终于还是没有采取任何的阻拦行动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此时周天和上前一步说道 夜师叔 要不要弟子去皇宫内查看一下 看看是否还有幸存的其他海族人 此刻见到红三走得这般干脆 任谁也能猜到 皇宫内的海族人 恐怕大都已经毙命了 但是这位天月宗的南建修 还是不由自主抱有一丝希望 夜天眉闻言 不加思索地吩咐一声 好 你和林师直一同去皇宫看一下 另外 顺便看看皇宫内是否还有幸存的其他皇族 从中再选出一名新皇帝出来 大选国的繁俗世界 对我们武宗来说还是很重要 绝不能就此变得混乱 是 周天和和林才宇三 攻身答应一声 分别化作两道顿光 击射而下 至于雷师直你们几个 我这有一份名单 凡是名单上的势力和邪修 全都分头 将他们一一找出斩杀掉 夜天眉又从手中摸出一块玉碱 看似随意地抛给了雷性大汉 我一会儿会动用一件宝物 将整座玄晶重新封闭三日 这般长的时间 应该足够你们做此事情了 雷性大汉接过预检 听了虽然心中一灵 但仍然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 就带着剩下两宗灵师 向其他方向一飞而去 此时 夜天眉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了厚厚一滴 灰蒙蒙的杀金 只是往高空一抛 再掐绝宠其一点 当即一股化精气的惊人气息 再无任何遮掩 就从此女身上爆发而出 直冲九霄云外而去 皇宫附近一些胆大的 一直在偷偷窥视皇宫前大战的散修 修为地些的 当即只觉两耳嗡的一声 就纷纷两眼一黑 直接翻身栽倒 那些稍远些 修为也略高的散修 也是觉得呼吸一紧 两腿一软 根本无法在原地站立住 接着就将皇宫上空 一团灰色光球 疯狂转动而起 并在一声闷响后 一大片灰霞 从中飞卷而出 向四面八方 以惊人的速度 一散而开 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整个玄京赫然又被一层 看似奇薄无比的灰色丝王 给罩住 目睹此情形 原本因为知道有宗门高人 来到玄京 纷纷归缩起来的 各大势力高层 顿时变得目瞪口呆 但有些聪明之人 马上就联想到了 很久以前的一些不好传闻 顿时大惊失色 纷纷带人开始狂冲 这些灰色丝王 但这丝王 既然是叶天梅 这位化精器存在 释放出的宝物 昆迪威能 只会在原来的四海翻天阵之上 而不可能在其之下 又怎可能 是这些散修能够攻破的 反而因为有些人攻击太猛 从而触动了 灰色丝王的反击威能 只见丝王上嗡嗡声一响 当即无数寒光 从中一卷而出 附近的大片散修 就全都被斩成了无数节 如此一幕 顿时让剩下的修炼者 吓得是魂飞魄散 这才知道自己的举动 根本就是在找死而已 一哄而散 又重新在玄境中营溺起来 而就在这时 雷姓大汉等人 已经在玄境中 展开立场杀戮盛宴 一天之后 柳明恭恭敬敬地 站在飞车的角落中 此时不光是他 胡春娘张秀娘二女 也是同样站在其他角落 车的中心处 叶天梅整盘 坐在一块洁白蒲团上 身前放着一个檀木棋盘 上面摆满了密密麻麻 纵横交错的黑白棋子 其一手持黑 竟然一人在同时下两个人的棋子 叶天梅对面处 林财宇和周天和 两位灵师同样是满脸 肃然地站在那 叶天梅将一枚白子 放在棋盘上某个位置后 才淡淡地问了一句 这般说 整个皇宫的海族人 全都服毒自尽了 并且还实现动用过秘术 让所有惊魂都一散殆尽 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缕 是的 也是说 周天和文言急忙上前 恭敬回到 我和林仙子 查过整个皇宫内外 甚至都潜入地下 数十丈搜索了一遍 确定宫内 的确再没有任何一名海族了 至于那些大臣 和普通的皇宫侍卫 还都完好无损 只是暂时被人迷昏后 被囚禁起来了而已 唯一麻烦的是 就是嫡系血脉的皇室 全都一个都找不到了 弟子打听过了 似乎在海族人 弑行败露之后 有些玄京势力暗中捣鬼 将这些皇子王爷 全都一网打尽 现在还生死不知 唯一能找到的 只有几名血脉较远的皇女了 哼 这些邪修找死 看来整座玄京 还应该再扫荡几遍才行 叶天梅冷笑一声 又将一枚黑子 放在棋盘上抹出 既然找到的 只有这些皇女 那就从中挑选一名 来历清白无误的 让其当着大选国的女皇吧 至于那些皇子王爷 无论以后是否还能找到 都当作从来没有出现过就行了 是 师之明白如何去做了 周天和文言 立刻一副了然回道 这时林才宇也一躬身 叶师叔 雷师兄刚才传言过来 说已经将名单上 各大势力全都扫荡过了 其中邪修也大半斩杀掉 但还有一些人躲藏得比较隐秘 恐怕还要再等上一两天 才能彻底解决掉 嗯 只要他们能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就行 此事不必向我汇报了 叶天梅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24章 建议 林才宇脸上一喜 又有些奇怪的问道 是 多谢前辈体谅 对了 前辈这次让晚辈带白狮子过来 不知有何用意 叶天梅不以为意的说道 没什么 这次比试能够获胜 你们满鬼宗这位弟子立了大功 也算是保存了我的颜面 我顺便给他点好处吧 否则 燕老怪以后见到我 多半又要冷嘲热讽一番了 多谢前辈 白狮子若是能够得到您老人家的提点 真是他天大的机缘到了 林才宇先是一惊 但马上大喜的说道 同时急忙冲柳明一招手 柳明文言大感意外之下 同样心中一喜 急忙上前几步 躬身称谢 胡春娘和张秀娘二人 见此情形也是一争 张秀娘还好 胡春娘脸上则满是羡慕之色 叶天梅将手中其子一放而下 首次正式打量柳明一遍说道 原来你叫白聪天 说起来 你也是第二次见我了 看来你我间也算是有些缘分 你现在想从我这里要些什么好处 先说好 你所要的好处 必须和你立下的功劳相匹配 若是提出的条件 让我觉得贪得无厌的话 此许诺我随时作废 林财宇听这话自然是吃了一惊 白师旨以前和叶前辈见过 周天和张秀娘等人闻言 也是满脸的诧异 实在想不通 这一名他宗的低级弟子 怎么会和叶天梅这等强者认识呢 柳明心念一转当即老老实实地回道 晚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遇见到前辈 原以为前辈早就将晚辈给忘掉了 就不知前辈口中的好处除了不得贪得无厌外 可还有其他什么限制吗 只要你的要求不让我反感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叶天梅微微一笑 但是这回答还是让柳明心中一咧嘴 暗暗付菲不已 什么叫不让你反感 这也太模糊了一点吧 纵然如此 柳明他心念飞快转动不停 开始思量什么要求 才能让价值最大化 又不会让眼前这化精气强者一口拒绝掉呢 叶天梅见此情形 倒也没有催促的意思 只是一直看着柳明 嘴角泛起里斯 似笑非笑的神色 柳明思量了半晌后 先是有些试探地问了一句 不知前辈手中 可有适合晚辈的真煞之气吗 真煞之气 我这的确有几分 但是其中大半都已经有主了 剩余的一些却太过普通 你真确定你想要其中一分吗 叶天梅并未觉得奇怪 反而是慢悠悠地回道 柳明心念一转 又问了一句 那不知这些普通真煞之气 可是同一种真煞之气 叶天梅不慌不忙地回道 这倒没有 这些真煞之气 每一种只有一份而已 柳明听了 脸上献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但心念转了一遍后 又开口问道 既然真煞之气 前辈手中没有合适的 那前辈手中可有 太巫之铁 太巫之铁 你从何处听说 此种材料的 叶天梅眉头一皱 脸上首次献出了一丝 不耐说道 此东西是炼制飞剑的 极品材料 但是剑修之外的人 罕有人知 不过这东西 不要说我手中没有 就是有 也是你根本不能妄想的 看你的样子 似乎对这材料价值 还不太清楚的样子 我就允许你 再替此要求好了 但若还不行的话 此许诺就算作废了 原来如此 多谢叶前辈见谅 柳明心中苦笑了一声后 终于说出了最后一个 觉得有用的要求 若是这样的话 晚辈能不能学习一些 剑修的入门之道 周天和和林才宇等人 听见此话 不禁有些惊讶 夜天煤 双目则金光一闪 剑修入门之道 难道你还想剑修 剑修之道 有如此想法的修炼者 我也见过不少 但是其中大多数人 都半途放弃了 只有少数人 才能修炼有成 但和真正的剑修相比 还是远远不如的 你真确定 想从我这里 学习此心得吗 其实你不跟我学的话 也能从一些方式中 买到一些剑修入门之术 你可想好了 真要将此要求 浪费在这个上面 这一次 刘明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方式中那些剑修入门心得 晚辈也曾经看过 但晚辈相信 前辈的修炼之术 肯定和方式中的那些 大为不同 还望前辈 能够成全一二 很好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可以答应此要求 叶天煤淡淡地说了几句 不过我只能给你一些 修炼的心得指点 可没有具体的修炼之法 没关系 前辈的剑修入门心得也行 刘明不加思索地回道 很好 你稍等一下 叶天煤点点头 当即从怀中 摸出了一枚玉剪 只是往额头中一贴 放了片刻后 就将其一拿而开 冲刘明一抛而来 而当柳明大喜 接到手中后 叶天煤却连孔 骤然一寒说道 我当年在灵图觐见时的心得 已经全都铭记在其中了 虽然没有具体的修炼之法 但单凭这些心得 只要心性还不错 并能找到一套具体的修炼口诀 应该也能勉强入门 但记住了 这玉剪已经被我施法了 你只有一晚上时间将其背熟 过了今晚 它就会自行破碎掉 并且我传你的这些心得 虽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但也不想被太多人知道 若是知道你将其传给别人了 我不但会将你直接斩杀掉 就算其他看过此心得修炼的人 有一个我杀一个 有十个我杀十个 有一百个 我也会杀掉一百人 晚辈不敢 柳明心中一寒恭敬说道 晚辈绝不会将此心得再传给第二个人 好 你们可以离开了 叶天梅做完此事后 就冲柳明和林才宇一百手 林才宇当即躬身失礼道 那晚辈就带白师直先告辞了 叶前辈若有什么事情吩咐 尽管传讯就是 随后 他就带着柳明从飞车上一下腾空飞起 往不远处的古州一飞而去 不过在飞行途中 林才宇上下打量柳明不停 脸上满是古怪的表情 显然 此女不但对柳明慧认识叶天梅有些吃惊 更对其最后所提的要求更加意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同一时间 青铜飞车上 周天和终于有些忍不住地问道 是说 您真的把自己的见修心得 传给这区区一名 外宗灵徒弟子了 怎么 我的事情 还需要你来管吗 不敢 事实只是略略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叶天梅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周天和一个机灵急忙躬身谢罪 算了 你只要知道 我如此做 自然是有自己的用意 而且 给他的只是入门 见修心得而已 算不得什么太珍贵的东西 反而说不定 能让我验证一件事情 叶天梅如此说道 同时梅语间 献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 在一见到柳明的瞬间 他就从这名满鬼宗弟子身上 隐约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 见义气息 但此气息一会儿出现 又一会儿消失 非常微弱 竟似根本不可察觉 这也是因为他修炼的建义特殊 并且极为精纯 就连冷月事态都远远不如的缘故 若是换了一名普通化经器的建修 恐怕真无法发现此事 但就这样 他也有些怀疑这建义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自己的一种错觉而已 要知道能修炼出建义的都必须是走建修之道的真正天才弟子才行 远的不说 诺大的天月宗中 灵徒弟子中 修炼出建义的也只有张秀娘一人而已 并且也是苦笑了数年在进入灵徒后期后才真正凝聚而出的 如此一来 区区一名普通的满鬼宗弟子怎么可能也有建义气息在身呢 他可以肯定当年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满鬼宗小辈的时候 对方绝没有给自己这种感觉的 而他早就用秘书无声无息地扫过柳鸣身上各处 除了确定这股微弱建义出自其体内 并非外带的某件器物外就没有其他收获了 这让此女更起了一些好奇之心 否则 以他的身份 又怎会亲自召见一名外宗灵徒 更不会这般大方地将自己入门建修心得传授 他相信 只要对方看了自己的建修心得并略加以修炼后 下次再见到此子的时候 应该就能做出正确判断了 叶天梅打算 自然不会像周天和等人解释的 并且此事纵然让他有些感兴趣 但也不会真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柳鸣只是一名灵徒 而且他的建义气息也实在是弱到了极致 回到古州的柳鸣 在找到一件独立仓室后 直接在里面盘坐而下 并用一只手掌往丹田处倾心一按 脸色隐约有些阴晴不定 这时的他总算可以肯定 自己体内那枚剑灵之胚 自从见过这位天月宗的化精妻长老后 就隐约有些不正常了 原本丝毫感觉没有的这枚剑胚 在他一接近叶天梅的时候 就在丹田附近一阵阵的微微发热起来 此种情形在这枚剑胚上 还是第一次出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柳明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 但也不觉对这位叶前辈起了敬而远之的心思 毕竟他体内还潜伏着那更加神秘的诡异气泡 万一真被化精妻强者发现后 可不知道会有何种后果的 那气泡 虽然对起来说 福获未知的样子 单单凭能提纯法力 将神石拉扯入神秘空间的种种妙用 肯定是大有来历之物 自然 绝不能让第二人知道此事的 不过他这次 虽然未能从叶天梅手中 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有了其见修心得 想来以后 无论灵念自己剑灵之胚 还是真修炼剑修功法 都可少走许多弯路的 毕竟他手中的那部太刚剑绝 实在太过玄傲了 而且上面除了具体的修炼之法外 并无心得体会方面的记载 他现在有了叶天梅的剑修心得 外加在从方式中收集到 一些乱七八糟的相关典籍 应该也能让其顺利踏入剑修之门了 要知道 柳明可一直对真正的飞剑之术极为羡慕的 现在有机会修炼此道功法 自然不可能放弃 唯一的麻烦是 他所灵念太刚剑胚所需要的太巫之铁 竟然是炼制飞剑的极品材料 看来一般方法是根本无法入手 只能通过一些特殊途径才可能找到的 而这一次 他在和海族鄙视中立下了不小功劳 雷姓大汉也没有吝啬的 又给了其数平灵丹和三千贡献点 渡海虽然也有赏赐 但和其相比自然差了许多 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就这样一直在古州上 修炼静候着 雷姓大汉和林才宇等满鬼宗灵师 倒没有再给他派遣什么任务 一直到两天后 雷姓大汉满身煞气的回到古州上后 才再次召见了他 不过大汉再聊聊几句吩咐 给其一张还未找到的邪修名单后 就让其回自家洞府了 再过了一天 柳明再听到一声轰鸣 再次走出洞府 往高空一望而去的时候 那张遮蔽整个玄晶的灰色巨网 赫然已经无影无踪 不光如此 他随后接到传讯消息 叶天梅和雷姓大汉等人 已经离开玄晶 各自返回宗门去了 而这时的玄晶 稍微大些的地下室里 几乎全都被瓦解一空 几乎有五分之一的修炼者 被两宗扫荡一空 剩下的人在空中静止 在一消失后 张起大半全都狂涌出城 再也不敢继续在玄晶逗留了 如此一来 还留在玄晶修炼者之中 只有先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且一时间人人老老实实 再也不敢轻易冒头去招惹什么事情 此后的一个月内 有关旧皇暴毙 新任女皇登基的消息 也以玄晶为中心 向整个大宣国传扬了开来 刘明作为宗门监察弟子 在登基大典举行的当日 虽然混在人群中观看了 新任女皇登基的全过程 整个大典在众多精灵客卿维持下 进行的异常顺利 而这所谓的女皇 不过是一名有些瘦弱的 十三四岁少女 还满脸稚气的样子 但让柳明有些意外的是 他在登基大典中 竟然看到了秋龙子 这位本以为已经陨落掉的 精灵客卿大统领 此刻的秋龙子 除了脸色略微有些苍白外 浑身上下没有见到任何伤害 竟似乎在这场玄晶大变之中 并未受到太大波及 反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柳明自然没有主动 去和这位唯一上存的 精灵客卿大统领去相见 而是等到大典一结束后 就悄悄返回洞府了 等基大典结束没几天 胡春娘就来到了她的洞府中 并最终带走了钱如平这丫头 按照此女离开前所说的话语 她现在玄晶监察任期已到了 现在就是要返回宗内 故而才到此 一位和其告辞 二位带走女童 钱如平这丫头 在真要离开柳明身边的时候 终于将对其的依恋之情 彻底爆发了出来 甚至柳明现在一闭眼 眼中还能立刻浮现这小丫头 一走三回头 眼中全是泪珠打转的模样 不过这丫头 的确在阵法之道上 表现出了不凡的悟性 再加上要去的又是大悬锅 第一大宗 想来后面即使不能成为灵徒 也可以得到足够的庇护了 如此一来 他当年对钱叔的承诺 也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在此期间 他还去了钱府和樊白子那 各看了一下 玄京之变 对二者影响都微乎其微 钱府在玄京大乱开始的时候 就将所有人手全都收集起来 将大门紧闭 对外面一切不管不问 钱东主和棉老也都黯然无事地 渡过此劫而樊白子 身为赫赫有名的炼丹大师 各大势力和雷性大汉后面的扫荡 都未能波及其分毫 甚至这位樊大师还提醒他 按时过来学习丹术 刘明自然满口地答应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这一日 柳明在洞府密室中 正查看手中一张纸片 上面隐约写着一些人名和一些描述语言 而柳明目光死死望着名单最前面 黑灵会三个大字后 写着的两个名字 这两个人正是黑灵会的三大首领中的两个 也是黑灵使者中的一号和二号 在雷姓大汉等两宗灵师 扫荡黑灵会隐秘老巢的时候 这二人始终未曾露面过 但那位在明面上主持的三号使者 却一个躲避不及 被雷姓大汉当场斩杀掉了 不过一号和二号使者的真实身份 已经通过搜魂手段 探查而折几位心腹手下后 终于找了出来 也是雷姓大汉临走前 着重叮嘱柳明要解决掉的两名邪修 毕竟到了此时 他们已经确定上任监察使者 的确是被黑灵会暗中所害的 甚至连尸体都早已化为了一团飞灰 至于黑灵会为何敢如此做 却是众说纷纭 即使黑灵会自己内部成员 也不太清楚的 应该只有这三名首领才知道 但可惜 那名三号使者 在雷姓大汉手下死得太快了 未能来得及将其活捉 否则对其搜魂的话 说不定这一切就都弄明白了 柳明对这二人却不怎么太在意 只要黑灵会本身的诺大势力不复存在 这两名邪修 又能再翻出多大浪花的 倒是现在三王府已经空了 他之所以一直忍着 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就怕玄京大便刚过去 贸然闯进去 别被什么有心人注意到了 现在过去了月许时间 各处王府也被新任女皇下旨查封 不久之后 就要被重新赏赐给其他大臣了 故而他如今不行动也不行了 柳明将手中纸片一收而起 心中瞬间下定了决心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转眼间到了深夜三更时分 一道淡淡虚影 忽然从某条街道胡同中一冲而出 在飞快几个闪动后 就从三王府高墙上一飘而过 并无声无息落到了里面一个不小的庭院中 此刻四周静悄悄一片 府中到处黑乎乎的 要不是空中一轮明月 还散发着洁白月光 恐怕真要伸手不见五指了 这闯入人影自然就是柳明 他目光只是向四周扫了一遍 单手一掐绝 当其瞳孔中 微光微微一亮 原本黑乎乎的景物 顿时变得清晰了许多 随之柳明又一拍腰间皮带 扑地声 一团黑霞从中一卷而出后 白骨蝎就在身前显露出来 这一次 不用他吩咐什么 白骨蝎就尾巴一晃 自行钻入地中不见了踪影 柳明这才从袖中摸出一张地图 看看空中星辰 略微辨认了下方向后 就向三王府重重建筑的深处 积舍而去 足足一刻钟后 柳明也不知道按照什么方法 寻到了三王府某个角落处 一刻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巨树前 看来就是此树了 时辰好像也差不多 柳明围着巨树转了几圈 目光往附近地面上看了树边 最终脸上一洗 喃喃说道 随后他的身形一动 来到了巨树主干上 居高零下地看着月光下的淡淡树影 随着时间的流逝 模糊树影开始沿着某个方向 徐徐移动 并渐渐地变长变细起来 忽然间 在树影中某个部分骤然一黑 竟然诡异地凝聚成了一口 障许长的黑色长剑的模样 柳明一剑 双眼一亮 目光瞬间就顺着着宝剑锁指方向 向前摆于步 一望而去 结果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阁楼 真的就耸立在不远的地方 行中大习 正想身形一动 就要从树上一飞而下的时候 忽然他神色一动 身躯微微一缩 顿时整个人急忙没入重重树叶里 同时身上气息也为之一连 变得若有若无起来 片刻功夫后 破空声一响 竟然又有两道黑影一闪而来 一高一胖 一个晃动之后 竟然也停在了巨树下方 二者先小心向四周扫视了一眼 高大些的黑影 当急冲同伴低声说道 快些动手 看看东西还在吗 我知道 交给我吧 胖蟹的黑影门炎 顿时从袖中取出一面圆盘 猛人往巨树主干底部一贴 另一只手在飞快掐绝 扑的一声 圆盘一响大亮而起 胖黑影手臂一动 竟然一只手掌通过了圆盘 直接没入树身之中 再一缩回 逃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二十六章 前朝宝藏 竟然是一颗拳头大的血红金石 并且方一拿出 就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 高大黑影尖词大喜说道 太好了 东西还在 并没有被那些宗门强者发现 二号 不枉我们将此物藏在此地了 藏身在巨树上一动不动的柳鸣 一听二号两个字顿时一争 心中暗自思量 不会真这般巧吧 自己在此地竟会 一头碰到黑灵会的两条漏网之鱼 这是当然的 这颗血经 可是那些皇子王爷的 惊血灵念出来的 这次能不能打开宝藏大门 就看此物了 话说回来 要不是怕有人利用其他皇室血脉之力 追踪那些皇子王孙的下落 不得不将此物暂时藏在此地 又何必多等着月血时间呢 胖些的黑影捧着手中的血色晶石 又有些郁闷地说着 高大黑影则不以为然 此地遮蔽禁止 是我花费了半年时间才布下好的 就算那些灵师亲自施法 也无法察觉此地已缠 话说回来了 不将这东西放在此地 那些宗门强者降临的时候 你我 谁敢将这东西带在身边呢 唉 这倒也是 胖些黑影先是点点头 又叹了一口气 不过这也说明三号 并未泄露我们的秘密 可惜啊 他原本也想躲起来的 却没有想到那些宗门强者 动手这般快 还是迟了一步被直接堵在老巢中了 我比三号 只不过堪堪早走了大半个时辰而已 否则这些前朝宝藏 也只能便宜一号你一个人了 二号 你我不是已经安然无恙了吗 何必再说这些话出来 高大黑影先是淡淡回了一句 又忽然目光一闪问了一句 不过我倒是更好奇 你怎么知道 当今皇室和前朝皇室 其实是出自同一血脉的 有关宝藏的事情 也是你先主动找到我二人的 这才共同组建出这黑衣灵会 以前我和三号问你 从来都不肯透露半分 现在三号也已经不在了 你总可以透露一些给我了吧 哼一号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好奇了 胖些的黑影沉默了片刻 才用讥讽的语气说了出来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磁部 的确不值得隐瞒了 因为我身上留的 就是前朝皇室的真正嫡系血脉 现在的皇室 其实也是前朝皇室一些宗室的后代 只是血缘较远一些罢了 当年武宗发现了前朝有培养自己灵师的想法 才会改朝换代扶持这些叛逆 否则单凭他们自己 又怎可能窃取大宣国的皇帝宝座 这宝藏也是前朝皇室为了万一而留下的 原本只要是当时的嫡系皇室弟子 一人身上的精血就足够打开 最后静止绰绰有余 但可惜 现在离前朝灭亡时间太久 我身上血脉也有些不纯了 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才只有借这些皇子王孙的精血一用 高大黑影听了后 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但最终还是甘笑了一声 原来你是前朝皇室的后人 这就难怪了 不过听你口气 对前朝被推翻的事情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啊 还舍得将前朝宝藏和我们这些外人共享 前朝那些傻瓜 根本不知道宗门的强大 竟然想凭借一点繁俗力量 就想推翻武宗 根本就是自己找死的事情 又有何可怨恨的 胖心的黑影淡淡说道 再说相隔如此多年 对我来说 只有自己修成灵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惜我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打不开这些静置 也只有找你们帮忙了 就算为此和人平分这些宝藏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好了 我已经将最大的秘密告诉你了 你总该放心了吧 一号 走吧 我们已经在此耽搁太长时间了 将宝藏取出来平分后 你我也该分道扬镳了 行 只要有了足够多的灵师 你我就能够收购足够多的真煞之气 哪怕年纪大了 多尝试几次 也总有一丝成为灵师的可能 这一次高大黑影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寥寥几句后 就率先身形一动 向王府外一飘而去了 二号黑影见此行刑 则将手中血精一收而起 身形一动紧碎而去 一声清响 柳鸣仿佛一片树叶一样 从巨树上一飘而下 先是望了望两人远去的方向 又回首往不远处那个阁楼看了一眼 略显一丝犹豫 但心念飞快起撞后 最终还是用极低的声音自语了一句 算了 都已经等了如此多年 也不差这一天半日的 先跟上这两个家伙再说 看看这所谓的前朝宝藏 到底是什么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话音刚落 柳鸣就从身上取出一张黄色符禄往身上一拍 当即一些灰蒙蒙符文浮现而出 一闪即逝 没入他的身躯之中 这张符禄可不是只对凡人猜用的普通隐身符 而是对一般灵徒神石也能起到遮蔽作用的幻逆符禄 虽然无法将身形真正隐身 但却可以让气息降低到最低程度 同时身躯在被一层玄妙幻术笼罩 并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 能始终保持一致 只要它和其他领土保持一定距离 并且行动间多加小心一些 就不用担心被对方察觉 下一刻 有名的身躯就开始变得暗淡无光起来 令和夜色几乎融为一体 化为了一道淡淡灰影 柳明身形一动 就无声无息追了上去 前面那两人非常谨慎 一出了王府后 也是立刻施法隐匿了身形 专门找些偏僻小路而行 要不是柳明神石强大一禅 还真差点数次 让这两人直接溜掉了 但是不过一顿饭功夫后 柳明脸上就浮现出一丝 诧异之色 这两人所趋的方向 正是他来时的仙霞山 难道这所谓的前朝宝藏 竟然在仙霞山中 但再想一想 仙霞山作为玄京 最适合修炼者的地方 似乎前朝宝藏放在这 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柳明心念飞快转动着 但行动间是越发小心了 但也幸亏 这两人在玄京中 不敢直接腾空飞行 否则还真不好 这样一直跟踪下去 不过等柳明能看到 仙霞山的高大山头时 前面两道黑影一闪之下 竟然没入了附近一座 不起眼的明居中 柳明先是一待 但马上就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 他倒是没有马上过去 而是忽然台族往地下一踩 当起一团黑霞闪过 白骨蝎就从地下钻了出来 柳明只是简单吩咐了一句 去看看 那两个人还在里面吗 自从白骨蝎跟了不短一段时间后 现在即使不用秘书直接沟通 他也能够听懂一些简单命令了 白骨蝎立刻摇头摆尾 神区再次一动 没入地下 没过多久 柳明的神识中就接到了 骨蝎发来的消息 神色一动 就无声地奔那座明居一票而去 片刻功夫后 柳明出现在了一间 看似十分普通的屋子中 而白骨蝎 正趴伏在他脚边 双目绿燕闪动 望着一个看似十分笨重的黑色柜子 柳明望着黑色柜子几眼 目光微微闪动 你说他人气息在里面消失的 有些意思 我检查一下再说 随后的单手掐绝将强大精神力一放而出 往前面柜中一扫而去 嗯 没有静止波动 看来只是普通机关 如此做的话倒也是聪明之举 起码就不会有修炼者会怀此地了 柳明喃喃几句后将手一放而开 不再客气地走到柜子前 将门拉开 结果里面空荡荡一片 竟然丝毫东西都没有 但柳明是何等人 目光只是在四壁略意打量后 立刻发现了靠近墙壁的一面 似乎有些磨损的痕迹 煤烧一条 手臂一动 两出青月剑 寒光一闪 直接在这一面柜壁上 画了一个大圆圈出来 随后将短间一收 一手往圆圈中心处 五指一贴 再用力 扑的一声 一个黑乎乎的大洞 就凭空在柜子中显现出来 一个轻石阶梯 直通下方的深处 柳明冷笑一声 招呼了骨鞋一声 接着就无声地飘了进去 片刻功夫后 柳明就在地下 数十丈深处 沿着一个非常简陋的地道 向仙霞山方向 悄然前行着 在他的前方数丈远 有一张符路 始终在低空悬浮先行着 走着走着 碰的一声传来 前面的符路竟然一闪 暴力而开 柳明脚步一停 脸上并没有露出吃惊的神色 反而轻轻一笑 哼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两人还是布下了一些警戒静置 不过这么简单的静置可难不了我 随后他双目一眯 单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瞳孔中 已曾精光闪现而出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选了出来 瞬间功夫 在柳明眼中 前方不远处就浮现出了一个 仗许大的淡淡光阵 正好将通道彻底堵住的样子 柳明再次将手中短剑献出 往通道附近的石壁 顿时一阵狂斩 没费多少功夫 柳明就在附近 另行开出一条小通道 通过它直接绕到了光阵的后面 柳明再拿出一张福禄 往身前一抛 悬浮在空中后 就不慌不忙 继续前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27章 魅影 大约再走了数里远 柳明估量着自己应该已经到了仙霞山下方时候 第十又开始向上起来了 这次他没有再碰到其他静置 并在半刻钟后 终于看到了前方镜头处出现一个散发着淡淡白光的青色石门 此石门表面遍布许多银色灵纹 但本体却少了静半之多 并斜靠在通道出口处 仿佛是被人用蛮力硬生生破开的一般 柳明见此情形神色一动 单手往前一招 就将前面悬浮的符路一收而起 取而代之 拿出了另外一道符路 并往自己身上拍去 扑的一声 其身上立刻被一层淡淡黄光笼罩住了 接着身形一动 久无声的 没入一侧石壁之中 他竟然是直接动用了一张遁地符 在土石中缓缓向石门所在靠近而去 但是一点声音都未发出 片刻功夫后 柳明忽然停下身形 单手一掐掘 将强大的精神之力一放而出 刹那间 其神念洞穿了杖许后的石土 直接在神石海中 献出了一副清晰异常的画面来 那青色石门后 赫然是一个四五十丈长宽 十几丈高的巨大石厅 整个巨厅全用平整的青色石砖铺陈 四周则有些粗大石柱 但大都被破坏的面目全非 只有几根还能保持完整屹立在那 更让人有些吃惊的是 另有十几具蒙面的黑衣人 也是东倒西歪倒了一地 但一个个干瓶异常 丝毫气息没有 明显不知死了多久的样子 除了这些外 大厅角落初衷 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灰白色雕像傀儡 和数据看起来似人非人 似牛非牛的怪物的尸体 而在大厅正对青色石门的地方 则有一个更加高大的青铜之门 是样古朴之极 表面铭印着一个十分玄奥的精盈文阵 周边则全是密密麻麻的五色符文 闪动着危险至极的光芒 在这座青铜大门前方 则站着一高一胖两个蒙面黑衣人 其中胖些的黑衣人 正双手捧着那枚血色金石 往青铜锯门中心处一个凹槽中装去 血色金石方一放入其中 整座青铜大门顿时嗡嗡声一响 那血经开始狂闪不定 更有一片血光沿着精盈文阵 向四面八方迷茫而开 原本看似十分古朴的同门 竟一下变得十分妖异起来 两名黑衣人见此情形 均都一惊向后退出几步 做出了戒备姿态 就在此时 铜门表面血光一闪 精盈文阵竟从上面飞出 滴溜溜的在虚空中飞快转动起来 每转动一圈 青色铜门表面的血光就浓上一分 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那血光变得浓稠似血 让人看上去都觉得心魄晃动 不觉生气似暴虐之心来 好在两名黑衣人也都是邪修 虽然目睹此景 暗暗吃惊 倒也没有被此光射去兴致 而是更加死死的盯着同门不放 喀嘣一声响 原本紧闭的青铜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成了 高大黑衣人一见此景 当即大喜起来 但话音刚落 原本急传的精银门阵突然间又变幻下来 同时表面血光一下暗淡 同门一顿之后 竟然又缓缓开始和尚 不好 这块血精中的惊喜还不足 胖些的黑人见此一惊 沉声说了一句 猛然大步上前 手中金光一闪 竟然将手腕一割而破 用法力一摧当即鲜血狂喷而出 直接交到文阵之上 鲜血一接触文阵的瞬间 全尸一闪 没入其中不见了 文阵随之重新飞快转动而起 同门也在血光一农中 再次徐徐打开 一声闷响 经营文阵一下暴力而开 血光一脸后 巨大同门终于真正的大敞而开 后面赫然另有一层白茫茫光幕浮现而出 让人无法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何东西 螃蟹的黑衣人一散发觉 手腕上的血液当即填止喷射 并飞快掏出一张浮路拍了上去 当即伤口就在淡淡的清光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弥合如初 但是胖黑人双目黯淡至极 明显元气损伤了不少的样子 二号做得好 要没你 此次真可能功败垂成啊 高大黑人见此心中一松 哼 我这次却是亏大了 希望里面宝藏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后面不会再有其他的厉害静置了 我们进去吧 胖黑人哼了一声 随后大步向青铜大门内一走而去 高大黑人望着胖黑人的背影 目中一丝杀鸡浮现 但又不知想到了什么 瞬间目光又恢复如常 并无声的跟了过去 结果二人一前一后 倾刻间都是一晃 目入白色光幕中 竟没有丝毫阻拦的样子 过了一小会儿后 大厅抹面石壁上 淡淡黄光一亮 柳明就一闪出现在大厅中 他双目一扫大厅中的情形后 再看了看不远处的白色光幕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沉吟之色 就在这时铜门内白色光幕中 木然一声惨叫发出 接着一个惊怒至极的声音传来 你 你竟然对我下手 听声音正是那胖黑一人 既然已经找到宝藏了 你也没用处 我还是觉得这宝藏一个人享用 更美妙一些 你 你竟然身上带了这种东西 那高大黑一人 先是用阴沉声音说了两句 但马上也是一声惨叫发出 话语也是变得气急败坏 这宝藏我无法得到 也绝不会交给你 你就陪我一起永远留在这儿吧 胖黑一人咬牙切齿的说着 随之光幕的另一面 爆裂打斗声大响 还不停掺杂着二人的咒骂声 一声巨响后 所有的声音戛然而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白色光幕另一边一下就变得寂静无声起来 柳鸣听到这儿 双眼微微一眯 忽然单手一排腰间皮带 一股黑气冒出一凝之后 就化为立刻满头长发的男人头颅 正是魔头飞颅 去 他袖子冲白色光幕出一斗 飞颅文言 脸上猙獰之色浮现 就一闪投入白色光幕中 但下一刻 里面骤然呼啸声大起 隐约传来飞颅的嘎嘎怪叫声 柳鸣听闻到这个动静 倒是没有露出太意外的表情 反而是喃喃一声 果然有问题 也不知是怎么发现我的 接着他才身形一动 化为道虚影冲入白色光幕之中 等眼前白光一闪消失后 柳鸣就将眼前一切全都看了个一清二楚 大厨预料之外的是 此刻在他面前并非是堆满无数耀眼宝物的殿堂 而是一个母许大小的潮湿洞窟 虽然看起来并不比外面大天小多少 但里面除了几口看似普通的黑色光幕外 和一个巨顶状的万年灯就再无任何东西了 而洞窟中心处 飞炉正口吐团团烈焰 漫天乱飞 同时在痴痴破空声中将满头长发 化为一层层丝网将自己护在其中 那两名黑人则是颈椎飞炉 狂攻不停 一个手持一面铜镜 从中喷出无数红色雷火 一个手持一面两口骨剑 幻化出滚滚黑气 狂攻不停 除此之外 加入攻击的还有一头持续长的乌黑蝙蝠 双翅震动之下 隐约放出无数灰色锋刃出来 不过 这两人一兽的攻击 纵然暴风骤雨般凶猛 但在飞炉一星防守下 轻刻间倒也奈何不了这个魔头 等柳明也出现在洞窟中后 高大黑人顿时面色一沉 忽然口中一声哨声发出 那头黑色蝙蝠闻听后 忽然一个掉头 就带着一股兴风直奔柳明冲来 几乎同一时间 柳明身旁波动一起 一个半透明的魅影 竟从虚空中闪现 触其狠狠扑来 一声冷哼 柳明袖中木然数道青色剑气 一卷而出 同时一颗赤红火球 从另一手中飞了出来 喷喷几声 半透明媚影被青色剑气 一卷其中 不由自主倒飞出去 赫然是一个幽魂般的女子 满脸苍白无血 实质碧绿锋利 那只妖符 却是身形一晃避开火球 但下一刻火球一颤 自行暴力而开 滚滚火焰中 出其不意弹射出了一道碧芒 只是一闪就冻穿蝙蝠头颅而过 黑色蝙蝠一声签名后 就扑通一声 从高空坠落而下 再也无法动弹封毫 而趁此机会 柳明青色短剑再次一抖 就又冲那半透明媚影 批出了一片青蒙蒙剑影 与此同时 那道碧芒则一个掉头 发出了痴痴声 也冲那透明媚影 击射而去 高大黑人一见此警 大惊失色 低喝一声 道友出手 我等可以坐下谈谈 并同时伸去一动 主动停下了 对飞炉的攻击 另一边盼黑人 见此行形 也是不由手中攻击一环 但是流明 却犹如魏文一般 不但手中青色短剑 未停一刻 那枚碧影针 更是一闪到了 魅影女子附近 只是一个模糊 化为密密麻麻的影子 急射而出 此魅影原本就被 青色剑气皮的手忙脚乱 一个不妨 就被树道盲影 洞穿梅雨而过 一声哀鸣 魅影女子化为一股青烟 就凭空消散 只在原地 留下了一颗 暗淡无光的 碧绿色圆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二十八章 鬼浮屠和兽架术 夜女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一定将你 碎尸万端 臭皮八斤 高大黑人 一看到魅影女子 竟然就这般 转眼间被斩杀掉了 根本就来不及 过去相救 一声大叫 变得暴怒无比 胖黑人 见此情形 吓了一跳 急忙出声 提醒自己的同伴 你疯了 不过一名魂仆而已 不要误了我们的大事 我的灵兽 不也同样被对方斩杀掉了 而飞卢则 趁此机会 一个闪动 兜了一个大圈 飞到了柳明身旁 柳明则袖子一扬 碧影针一闪 就没入袖口 面无表情的 看着对面二人 你也知道什么 夜女是我的 算了 和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肯不肯和我将这小子拿下 高大黑人 一把将脸上的黑金撕下 露出一张 阴沉的中年男子面孔 狠狠地问道 胖黑人目光微微一闪 则有些左顾右盼 此次竟然在灵图境界 能同时驱动两件灵器 恐怕你我联手 也不见得能讨得好 还是和其谈谈再说吧 高大中年男子文言 一咬牙又说道 只要助我杀了这小子 此地宝藏 我只取三分之一 剩下的全都归你 此话当真 胖黑人文言双眼一亮 你我合作这般多年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过 不过你也不用 掩掩藏藏了 将押香手段施展出来吧 你修为不如我 还敢和我一起来此地 开启宝藏 肯定有所倚仗 先如此我就答应了 富贵本就在险中求的 不过要我用 押香手段的话 胖黑人笑容一脸 一号 你的杀手剑也同样 要拿出来吧 否则的话 不用你说 我不会再留任何后手 高大黑人先恨恨地说道 然后将胸前一惊一丝而开 露出了赤裸的胸膛 胖黑人目光一扫 顿时倒心一口凉气 刘明明神一望 也微微一争 只见高大黑人胸膛上 赫然印着一副恶鬼图 图中恶鬼 青面獠牙盘坐在地上 正抓着一个鲜血淋淋的大腿 在口中撕咬着 地上还放着一个残缺不全的 妇人尸体 整副图栩栩如生 让人看了 不觉寒气大貌 鬼浮屠 你胆子不小 竟然敢用至青的精魂 修炼如此血腥的秘术 你就不怕死后 魂魄永不超生吗 刘明沉生说道 一口就喝破了 黑衣男子胸膛上 恶鬼图的来历 满鬼宗身为修炼 鬼道功法的大宗门 自然对这种恶毒之极的 鬼道秘术也有记载 不过像此类功法 虽然威力其大 但修炼之法过于有伤天和 而且还后患无穷 满鬼宗自然绝不允许 门下弟子去修炼的 哼 小子 你竟然也知道 鬼浮屠这门秘术 高大黑人狂笑一声 随之一张口 一团血雾 直接喷到自己胸膛上 哼 我只求这一世 能够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谁管他死后如何 倘若我能借助此秘术 修成灵师 也不是没有办法 解除其后患 随后惊人一幕出现了 看似死雾的恶鬼 在血雾极深的瞬间 竟一下如洞活了过来 随后血雾往外 一卷而出 轰的一声巨响 一头通体血红 足有三丈高的独角巨鬼 凭空出现在了 高大黑衣男子面前 甚至手中 还抓着途中 那一根妇人的大腿 还在大口中咀嚼不停着 柳鸣见此冷横一声 手中的轻月剑 却不禁更抓紧了几分 呵呵呵 妙啊 没想到一号 你竟然修炼的是 鬼浮屠这种秘术 胖黑人在吃惊过后 忽然扶长大笑 听说 此种秘术修炼到极致的时候 甚至可以修炼出 鬼王等街的鬼物出来 呵呵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随后不见胖黑人 施展任何法掘 肩头一侧 呼得突骨而起 在一声痛楚的低喝后 一个鲜血淋淋的鬼头 就从脖颈一侧 凭空生出 与此同时 其肋下的衣服 也是一裂而开 从中弹出两条 毛茸茸的手臂来 寿架数 刘明目睹此景 眉头更是皱起 虽然他知道 黑灵会的两名首领 都不是一般的邪修 但也没有料到 二者修炼的 都是这般诡异的秘术 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小子 我原本不想动用此书 但看你如此棘手 竟然连传闻中的飞炉都能驱使 我也破例一次了 变成双头四臂模样的胖黑人 脸上的黑精早在变身一瞬间 就被自行脱落而下 露出了一个看似和善的胖乎乎脸孔 但活动了心头颅和手臂后 一开口所说的话语 却充满了无尽的血腥之意 手架术太好了 二号 如此一来这小子死定了 动手 高大黑人一见同伴施展的秘术 也是大喜口中一冷 双手猛然一催发掘 那血红恶鬼 当即将手中大腿一抛 自己双腿骤然一顿 就在一个闷想中一下弹跳而起 庞大的身躯小山一般的直奔流明 一压而来 另一边 双手四臂的胖黑人 却只是身躯一转 整个人就一个模糊转动而起 仿佛一个陀螺一般直冲而来 刘明只是看了胖黑人一眼 头顶处漂浮的飞炉 就是一声怪笑飞了出去 尚未接近陀螺 满头长发就一斗 先击射而来 顷刻间就和变身后的胖黑人 斗在一起 只从空中一压而来的巨鬼 刘明只是双足一动 整个人就轻飘飘的避开 同时手中短剑一斗 就冲巨鬼一批而出 但就在这时 那巨鬼却是在空中掀一步 冲刘明双手一弹 刘明一睁 还没明白巨鬼此举适合用意 忽然扑扑两声 两颗头颅大的灰色岩石 就从巨鬼手心中一闪而出 带着恶风 冲刘明一砸而来 实弹数 刘明见此情形不禁吃了一惊 身躯又一扭 才看看让两颗岩石 从身旁一闪而过 但同一时间 青色短剑 也是向巨鬼批出数道剑气 但让他心中一灵的是 巨鬼方一落地 庞大身躯 黄光一闪 丝毫停顿没有 就没入地面之下 剑气斩过 只是在地上 批出了数道浅浅的剑痕而已 刘明脸色一沉 但不等自己双足落地 忽然袖子一抖 一条银色锁链 就在叮当声中 直奔对面 高大黑人一抽而去 他很清楚 这巨鬼如此厉害 主要还是对方施法操纵的缘故 只要能将其主人直接解决掉 这头鬼浮屠所化 鬼物就不复存在 就在这时 其下方出一声咆哮 巨鬼从地下一扑而出 两条手臂一张 就冲起恶狠狠一抱而来 刘明身去扭 无声无息再次避过 这时 对面的高大黑人 单手一扬 一张福禄一飘而出 一闪 化为立层 精盈冰罩 将自己严严实实护在其中 银色锁链一抽到冰罩上 一阵寒光闪动 却无法奈何此防护 而恶鬼 身形连连摇晃 在地面上忽影忽现 一直颈椎柳明不放 纵然偶尔被青色剑气一批而中 也不过身去一个模糊 马上就恢复如初 这让柳明也不禁大感 头疼不已 倒是另一边的飞炉 神通大展之下 浑身磨气翻滚 和那双手四臂的胖黑人 斗了个难舍难分 不过当恶鬼再次从地下冲出 扑向对手的时候 刘明口中短剑忽然一闪不见 取而代之是一个赤红色铁桶 咔嘣声一响 一张惊迎死亡一照而出 巨鬼猝不及防 再想躲避 根本来不及了 他一声怒吼 却被磁王召了个结结实实 同时滚滚寒气一卷而来 提表立刻浮现出一层寒冰来 让其动作马上变得凝质不灵 刘明见此一喜 秀地扬 银色锁链再次弹射而出 一个模糊后 就将巨鬼缠了个结结实实 随后他单手掐绝 一颗赤红火球 就在手中滚滚浮现而出 千刻将化为水缸般巨大 直接对准了下面被困的巨鬼 远处的高大黑人一剑此井 脸色大变急忙掐绝 身前冰罩一闪就溃散而灭 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一个赤红小弓 和树莓同样颜色的箭矢 一抬手 叫出流明连绵射箭 就在这时 忽然他背后地面下 窜出一条黑影 一个闪动 就是两只巨傲夹住了 他的一只脚 背后围钩一动 十几道黑线一闪即逝 洞穿同一条小腿而过 一声残叫 高大黑人惊怒的一滴手 就看到自己小腿上 赫然多出了十几个细小黑孔 一层黑气 从足部向上飞快卷来 同时一股奇痒的感觉 也正在小腿中蔓延开 以高大黑人的见识 怎会不知道自己已中了某种奇毒 一时之间根本无药可解 不过 他也算是一个枭雄之辈 脸色一变 忽然手臂一动 一根手指弹出了数寸长的锋利指甲 就往自己膝盖处闪电般的 一滑而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29章 铁甲诗 漆黑小腿瞬间脱落而开 鲜血狂喷而出 同时高大黑人单阻一动 身躯就弩剑般的倒射出去 一张俘虏也飞快往腿上一排而去 当其点点青光一闪而现 鲜血一下戛然而止 同时伤口飞快愈合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白骨蝎却腾空紧追而来 丝毫没有放过对手的意思 高大黑人强然痛楚勉强落地 一看此景后 当即是又惊又怒 袖子一抖 就再次亮出了 先前的那面铜镜 只是对着骨蝎一画 当即一片血色雷火 劈头盖脸的一杂而去 但是骨蝎却身躯一牛 就在一团紫物包裹下 狂闪不定 就此避开了雷火 随后背后尾一钩一动 又化为十几道黑线破空射来 但是同样 被黑人用铜镜中的雷火 硬生生逼退 就在这时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从刘明那边一传而来 赫然是刘明 已经将手中巨大火球 一扔而出 狠狠砸在了下方 被困的巨鬼身上 此鬼物一声大吼后 就被蘑菇状的火云 淹没了进去 瞬间在高温中化为了灰迹 正用铜镜和骨蝎对峙的高大黑衣人 其胸膛上的恶鬼图一下 变得鲜红似血 同时图中恶鬼一个模糊 竟然钻入了高大黑衣人 胸腔内不见了踪影 高大黑衣人马上一声大叫 就将手中铜镜一抛 翻身栽倒在地 并双手抱头在地上狂滚起来 同时口中惨叫声不断 仿佛在经受某种 难以想象的痛楚一般 白骨蝎见此情形 自然不会放弃 身躯一动就一下扑到了 高大黑衣人身上 两只巨傲和尾钩顿时 发出了暴雨一般的攻击 瞬间攻斧 就将没有了丝毫反抗之力的对手 撕成了碎片 大片黑血 从碎尸中鼓鼓的流淌而出 刘明看到此景 这才神色一松 目光一动 落在了另一边的战团里 此刻 利用虎头中喷出的团团烈焰 正和飞炉僵持不下的胖黑衣人 一见自己同伴 转眼间就落败掉了 不禁大吃一惊 虎头再喷出一道火柱 将飞炉逼开几步后 就呼张化为一团虚影 向某个黑色棺材一扑而去 拦下他 柳明一声吩咐 另一团黑影瞬间弹射而来 一头就将飞过去的胖黑人撞了个大跟头 正是白骨蝎此鬼物 而就这片刻耽搁 飞炉发出怪笑一飞而至 满头长发再次卷来 骨蝎也张口一团紫烟就喷出 刹那间 胖黑人陷入到骨蝎和飞炉加工之中 纵然其虎头锁喷火焰不停 四十手也是各握一柄骨剑疯狂反击 但轻刻间就落入了下风 就在这时 柳明手中短剑一抖 一道道青色剑气也加入到了攻击力 如此一来 胖黑人自然就更加无法抵挡 一个躲避不及 尖头就被骨蝎为钩洞窜而过 一股奇痒 当即就从伤口处扩散开来 胖黑人心中一沉 忽然大叫起来 住手 我投降 若是没了我 倒要恐怕无法得到真正的宝藏吧 真正的宝藏 柳明听到这话神色微微一动 胖黑人一边苦苦抵挡着飞炉和骨蝎的攻击 一边拼命大叫道 不错 倒要不会真以为 前朝宝藏就在这些棺材中吧 这里面应该只是一些普通宝物而已 真正宝藏 岂是另有玄机的 就这片刻的时间 他已经感觉肩头彻底麻木 连带一侧两条手臂都无法动弹 眼看就没法抵挡眼前攻击了 心中的惶恐可想而知 柳明听到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未见其有任何举动 但原本狂弓的飞炉和骨蝎都是忽然一停 并后退几步 胖黑人见此才心中一松 急忙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瓶 一口气 倒了七八克丹药服了下去 就这一小会儿功夫 他已经感觉半边身子都麻痹了 心中的亥然可想而知 柳明缓缓走来 同时淡淡说道 没用的 我这头骨蝎是一头变异鬼屋 一般解毒丹药顶多暂时压制其毒性而已 想要将其彻底解毒 短时间都是痴心妄想 你先把售架术解除掉 否则我不介意先解决掉你 然后再慢慢寻找这所谓的宝藏 我明白 就按道友所说行事 胖黑人文言一咬牙回到 随后单手掐掘 旁边的虎头和泪下两条兽臂 当其飞快萎缩变小 顷刻间化为乌有 同时其身上的气息 也一下衰弱了大半之多 胖黑人将秘书收起 脸上露出了郁闷的表情 要不是先前破开静置 损失了太多的惊血 我根本无法施展出 售架术的真正实力 也不会摆得这般快 你要是不服气 尽管可以下去和他一起作伴 柳明面无表情 目光若有若无的向高大黑人 碎尸处扫了一眼 几乎就在此话出口的同时 白骨蝎和飞颅又蠢蠢欲动起来 在下只是说笑 说笑 道友可别当真了 胖黑人见此自然是吓了一跳 急忙辩解 柳明盯着胖黑人冷冷说道 不管你是真说笑还是假说笑 现在就告诉我真正宝藏在什么地方 不要抱着拖延的心思 我只要觉得你是在打主意 我会立刻让他们两个动手 胖黑人闻言 苦笑回道 在下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 真正的宝藏其实是在这间洞窟的下方 并且被另外一个法阵封印着 不过打开此封印的方法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柳明听完 不动声色发问 那先告诉我 这真正的宝藏是什么 这一次胖黑人犹豫了一下 才满脸无奈的说道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真正的宝藏应该是一处杀坑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杀坑 纵然柳明一向稳重 闻听此言 也是吃了一惊 不错 虽然不是太大的杀坑 而且也不清楚到底是何种真杀 但如此多年没有人开启过 里面也应该积攒了不少的真杀之气了 胖黑人既然将此秘密揭开了 干脆也不再隐瞒 全说出来 很好 那就让我看看你所说的是否属实 柳明强压住心中的兴奋 恢复镇定说道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需要先做另一件事情才行 胖黑人一争 倒有的意思是 未等其做任何反应 旁边的飞炉忽然一摆头炉 破空声一响 一缕长发就鼻直冲起 击射而来 否则我一个念头过去 飞炉就会将你的心脏搅碎 好了 你现在去将此地封印打开吧 好 倒有稍后 不过我打开那个封印 还需要先从这棺木中取一样切物才行 胖黑人 胖黑人低手看了看没入胸膛中的长发 胖乎乎的脸上忽然满是阿鱼的笑容 仿佛变成了一名和气生财的凡人 柳明自然不可能被这点表面笑容所糊弄 你要拿什么器物 在哪一具棺木中 对方能成为黑灵会的二号首领 平常捅下那么多的邪修 要说他不是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之辈 那也根本没人去信 胖黑人一见柳明 似乎并没有让他马上过去取东西 略意犹豫 还是冲某具黑色棺木一指 是一块铁牌 应该就是在那具角落上 印有银色菊花的棺木 柳明听闻此话 目光一扫 就立刻看清了那具棺木 正是胖黑人先前想逃跑时 想要冲过去的那一句 他略意沉吟 手中短剑一抖 一道青色剑气一卷而出 远远就出那具棺木 一批而去 当的一声 剑气劈在棺木上 竟然只留下了一道淡淡剑痕 并未能将其真的一展而开 胖黑人见此眼角 微微一跳急忙解释道 道友 这棺材 都是用万年乌木制成的 本身也算是一件宝物了 是吗 这般说来将其毁掉 倒确实有些可惜 柳明听了这话 神色微动 手中短剑一收 换成一只拳头 在虚空一倒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 这一次 棺材盖子在距离一撞之后 硬生生逆飞而出 同时一股浓浓的尸臭味道 从中传了出来 柳明眉头一皱 身形一动 腾空而起 向那具棺材缓缓飞去 并在离其树杖处的虚空中 停了下来 低手向下方棺材中 打量了几眼 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丝 讥讽的笑容 袖子一抖 一连串火球 就从空中击射而下 砰的一声 凶猛火焰 一下在棺材中暴力而开 并卷起了一道赤红火柱 下一刻 一声怪叫 就从棺材中传出 竟从中跳出了一具 身穿黑色铁甲的僵尸来 他胸前挂着一个 用细绳穿着的 巴掌大的铁牌 在滚滚火焰包裹中 亮枪的冲出了十几步 就在破空声中 背道击射而至的 巨大锋刃 将头颅一展而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章 煞尸 无头尸体仍然走出 一小段距离后 才扑通一声倒地不起 并最终在火焰中 化为了一堆白灰 刘明这才冲那堆白灰 抬手一招 嗖的一声 一块黑色铁牌 从中一飞而出 并稳稳落在他的手里 他只是低手 打亮了手中铁牌几眼 就身心一动 一飞而回 道友 这句铁甲诗诗 那胖黑人 一等柳明双足落地 就要支支吾吾解释几句 但是柳明一摆手 直接打断了他后面的话语 并将手中铁牌 冲其一炮而去 毫无表情问了一句 你所说的器物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是的话 马上给我开启封印 我现在不想再听任何一句废话 是 这就是那件开启封印必须之物 在下 马上就施法开启封印 虽然柳明根本提都没有提 棺材中的那句铁甲诗 但仍然让胖黑人心中一寒 一接过铁牌 看了两眼 就连忙连声答应着 随后他立刻走到洞窟中心 一手将铁牌高高举起 张口冲其喷出一团惊血 就开始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咒语声 晦涩难懂 并充满立种说不出的韵律之感 呼的一声 看似普通的铁牌 骤然间白光大放 并且越来越亮 并最终一颤 脱离了胖黑人单手掌控 向洞窟上空击射而去 白光一闪即逝 铁牌直接没入了洞窟顶部 不见踪影 下一刻 洞窟上方浮现出了 无数白色光纹 雨点一般的向下方积涉而去 并纷纷没入地面 不见了踪影 随之 地下传出轰隆隆的闷响 整个洞窟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并另有一个巨大的五色文阵 从地下冒出 只是滴溜溜一转 一股恐怖之急的静置气息 就一卷而开 与此同时 文阵中心处的地面 木然寸寸碎裂而开 竟凭空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 里面 隐约有阵阵鬼笑声传出 柳铭看着黑色大洞 目中有一丝火热闪过 这就是煞坑入口 胖黑人看着大洞 面上同样有一次激动的神色 应该不会错的 柳铭撇了胖黑人一眼 既然如此 你下去吧 胖黑人文言脸色微微一僵 倒有要在下先下去 柳铭没捎一条 怎么 难道 你想让我先下去不成 不过放心 我会让他们两个陪你一同先下去的 好 在下先下就先下吧 胖子似乎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反对的可能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随后他小心翼翼的靠近了地上黑洞 探头探脑往里面看了一眼后 才硬着头皮跳入其中 飞鹿和骨蝎自然一闪紧随其后 过了一小会儿 柳铭并未从骨蝎和飞鹿那边感应到什么不妥后 才同样一闪飞入黑洞之中 黑洞并不太深 柳铭感觉自己只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就眼前一亮 来到另外一个洞窟内 但是除了落脚处 一小片法阵控制的区域外 其他地方赫然全都是浓浓黑气 让人根本看不清洞窟的模样 胖黑衣人和飞鹿骨蝎 都在这法阵中心处老老实实地待着 柳铭目光一扫法阵外的浓浓黑气 眉头一皱 这些可不太像是真傻之气 胖黑衣人看着四周的黑气 也有些迟疑 我也知道这些肯定不是 不过想来那煞坑 应该在附近某个位置吧 不如我们私下找找 柳铭文言冷笑一声地回道 私下找找 行 你可以离开这里 试试外面这些黑气是什么东西 他又说笑了 胖黑人听了这话 脸上不禁露出了善善的神色 此地既然布置了静置 来阻挡这些黑气 想来它们肯定是什么 不好沾染的东西 不过就在这时 四周原本看似静止的黑气 忽然间滚滚涌动起来 开始往同一方向 飞快聚集而去 片刻间功夫 原本弥漫整个洞窟的黑气 就全部收缩一空 聚集在离它们不远的 一个直径七八丈的深坑上方 并形成了一颗巨大的黑色气团 黑色气团中 赫然扶着一把精灿灿的椅子 上面竟然坐着一人 正缓缓抬起头颅 向柳铭这边一望而来 目光如电 是一名身穿黄袍的瘦弱青年 腰间还跨着一口银色长剑 面目苍老 但五官非常清秀 眉宇间竟隐约和胖黑人 有似无非相像的样子 而那黑色气团 只是几个呼吸间转动后 就一股脑全部没入青年身躯之中 柳铭目睹如此妖异情形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还未等他想要做出 任何反应的时候 原本在旁边一只老实的胖黑人 忽然丝毫征兆没有 就从身旁一窜而出 向大坑方向狂奔而去 同时口中还大叫着 太子爷 救命 我是您后人 是我打开的封印 特地来放您老人家出去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那胖黑人 看似身躯肥大 但动作迅捷无比 几个跳纵 赫然就已经跑到离大坑不过数丈远的距离 柳铭见此脸色一沉 留在他旁边的飞炉一声怪笑 猛然一摆头颅 那一缕还紧紧连在胖黑人身上的长发 顿时一奔而紧 扑的一声 胖黑人被长发一端锁住的心脏 当即被一脚而碎 让其一声惨叫 张口就喷出了一团鲜血 不过他除了瞬间步伐亮枪了一下 竟然立刻恢复如常 继续跳跃如飞 这种情形让柳铭不禁有些目瞪口呆 胖黑人一个晃动 一下跳到了金色椅子进前的半空 然后才一个转身 得意洋洋的向刘明大笑 哈哈哈哈 小子 你想不到吧 我可是同时有两颗心脏 瘦架树的玄妙 其实你能想象的 你静置的 不过是架接的一头妖兽心脏而已 并且早已和我自己的心脏互换了位置 而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也不是为了前朝宝藏 而是为了放出千年前就在此地的前朝太子 刘明听到这儿脸色有些难看了 但就在这时 胖黑人忽然一声惨叫传出 一只看似瘦弱的手掌 竟从其立侧胸膛处洞穿而过 那五指尖还捏着一颗 微微跳动的鲜红心脏 怎么会这样 先祖大人 胖黑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困难的一转头颅后 其身后处除了那名瘦弱青年外 根本再无第二人 洞穿其心脏的正是那坐在金色椅子上的青年 你知不知道 你做错了两件事情 青年嘴角抽搐了一下 露出十分诡异的笑容 你 胖黑人双目圆睁 感觉浑身的力气正在飞快的流逝干净 只说出了这最后一个字 就再也说不出其他话语了 那瘦弱青年却是不慌不忙继续说道 首先你根本不应该离我这般近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具肉身有多少年 没有尝过新鲜血肉了 此种情形下 站在离我如此近的地方 哪怕就是我亲生儿子 我也会一口口慢慢吃掉 第二 我也根本不是你口中的祖先大人 这具肉身的原主人 那位所谓的前朝太子 早就在千余年前因为太过寂寞 而发疯自杀掉了 我只是这具肉身后来诞生的新主人而已 当然也稍微融合了那位太子殿下的些许记忆 不过看在你这般辛苦打开封印的份上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些 否则新鲜血肉自然要一点点品尝 才更加美味呀 青年说完最后一句话的瞬间 无知猛然一合 就将那颗心脏一捏而碎 接着 其手臂猛然一抽一把 就将胖黑人拦腰抱在膝上 再一扶手一口咬住了他的脖颈 并大口狂吸鲜血起来 柳铭看到这里脸色连变树下 忽然身形一动 腾空就像进来的入口一飞而去 只听砰的一声 方已接近入口处 前方就忽然浮现了一层黑色光幕 并猝不及防将其一谈而回 你不要白费功夫了 除非我先离开这里 否则此地就会自行封闭起来 当然以你的实力破开这静置 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 但这也要我给你这般多时间才行啊 那瘦弱青年终于将滴着鲜血的嘴巴 从尸体上一拿而开 露出了两颗巨大獠牙 从柳铭轻描淡写地说道 柳铭脸色阴沉似水 但目光在下方那个看似 深不可测的大坑中望了一样后 就缓缓说道 你是杀尸 与此同时 其一手将青色短剑往身前一横 另一手袖中一阵叮当乱响后 一条银色锁链就从中一飞而出 并围绕其身躯开始徐徐转动起来 飞颅和白骨蟹 也是一个骤然满头长发 到处而起双目银芒闪动 一个则身子俯下 背后围钩 开始摇摆不定起来 哈哈哈哈 傻尸 嗯 这句肉身应该算是吧 瘦弱青年文言骤然狂笑起来 我当年被打敌击破肉身 甚至连残魂和此杀坑 都被一头封印了起来 原本以为以后根本没有出头之日 但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还会有人再次开启沙坑 还会将一具已经积累完成的 杀尸体乖乖的双手奉上 看来 天不绝我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三十一章 煞尸之战 随后呢 青年手臂一抬 一根手指冲 柳明这边虚空一点 扑的一声 一到无形 静风就到了柳明面前 起来势之快 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 他只是下意识猛然一偏头 静风就紧擦耳边 一闪而过 打在后面不远处石壁上 一个手指般粗细的声洞 立刻显现出来 刚气 柳明目睹此景 脸色大变 金色椅子上的瘦弱青年 却黑黑一声 木然竖根手指连绵弹出 嗤嗤声大起 竖道进风一闪而至 同时打向柳明身躯各处 但已经有了准备的柳明 怎会还待在原地不动 不加思索下 身躯就骤然一晃 就带着一连串残影 出现在了数丈远的地方 数道指风又是一闪而过 让后面的石壁 再多出了数个孔洞 柳明回首 飞快看了石壁上的孔洞一眼 再早 瘦弱青年做出的这一轮攻击 并没有在继续放出指风后 双目一瞇 不对 你不是灵狮 真正灵狮的钢器 不会只有这种程度 瘦弱青年却黑黑一笑 我已经修成了钢器 是不是灵狮又有何区别 你区区一个灵徒 还想从我手中逃出生天吗 此地已经被彻底禁制住 除非有媲美灵狮攻击的手段 才能一击而破 否则注定 就被我吸干一身惊血了 随后他五指一驱 化为爪壮 就冲柳明一抓而来 破空声再一响 柳明头顶上空 波动一骑 一只半透明灰白色大手 就凭空献出 闪电般的一转而下 柳明目光一闪 身躯只是一动 就一片柳叶一般 在静风中一荡而开 与此同时 附近的白骨蝎和飞卢雀同时一动 一个满头长发 密密码码 击射而出 一个尾钩 化为十几道黑线洞窗而去 灰白色大手同时遭受二者攻击之后 狂闪几下 就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而开 瘦弱青年见此 脸色一沉 手臂一动 似乎要冲柳明抓出去 但就在这时柳明却忽然笑了起来 有些意思 刚才攻击看似声势不小 但我怎么感觉有些须有其表 而阁下三番两次话中透着的意思 似乎在故意提醒我 用霹雳手段就能破开这静置 让我猜猜 要么阁下不知什么缘故 自己无法破开这静置 果然想借我之手来做此事情 要么 你身体有些不妥 是在故意下退我 好像从刚才开始 阁下就没有离开过那把椅子吧 瘦弱青年一听柳明这话 脸上胸利之色一闪而现 也不见其回答什么 只是手臂一动 竟然将腰间那口银色长剑一把扯出 冲着柳明九十一盏 柳明只觉眼前荧光一现 一道银蒙蒙剑气 就不知怎么到了其的头顶 并狠狠一掌而下 他一惊 正想躲过 地面却砰的一声 突然冒出了两只土黄色大手 一把一个将其双足抓了个老老实实 柳明心中一沉 手中青色短剑 顿时往高空狂斩了竖剑 一片青色剑影冲天而起 同时身外银色锁链 也是一下疯狂转动起来 不但将足下两只土黄色大手 绞成了粉碎 更化为一片阴影 将其护在其下 空中银青两种剑气方一接触 当即爆发出惊人的巨响 金色椅子上的瘦弱青年 剑子情形一声冷笑 抓着长剑的手臂一晃 木然又冲柳明这边斩出一剑 当即又一道银色剑气 从高冲闪电般的劈下 如此一来 青色剑气发出一声哀鸣 划为点点青光溃散而灭 两道银色剑气合而为一之下 气势汹汹 斩到了疯狂转动的银色炼影上 当即爆发出了一连串的闷响声 柳明身形一个亮枪 终于从银色剑气威能笼罩下退了出来 原本晶莹的银色锁链却一下暗淡了许多 但等柳明双足重新站稳 目光扫了银色锁链上一眼后 再看了看对面瘦弱青年一眼 目中忽然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哼 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吗 看来我果然猜得没错 你现在果然有些不妥 话音刚落 他忽然将手中青色短剑往高空一抛 单手飞快掐绝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青色短剑滴里溜一转 就化为一轮青色圆域 并在转动中继续拒长而起 与此同时骨蝎和飞炉一动 却向大坑方向一扑而去 结果那飞炉只是几个闪洞 就到了瘦弱青年不远的虚空中 一张口喷出一团团绿燕 随后满头长发一抖之后 也化为无数必思接涉过来 瘦弱青年脸上宁笑一线 忽然一张口喷出一片灰白霞光 在一个卷洞 竟将一团团绿燕全部吸入到口中 但对那漫天洞穿而来的长发 不管不问 反而控制的手臂一动 一拳向前一倒而出 轰的一声 当密密麻麻长发洞穿 瘦弱青年身躯的时候 飞炉当即也被一股无形距离 撞了个正着 一声惨叫倒飞了出来 这时候白骨蝎才跟着扑了过来 粘口也喷出一团紫燕 同时背后围钩一动 化为十几道黑线洞穿而来 扑扑之声一响 瘦弱青年竟然任凭紫燕和黑线 击中自己身躯 反而一条手臂 灵蛇般的一动一把抓住 古蝎 漆黑如墨的围钩 接着手腕一抖 就将古蝎狠狠摔到了大坑的边缘 一声温响 整个地面都为之微微一产 古蝎所在之处更是瞬间凹进去一小片 让古蝎半天都未能爬出来 显然这一下将古蝎摔得着实不清 但更令人吃惊的是 瘦弱青年身上 无论先前飞炉长发 还是古蝎围钩洞穿出的伤口 只有一些黑气冒出 却不见有丝毫鲜血流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不过就在这时 空中青月剑已经化为一轮脸盆大小的圆月 并在流明一声低贺中 在虚空中一个模糊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青色圆月就在瘦弱青年上空一闪而现 并无声无息一路而下 森然寒光一散即逝 青年原本还想出手 先解决古蝎和飞炉 但一目睹青色圆月的恐怖气息后 脸色一变手中银色长剑一抖 就从空中一口气劈出十几道剑气出去 瞬间功夫 青色圆月就和银色剑气撞击到了一起 当即阵阵爆裂声传来 轻盈两色光芒在空中纵横交错 二者一时间僵持不下的样子 就在这时 流明身前却又凝聚出一枚 足有半丈长的巨大锋刃 两手一抖 巨型锋刃一个模糊不见了 瘦弱青年目中 精盲一然 忽然手臂一动 竟然凭空就向前方一手抓去 整只手掌赫然变得干瘪无比 漆黑如墨 砰的一声 巨型青年一个模糊 就出现在了瘦弱青年的前方 正好被其探出的手掌抓了个结实 让流明几乎无法相信的一幕出现了 巨大锋刃斩在手掌上 非但没有将其一切而开 反而瘦弱青年面上绿色一线后 五指骤然一合 竟将薄薄的锋刃硬生生一捏粉碎 即使流明一向也算冷静 目睹此景还是心中一沉 不过手上动作却丝毫未曾停过 只见食指一阵阵车轮般的飞快颤抖 身前当即浮现出点点红光 在D66一宁又幻化出一颗赤红火球 并飞快的巨大而起 瘦弱青年一见此目 脸色一寒 一张嘴竟喷出两团黑色液体来 二者一落地的瞬间一阵如洞 就化为两个张许高的黑色腰圆 一声提名就张牙舞爪的冲流明冲去 但就在这时 扑的一声 两头幻化出的腰圆 却被一片丝网瞬间罩住 原是那飞炉又飞了回来 再次放出满头丝网 两头腰圆纵然在丝网中拼命挣扎 但一时间也是无法脱困的样子 瘦弱青年脸色有些难看了 手中银色长剑一抖 就要冲此魔头一斩过去 但就在此刻 其头顶上空一声巨响传来 原是青色圆月 骤然间暴力而开 百道青色剑气从中狂冲而下 将那些银色剑气一冲而灭 并化为森然寒光卷了下来 瘦弱青年无奈之下 手中银色长剑只能方向一变 再冲高空狂斩而去 就在这时 柳铭那边轰隆隆声一响 一颗水缸般大小的巨型火球 滚滚而来 瘦弱青年目光一瞥 这巨型火球的声势 脸上竟首次献出了一丝恐惧的表情 但不知为何仍然没有离开身下的椅子 反而一声尖叫后再一沾口 又一连喷出了五六团黑色液体来 每喷出一团液体 青年目中的神光就暗淡了一份 而嗖嗖声一响 这几团黑色液体就直奔巨型火球 一迎而去 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看似声势浩大的巨大火球 和这几团黑色液体一接触 竟然一个模糊 无声无息就同归于尽 不过就在这时 原型火球中心处碧芒一闪 一根碧绿色细针从中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 就到了瘦弱青年的梅雨 眼看就要直接洞穿而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二章 灭鬼 瘦弱青年忽然呸了一声 虽然声音不大 但其张口的一瞬间 一团灰蒙蒙光球一喷而出 臂芒一下就扎入了这个光球里 不由自主微微一宁 趁此机会 瘦弱青年只是头颅一偏 就堪堪避过了此阵 就在这时 原本站在原地的柳明 忽然单足异彩地面 整个身躯一下 弩箭一般击射而来 只是一个晃动 就鬼魅般到了瘦弱青年一侧 手一抬 一枚蓝色冰锥 直刺而出 瘦弱青年脸色一沉 那只抓碎锋刃的手掌 一个模糊 毫不客气也抵住了冰锥 同时冷笑一声 这种法术也想伤我 真是痴心妄想 柳明见此情形 脸上却突然浮现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 神形骤然一格模糊 竟然一下又倒射出去 与此同时 蓝色冰锥不等瘦弱青年动手捏碎 就一闪自行爆裂而开 轰的一声 一股奇寒之气狂卷而开 但是这种寒气 对瘦弱青年来说 自然是微不足道 但是在碎冰中 赫然凭空多出了三颗 拇指大小的赤红圆珠 不好 瘦弱青年见此 当即已经在想做出什么防御举动 却已经迟了 三颗赤红火球 一亮之下 就轰轰轰 同时爆裂而开 三团赤红火云 在大坑上方冲天一卷 在滚滚一凝之后 就化为立刻刺目耀眼的赤红胶羊 胶羊 胶羊直接将瘦弱青年 连同金色椰子照在其中 散发的高温 更是几乎将附近虚空 烤得朦胧一片 身处胶羊中心处的青年 一声惨叫 躯体瞬间化为了飞灰 只剩下一片漆黑如墨的人形骨架 不过此骨架 也不过支撑了片刻 就在高温中徐徐融化起来 但就在这时 骨架头颅前方两个硕大的眼眶中 忽然两团黑焰凭空燃烧起来 随后 这个骨架骤然仰手一声 凄厉长笑 其身下的金色椅子 竟然在一阵光芒大放中 迅速溶解成了金色液体 并飞快地往骨架上一卷而去 刹那间 原本漆黑如墨的骨架 竟然在狂闪几下后 变成了金灿灿的颜色 随后 这金色骷髅体表金光大放 竟然止住了身躯融化 在脚步一动 就直接冲出了赤红色胶阳的笼罩 不过 当金色骷髅 方从红光中脱离的瞬间 面前残影一晃 柳鸣竟然无声无息再次浮现出来 并且手一扬 一个白蒙蒙的东西飞出来 竟然是一串 看似精盈的佛珠 这佛珠 他虽然没有太多计恋过 但他面对金色骷髅的瞬间 竟一下如遇到生死大地般 繁音声大齐 一个模糊 就诡异的出现在了金色骷髅脖颈上 随后表面光霞万道 瞬间化为立眉 粗大无比的七色光环 骤然间一收而紧 金色骷髅一声惨叫 脖颈处无数腥臭的清烟狂冒而出 其身躯狂颤不移 无法自制 扑的一声 碧莹珍一个盘旋 再一个闪动 就从骷髅头颅后面没入 再从前面的眉宇处 击射而出 原本拼命挣扎的金色骷髅 当即 盐眶中黑眼一下 暗淡溃散 正在挣扎的身躯 也是瞬间瘫软下来 柳明见此 心中微微一松 身躯一个晃动就到了骷髅旁边 手中清光一闪 一枚锋刃浮现出来 手臂再一动 就要用此锋刃将那骷髅头颅直接斩下来 就在这时一变突起 原本看似气息全无的金色骷髅忽然疼的一下 两团黑雁在眼眶中再次浮现出来 并滴溜溜溜一转就化为两道黑气冲了出来 闪电一般的融合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黑色鬼脸 小辈 你既然毁了我杀尸之身 那就用你的肉身作为底肠吧 鬼脸带着宁笑就一个模糊冲向柳明 柳明自然心中大灵身形瞬间向后倒射而退 同时手中青色风人一闪 毫不客气的就冲鬼脸斩去 青光一闪而过后 鬼脸竟然安然无恙 反而在阵阵兴风中一下冲到了柳明镜前 柳明一声怒吼 手掌一个翻动 木然就现出了一枚赤红色的红桶 只听嘎嘣声一响 一张惊莹丝网就从中喷出 而丝网也是一闪即逝 竟然也从鬼脸身上闪过 未能起到任何效果 柳明打惊失色 再想施展其他手段来不及了 鬼脸猛然身子一长 就化为一团黑气撞到了他的身躯上 让柳明感觉身前一凉 任凭双臂在身前阻挡却没有丝毫作用 仿佛这鬼物真是无形肢体一般 那鬼脸接接怪笑 再次一晃就直接要钻入柳明体内 不过就在这时 忽然柳明身上十几枚赤红光片一闪而现 那鬼脸一接触到某个光片上后 竟然马上一声惨叫 瞬间化为一团黑气倒射回去 却是柳明贴身所穿的那件自制的胶灵甲 在一感应道由邪物靠近后 竟然自行发挥出了惊人威能 将此鬼脸一击而退 柳明见到如此意外情形自然大喜 不加思索猛然张口 喷出了一股清蒙蒙的狂风 将鬼脸所化的黑雾硬生生吹在原地 转动不停 一时间无法向前 随后 他在单手掐绝一根手指 冲那句金色骷髅虚空一点 砰的一声 骷髅脖颈处的七色光环 瞬间溃散而开 并从中射出密密码码的佛珠 只是一个模糊 就砸到了鬼脸所化的黑雾上 当即片片七色光团 同时在黑雾中暴力而开 鬼脸惨叫声大齐所化的黑雾 在七色光芒中疯狂蠕动不已 一时间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而有了这喘息的时间 刘明这才从袖中飞快摸出一叠黄色浮露 向前一抛而出扑扑声大齐 那些浮露只是一阵模糊 就高耀一般的纷纷贴在黑雾之上 瞬间将其包裹了一个严严实实 刘明手中法觉一变 口吐一个暴字 所有黄色浮露顿时化为团团白光中 暴力而开 而在白光里 又隐隐有点点黑雁闪动不停 这一次鬼脸连惨叫都未来得及发出 就在经验中化为了乌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刘明这才真长吐了一口气 要不是此鬼物不知何原因 一开始竟然无法离开椅子半分 其身上又凑巧带了不少能克制鬼物的东西 恐怕灭杀其还真的是困难至极啊 不过他在心念移动后又是大感肉疼不已 刚才那一叠浮露 是雷姓大汉不久前才赏赐他的一套 专门对付鬼物的高阶浮露 价值之大 几乎仅次于那道用于保命的金光浮了 要不是刚才鬼脸实在难缠 一般的想鬼浮露多半没有作用 他绝对舍不得一口气全都用掉的 但话说回来了 那串佛珠身为佛器 对鬼物有退避作用 这是正常的事情 倒是那头赤胶鳞片 竟然对鬼物也有类似作用 这却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 柳明若有所思地想着 抬手摸了摸身前 还有些微微发烫的皮甲 单手往前方一招 破空声一响 一枚枚圆珠击射而回 一个模糊 重新化为一串白萌萌的佛珠 而原本正在和飞炉缠斗的 那两只黑色妖猿 在鬼物被灭杀的同时 也化为黑气溃散消失了 此魔头也轻飘飘地飞了过来 白骨蝎此刻终于能从地面 凹陷处爬了起来 并有些亮呛地跑到了柳明身边 用两只前鳌蹭了蹭他的裤脚 柳明一扫 骨蝎背部身躯 有几处碎裂的地方 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单手一拍皮带 扑的一声 一股黑霞卷过 就将骨蝎重新射入到了皮带里 这一次 这头骨蝎负伤不清 看来数月内 倒是无法让其再跟人动手了 而飞炉虽然损耗了些元气 自身却没有收到太大伤害 倒不用急着收起来 柳明用神念 冲飞炉吩咐一声 让他在附近先警戒着 这才看一下那具几乎保持完整的金色窟窿 这个骨架正静静地躺在大坑旁边 一丝生机都没有的模样 柳明脸上 顿时浮现出了先前骨架 被那金色椅子锁化液体 瞬间覆盖全身的情形 心中也是生起不小的兴趣来 不过现在 可不是研究此物的时候 他只是围着金色骷髅转了两圈 就抬手放出一枚简易储物符 将其一收而起 随后 他又走到那名胖黑人尸体旁边 在刚才的战斗中 那鬼物在一开打的时候 就将其尸体随手抛到了地面上 柳明俯身下来一阵摸索 竟然发现了几本邪修修炼典籍 那门寿架术赫然也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价值数万的几枚上品零食 这些发现 自然让他为之一席 这时他才想起来 他似乎还没有检查 那个高大黑人的尸体 这胖黑人 只是黑灵会二号首领 就有这般身家 那身为一号首领的高大黑人 身家也绝不会少到哪去了 好在此地一时半会儿 也绝不会有人闯进来 他倒也不用着急一时 他将东西全都收好后 深吸了一口气 就向前几步 走到大坑边缘 低手凝神 向大坑下方 一望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三章 无名真杀 只见 大坑下方数丈深处 赫然全都是灰白色雾气 但其中偏偏又掺杂着一些 晶莹黑丝 每一根都头发一般的纤细 任凭四周雾气翻滚 自身却保持着静止状态 给人一种极其古怪的感觉 这种气息是 柳明放出神念 略以感应坑中的纤细黑丝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来 这些黑丝散发的气息 和先前那具煞尸体内黑气 有几分相似 看来这具煞尸 果然是用此处的真煞之气 淬炼身体 才能如此长时间 保持肉身不坏的 那煞尸 先前肉身 对利刃类攻击表现的强横至极 竟然能单手捏碎巨型锋刃 看来 应该也和这种真煞之气的 增幅效果大有关系 不过相对的 此真煞 似乎又被火属性攻击极为克制 否则先前那煞尸 也不会不敢应接巨型火球 后面又被三颗赤焰珠 轻易毁去了肉身 柳明如此一响 心中也不禁有些失望 这等缺陷 如此极端的真煞之气 那算是煞气中的最下品存在了 毕竟 不管它在其他方面 增幅效果多么强 但有如此明显的弱点 一旦真用来凝煞陈刚的话 以后和人争斗时 很容易被对手特别针对 从而会很轻易地陨落掉 不过此煞坑中 是何种真煞之气 缺陷是否真如自己 若猜测的这般 还是需要拿回去 让人鉴别一下才能肯定的 就算此真煞之气只是下品存在 但看煞坑中积攒的真煞数量 绝不止两三份的样子 如此多的真煞之气 就算缺陷再大 也足以当自己万一的备选真煞来用了 毕竟同种真煞多一些的话 同样能大幅度提升 凝煞陈刚几率的 柳明想到这儿 不再迟疑从秀中取出了一个 看似普通的瓷瓶 往下方煞坑中一抛 就单手掐绝 开始施法起来 一顿饭功夫后 柳明身前并排放满了 五个一般无二的瓷瓶 这时候煞坑中的黑丝 也赫然寥寥无几 柳明也没有将剩下这一点真煞 全部一网打尽的意思 袖子一抖 就将五个瓷瓶收起来 随之 他也在这洞窟四周 又搜索了一遍 结果除了中间这个煞坑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 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于是柳明 在将飞卢也收进皮带后 回到了原先法阵中心 抬手往入口处望了一眼 双目一眯 青色短剑 骤然往高空一劈而去 扑的一声 一层光幕浮现而出 将青色剑气一滩而开 那静置 果然还存在的 不过这一次 没有他人打脚下 柳明手臂一个模糊 顿时短剑就从空中 连绵狂劈而去 一道道青色剑气 接连卷出 过了一小会儿功夫 一声轰鸣 光幕终于寸寸碎裂而开 柳明一声大笑 身躯一动 化为一道虚影冲天而起 砰的一声 双足 重新踩在了上层洞窟出口处后 脸上满是欣喜的表情 高大黑人的尸体 果然还在那 柳明不加思索 几步上前 略意搜索 也找到了数块上品灵石 和一些灵药服录 和那面能放出血红色雷火的铜镜 此镜明显也是一件灵气 虽然看起来威能不大 应该只是一面下品灵气 但作为罕见的镜类灵气 若拿出去的话 应该也能卖出三万灵石以上的 不过有些可惜的 他这次未找到什么修炼点击 让原响一观 鬼幅图修炼之法的柳明 颇有些失望 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又去检查了一遍剩下的那些黑色棺木 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不少的炼气炼丹材料 和大量的灵石服器 以及数件一般无二的下品剑气 这些表面上的前朝宝藏 虽然看似数量不多 并且也没有太珍惜的东西 但他略意估算一下价值 发现也足有十来万灵石的样子 这样的结果 让正缺少灵石的柳明 也是大喜过望 他这一次地下洞窟之行 不但得到了五份一样的不知名真煞之气 更是一下弄到了接近二十万灵石的其他宝物 他当即就拿出身上的简易储物服 将这些东西全都一装而尽 并将此地所留痕迹全部一毁而空后 才满意地离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经过这一晚的忙碌和激动 天色已经开始萌萌发亮 柳明倒也不好再返回三王府 从地道出来后就直接回了仙霞山中的洞府 中午时候 柳明已经盘坐在密室里 正对着身前一具金色骷髅仔细研究着 他已经测试过了 这骷髅覆盖了这一层金叶之后 通体竟然变得下品灵气一般坚硬无比 即使轻跃剑 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浅浅的剑痕 若想将其斩断的话 不来个七八剑并全斩在同一处 恐怕绝无可能 柳明研究了一会儿 不知初次何想法 忽然两手一把抓住了骷髅的双肩 扑地一声 熊熊赤焰就从手心中狂涌而出 瞬间将骷髅淹没进去 但是金灿灿的骨架在火焰中 仍然是颜色依旧 丝毫不见有任何变化 看来还是温度不够的缘故呀 柳明喃喃说了一句 眉头不经紧皱起来 先前那融化金色椅子的高温 可是三颗赤焰珠爆裂时形成的火焰 他一时间上哪儿去寻找这种条件呢 不过柳明在思量的片刻后 双目一亮将金色骷髅收起 起身走出密室 离开了自己的洞府 半刻钟后 他就来到了樊白子的洞府前 轻扣了几下洞府大门 开门童子一看是柳明 当即满脸对象 咦 原来是前前辈 今天大师正在练丹 恐怕没有时间给师叔指点练丹术了 柳明已经来樊白子这儿 学习过一段时间练丹术了 这童子自然和柳明也是颇为熟悉 没事 我这次并不是找樊大师的 而是想借用洞府中的地火炉一用 柳明微微一笑 随后袖子一抖 一块中品零食 直接就抛给了童子 童子一把接过零食 喜一笑颜开 其他人要用地火炉绝无可能 但是师叔不是外人 当然不成问题了 现在大师在用一号间的地火炉 前师叔 您就用二号间的吧 好 你带下路吧 柳明门言不动声色点了点头 于是他就在小童的带领下 直奔洞府深处而去 片刻功夫后 他就被让进了一间赤红色的石屋 里面除了一个孤零零的青色丹炉外 再无任何东西了 柳明往丹炉下方一个裂开的 黑衣裕有的缝隙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当即袖子一抖 关上石门 他又从怀中摸出了一套镇旗 往四面八方一抛 立刻一层淡淡白光就浮现而出 光幕将整间密室都笼罩起来 做完这一切的柳明 才再摸出一张福禄一捏而碎 光霞一卷 那具金色骷髅也再次浮现出来 柳明单手冲丹炉一拍 盖子一闪之后无声无息漂浮起来 丹族只是往前一条 金色骷髅就嗖的一声 被其直接踢入了丹炉中 袖子再一抖 盖子就重新一路而下 柳明单手掐绝 冲下方裂缝中弹出了数道法诀 扑的一声 裂缝中火光一闪 喷出一股股赤红火焰 瞬间就将丹炉包裹进去 柳明则两手冲火焰虚空一拍 两股精纯法力狂涌而入 轰的一声 原本赤红色火焰 一下变成了白赤之色 散发的高温 甚至让附近虚空都嗡嗡作响起来 柳明见此脸上围之一袭 但是继续狂催法力不停 一刻钟后 柳明满脸满意地离开了反白子洞府 回自家洞府而去了 再次回到密室中的他 方一盘膝坐下 就从袖中摸出了一个浴盒 将盖子打开 赫然露出一个金灿灿的圆球 足有拳头大小 这正是他借用地火丹炉之力 从那具骷髅表面分离出来的 不知名金色物体 而黑色骷髅本身 却在高温中直接化为了飞灰 当柳明将金色液体 从丹炉中一倒而出后 片刻间就再次坚硬无比起来 柳明在密室中研究了半天 也看不出这到底是何种宝物或材料 他所知道的那些珍稀材料中 也并没有类似的东西 看来此物 只有和从海族人身上得到的 那一滴黑色液体一样 等以后有机会 再找人辨认一二了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将从地下洞窟中 得到的其他东西 全都整理了一遍 准备找个合适机会 将它们全分批出手 换成零食 最后 柳明则拿出了那心得的那本 记载售价数的邪修典籍 颇感兴趣地翻看起来 这些典籍上面记载的修炼之法 大都血腥之极 他自然不可能去修炼的 但是通过观看点击上 记载的秘术法诀 却可以让其大开眼界 以后再碰到修炼 类似功法的对手 就能够找出对方破绽 轻易击败 当到了晚上三更天时 柳明再次变幻面目 离开了洞府 直奔三王府而去 已经有过一次经验的他 这一次直奔王府角落出 那座陈旧阁楼而去了 当他顺利至极地侵入到陈旧阁楼前 深情一晃 直接翻上了阁楼二层屋檐上 然后从某排最左边的一块瓦片数起 目光缓缓向右面 一望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三十四章 海卒入侵 柳明目光忽然落在了 排在第十三的一块青色瓦片上 手臂一动 就将此瓦片悄然接下 然后一个翻转凝神一望 只见瓦片背面 明映着一个淡淡的柳子 柳明围梢一条 将瓦片往两手间一夹 二话不说略一发力 扑地扔 整个瓦片当即化为了粉末 从中掉落出了两件东西来 赫然是一枚黑油油的纸环 和一块写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白布 柳明将两物同时抓住 接着身形一动 就鬼魅般地从某个窗户一飘而入 到了阁楼二层 他从怀中摸出了一颗晶莹圆珠 略用法力一催 就化为一团白光悬浮在身前 柳明这才将刚到手的东西拿起来 细细一看 那个纸环看起来毫不起眼 仿佛只是普通的铁环 但是在铁环内侧 却明着一朵绽放而开的莲花 虽然细小无比 却栩栩如生精致至极 除此之外 就再无其他特殊之处了 柳明拖着纸环 翻来覆去研究了片刻 神色忽然微微一动 才将其一收而起 又拿起那块白布来 这白布显是经过药水 特别浸泡过的 这般多年过去竟然未见发黄 上面所写的黑字也清晰如初 没有丝毫的模糊出 白布上面整齐的小字 正是他父亲的笔迹不假 这般多年过去了 柳明再看到如此熟悉的东西 心中也不禁一阵恍惚 他轻塌了一口气 才勉强将心神重新收敛住 凝神细看白布上所写的文字 结果片刻之后 脸上就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知过了多久 他轻吐了一口气 才将手中之物一拿而开 但随后手中火焰涌出 将白布化为了灰迹 原来如此 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座阁楼中 怀我难产而去的 父亲则是三王爷的一名姓妇 为了保住我们母子的性命 竟然偷了三王爷 当年视若至宝的这枚纸环 但结果还是只救下了我一个人 柳明喃喃地说着 脸上面容在一团黑影的遮蔽下 一时间看不出适合表情 但接下来的时间 他就这样静静地待在阁楼中 未再离开一步 直到天色快亮的时候 一道人影才从阁楼中一飞而出 几个闪动后 就无声无息掠出了三王府的高墙 不久后 三王府角落中的一座陈旧阁楼内 树枚贴在阁楼墙壁上的符路 在灵光微微闪动中 忽然同时暴力而开 滚滚赤焰从中狂涌而出 刹那间 整座阁楼就被熊熊烈焰彻底包裹了 等到附近巡逻卫士匆忙 闯入三王府的时候 整座阁楼已经全部化为乌有 但偏偏邻近其他的建筑都安然无恙 一丝火苗也没有窜过去的样子 这些赶到的卫士见此情形 不禁面面相聚起来 回到洞府密室中的柳明 盘西坐在蒲团上 出神地望着手上戴着的那枚黑色纸环 并清楚感应着附近汇聚的一股淡淡的天地原力 这纸环竟然能够汇聚元气到一起 虽然这点元气对一名修炼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一名凡人来说 常年佩戴此物在身边的话 恐怕真能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怪不得当年那位三王爷将此纸环视若至宝 甚至在附近偷了此物隐姓埋名数年后 还恋恋不舍派人将其重新寻到 追问此物下落不放 但是这位三王爷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父亲在妻子南产而去后 根本就未曾将纸环带离王府 而是藏在了当年曾经居住过的阁楼之内 更让柳明有些意外的是 自己父亲也未在白布中提及还有什么亲戚 更未提及母亲家人那边的事情 只是解释了当年母亲去世的经过 和隐姓埋名离开三王府的原因 也幸亏这位三王爷 早已经死在了黑灵会的邪修手中 否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位三王爷若是活到现在的话 他说不得要亲自上门一趟了 柳明忽然手中一声闷响 一团赤红火焰 丝毫征兆没有 在黑色指环上方浮兴而出 但是下一刻扑的一声 所有火焰竟然全被指环一息而入 并让附近聚集的天地原力为之微微一浓 寒光一闪 柳明另一只手一个翻转 又抽出了青色短剑 并狠狠斩在指环上 当的一声 短剑劈在指环上的瞬间 一股比先前斩出力量更强大的反弹之力 让短剑一下高高弹起 柳明将青色指环往自己眼前一放 只见青月剑先前所斩之处 赫然半分痕迹都未曾留下 这让柳明不禁双眼一瞇 低手再看了看手中黑乎乎指环之后 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复杂之极的神情 这是太巫之铁 没想到千辛万苦没有寻到的材料 竟然在这种情形下找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这枚纸环竟然就是用太巫之铁铸造而成的 他之所以能够一眼认出此材料来 却是他在雷性大汉离开前 特意找其询问过了太巫之铁的形状 样子和诸多特性 能自行汇聚天地元气 正是太巫之铁最明显的特性之一 而刚才的其他测试 也无一不表明 这枚纸环所用材料 的确是太巫之铁不假 但以此材料的珍惜程度 恐怕当年炼制纸环的人 也不知道自己所用材料的庐山真面目吧 多半只是看中了其汇聚原力的特性 稀里糊涂炼制而成的 至于后来再得到他的三王爷 多半也是同样如此 柳明虽然得到了一直想得到的太巫之铁 但心中不知为何 却一直无法变得高兴起来 此后的数天内 他整个人几乎一直都处在回忆当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一直过了七八天后 柳明才终于从这种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他强打一番精神 准备再调整两三天心境 就开始利用此材料 灵念自己的健胚之灵 但是这一天 柳明到玄京某个胡同内的棺材铺中 打算向宗内例行传汇一些消息的时候 却反收到宗内传来的一连串惊涛骇浪般的消息 什么 加兰是海族人 还偷走了大力鬼王的头颅 风火门也被同为海族间隙的某个核心弟子 偷走了门中至宝 风雷印 天月宗的大长老冷月师太莫名中毒 某个贴身侍女连夜逃离宗门 已经不知去向 海族人已经对沿海诸国宣战 海月国诸宗一日之间全部沦陷 整个海月国已经是海族人的天下 武宗现在组成联军 连夜赶到大宣国和海月国边境 同时诸宗共同发出征召令 所有在外弟子凡是没有直死者 仅要在两个月内返回各宗报道 柳明站在传信法阵前 看着自己收到的一连串消息 几乎有些眩晕的感觉 不过给其的这些消息中 并没有要柳明同样返回宗内的命令 显然对此刻的蛮鬼宗来说 柳明既然肩负监察玄京的职责 倒不必响应这征召令 反而消息后面还要求他多加 留心玄京这边的动静 以防海族人不死心 继续派人向玄京渗透 当柳明从胡同中重新走出来的时候 脸色是阴沉无比 到现在他还实在无法相信 加兰竟会是海族人的消息 但既然宗内高层 已经向各地弟子发出这个消息 自然就是确认无疑的事情 这让柳明的心情 一时间变得复杂无比 他望了望街道上来来往往的 众多百姓 以及寥寥几名路过的散修 一切都和平常无异 显然这海族人入侵云川大陆的消息 还没有传到这里来 否则此刻的玄京 绝对无法保持这般的平静 不过此等事情 也绝无法隐瞒太久 到时候整个玄京说不定 又会怎么震荡一番 而他在此之前 似乎要先把手中的一些东西 必须马上处理掉 否则一等混乱到来 恐怕不少东西会根本卖不出原本的价格 而与此相反 另外的一些东西 恐怕会立刻闻讯狂涨 柳明心中这般一思量 当即不再犹豫 叫了一辆马车 直奔地下方式所在而去 数个时辰后 当柳明幻化而成的一名黑衣大汉 从一家看似普通的店铺中走出来后 身上的诸多灵器 和用不到的材料丹药等东西 全都倒卖以空 同时身上多出了十九万灵石 再加上他从两名黑灵会首领身上 得到的七八万灵石 让其的身家一下又接近到了 二十余万的样子 当然 这还是他未曾将身上其他宝物拍卖的结果 不过随后柳明又一口气 跑了几家福禄药材店 再购置了一批灵图漆就能使用的简易储服 和价值数万灵石的大量炼丹材料后 这才心中微微一松 等他准备离开方式的时候 忽然他注意到一家极其气派的炼气店铺 门上挂着一个写着万炼阁的银色牌匾 心中微微一动就直接走了过去 这家万炼阁他没来过 但是在玄京也算是鼎鼎大名 势力之大还远在百灵居和聚宝阁等之上 据说不仅在大玄国设有店铺 在临近几国也有店铺存在 是一个横跨术国的超大势力 他放一进去 当即一名长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满脸笑容就迎了上来 这位道友不知是想购置材料 还是想出售材料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五章 鉴定 柳鸣目光向异常宽敞的店铺内扫了一眼 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曾经听人说过 贵阁有一位鉴定大师坐镇 能够辨认天底下各种罕见的天才地宝 并且还从未出错过 不知是否是真的 哦 原来道友是想找楚大师鉴定材料 八字胡男子丝毫不敢意外 不过楚大师每鉴定一样东西都要零时三百的 而且还是在下也无法认出的东西才能让楚大师出马 原来阁下也是一名鉴定师 柳鸣文言有些意外地看了中年男子两眼 不敢不敢 在下只是曾经跟楚大师学过一段时间 一般材料也打都能够辨认出一二的 八字胡男子满脸笑容 当然在下鉴定东西的话 自然便宜得多了 一般只要三十零时即可 道友有东西 不妨先让在下看看 若是不行的话 再找楚大师也不迟 柳鸣听到这点了点头 行 既然这样 我这里有几样东西 就让阁下先看看 好 那请道友先到静视一坐 八字胡男子闻言一喜 虽然他鉴定东西看起来费用不高 不过这和卖出店铺内其他东西不同 所得鉴定费用那是权归个人所有 三十零时 对于他来说 那也是一笔不菲的外快 于是这男子向店中另外一名伙计吩咐一声 就将柳鸣引进了店铺内的一间偏厅内坐下 这时候 柳鸣手掌一个翻转 取出了一个数寸高的小瓶 摆放在了桌上 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瓶 不知名的真煞之气 希望先生能够帮我鉴定一下 真煞之气 八字胡男子闻言有些动容 要知道 哪怕是最便宜的真煞之气 每份都要价值数万零食 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一名普通的散修 现在看来却似乎是有些猜错了 八字胡男子一边心念飞快转动 面上又焕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没想到阁下 让鉴定的竟然是真煞之气 这等珍稀的宝物 若是普通材料的话 在下还能辨认一二 这真煞之气 在下恐怕力不从心了 这样吧 我还是请楚大师过来一趟 这这价值数万的东西 足以让大师亲自鉴定了 不过这费用自然就 柳明微微一笑 只要能鉴定出东西 费用就按你先前所说的价格 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辨认不出来的话 若是大师都无法鉴定出来 道有的东西 那本阁绝不收任何临时费用 八字胡男子毫不犹豫地回道 好 那就如此说定了 柳明不动声色地点了一下头 于是八字胡男子当即告罪一声 离开了偏厅 片刻功夫后 就有一名面容清秀的侍女走了进来 送上了一杯香茶 然后低手退去 再过了一会儿功夫 一名须发皆白 阔比环目的黄袍老者大步走了进来 八字胡中年男子则紧随其后 一见柳明 忙介绍道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楚大师 黄袍老者没有说什么废话 目光在桌上小瓶上一扫 就平静问道 这就是你让我鉴定的真煞之期 柳明起身微微一礼 不错 这次有劳大事了 黄袍老者点了点头 单手虚空一招嗖的一声 那小瓶就被凭空射到了其手中 看来这位楚大师乏力也不弱 至少也有中期领土的修为 楚大师先抚摸了一下手中的小瓶 然后单手一掐掘 扑的一声 一个持许大的白色光照 凭空浮现而出 正好将小瓶罩在其中 这时 老者才用一根手指一点小瓶 盖子当即飞出 并从中飞出了数根黑色细丝来 每一根都纤细一缠 通体晶莹 围着小瓶缓缓飞动 楚大师双目一觅 不知施展了何种法觉 瞳孔中隐约有绿芒闪动 并且两根手指一动 夹住其中一根黑丝 随之扯出光照之外 放在笔下轻轻秀了一秀 然后重新放了回去 之后 黄袍罗者一晃小瓶 将所有黑丝重新吸入后 淡淡地说道 枯音真煞 属性偏音 凝杀陈刚后 可让肉身寒阴枯荣 固然能大增防御之力 并可对阴属性法力 有一定的增幅效果 但是被活属性法术 阳刚类功法大为克制 可归为下品真煞之列 原来是枯音真煞 多谢大师了 柳明文言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老者所说的真煞属性 和他原先预料的差不多 看来是不会错了 老者将小瓶一泡而回 除了此真煞外 还有其他东西需要老夫鉴定吗 似乎对手中的这下品真煞 毫不在意的样子 柳明一把接过小瓶 满意地点点头 楚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我这还有两样东西 需要辨认一二 但紧接着他又口气一转 不过其中一样东西太过惊人 这里恐怕不适合展示给大师观看 不适合在这里展示 楚大师先是一针 但马上又笑了起来 转手冲八字湖男子一声吩咐 我明白了 跟我来吧 本阁有一个地方布置好了静置 能够遮蔽任何气息 并能承受任何宝物泄露的威能 孟掌柜 你将燕宝室打开吧 那位八字湖男子 孟掌柜文言 立刻点头 是 这位道友 请随我来 柳明听到这话 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当即起身 跟诈人走出了偏厅 横穿一间屋子后 就走到了一扇 遍布白色符文的石门前 八字湖男子 当即单手掐掘 虚空一点而出 石门就缓缓打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三人依次走了进去 柳明在里面目光略一扫视 就发现此地只是一件长宽 都不过树杖的小型石屋 除了中间一张洁白晶莹的圆形桌子外 就再无其他任何东西 但是地面和四面八方的石壁上 赫然鸣印着密密麻麻的明文 柳明略一凝神细看了这些灵文一眼 随后也是心中为之一松 这些灵文虽多 但都是最常见的几种简单静置 并没有困底和杀伤效用 如此一来的话 他倒不用担心这万炼阁的人 会借助此地的静置 对他做什么不利的事情 黄袍老者目光一瞥柳明 似笑非笑地说道 倒有觉得此地如何 不知需要哪几种静置 老夫可一一击发 柳明台族踩了踩青石地面 神色不变地说道 其他的就算了 在下希望这地面更加坚固一些 加固地面 这自然没有问题 黄袍老者虽然有些意外 但随后单手一掐绝 当即地面上一部分灵文大亮而起 泛起了一层晶莹白光 不过柳明见此情形 却是摇了头 然后自行从袖中掏出一张符路 往地面一抛而去 扑的一声 符路接触地面的瞬间 竟一下暴力而开 从中狂涌出无数黄色符文 并一闪即逝 末路地下中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整个石屋地面上 又木然多出了一些淡黄色灵光来 孟掌柜和楚大师见此情形 互望了一眼 均都看出了对方的一丝诧异之色 他们自然也都看得出 这些黄色灵文赫然也是加固地面之用的 这时候 刘明才默默地从袖中摸索了一会儿 袖子一抖 一片白霞丛中一卷而过 轰的一声 整个石屎都为之一场 一只淡银色巨顶 一闪而现 并瞬间重重落到了地面之上 结果三只顶足直接深陷地面大半截 让附近青石都赫然碎裂一片 黄袍老者和孟掌柜纵然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但目睹此井还是不禁吓了一大跳 均都蒸蒸地望向银顶 楚大师看着银色的巨顶有些吃惊地问道 这难道道游是要让老夫鉴定此顶炉 流明淡淡地回答 当然不是 这顶虽然也算是个宝物 但是还是无法和里面之物相比 里面的东西 楚大师文言神色一动 当即几步上前 走到巨顶边 探手往里面一望 这是 老者一看清楚巨顶中心处 那滴毫不起眼的黑色液体后 当即面上露出了骇然的神色 半个时辰后 当流明再从万炼阁大门走出来的时候 那孟掌柜紧随起身后 口中不停地说着恳求这话语 道友 你真不考虑将这两样东西 卖给我们万炼阁吗 只要道友肯答应出手 这价格上的事情好说 一定让道友满意 孟掌柜 我只是来鉴定材料的 这两样东西对我都有大用 我不会出手给他人的 流明面无表情说了一句后 就飘然离开 八四湖男子看着流明远去的背影 脸上不禁全是 暴殿天雾的可惜表情 而等这位孟掌柜再回到店铺内的偏厅中时 楚大师正坐在椅子上 若有所思地在思量着什么事情 看到八四湖男子回来了 黄袍老者淡淡问了一句 看你的样子 刚才那人肯定没有将东西出手了 不错 那人的确没有出手的意思 真是太可惜了 这等材料 放在一名领土手中 太浪费了 若是本格能够拿下 放在拍卖会上的话 恐怕 就是一些化精气的老怪物 也会为之动心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36章 琉璃融火金 楚大师黑黑一笑 那块琉璃融火金也罢了 只是对炼蹄者大有用处 但那一滴一元重水 可是精通水属性神通的化精气强者 才能提炼出的极品水属性宝物 无论是自身当作完整灵气祭炼 还是只充当一件炼气材料 都具有无穷的妙用 而且这还是一元重水 若能祭炼成二元重水 三元重水 价值又会激增百倍万倍 到了那时 楚大师 您意思我明白 这等宝物 的确不是一名领土该拥有的 孟掌柜沉吟了一下 果断回答 我已经派出郭氏兄弟了 不久后 应该会有消息传回来 很好 你果然不是迂腐之人 楚大师文言脸色一息 我们若是将这一滴一元重水 上交总阁 绝对会被阁主重重赏赐 看来我们以前 未对那些鉴定材料之人出手 是正确的事情 否则 又怎么会引来这种大鱼上门呢 是啊 以前来鉴定之人 带来的材料 顶多是一般灵师能用的材料 纵然也算珍惜 但又如何能和这两件东西相比呢 不过 我已经嘱咐过郭氏兄弟了 会尽量找 无人的时候才下手 这样的话 此人即使失踪了 也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孟掌柜又有些犹豫地说道 我唯一担心的是 这人既然敢将如此重宝拿出来鉴定 恐怕自身也有些手段 万一郭氏兄弟失手的话 这个不用担心 楚大师忽然轻轻一笑 你还不知道吧 前些天 郭氏兄弟刚刚从我这儿拿走了 施邪弩和爆离针两样东西 这两样宝物全都是 防不胜防的偷袭重宝 只要郭氏兄弟不是太笨 十有八九不会失手的 什么 竟有此事 那我就完全放心了 那孟掌柜先是一争 但马上又一喜吐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接着走来一高一矮 两名身穿静装的男子 孟掌柜一看清楚 这两名静装男子的面容 当即就是已经 你们回了 难道 这本快就得手了 这两人正是他们口中 刚刚提到的郭氏兄弟 楚大师见了他们 同样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其中高线的静装男子 脸色有些难看 这 恐怕要让孟兄和楚大师失望了 那小子实在奸哗得很 不时就在一个街道口处拐个弯 我兄弟 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什么 你二人把人跟丢了 你们怎么办事的 你们知道这人身上 带的是何种宝物吗 孟掌柜文言顿时惊怒交加 楚大师的脸色 也一下阴沉无比 利明矮些的静装男子听了 脸色也跟着一变 行蒙的 你在阁中地位 虽然比我们两个稍高一些 但也没资格 对我们兄弟指手画脚的 这次 办事失利 我二人自会自行上报 不过 扣罚半年临时而已 随后这二人 冲楚大师略意攻身 就自行离开了偏厅 孟掌柜见此 自然是大怒之急 脸色铁青的 冲黄袍老者说道 大师 这郭氏兄弟半事不力 竟然还如此骄不逊 不如 你我联名向总阁汇报此事 想来 弄丢了一元重水 和琉璃融火金 这样的罪名 足以让他们无法翻身 这个恐怕不好办 楚大师却苦笑了一声 孟导游 也别忘了 那小子手中有两件 其真材料的事情 也只有你我才能确认 没有证据的话 总阁怎会只听 你我的一面之词呢 别忘了 那两人如此跋扈 还不是因为背后 有人撑腰的缘故 我要是你 就先将此事暗住 以后还怕再找不到机会吗 在知道郭氏兄弟 跟丢了先前的剑宝之人后 他大为失望 自然也不想掺和到 孟掌柜和郭氏兄弟间的冲突 孟掌柜总算也清醒了几分 只能勉强一笑 多谢大师指点 孟某先前是有些失态了 不过一想到一元重水 这样的重宝 竟然从我等眼前消失 孟某实在有些不甘心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人既然能这般 轻易甩掉郭氏兄弟 显然对我们万炼阁 早就存了戒备之心 再知道了自己身带重宝 恐怕会马上远顿 离开玄京的 你我也没有办法 孟掌柜文言之后 面容又是变了几遍 最后满脸都是沮丧之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就在万炼阁两人在偏听交谈的时候 他们口中所说之人 并没有离开玄京 而是在通过变幻面容 轻易甩掉了后面跟踪的可疑人后 就直接离开了方氏 回到了仙霞山的洞府中 柳明对万炼阁会派人跟踪自己 并没有感到太奇怪 就算换了是他自己 若知道有一人身上 竟然拥有能力 化精气强者的动心的宝物 恐怕也会如此做的 毕竟在玄京这样的地下方式中 所谓的口碑好的商铺 也是相对而言 无非是没有碰到过 能让他们心动的东西罢了 而柳明一回到洞府中 就进入了密室 再次施法将聚鼎一声闷响地放出 然后目光炯炯地重新打量着顶中 那滴黑色液体 面上难掩兴奋至极的神色 他虽然明白 此物一定不是一般材料 但也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传闻中的一元重水 要不是那位楚大师当着他的面 测试了此宝的各种特性 恐怕他至今也无法相信 在传闻中 这一元重水 是精通水属性神通的大能 花费数十甚至上百年时间 才能将有一定灵性的江河之水 压缩灵念而出的 而对一名化精期以上的强者来说 花费近百年苦修时间 只为灵念一样材料 自然是有其目的 所以一元重水是含有在世上出现 别看只是这般一滴 说不定就拥有一个小型湖泊压缩后的全部灵性 而若是更加高阶的二元重水 三元重水 则可能是得量化整条江河 甚至是一片海域才能形成的质保 那又根本不是一元重水能够相提并论的了 当然 这一元重水除了分量外 其本身也是极品的水属性炼气材料 甚至若是找对了炼气大师 都可以直接炼制出上品灵气来 而其本身也能够炼化成传闻中 威力奇大的重水珠 刘明围着巨顶 再打量了黑色液体一会儿 越看越喜欢 可惜这等宝物 也因为太珍惜和价值过高 也不是它现在能够动用的 起码要等进阶灵师之后 才能考虑其真正的用途 刘明思量了一会儿 袖子一抖 一片霞光飞卷过后 锯顶又被须弥罗一手而起 接着 他又从袖中摸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圆球 仔细一望之后 同样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琉璃融火金 相比一元重水来说 也许名气小了一些 但在那些以炼体为主的修炼者眼中 此物却是比一元重水更令他们疯狂 按照那位楚大师所言 这琉璃融火金也是一种极珍稀的材料 是一种叫熔金虫的上古奇虫 吞噬了无数矿材后 才从体内产生了一种珍稀金属 此金属 尽管无法渗入任何灵气中当作炼气材料 也无法直接炼制成刀剑之类的冰刃 但却可以通过某种秘术将其直接系炼 只要能将其炼化成功 就可操纵变化外形软硬随心 甚至还能直接依附在灵气冰刃上 让他们威力增加不少 但是对一些炼体修炼者来说 将此金属直接炼制衣服在自己的肉身上 才是更加妙用无穷的事情 当然再具体的一些事情 那位楚大师并未名言了 但柳明看老者那话由未尽的样子 明显这东西应该还有其他一些玄妙之处 柳明心中思量着 自然也不会这般贸然 现在就将此物加以祭练 接下来的两天内 柳明特意又改换面容去了地下方式几趟 并开始寻找枯鹰真煞 以原种水 以及琉璃融火经相关的一些典籍 从而确定万炼阁的那位楚大师 在这些材料上的鉴定并没有虚假之处 要是让他直接辨别一件陌生材料的来历 自然是千难万难的事情 但若是已经知道了材料名称 再去寻找和其有关的说明记载 哪怕是再珍惜再少见的东西 也会轻松许多 这也是会在修炼世界中产生鉴定师 而一般鉴定师 绝不会对鉴定之物 胡乱编造解释的缘由 等到柳明真确定这些材料 鉴定无误后 当即又购置了一批辅助材料 就立刻在洞府中开始闭关起来 半个月后 身处密室中的他 脸色苍白盘坐在一块蒲团上 而以其为中心 明映着一个淡银色法阵 法阵各处则插着十几个 大小不一的中品灵石 柳明双目紧闭 身前有一团金光悬浮在那 而金光里面 隐约有一块拳头大的金色圆珠 表面遍布丝丝血痕 并随着柳明的呼吸 微微长缩不定着 随着时间流逝 柳明脸色渐渐恢复了一些红润之色 这才双目一睁 张口喷出一团金血来 喷的一声 金血瞬间爆裂而开 化为一团血物 将金色圆珠找在了里面 整个密室中 以时间血腥气大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七章 剑胚之灵 这时候柳明骤然单手一掐绝 地面上法阵一下大量而起 浮现出一枚枚银色符纹来 与此同时 血物围着金色圆珠 滴溜溜一转后 就全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在淡金色光芒中 圆珠表面骤然多出了十几根新出现的血痕 并和其他血痕 隐约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纹阵 就在整个血色纹阵形成的一瞬间 金色圆珠光芒大放 并嗡嗡声中围着柳明上下盘旋飞舞起来 原本看似死气沉沉的圆珠 竟仿佛一下活过来了一般 成了 柳明见此情形精神大振 下一刻 没有见他有任何施法 圆珠就是搜地声 往其身上一撞而去 圆珠 在一接触柳明身体的瞬间扑地声 就化为金色液体般的存在 接着一个卷洞后 就化为了一个看似丑陋的金色甲衣 看起来起薄无比 但是包裹住了其小半身躯 柳明看了看身上的金色甲衣 在活动了一下手脚后 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他忽然单手往身上一拍 那金色甲衣再次融化成液 并瞬间一分为二涌到了两手上 随后光芒一亮 两个金灿灿的拳头就凭空出现了 柳明两手一握 当即就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能量 包裹住了每一根手指 竟然给了他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他深吸一口气 手臂一动 骤然一个金色拳头就一个模糊 倒向地面轰的一声巨响 整间密室一晃 一道金色气浪一卷而开 地面上赫然多出了一个半尺深的大坑 柳明将手臂一收 看了看金色拳头 在望了望地面上的大坑 不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要知道密室 因为他刚才取出一元重水的缘故 早已被重新加固过了 在此种情形下 他一击之力还能展现出如此惊人的破坏力 那说明其威力 比原先起码提升了背许以上 这一对拳头被这琉璃融火金包裹一层后 让其力量赫然增幅如斯 柳明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这威力 深吸一口气后 另一只金色拳头也是一闪积在地面上 再一声巨响后 另一个差不多深的大坑同样出现在了眼前 这一次 柳明脸上真的满是大喜之色了 不过他想了一想后 其中一只拳头略微抖 上面的金色顿时沿着手腕向后飞快蔓延开来 转眼间整条手臂 全都被一层薄薄的金色包裹住了 柳明另一只手清光一闪 清月剑就被从袖中一扯而出 寒光一闪 短剑就从金色手臂上一划而过 结果一阵金属摩擦身后 金色手腕毫发无损 柳明见此眉梢微微一挑 手腕再抖 清月剑直接化为一道寒芒 往手臂上一掌而去 当地一声 青芒金光交织之下 青色短剑一弹而开 只在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剑痕 这一次 柳明只是点了点头 刚才那一剑 他只是用出了一半的力气 也未往剑中注入法力 可见这琉璃绒火精变薄了之后 在防御刀剑上也只是差强人意而已 不过在等他抬手冲 手臂各自放出一颗火球 和一根蓝色冰锥后 脸上又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这琉璃绒火精在对冰火之力的抵抗上 却表现得十分惊人 刚才火球和蓝色冰锥 几乎没有让金色手臂感受到丝毫的炽热或冰寒之一 不过柳明的测试并未到此结束 手中青色短剑往身前一横 当即一层金叶就往剑身上一涌而去 瞬间将其包裹了一层 青色的短剑赫然变成了金灿灿的颜色 手弯一抖一道金光砍在同样的金色手臂上 一个比先前略微深些的剑痕就浮现而出 只比原先增加了一成威力 怪不得点击上说 这琉璃绒火精对炼体修炼者肉身的增幅 要远远大于对冰刃灵气等东西的加持之力 柳明见此喃喃自语一声 脸上也并未流露出太意外的表情 随后他手中短剑再次一晃 金色液体又瞬间涌回到了手掌上 这一次 柳明将短剑一收而起 双目微微一闭 金色液体当即又沿着手臂 紧贴肌肤向其全身开始蔓延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从脖颈处开始一直到大腿 赫然全是金灿灿的一片 柳明低手打量了现在模样极眼 不禁露出一丝苦笑之色 看来这琉璃绒火精数量 对现在的他来说还真是有些不足 而之前在那地下洞窟中 那具藏身杀尸中的鬼物 之所以能将琉璃绒火精包裹全身 那是因为身上的血肉全都化为了乌有 只需要包裹一身的骨架 但不管怎么说 有了此宝物再生就相当于多力层防御 关键时候说不定就能救下其一条性命 柳明一边想着 也就将心中的一丝可惜之意驱出脑外 神念一动 身上金光一闪那层金色 当即飞快退下 重新化为一颗金色圆球 漂浮在了身前 这一次他只是略一思量 就一把将圆球抓住 往手腕上一按 当即这圆球一阵模糊 就化为一根粗大的金灿灿手镯 无论诗样大小 都和另一只手腕上的狐咬环一般无二 只是颜色略有些不同而已 柳明晃动了一下手腕 感受了一下金色手镯的重量 并无任何不妥后 就盘坐地上 掏出一个丹药符下 闭目调息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三日后 当柳明因为祭炼琉璃融火金损失的精血 也弥补得差不多的时候 终于开始吸取那枚 泰巫之铁指环中的金属性精气 要临念自己的剑胚之灵 此刻的他仍然盘坐密室之中 但是平放胸前的两手间 却多出了一枚黑油油的指环 柳明自己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黑气滚滚涌动 十几根模糊触手狂舞不定 隐约正在施展某种法觉 金色指环随着法觉声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点金光从中飞出 然后飘向柳明身躯 并一闪即逝地没入其中 而在柳明的丹田中 已经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白色光球 缓缓转动着 其中隐约已经聚集了数十点金光 但全都闪动着强弱不一的光芒 五日后 他仍然保持原先姿势不变 口中法觉已丝毫未停 但两手间的指环 已经变成了黑灰之色 并且几乎近一刻钟时间 才会从中吃力地飞出一点金光来 在柳明体内的白色光球则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 隐约有一道朦朦胧胧的寸许高的白色剑影 并闪动着微弱至极的金光 后面从指环中飞出的金光 在进入他丹田之中后 则直接一闪就会没入剑影之中 七日后 黑灰色的指环也已经彻底变成了灰白之色 而柳明丹田中的白色小剑 也比以前清晰了许多 但仍然给人一种若有若无 似乎随时都可能溃散而开的感觉 忽然砰的一声 太无知铁指环 终于一闪碎裂而开 化为一堆白色碎片飞落而尸 这时 刘明口中的咒语声 终于是停了下来 并马上将精神力往体内一扫而过 这才填了填有些干裂的嘴唇 脸上露出一次笑意来 整个提取太无知铁指环内 精精气的过程 可不允许半点停顿 否则将导致整个施法全部失败 好在以他现在的修为 这几天不吃不喝也能硬撑下来 但此刻自然也免不了一阵口干舌燥 大感身体也有些虚弱了 好在 这枚太刚健胚之灵已经初步凝出 以后只要慢慢地培养也就可以了 按照太刚健觉上所说 这枚健胚之灵虽然短时间内 不能放出体外伤敌 但对修炼其他健修手段 还是大有注意的 比如说由此健胚之灵 能比一般人领悟出健意的几率要大许多 以后以健胚之灵为基础 所释放的健气的威力 也会有所加强等等 柳铭心情大好之下 吃了几颗壁骨丹 在服用了一些清水后 就回到了卧室里 直接合一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虽然他现在精神力之强 几乎不下于灵师 但如此长时间没有休息 也大敢吃不消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柳铭除了去樊白子那儿 学习的两次炼丹术外 其他时间都在自己洞府 苦苦锻炼自己的健胚之灵 此物方才在其体内成形 还有些不太稳定 但必须抓紧时间 让其凝固一些 才能真正安心下来 就在这时 有关海族人入侵云川大陆 甚至已经占领了海越国 等几个领海国家的消息 终于通过一些散修 传到了玄京之中 顿时整个玄京为之哗然一片 短短几天内 玄京中还残存的散修势力 立刻又散去了小半之多 并且有更多的散修 就此逃离了玄京 至于玄京中的地下方式 无论丹药福禄 还是福气灵气 全都是价格一日三变 但仍然引起了 众多散修的争抢 等一个月后 柳明再次出关之时 整个地下方式 还在营业的商铺 也已经寥寥无几 不过这一切对柳明来说 却没有太放在心上 他只是花些时间 暗中再探查了玄京一番 并未发现有海族人的踪迹 也就重新达到回府 继续闭关修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八章 第二个柳明 岁月流逝 时间如梭 转眼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此刻的玄京和三年前 没有太大的区别 若说唯一的变化 就是玄京中 多出了不少海越国的修炼者 其中大半都是散修 但也有一小部分 是原先的海越国宗门弟子 而海越几国宗门大都在当年 海族入侵时 被海族以雷霆手段 一举击溃 灭亡掉了 从这些宗门漏网 逃到大选国的弟子 其中大半都加入到了 天月宗等五宗之内 小半则不愿意再受约束 则成为了真正的散修 这些他国修炼者的出现 正好弥补了大量散修 逃离玄京时留下的空白 并在一番龙争虎斗之后 重新涌现出几大势力来 隐约比三年前 那些旧势力还要强大几分的样子 不过这一切和柳明 自然没有太大关系了 在这三年中 五宗在大选海越两国交界处 驻扎了大量的宗门弟子后 不久就和来犯的海族人交锋上了 根据柳明从宗门那边传来的消息 和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情报 当初双方虽然都出动了 多位化经期强者 但除了一开始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外 就再没有出现此等阶强者的直接交战了 但非常有默契的是 双方的灵师和灵徒等阶交战 却变得激烈至极 并且越来越频繁 甚至双方已经陨落的灵师加起来 有二三十名之多 至于那些修为更低的灵徒 更是不计其数 让柳明有些意外的是 双方在开战后不久 就在边界处各自修筑了一座巨城 都一副打算长期大战的样子 而满鬼宗在这三年里 同样陨落了七八名灵师和众多内门弟子 甚至有一些还是柳明认识的人 好在九英山 因为势力较弱 陨落的人倒是寥寥无敌 忠姓道姑三名灵师也是安然无事 一直驻守宗内 没有出现在边界处 原本 以柳明的核心弟子身份 这等大战十有八九 也要被征召参战 但可惜玄京这边 因为海族人出现过一次的缘故 的确需要一名德力弟子监控 所以他倒一直没有被召唤回宗门过 当然这三年中也出现了 让柳明有些郁闷的事情 那就是高冲 终于在两年前 顺利的进阶灵师成功 还在边界处和海族交战中大放异彩 传闻 他竟然曾经一人独自斩杀了一名 同是出阶的海族灵师 而死在其手中的灵徒及海族 那更是多达数十名 看来高冲此次成就灵师以后 实力也不是一般出阶灵师可比 否则绝无法做出此等事情 但这样的事 对柳明来说 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柳明在这三年间 一直在提纯法力 和陪练丹田中的健胚之灵 外加去樊白子那儿 学习练丹术 前两者进展倒是普普通通 只是让其法力 比以前略微精纯了一些 和让健胚之灵更加壮大了一分 但他对炼丹术的学习 却让樊白子吃了一惊 也不知道他真在炼丹之道上 有些天赋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他不过短短三年功夫 竟然真在炼丹之术上有了小成 已经能独立炼制出几种灵徒及丹药 甚至成功率还不是太低 不过他在炼丹术上的天赋 虽然让樊白子嘖嘖撑旗 但三年旗一满后 还是毫不犹豫地 让他不用再过去了 当然这时的柳明 已经在炼丹术上入门了 下面想要再提高丹术的话 也只有多练习这一途径 毕竟一些炼制中高阶丹药的心得经验 樊白子也不可能真传授给他这个外人 这一日 柳明从玄京胡同棺材铺中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脸色不禁阴沉下来 虽然从宗门那边传来的消息是普普通通 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例行通报 但柳明仍然从中感受到了 朱宗在和海族最近的交锋里似乎不太顺利 应该是身处下风了 这还是海族将力量分成了几处 同时和数国交战的结果 由此可见海族势力之强 当然其中也有海族数十年前就开始派遣一些奸细 潜入诸国 布下诸多削弱人族势力的圈套 并在入侵前期才同时发动的缘故 不过这一切对现在的柳明来说还是太遥远了一些 现在的柳明回到了洞府密室 方一盘坐而下准备开始修炼的时候 忽然感觉体内法力一下沸腾而起 随之疯狂地往丹田处狂涌而去 柳明先是一呆 但马上大喜起来 开始了 他随后一拍腰间两只皮带 当即两股黑气从中一冒而出 分别化为了白骨蝎和那只飞炉 喷喷两声 柳明不客气的一手抓住了白骨蝎的尾钩 一手抓住飞炉的一缕长发 接着浑身黑气滚滚一冒 就开始尽力控制体内法力的流逝速度起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他身上翻腾的黑气越来越薄 当柳明感觉体内法力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丹田中的犀利才骤然间一指 与此同一时间 他只觉两耳嗡的一声 眼前一黑后 整个人就再次身处一个灰蒙蒙的空间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在相隔如此长时间后 他终于再次进入到神秘空间里 飞炉和白骨蝎赫然也同样紧随其身边 不过 当柳明真看清楚眼前一切的时候 脸色不惊 勃然大变 原本应该空荡荡的空间里 竟另有一人盘坐在地面上 而无论服饰打扮还是面容相貌 赫然都与他一般无二的样子 柳明整个人彻底呆住了 就在这时 在其旁边的飞炉却是忽然一个飞出 直直落在对面柳明的面前 两孔朝地 一下趴伏地上不动了 柳明见此心中咯噔一下 纵然是满心惊疑 也是急忙掐绝 先沟通飞炉的心神 结果从飞炉那边来的消息 竟然全是 主人 另一个强大主人 之类的话语 这让柳明听了以后 更加地摸不着头脑 但心中也隐约知道 当初飞炉这魔头 会如此轻易被自己降服 十有八九就和眼前这个自己 大有关系 如此一想 他自然不敢怠慢 但再仔细打量了对面柳明两眼后 神色又微微一动 对面的自己似乎一直都被动过 身上好像也没有任何气息传出 难道只是一个死物 起了疑心的柳明 当即也就不再理会飞炉 而是围着对面的柳明 缓缓转了几圈 就一根手指往自己额头一点 将精神力一放而出 往对方身上叹了过去 结果 他这股精神力 方一接触对面柳明的瞬间 就顿时被一股无形之力反弹回来 任凭其如何催动 也无法靠近对方身躯分毫 这让柳明的心慢慢地沉了下来 他略意迟疑 双手抱拳 冲对面的自己略意攻身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为何要化为晚辈模样在此 而对面的柳明仍然是双目紧闭 在地上纹丝不动 柳明见此情形眉头皱起 重新站直了身子 在上上下下打量对方起来 额头上 那道寸许长的蛋蛋疤痕 这是其幼年时候 在胸岛上 被某名凶人用尖利石头划破的 这嘴角边在微微翘起 这是他在沉思休息时养成的习惯 一只手掌大拇指处 有一道浅浅的血痕 则是他昨天练习 锋刃术的某种新技巧 不小心滑到的 刘明越是细看 越觉得对方根本就是第二个自己 心中不禁寒气直冒 柳明脸色一阵阴晴变化 一咬牙 既然阁下不肯说话 那在下得罪了 随后他袖子一抖 荧光一闪 一根银色锁链就向对方一尘而去 一阵叮当身后 银色锁链竟然顺利至极地 将对面的柳明捆了个结结实实 不见他要丝毫反抗 柳明见此情形神色微微一松 随后毫不客气 单手一个翻转 又浮现出了一叠福禄 两手一扬全部击射而出 纷纷贴在对面的柳明身上 如此一来 柳明见对面的自己 同时被扶摸链和诸多静置福禄困住以后 才放心靠近了过去 他再围着那个自己转了两圈 神色一凝抬起手臂 往对方的尖头小心地摸了摸 在此过程中 柳明的双目紧盯对面的自己 眼都不眨一下 结果那一个柳明是仍然盘坐地上 不动一下 而等他的手掌 针放在对方的尖头上时 一个机灵 一股数不出的奇寒之力 立刻从对方尖头狂涌而出 直接传入他的手臂之内 柳明一经身形一动 就出现在数丈远的地方 然后凝重地盯着对方的面孔 结果对面的那个柳明 仍然丝毫异常没有 仿佛刚才的奇寒之力 只是他心中的错觉而已 但再等柳明目光一斜 撇了自己刚才触摸对方尖头的手臂时 脸色又变得阴沉不定 只见那手臂赫然已经毫无知觉 全被一层黑色冰霜覆盖了 柳明单手掐绝身上滚滚黑气一眸而出 同时往麻木手臂上涌去 片刻间攻附 那手臂上的黑色冰霜就飞快退去 重新恢复了知觉 但这时的柳明 对眼前的那个自己 自然是越发地感到神秘莫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三十九章 冰锥大臣 柳明想了想后 还是决定再冒险一事 他轻吐了一口气 单手一扬 破空声一响 以没锋刃当即击射而出 只见轻光一闪 锋刃就紧贴着对面自己的手臂而过 扑的一声 一个数寸长的口子浮现出来 从中涌出了淡金色的血液 柳明还没有吃惊 就先赶到自己手臂上一疼 心中一睁 飞快将自己手臂袖口高高卷起 再仔细一望 瞳孔骤然间一缩 只见在自己的手臂上 同样出现了一道 数寸长的纤细伤口 然后从中涌出了鲜红色的血液来 柳明脸色有些发白了 抬手看了看对面那个柳明手臂出的伤口 再看看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无论位置形状 全都一般无二 没有半分差池 他脑子顿时有点混乱 这时的他就算再转不过弯来 也明白这眼前的柳明 并非原先怀疑的什么邪魔变化而成 而真是和自己有着莫大的联系 柳明总算心智也不是一般之人 定了定心神 从袖中摸出一张福禄 往伤口处一拍 点点青光一闪 伤口飞快弥合起来 片刻间就只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血痕 紧接着 柳明再向对面的柳明望去 只见对方手臂上的伤口 赫然同样弥合如初 也只留下了一条浅浅的伤痕 看到这样的情形 他才真的彻底争住 不知多久后 他才苦笑了一声 目光也终于从对面挪开 重新打量了一下整个空间 现在这个神秘空间 明显比上一次又宽广了许多 看来十有八九 是随着其法力增进 这个空间也会跟着巨大 不过除了空间增加和莫名出现的 第二个自己以外 其他的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没有看见有什么不同 柳明想了想 于是找了一个 离第二个自己比较远的地方 盘坐下来 然后静静的思量起来 就这样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间就过去了半日 柳明深吸一口气后 终于从沉吟中回过神来 看了看远处的自己 脸上又浮现出了一次无奈的表情 就在不久前 他经过了一番绞尽脑汁的细想 终于肯定这东西 大概是和其上次在秘境中 莫名昏迷之事有关 他记得很清楚 自己在昏迷中做的那个古怪的梦里 也曾经看到过另一个气息惊人的自己 而他上次的昏迷原因 事后也曾经分析过 应该就和那秘境中莫名失踪的晴天魔手有关 毕竟在那晴天魔手出现之后 其体内神秘气泡也是莫名出现 并跟着变得极为不正常起来 甚至说不定 那晴天魔手失踪也和此有关系 如此一来 综合考虑之后 那眼前这个自己 应该是因为那个晴天魔手才产生 但不知什么原因 又和自己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 这才会出现了对方负伤 自己也会负伤的诡异事情 虽然太具体的过程原理 柳明自己也无法弄明白 但大概的原因 自认为也算分析个八九不离十了 原因虽然找到 但如何面对此事 自然还是一件让其头疼的事情 甚至连这个自己 是否真的是一件活物 他都还无法确定 当然 最让柳明无奈的是 自然就是无法真的对对方 动用什么过激手段 否则以他的信心 自然一定要将这未知的危险先解决了 才能真的安心下来 柳明心念飞快转动了一番 也只能想出 先将眼前自己困起来这个办法 他摇了摇头 从身上取出了一叠阵旗 开始在第二个柳明四周布置起来 等柳明将所有阵旗一插完成 单手掐绝一根手指一点 眼前的小型法阵一下嗡嗡声大起 一层白色光幕浮现出来 将柳明照在旗下 柳明看了看白色光照 又看了看对面的自己身上的银色锁链和符露 脸上的神色总算稍缓了几分 在这种情形下 若是眼前这个自己真有什么异动 这应该也能在第一时间发觉吧 柳明如此思量着 决定将此事先放在脑后 开始自己的修炼吧 但是在此之前 他还是先用神念沟通了飞卢 结果飞卢在他严加命令之下 还是带着敬畏之色 飞离了对面的那个柳明 来到了他的身边 柳明这才心动一松 接着他又吩咐飞卢和鼓蟹到一盘 也去练习自己的攻击手段 二者一个闪动 分别到了一面灰色墙壁附近 一个是背后尾钩移动 化为一片虚影 向前方狂插不移 一个则头发长发 倒竖起来 化为无数丝蒙 向前面洞穿而去 而柳明则开始默默的 修炼冰锥树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一开始的时候 柳明还十分小心留意着第二个自己 生怕起什么时候忽然就有了异常 但随着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过去 对方始终都在原地 不动一下 他也就渐渐放下心来 干脆将其当成一个死物 开始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法术修炼上 虽然冰锥树作为中阶法术较难修炼 但现在的柳明法力之深 也远非上一次进入神秘空间时可比 每一天可释放的冰锥树次数 几乎是以前的数倍 故而他修炼速度反而一下提升了起来 一下两年过去 柳明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身前有点点蓝光飞快凝聚而出 转眼间 一根看似普通的冰锥就凝聚而出 但是冰锥颜色很快 有油浅变成了深 通体放出了一层一样的金光 手腕一抖 冰锥当即发出破空声 击射而出 几个闪动 就到了十几帐外的灰色气壁 并发出了一团深蓝光芒暴力而开 嘶啦一声 一股奇寒之气一卷而开 树杖之内 气壁都被一层寒冰覆盖而出 并且转眼间还在家后变大 化为了持续之后的冰墙 柳明见此情形眉梢一条 手中法觉一变 单手一扬 一道青色风刃就冲对面的兵壁击射而去 砰的一声 风刃狠狠地斩在了兵壁之上 却只留下了数寸深的一道沟槽 就自行溃散而开 柳明点了点头 抬手再往身前虚空一滑 点点红光出现 凝聚出了一颗赤红火球 去 柳明袖子冲前面一抖 火球飞射而出 轰的一声 就在兵壁上暴力而开 火球化为滚滚火焰四箭飞射 但等所有的火焰一脸消失 兵壁的表面 却只融化了薄薄的一小片地方 柳明面上的笑容是更浓了几分 这大城后的兵锥术 威力远不是同样大城的火弹术和锋刃术能比的 唯一的缺陷 大概就是施法速度略慢了一点吧 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在没有其他法术可修炼的情形 就开始默默参悟起那本 太刚剑诀 他在此之前 已经参悟出了那套培育太刚剑胚的法诀 下面则打算看看能否再从中 参悟更多的东西出来 但是他一连参悟了十几天后 就放弃了此事 明显 剑诀剩下的部分 是针对灵师境界以上的修炼者 所说的法诀太过深奥 其修为不到 根本就无法领悟出来 另外一本《龙虎名誉公》 同样如此 但这样的话 柳明日之间倒也找不到其他的事情可做 干脆接下来的数日内 他研究起第二个自己起来 结果还真让他找出了一些 这第二个柳明的怪异之处 首先 这个柳明在他小心贴近对方身体 细听之下 发现对方非但没有什么呼吸喘息声 就连血液流动 心跳等生命迹象 也一样不复存在 好像真不是活人一般 另外 这个柳明不但自己受伤 他也会跟着受伤 就是反过来 他若是有什么地方受损的话 那个柳明竟然也同样要跟着受损 仿佛真是一命二体一般 他倒是在一些典籍中看到过 有一种邪门的诅咒 可以通过施法 将一个人的部分精魂 转移到某个傀儡人偶上 然后只要将人偶手臂推脚折断 那被转移部分精魂的原主人 也会同样的手臂推脚受损 从而永远受之于人 但是眼前这如此邪门的事情 柳明还真是从未听说过 不过这样他暂时也只能抓耳挠腮 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 只要一离开这空间 立刻就去查询点击打听相关的事情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头绪出来 柳明在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都无法在第二个自己身上 查出更多的东西后 也就真将此事先放下 他在下面的时间内 干脆将自己的丹炉取出 再拿出一堆普通的灵药 开始炼制一些丹药出来 这些丹药 虽然只是灵图级的普通丹药 柳明也早已练习了上百次之多 但成功率 还只能维持在十次之中 只能承担两三次的样子 丹药的精纯度也只是勉强合格 樊白子已经对这样的成功率是大加称赞 认为他如此短时间内 就能有这般高承担率已经极不容易了 但柳明自己却一直不太满意 对他来说 现在炼制一些灵图级丹药 就只有这点成功率 那等其以后炼制灵师级丹药的时候 可没有这般多材料练习啊 到那时候 承担率之低 就可想而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四十章 丹树出城 不过若是炼制灵图级丹药成功率上去的话 对柳明以后炼制灵师级丹药也是大有好处的 毕竟一些炼丹的经验心得 对低高级丹药都是通用的 于是接下来的两天内 柳明就将心思全都放在炼丹上了 虽然是在神秘空间内 但在炼丹上的一切显然都和外面一般无二 其承担率仍然维持在十次中 能成功两三次的样子 第三天的时间 他面前丹炉扑的一声闷响 一股焦糊味道从中传出 柳明一咧嘴 手中法掘一收 知道这次炼丹又失败了 但目光一扫丹炉旁的地面上 发现炼丹材料已经寥寥无几 他叹了一口气 单手往袖中一抹 就打算再掏出一张装满材料的简易储物符 不久前 柳明才从地下方式中 购买了十张储物符的炼丹材料 这三年来 他因为炼丹耗费了大量零食 虽然后期因为承担率上去后 可以卖掉丹药收回部分零食 但这几年间也耗费了近十万零食 这还是他每个月只花费两天时间 开炉炼丹的缘故 否则材料耗费在此基础上 翻个几倍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张储物符装的炼丹材料 一般也就够他两天炼丹之用的 以他现在所带的所有炼丹材料 若是每天不停炼丹的话 也只能支撑其二十来天之用 而就当柳明手掌方一伸进袖中的时候 两手先是微微一拧 随后神色就变得奇怪至极 他忽然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木人多出了一叠淡黄色葫芦来 表面明映着密密麻麻的银色灵纹 正是那些简易储物符 柳明目光飞快在储物符上一早而过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还是十张 明明先前已经用掉一张了呀 他喃喃地说道 谁知飞快地再点了一遍储物符 的确是十张不假 柳明看着手中的葫芦脸色 有些阴晴不定了 下一刻 他忽然将其他葫芦一收而起 只留下一张瞬间一捏而碎 白光一闪后 身旁地面上又多出了一堆炼丹材料 柳明单手再往袖中一摸 确认了袖中还就是九张储物符 就将刚刚炼制地刻补充法力的丹药符下 感受着体内法力在缓缓增加后 眉头更加紧皱了起来 他再沉吟一下 就开始掐绝继续炼丹 每当一炉丹药炼制完毕后 柳明就会检查一次 袖中的储物符数量 但第一天中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当第二天的一次炼丹后 他再用精神力一扫袖中之物 神色顿时一惊 他单手忙往袖中一抓 顿时一叠符路再次浮信而出 不多不少又是十张的样子 要知道 他就在上一次炼丹结束后 才刚刚检查过袖中储符只有九张的 柳明静静思量了一会儿 就若有所思再次捏碎了一张符路 放出一大批炼丹材料后 就将其他九张符路 在身前地面上一一放好 接下来的时间 他不再炼丹 只是这样炎炎不扎地盯着地面上的符路 一天 两天 一连五天过去后 地面上的储符还是保持着九张的数量 并没有任何的增加 这让柳明 有些惊讶 于是等到第六天的时候 他也不再等下去 不管眼前的储符了 将丹炉盖子一打而开 继续开始炼丹起来 就这样再过了两天 眼看快将那些炼丹材料都耗费一空的时候 柳明一边施法炼丹 一边目光下意识往地面上一扫而过 神色顿时一沉 十张符路赫然整整齐齐排放在那里 柳明强压住心中的亥然 也顾不得丹炉中的丹药 将法爵一收 两眼不眨 盯着地面上那些储物符 以他的记忆力 原先九张符路摆放的位置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 片刻间就确认新出现的是哪一张符路 他略以沉吟单手一招 就将新出现的储物符一把抓到了手里 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 并没有发现和其他符路有任何异常后 手指用力将其一捏而碎 扑的一声白光一卷之后 旁边地面上又多出了一大堆炼丹材料 刘明目光闪动了一下 只是扫了这些材料几眼 就分辨出材料种类和数量 竟然都和先前那一枚储物符中一般无二 看来的确是完全复制了上一枚 已经损耗的储物符中的一切东西 到了这时 刘明总算有些明白 这些储物符会被复制出来的条件 十有八九不光要将储物符激发 还要将里面材料也都用得差不多了 才会在这空间中被重新复制出 一般无二的第二枚储物符 刘明为了确认此事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又测试了数遍 结果和其猜测的果然一般无二 看来这空间的神秘之处 还远在他原先的预料之上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不过更让柳明惊喜交加的是 经过这些天的不停炼制丹药 竟然感觉自己的丹术隐约又有些提高的样子 看来在这空间内 他即使是用复制出来的材料炼丹 对丹术同样也有效果 柳明在确认了此事之后 心中的最后一次担心也放了下来 狂喜之下则是日夜开炉炼丹不停起来 在这种类似炼丹材料无穷的情形下 柳明炼丹术提高 自然如同脱江野马一般 一路狂生不已 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后 柳明这几种零师级丹药承担率 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 毕竟哪怕像满鬼宗那般的宗门 对丹师的培养 也绝无可能像他这样 可以随心所欲的尽情练习丹术 而不受丝毫的限制 毕竟以零时来计算的话 他在空间内这一个月耗费的炼丹材料 价值就能打十几万支具 这种疯狂培养丹师的方法 一般宗门哪能耗费得起 不过也就在这种疯狂练习之下 短短数月后 柳明在大部分丹药上 就可以做到十次中承担五六次了 再过了一年 他大部分丹药的承担率 就达到了十成了 剩下的时间 柳明则将注意力放在了提高丹药品质之上 而在此期间 白骨鞋和飞颅的自行修炼 也始终未停过 此刻的白骨鞋背后围钩一动后 竟然瞬间就能幻化出数十道黑线来 隐约围钩已经射出 破空声才会随之传出 而飞颅脑袋一动之下 竟然只见漫天绿光闪动 却不见任何长发的踪影 这攻击速度和威力 同样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至于呢 第二个柳明则一直未见其有丝毫异动 这让柳明逐渐将它当成了一座雕像般的存在 半年后的一天 柳明又从淡路中摸出了一颗表面 带有一颗淡银色灵纹的金银丹 脸上方显出一丝喜色的时候 忽然四周波动一起 两耳嗡的一声 再两眼一黑 整个人就重新出现在了当初离开的密室之中 他脑中的眩晕质感方一消失后 顿时体内丹田木然一震 就从中狂涌出一股精纯至极的法力 柳明心中一喜 急忙两手一掐绝 默默地接受这股从神秘气泡中反馈的精纯法力 大约一斩茶功夫后 他才轻吐一口气将两手放下 这时丹田中的神秘气泡已经再次消失不见了 他略微感受了一下此时的法力 果然比以前又精纯了许多 但是修为却从大圆满境界跌落回了普通的灵徒后期 这让他不禁又苦笑了两声 看来接下来的时间 他又要过一段不停服侍丹药的日子了 好在他在神秘空间内 已经将丹树提升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对灵徒及丹药的掌握更是到了露火纯青的程度 炼制一些增加法力的丹药已经毫无问题了 刘明想到这里忽然单手一抓 从袖中摸出一张储物符将其一捏而碎 白光一闪 但是面前空空如也 竟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 果然如此 刘明见此情形没有感到意外 这张储幅中存放着的都是他神秘空间中炼制出来的丹药 但看现在的情形 这些丹药明显是无法带出空间外的 全都无声无息的消失掉了 刘明虽然心中大感可惜 但对此也早有几分预料 倒也没有真的太过沮丧 他转头看了看一旁的飞卢和白骨蝎一眼 一笑单手一拍腰间的两个皮带 顿时两股黑侠就从皮带口中一卷而出 将二者全都收了进去 他再打量了一下眼前 这几乎和四年前一般无二的密室 一笑站起身来推门离开 接下来的时间 刘明去方氏中购置了一笔价值高达十几万的炼丹材料后 重新回到了洞府 开始炼制一种 不知在神秘空间里炼制了多少次的玄乌丹 这种丹药即使对后期灵徒也有不错的增加法力的效果 也是他特意从樊白子那儿花费零食指定要学习的丹方之一 玄乌丹虽然效果不错 但炼制却十分困难 即使樊白子这样的炼丹大师 在这上面承担率也不是太高 所以此丹一旦炼制成功后 一颗就足以卖出上千灵石 还往往是有价无事的样子 对柳明来说 这玄乌丹也是其掌握几种丹药中承担率最低的一种 其中原由一来是此丹的确难以炼制 二来则是他当初进入神秘空间时 所带的此丹材料也不太多 故而练习次数也远远无法和其他几种灵石几丹药相比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接下来的时间中 柳明就在洞府中一边炼制玄乌丹 一边不停地服用此丹 炼化成法力 短短的数月时间内 他就将法力再次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了 就在这时 他终于接到了满鬼宗传来的消息 其四年任期已经将满 新的监察弟子再来玄金的路上了 而按照惯例 刚卸任监察职责的弟子 可以有数月的休整期 故而他只要在半年内返回宗内即可 柳明接到此命令后 自然是大喜之急 他当即写了两封告辞的信件 让人给前府和反白子洞府送去后 自己就悄然离开玄京 从此数月内再无任何消息 三个月后 大玄国和另一国家齐悦交界之处 一片连绵山脉的边缘 一名绿袍青年 站在一座百丈高的土山顶部 正向远处山脉眺望着 脸色十分的凝重 好一会儿才喃喃说道 这就是万蛮山脉 气息竟然如此凶恶 怪不得百家如此多年 都无法采集到庚兰针煞 还这般干脆的将煞坑位置告诉我了 这青年自然就是柳明 他自从离开玄京后 就直接去了白家 也从白家老夫人口中 顺利得到了庚兰针煞的煞坑所在 并一路飞奔赶到了这 不过他现在轻眼目睹了 万蛮山脉的真容 并清楚感受到了 从中随风传出的混乱气息后 又有些迟疑起来 要知道 万蛮山脉在两国间 都是赫赫有名的险地 是由上千大小山头组成 一直连绵数万里之遥 据说里面不但毒虫野兽无数 更有许多沾着利弊的脏气毒物 甚至还有一些 修炼通灵的低阶妖兽 当然这些妖兽 一向隐藏在山脉深处 一般人不会碰到 因为此山脉物产丰富 也盛产几种 颇付盛名的灵药 过而齐悦两国修炼者 也多有人到此活动 但因为此山脉有许多凶险之处 大多数修炼者 也只是在外围活动 罕有人真深入山脉深处的 但即使如此 也时不时会传出一些 修炼者进入万蛮山脉后 再不见出来的事情 过而没有特别理由 两国修炼者 对进入山脉深处 都大为忌惮 如此这些情报 自然是柳明在来此之前 特别打听出来的 而按照白家所给的地图 耕兰真杀的煞坑 正好深处 万蛮深迈的极深处 如今柳明 望着远处的群山 心念飞快转动着 他这一次若是回到宗门 肯定会被征召 参加和海族大战 故而先一步进阶 灵湿境界是必须的事情 否则一旦和海族 修炼者队上 是极有可能陨落的 而他现在法力 已经在大圆满境界 重新巩固了下来 只要有了合适的真煞之气 马上就可以凝煞成钢 冲击灵湿境界 他现在手中 只有那枯鹰真煞 这一种备用的下品真煞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会用此煞 来凝聚钢器 可而眼前和其修炼功法 颇为契合的 庚蓝真煞 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哪怕这万蛮山脉 再危险几分 恐怕也冒险闯上一闯了 以他现在的修为 只要不是碰到了 有灵师实力的 宁业旗妖兽 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而万蛮山 是否真有此等级的妖兽 那还是两说的事 有名信中一边思量着 眉头也微微一松 随后不再迟疑身形一动 就向远处山脉 一飞而去了 万蛮山脉 据说藏有无数能飞的 凶情毒虫 他自然是不敢大摇大摆 直接在山脉上空飞过去 国一飞到山脉中后 就趋云一路而下 双足踩地向前缓缓而行起了 半天后 两头巨型山猫一般的野兽 从两棵大树上一跃而下 恶狠狠向下方的柳鸣 一扑而去 扑扑两声 山猫方一离开树枝的瞬间 柳鸣两手就向上一扬 两道清光一闪而逝 两头山猫一声惨叫 身躯就从中间一分两半 尸体鲜血 从高空一洒而下 柳鸣身形一晃 直接避过了头顶 落下的瘦血和尸体 头也没回 继续向前而行 仿佛未受到任何干扰一般 两天后 柳鸣站在一棵大树的顶部 手中拿着一块有些破旧的地图 正在仔细辨认着什么 就在这时 一条树尺长的绿油油的毒蛇 无声无息的从大树根部一爬上 飞快的向树顶摇走而来 忽然砰的一声 一道黑线一闪即逝 一根漆黑的尾钩洞穿毒蛇头部而过 将其死死定在了树干上 那毒蛇一阵扭曲挣扎 就再无任何声息 这时 白骨蝎 才从上方一片茂密的树林间窜了出来 两只巨熬一张 就将毒蛇的尸体撕尺开 并飞快的吞噬了个干净 五天后 柳明站在两座山峰间的一座峡谷前 望着前方不远处弥漫的一片片灰白色雾气 摇摇头一个转身 准备多走一些路 绕开了此峡谷 半个月后 柳明终于深入到了万蛮山脉的深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此刻 目利所及之处 到处是高大至极的灰色的巨树 厚厚的树冠几乎遮蔽了大阪阳光 让树木下方显得非常的潮湿阴沉 柳明手中提着青色短剑 身后跟着白骨蝎 不慌不忙的向着不远处一座小山走去 那座小山颇为奇特 上半截山峰外形竟然颇向一个正在招手的妇人 按照白家所给的地图上的描述 他只要走到这个山之上 就可以找到沙坑的准确位置 而他为了寻找这座山峰 前面也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 并误闯了不知多少野兽的巢穴 才最终寻到这里 忽然 柳明脚步一停 双目一瞇 看向了前方的一棵苍天巨树 结果这树后沙沙声一响 竟然从中爬出了一条 丈许长的斑斓巨蝎 双目赤红如血 口喷鲜红毒 一只黑色的围钩在后面摆步不停 异常的猙獰可步 这明显是一只已经有了气候的毒虫 看起来似乎实力非同一般的样子 柳明神色显示一针 但马上手腕一抖 一道轻萌萌剑气卷出 正好斩到巨蝎身上 结果此些一声怪叫倒退两步 竟若无其事承受下来 身上的硬壳赫然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 不过柳明的攻击显然也激怒了这只妖蝎 口中呱呱两声下之一用力 身躯带着一股腥风就飞扑而来 柳明没捎一条 就要动用雷霆手段解决掉此妖虫 但就在此时嗖的一声 背后一团黑影击射而出 一阵闪动后 就将迎面飞来的妖虫一扑而下 正是白骨蝎 这一鬼物一妖兽 两者瞬间撕打在了一起 柳明见此一呆 正要手中短肩一抖上去帮忙的时候 心中却收到了骨蝎那边传来的消息 竟然是让其不要帮忙的意思 他眨了眨眼 虽然不太明白骨蝎的用意 但还是短肩一收 真就站在旁边观战起来 这白骨蝎形体没有对方巨大 但仪仗背后的尾钩闪电般的回动 却在撕打中占据了上风 巨蝎看似坚硬异常的外壳 在骨蝎尾钩攻击下是纸糊一般脆弱 身躯就被冻穿了个千疮百苦 整个头颅过后更是被骨蝎一对巨熬 死死地夹住 只能口喷血污不止 疯狂挣扎 一个时辰后 骨蝎将被撕碎的最后一片 腰蝎的尸体碎片也吞进了口中 最后双目绿燕一按 变得懒洋洋的起来 牛鸣见此心中一动 单手一拍腰间皮带 喷出一股黑雾 就将骨蝎收进了其中 白骨蝎虽然是鬼物的一种 但其原身也是蝎子的海骨 吸收大量阴气后 才化成这般模样的 所以吞噬妖蝎的话 应该也算其净化的一种途径 那白骨蝎现在变成这般模样 明显是准备再次净化的样子 随后柳明就将飞炉换了出来 继续上路 一日后 柳明出现在了一座 早已被无数高大灌木挡住入口的山谷前 他催动轻月剑 放出一道道青色剑气 竟硬生生从灌木中砍出一条小路 走进了这个山谷 但柳明目光朝山谷内仔细一望之后 神色又为之一宁 只见大半的山谷赫然全被一种 粉红色雾气遮蔽住了 而在雾气之中 竟然隐约传出了一些嗡嗡的声音 仿佛有某种虫子 正在里面飞动的样子 柳明目光闪动了几下 忽然从袖中掏出了一只蓝色圆球 往身前一抛 再单手掐绝一点 当即嘎蹦声一响 蓝色圆球就化为了一只淡蓝色的四翅木琴 随后柳明再掐绝一催 蓝色木琴四翅一震 就化为一团蓝光 向粉红色雾气中飞去 哭的一声 那蓝色木琴一头扎进雾气里 并向深处飞去 只是此木琴只飞了一小段距离 其翅膀震动声就一下小了很多 柳明脸色一变 急忙手中发掘一改 雾气中蓝色木琴一个掉头 就向索来方向飞回 结果他几个闪动 从粉红色雾气中冲出来 但只向柳明这边飞出了数丈远去 就丝毫征兆 没有一头栽下 重重摔在了地面上 柳明瞳孔一缩 并没有马上走过去 反而是木琴 警惕地向木琴身上 仔细凝望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42章 妖蚁 只见蓝色木琴身上赫然爬满了一种粉红色飞蚁 只有寸许来馋 数十只的样子 正拼命用嘴巴啃视这傀儡木琴不已 转眼间这只傀儡就变得残缺不全了 柳明眉头一皱 袖子一抖一颗火球从中击射而出 轰的一声后就击在木琴身上 滚滚火焰一涌而出 将众多粉红飞蚁全都卷了进去 大部分飞蚁当场就化为了灰迹 但仍有几只飞蚁硬生生冲出了火焰包裹 直飞向柳明 而柳明这一击也仿佛招惹到了马蜂窝一般 不远处雾气中同样嗡嗡声大作 更多的粉红飞蚁从中飞出 密密麻麻涌向柳明 柳明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单手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了一杆蓝灿灿的小旗 只是往身前一挥一片海水凭空涌出 迪雷六一转后化为滔天巨浪 向对面狂涌而去 大片飞蚁被巨浪一卷而入 只能在海水中拼命挣扎而无法挣脱 但仍然有不少飞蚁躲过了巨浪 在疯狂震动翅膀下冲到了柳明镜前 就是这时 柳明身前虚空波动一起 一颗男人的头颅无声浮现而出 正是飞颅 此魔头只是将脑袋一晃 满天长发化为漫天绿丝爆射而出 大片飞蚁当即吱吱怪叫被洞穿身躯 纷纷从空中坠落而下 就这样 在远处巨浪 在柳明手中蓝色小旗操纵下 横冲直闯 将大多数飞蚁全都卷入了海水中 在近处 飞颅满头长发则化为一张密密麻麻的丝王 将小部分遗漏过来的飞蚁 全都一个不胜的灭杀掉 一时间 看似数量惊人的飞蚁 竟没有一只能冲到柳明身前 当粉色雾海中 再无任何飞蚁冲出的时候 柳明则空中念念有词 单手一掐绝 一根淡蓝色冰锥 在其身前飞块凝聚而出 并飞块变成深蓝之色 同时表面亮起立层 异样的金光 手腕一抖 冰锥就一个模糊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远处海浪一个卷洞 就化为一颗巨大水球 悬浮在了高空 在水球里 则困着密密麻麻 不知多少的粉红色飞蚁 全在海水中拼命挣扎着 前方虚空中蓝光一闪 冰锥闪现而出 并一头扎在水球之上 砰的一声 冰锥没入巨型水球的瞬间 就在中心处自行暴力而开 一片蓝色寒气一卷而开 当即海水瞬间就化为了寒冰 一颗深蓝色的巨型冰球 在虚空中浮现 然后一个颤抖坠落而下 一声翠响 冰球在地面上 化为了白茫茫的冰屑 所有飞移 也就随之粉身碎骨了 柳明这才将小旗一收而起 袖子在一抖 又一颗蓝色圆球飞了出来 并在嘎嘣乱响后 化为一只木晴飞入雾气中 而他则单手掐掘 一根手指往额头上一点 同时闭上了双目 这一次 蓝色木晴没入雾气中 无声无息 再无任何异样的声音传来 看来里面真的没有任何飞移了 不过片刻后 柳明神色一动再次睁开双眼 几乎同一时间 前方雾气一个翻滚 木晴就从中一飞而出 下方一对爪子上 赫然抓着一具 被破烂衣服包裹的骸骨 一声闷响 木晴爪子一松 将骸骨扔到了柳明面前 自己则一阵模糊 就在机关声中化为了蓝色圆球 并一闪 目入柳明袖中不见了踪影 柳明这才将手指 从额头上一难而下 打量了下眼前明显留下飞移啃过痕迹的骸骨一变后 忽然目光一闪 抬手冲其虚空一抓 扑的一声一块白色玉佩 就从骸骨的腰间飞了出来 稳稳落在他的手中 柳明低手看了一下 只见玉佩一面 明映的一个白字 脸色微微一喜 这具骸骨果然是以前寻找煞坑的白家子弟 只是不知怎么就丧身此处 看来这里就是那 更难真傻的煞坑无疑了 柳明心中这般思量过后 当即不再客气 冲旁边飞鲁一招手 死魔头一声怪笑 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其一颗脑袋竟然在无数绿色符纹闪动中狂涨起来 转眼间比先前巨大了数倍有余 在一张大口一股灰蒙蒙的狂风连绵吹出 粉红色雾气被狂风一卷之后 疯狂涌动起来 柳明身形一动 无声地站到了飞炉背后 一只手掌就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 一催真圆将体内法力向飞炉狂注而入 轰的一声 从飞炉口中喷出的狂风 骤然间壮大了近半之多 原本就被搅动的雾骸终于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半课中后 柳明将手从飞炉天灵盖上拿开的时候 整个山谷中的雾气已经被狂风吹散一空了 显露出了在雾海中心处一个直径三四十丈的巨坑了 如此大坑 纵然柳明离其足有百余丈远 也能够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在此坑周围的地面上 生长着一种不过数寸的绿油油小草 顶端全都开着一朵朵粉红小花 并从花心处时不时喷出一些粉红色的粉末 然后粉末就悬浮在空中不落下来 柳明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刚才的粉红色雾海 竟然只是这种不知名怪花喷出的花粉形成的 就在柳明身形一动 打算往巨坑方向飞去的时候 忽然巨坑中心处一阵嘎嘎怪笑传出 接着里面一股粉红色雾气冲了出来 从坑中爬出一头巨大之极的半人半虫般的怪物 此怪物足有三丈来长 上半身是一头满头披发的赤裸女子 两条纤细手臂几肤雪白细腻 胸前一对无暇风乳 两点阴红微微颤抖 下半身则是一个臃肿异常的晶莹虫身 尾部还生有一圈圈黑色怪纹 背后则有一对和先前粉红色飞椅一般的透明翅膀 只是放大了无数倍 上半身的女子面孔貌美至极 但看向柳明的目光满是愤怒至极的表情 柳明精神力略以感应对面怪物身上散发的气息后 心中一灵 脸上首次闪过了谨慎的表情 灵徒大圆满的妖虫 毫无疑问 此怪物十有八九是自身修炼到了瓶颈 打算借助此地真煞之气来冲击更高境界的 毕竟无论人妖只要修为到了灵徒大圆满境界后 想要境界灵时期的宁业期境界 都避免不了宁煞陈刚这一步 这头妖虫之所以表现的这般愤怒 自然是因为其宁煞到了关键时候 却被柳明闯入打断的缘故 相比普通妖兽 妖虫类通灵 修炼有成要困难的多了 但也因此同阶存在下 妖虫要比妖兽更加的难缠 柳明面对这已经开始凝杀了的妖虫 自然不得不视作打敌 轻吐一口气 单手一个翻转 轻月剑顿时一闪而现 对面妖虫却似乎被柳明这个动作刺激到了 口中一声怪叫 肥瘦尾巴一个摆动 竟从中一下喷出了四颗巨大虫卵来 这些虫卵一个个雪白晶莹三尺来高 但方一离开妖虫尾部 就从中间一粒而开 各自现出一个两尺高的粉红色巨蚁 它们一个个身形巨大 背后同样有一对晶莹翅翼 油黑下肢全都长满了锋利的稻刺 同时口中獠牙壁线 身上气息赫然 也都有灵徒中气的水平 只是双目一睁而开 就震动翅膀冲流明冲来 那美女面孔的妖虫 在喷出四颗虫卵后 身上的气息却骤然降低了许多 变成只有普通后期领土的水平 流明虽然大感诧异 但也没时间去细想其中的缘由 只是手中轻跃剑骤然一抖 当即就冲着四只巨蚁各虚空一掌而去 当即破空声一响 四道轻蒙蒙剑气一卷而出 与此同时飞鲁也一声尖叫 满头长发一个摆动 也化为密密麻麻的绿丝 向对面击射而去 扑扑几声 四只巨蚁只是背后翅膀骤然一顿 神区竟然忽然各自化为了清风 凭空不见了踪影 无论剑术还是绿丝 全都一闪而空 流明一见此警不禁失声出口 风遁术 下一刻 他身躯两侧微风一起 两只距以凭空一闪而现 四只锋利前只只是一动 就化为四道黑影直奔流明身躯 洞窗而来 速度快似闪电 若真是一般后期灵徒 面对这等出其不意的攻击 可能就此中招了 但流明是何等之人 其精神和肉身强大 几乎一般灵师都无法相比了 反应之快自然惊人至极 只是一声低喝 手中青色短剑 一个模糊就向两侧 各自又批出一剑 哼哼两声 两只距以前只背两道 青色剑气一展而住 当即一声哀鸣 倒退出数不远去 但流明双目凝神一扫 见这两只巨的前只 竟然完好无损后 脸色为之一沉 单手一掐绝 体表突然大片黑气冒了出来 在滴溜溜一凝后 就化为一根根黑色触手 向这两头巨一狂抽而去 就在这时 两只巨一体表 清风一起 身躯就再次一个模糊不见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飞炉 满头长发也化为一张丝网 将自己罩在了里面 在附近处 另外两只巨一身形式忽影忽现 正和此魔头争斗的激烈异常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43章 反宗 柳明一察觉到这四头巨一 竟然掌握了风盾 此种惊人的盾术后 自然没有丝毫留守的意思了 不但将鸣鼓爵催动到了极致 手中青色短剑 连劈不已 同时另一手中 一枚枚青色风阵 划为一条 青线就连绵射出 围着他狂攻不已的两头巨一 纵然掌握了风盾术 但在柳明如此犀利反攻下 也渐渐躲闪不及 其中一只巨一在柳明身旁 攻击未果 正想再次风盾而走时 却一个 躲避不及 被一道青色剑气 劈了个跟头 随后七八道风阵 同时击射而至 在其身上留下了 数道深深的口子 并逼得其连连躲避 根本没有时间风盾而走 随之叮当声一响 一条银色锁链破空而至 只是一个闪动 就将这头巨一捆了个结结实实 就在这时 柳明背后波动感一起 另一头巨一闪现而出 两只前肢一动 立刻呜声一劈而出 柳明头也未回 一个反手 就是一道青色剑气 批出 巨一身躯 骤然一扭 竟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一下避过了迎面而来的 森然剑气 但就在此刻 柳明另一条手臂 一个模糊后 一只金灿灿的拳头 一倒而出 这只巨一一惊 两只前肢往前方交叉一滑 就想将这金色拳头切开 但其前肢 一和金色拳头接触后 当即一股巨力就从拳头中狂涌而出 巨一一声哀鸣 两只前肢就被这股巨力硬生生震碎了 金色拳头再一个模糊 瞬间动穿巨一头颅而过 将其当场击毙 而捆束另一只巨蚁的银色锁链 同时也是表面银纹一线 周然间紧紧的勒住 竟然也就此将巨蚁 分成了数捷 就在柳明 解决两只巨蚁的时候 另一边的飞炉 满天飞舞的长发忽然一击 竟也同样没入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破空声一响 两只原本顿入风中的巨蚁 被无形长发硬生生逼了出来 同时体表绿色丝影 接连闪动 身躯骤然就化为了十几块 掉落而下 这时柳明的目光 才向那只放出了四只巨蚁 就未见有其他动作的妖虫望了过去 这妖虫一见四只巨蚁 这般快就被斩杀掉了后 那美女的面孔上 竟然露出了一丝惊慌的表情 口中一声怪叫 忽然间背后双翅一动 竟然一个转身就腾空而逃 柳明面上闪过了一丝诧异 但想也不想 两手掐绝 当即点点青光浮现 一道巨型锋刃 就在身前凝聚成形 手腕一抖 巨型锋刃就发出一声 肩鸣破空射出 下一刻 妖虫体表 浮现出一层粉红色的光照 但青光一闪后 巨大锋刃就将光照连同妖虫本身 都从中间一展两截 那妖虫一声惨叫 两截身躯从高空直接坠落而下 紧接着扑扑两声 两团绿燕 结射而至 瞬间将妖虫的身躯化为了灰迹 却是非如此 魔头非道 张口就喷出两团魔咽 如此轻易地解决了这头 看似诡异的妖虫 让刘明心中一松 虽然此妖虫放出了四头巨蚁 的确厉害 但本体也未免太弱了一点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 在凝煞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实力大减的 刘明心中觉得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什么 赶紧向煞坑走了过去 虽然白家人说 此煞坑多年未曾有人来过 应该积攒了不少的耕蓝针煞 但如今 在煞坑中发现了这头妖虫后 却让他为之担心了起来 就算真没有其他人发现此地 但谁知道 在此期间 有多少妖兽妖虫 已经用过坑中的针煞之气了 有明心中如此思量着 不又更加担心起来 片刻功夫后 他就走到了巨坑旁边 宁神向下方一望而去 结果神色一动 只见此煞坑 和他在仙霞山地下洞窟中的那个 又大不相同 从上往下望去 坑中竟然是一个漏斗般的锥子形状 并且中心最深地方 足有十几丈高 除了中间有些淡蓝色雾气闪动外 其他地方全都是半透明般的不知名石块 有大有小闪闪发光 流明目光在中间蓝色雾气处凝望了一会儿 眉头微微一皱 单手掐掘身形腾空而起 往煞坑中心处徐徐一路而下 眼见离淡蓝色雾气只有仗许高的时候 才冲下面虚空一抓 顿时一大团淡蓝色雾气冲天而起 直接飞到了流明镜前 才戛然一指停了下来 流明双目一瞇仔细望去 只见这团蓝色雾气中 隐约有一些沙力状的蓝色金光闪动不已 仿佛点点星辰一般 足有十几颗的样子 看到这儿 流明脸上才大喜过望 看来他运气不错 如此一团雾气中 就有这般多耕蓝真煞 看来此坑中凑出两份以上的真煞之气 应该绝无问题了 流明思量着 随即就兴冲冲的 从袖中抹出了一个个小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两个月后 满鬼宗九英山顶大殿内 刚刚回到宗内的柳明 站在龟如全面前 恭恭敬敬地向这位九英一脉山主 讲述着自己数年来在玄京的一些经历 龟如全听完后 面带满意之色说道 你在玄京做得不错 算是为九英一脉 大掌脸面了 这次 要不是数年前 就将玄京中的海族人 全部一网打尽 恐怕我们五宗 要牵扯大量精力 无法全心对外的 不过可惜的是 你师父和朱世伯 恰好奉命去边界了 否则知道你现在回来的话 肯定会大喜过望的 对了 失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钟师妹已经向宗内申请 将你真名恢复了过来 以后就可以直接用柳明的本名了 若是不出意外的话 以你的核心弟子身份 早则数月 迟则年许 应该也会被派到边界 加以磨练一番 多谢师父关心 柳明想了想 如此说道 弟子经过这几年修炼 自认为已经在法力上 颇为雄厚了 也找到了合适的真傻之气 所以准备马上申请 冲击灵师境界 弟子没有记错的话 凡是身处冲官的弟子 除非是事关宗门 生死存亡的事情 否则都可以在闭关期间 豁免宗内一切征兆 嗯 的确有此规定不假 龟如全听到柳明如此一说 脸上微微有些动容 不过 你真确定现在就要冲击 灵师境界 不再多积累两年 好在多有一分把握 柳明略意思量 还是回道 不用了 弟子若是这次无法突破的话 只要休养几年 应该在三十岁以前 还能有第二次尝试突破的机会 但若是再晚两年的话 恐怕时间上就不太够了 龟如全点了点头 紧接着神色一正说道 失职你如此考虑 倒也不算错 不过你要紧急一点 无论冲击任何境界 最好都一次就能成功 否则无论以后 采取何种补救方法 成功几率 只会越来越小 多谢龟师博指点 弟子谨记 柳明躬身称谢 又略意犹豫 对了 弟子在数年前 曾经收到宗内传信 说我们五宗 几乎都混入了海族人间隙 而本宗间隙 就是当年的 迦兰时节 并且说他还偷走了 六英祖师驱使过的 蛮力鬼王头颅 不知这些是否都是真的 龟如全 听到柳明如此一问 脸色一沉 唉 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发现加兰是海族奸细之人 就是阴煞一脉的兵师妹 也是加兰自己的师父 原本兵师妹带着加兰 已经解开了蛮力鬼王当年失踪之谜 甚至还将鬼王头颅从封印中取出 但就在这时 加兰才显露了海族人身份 并用歹毒手段 暗算了兵师妹 投走了鬼王头颅 天悦等宗也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 不是至宝被盗 就是宗内重要高层被害 其中损失最大的 要属天悦宗了 两大长老中的冷悦师太 中了一种海族奇毒 现在还在天悦宗禁地中昏迷不醒 柳明文言也有些动容 原来这些都是真的 看来海族人这次入侵 还真是精心策划了多年 下面的时间 他再听了这位龟如泉 在冲击灵师时的一些指点后 就告辞离开了大殿 随后 他就先去指示堂报到 并顺便教了自己的玄经监查任务 并领取了相应的一些奖励 这时 柳明才发现满鬼宗赫然又多出了一批 少男少女模样的内门弟子 同时一些原先的老弟子面孔 却减少了许多 看来这数年间 满鬼宗又招收了一批新弟子 同时也有许多老弟子被征召 去了大选国边界处了 在接下来的四天内 刘明不再出门 一直在自己的住处养精蓄锐 直到半个月的一天 刘明悄然来到了满鬼宗 某个隐藏在两座山峰间的一处峡谷前 在峡谷入口处赫然有一座三层高的巨型阁楼 阁楼大门前则高挂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灵阙天阁四个大字 刘明摸了摸袖中的某个东西 随后大步走进阁楼内 阁楼一层大厅里 除了地面上一个淡白色法阵外 竟然四下空荡荡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四十四章 灵池之地 柳明脸上刚献出一丝哑然之色的时候 耳中却忽然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声 你是哪一脉门下弟子 可有进入灵池的令牌 没有的话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 柳明文言心中一灵 但马上一功声回到 九英山门下柳明 拜见前辈 弟子打算进入灵池一个月 开启令牌 弟子已经随身带来了 他说完后 立刻从怀中摸出了一枚淡银色令牌 双手捧起 哦 男子声音一缓 既然有开启令牌的话 自然可以留下了 不过我还要先检查一下真假 才能带你进入灵池之地的 随之楼梯口处传来了 蹬蹬的脚步声 一名身穿白色如袍的男子 不慌不忙 从二层走了下来 其脸庞略长 面容略丑 但双目炯炯发亮 竟给人一种 飘然出尘的感觉 男子几步走到了柳明面前 略一打两两眼 忽然一笑 你既然是九英门下 你师父姓钟 还是姓朱啊 家师姓钟 柳明有些意外 但迟疑了一下 还是如实回到 原来真是忠师妹门下呀 听说起数年前 收了一个叫白聪天的弟子 但不久前又上报宗内 改换性命了 不会就是你吧 白袍男子轻笑了一下 最后抬手一招 柳明手中令牌 微微一颤就 苏地声腾空而起 稳稳落在了对方手中 柳明一争 但丝毫不敢怠慢 前辈 认识家师 晚辈原先的确不是现在的名字 原来真是你 不错 我曾听钟师妹说过 你在数年前的秘境试炼中 为本宗立下了汉马功劳 难怪能拿出这一块令牌了 白袍男子 颇感兴趣的样子 前辈过奖 晚辈也只是侥幸而已 柳明听对方和忠姓道姑 似乎十分熟悉的样子 新年一转 不知前辈 尊姓大名 看来你师父未曾向你提及过我呀 不过没关系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和你师父就是一家人了 丁师妹的弟子 也就是我的弟子了 我姓童 你可以叫我一声 童师伯 白袍男子只是看了手中银牌两眼 就将其一袍而回 然后笑眯眯地说着 原来是童师伯 柳明一听这些话 虽然有些目瞪口呆 但也只能老老实实称呼一声 嗯 很好 柳师志 既然是自己人 我自然会给你安排一个 靠近凌池中心的位置 童姓男子 黑黑一笑 接着单手飞快一掐绝 冲眼前法阵 一连打出数道法绝 那白色法阵 当即嗡嗡声一起 表面泛起立层 淡淡白光 就被激发出来 柳明听了这话 心中一喜 多谢师伯 他在来之前 特意将有关宗内灵池的一切 全部打探了一遍 知道这所谓的灵池 其实是满鬼宗 先在宗内找到了一处 天地原力最浓密之处 然后布下特殊静置 让天地原力只静不出 从而让里面的原力 精纯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整座静置中心处 自然也是原力最浓稠的地方 修炼效果也比 外边远位置要好的 不是一丁半点 就这样 他跟着白袍男子 进入法阵中时 一闪即逝 被传入峡谷深处 一个长满奇花异草 同时虚空中 飘荡着 屡屡白色雾气的洼地里 柳明略吸一口气后 立刻就感受到 一股浓浓原力 直往肺腑中灌注而去 不禁有些动容了 他这才知道 这些所谓的白雾 竟然是天地原力 过于浓稠 才会幻化而出的 真不愧为 灵池之名 他目光朝四周一扫而去后 只见 雾气中隐约有一座座食物 相隔颇远地修建在那 目光所及之处 就有五六座的样子 白袍男子 带着柳明向前大步走去 足足走了一顿饭功夫 才将他带到了一座四周 全被丝丝白雾缭绕的 青石屋前 此石屋外侧石壁上 明映着一些银色灵纹 石门上更有一个 深不过数寸的灵形凹槽 柳世纸 这里几乎算是灵池中 仅次于中心处的修炼之地了 你就在这里修炼吧 白袍男子一直眼前食物 笑着冲柳明说道 一个月后 我自会再带你出去的 另外 此密室都被设下了玄妙静置 只有你手中的令牌 才能打开的 柳明自然大喜称谢 随后到石门前 将那枚银色令牌 往石门上的凹槽中 一放而入 顿时 整间石屋都嗡嗡声大响 同时 石门的表面 阴光一闪 缓缓地一打而开 柳明再冲白袍男子 一躬身后 就强压心中兴奋 走进了石屋 在他身影 方宜没入门内的瞬间 石门又无声地一观而上 整座石屋灵文 微微闪动不定 一股静置波动 就从上面瞬间一散而开 白袍男子见此 也是微微一笑 飘然离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同一时间 柳明已经将石屋内的一切全看了个一清二楚 里面除了一个淡黄色蒲团 一张白色木床外 就再无任何东西了 柳明对这一切布置 却颇为的满意 他略微检查了一下 石屋四壁和闪动的那些银色灵纹 确定真的只是一些普通的防御隔断镜之后 也就放心了下来 收了心思 在蒲团上盘坐而下 柳明袖子一抖 三颗一般无二的小瓶 就出现在了地面上 看着眼前之物 它的神色有些肃然 小瓶中装的自然是 它从万蛮山脉得到的耕蓝针煞了 若它从那煞坑中只得到一瓶的话 或许还要迟一一二 但有三瓶在手 那除非姿势真的低劣到 根本没可能进阶到宁业期的地步 否则绝对值得一试了 按照柳明的估计 纵然它是三灵脉 但现在体内法力精准无比 外加购买了一些对冲击瓶颈 大有用处的丹药 和身处灵池之地中 并同时有三瓶真煞之气在手 这让其冲击成功几率 起码也在六七成之上 而如此高的几率 就算略有不及高冲以地灵脉冲击灵事时的把握大 但也不会悬殊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 这庚蓝真煞 的确和其修炼的功法十分契合 并且本身虽然无法和天星真煞 这样传闻中的真煞相提并论 但本身也是名气不小的上品真煞之一 它若是将其炼化到真元之中 所形成的钢气 不但在防御能力上颇为出色 更具有阴寒属性的威能 对些同属性的法术 也有不小增幅之力 比如说 它所修的冰锥术 在大圆满境界原本已经是极限了 但若有了庚蓝真煞所化钢气加持下 则微能可以更上层楼 而若换了同属于鹰属性的轨道功法的话 原先还差点火候 无法施展出来的秘术 在有了庚蓝真煞所化钢气辅助后 则有极大可能能轻易施展出来 孤儿队以后要以龙虎明玉宫 这一门轨道功法为主秀的柳明来说 从某种意义上 此真煞 甚至比那传说中的天星真煞 更适合他几分的 这才是他一从白老夫人口中 得知此真煞存在后 立刻就答应了他要求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明星中如此想着 望向身前之物 目光也渐渐火热起来 但在定了定心神后 就开始闭目入定 和当初因为法力根基不稳 需要先闭关延续才能正式冲击瓶颈的高充不同 现在的柳明 体内法力早已精纯无比 只要在略做一些准备后 就可以直接炼煞入体 将丹田中真元 从气态 凝成液态 从而产生具有自己属性的刚气 成为灵师等界的存在 柳明这般想着 星神却渐渐变得平静无比 并最终进入了忘我状态之中 一天一夜后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眼中已经变得清澈无比 再无丝毫的杂念了 他从袖中摸出了一些辅助丹药服下后 就两手掐绝催动体内真元起来 刹那间 一股股黑气从其体内狂冒而出 并滴溜溜一转后 就化为一颗黑乎乎的巨型雾球 将其身躯彻底照在里面 随着时间的飞快流逝 黑色从柳明体内狂涌不断 让巨型雾球也越来越大 片刻功夫后 就几乎充斥了整个食物之中 就在这时 柳明却开始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原本在地上一直装着 更蓝针煞的小瓶更是砰的一声 丝毫征兆没有 暴力而开 从中一下飞射出点点的淡蓝色金光 一闪即逝后 纷纷没入黑色雾气中不见了踪影 随之 黑色雾气骤然间一阵翻滚 忠心的柳明身上 更是传出了阵阵的轰鸣声 一开始声音不大 但几个呼吸间功夫后 就变得如同雷鸣般惊人了 巨型雾球中的柳明双目精芒闪动 食指车轮一般的掐绝不停 一道道法觉从其手指间弹射而出 并纷纷没入黑雾中不见了踪影 在他体内腹部处 却聚集了数以百计的沙利般的蓝色金光 徐徐转动不停着 并不时飞出一缕缕细弱发丝的蓝光 纷纷没入丹田中不见了踪影 在食物外面 在某种诡异力量影响下 也正有更多的白色雾气 向这边缓缓飘来 片刻时间后 以食物为中心 竟然隐约形成了一片淡淡的白色雾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四十五章 进阶灵诗 峡谷入口处的阁楼顶层 同姓男子坐在一把椅子上 凝望着对面墙壁上悬挂的一面巨大铜镜 此铜镜四四方方 边缘处却用紫铜包裹 表面赫然映照着一幅满是白雾的清晰画面 正是柳明所在食物外的景象 白袍男子 看着同镜中的画面 喃喃自语 一副颇感兴趣的样子 竟然弄出这般大的声势 这位柳师侄看来真打算在这里凝煞成钢了 就不知道用的何种真煞之气 现在有多大的把握呢 下面的时间 雾海就这般一点点的扩大 一直到半个月后 石屋上空的雾海竟然有数亩许大小 几乎遮蔽了灵池区域的近半天空 这一日的一早 白色雾海骤然间翻滚涌动起来 开始以石屋为中心 收缩一团 到了中午时分 一个漏斗般的白色雾团 就在石屋上空幻化而成 并疯狂转动之下 往石屋中灌注而起 在阁楼顶层 通过铜镜 注视这一气的白袍男子 神色不觉凝重起来 眼也不眨一下 眼看浓浓白雾几乎有三分之二 注入石屋中的时候 忽然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座石屋一颤 剩余白雾瞬间溃散开来 同时密密麻麻的白线 从石屋中一喷而出 向四面八方积涉而去 又纷纷暴力而开 再次化为团团白雾弥漫开来 果然失败了 没有将真原液化成功 这宁沙陈刚这一步 哪是这般好走出来的呀 以我当年的资质 也是第二次尝试 才勉强成功的 白袍男子见此情形 自言自语着 摇摇头 但脸上也没有露出太意外的表情 以满鬼宗弟子之多 近些年能修炼到灵徒大圆满境界的自然不少 但能真正成功境界灵失的 寥寥无几 故而他一见到柳明这次宁煞失败 也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就在白袍男子 开始思量柳明 会不会提前从食物中出来的时候 让其有些意外的一幕 忽然在铜镜中出现了 只见那些从食物中喷出来的白雾 忽然滴溜溜一凝 又缓缓地向食物所在一飘而去 顷刻间 一个朦朦胧胧的雾海就再次凝聚而出 并重新旋转起来 白袍男子见到此景 略有些意外起来 二次宁煞 怪不得柳世纸这般自信开启了灵池 原来竟然准备了两份同种真杀之气 这恐怕要花费他不少灵石吧 一次准备两份真杀之气 以求提高突破几率的事情 虽然是不少人进阶灵石时常用的手段 只是大部分人在此上面 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不过这倒让这位童诗伯 对柳明真有一份期待 于是早上的一幕 又重新上演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凝聚的雾海 比先前又大上了一圈 数个时辰后 当残余雾海又一声闷响暴力而开 无数白线从石屋中 向四面八方击射出来的时候 白袍男子也是轻叹一口气 脸上满是遗憾的表情 这一次整片雾海 几乎全没入石屋中 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才溃散而开 如此一来 在白袍男子眼中 这位柳诗直距离凝煞成功 几乎只差一步了 这自然是可惜至极的事情 但是下一刻 石屋附近嗡嗡声一响 所有溃散开的白雾 再次滚滚一凝 汇聚而去的时候 白袍男子真的是目瞪口呆 三次凝煞 不可能 他手中竟然会有三分同种真煞之气 看样子 无论精神力还是肉身 竟然还能支撑下去 这位同师伯回过神来 神色也有些阴晴不定 不过再等数个时辰 当比上一次又大一圈的雾海 滚滚全灌注到石屋中 一丝也未曾留在外面后 石屋中顿时传来了 柳民的一声长啸 直冲九霄云外 峡谷上空的静置 竟然都无法完全遮蔽的样子 同一时间 大半个满鬼宗中 无论是赶路飞行 还是正在闭关修炼的弟子 都是同一时间 听到柳民的长啸之声 均都一惊往啸声传来方向 一望而去 结果下一刻 一道巨型光柱 从两座山峰间冲天而起 高达三四千丈之巨 表面蓝光蒙蒙 里面隐约可见点点金光闪动 仿佛星辰一般 钢气外泄 凝杀陈刚 有人成功进阶灵师了 不少满鬼宗弟子一看到此幕后 大惊失声出口 一些满鬼宗高层看到此天象后 更是神色吃惊 纷纷离开自己住处 第一时间就奔峡谷方向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结果片刻功夫后 峡谷入口处的阁楼前 一朵白云一落 就有一名貌美女子出现在了大门前 抬手往远处峡谷上空闪动的蓝色光柱望了一眼 丝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惊讶 正是鬼舞一脉的灵财雨 为等此女抬腿走向阁楼的时候 天空中破空声一响 又有两人屈云到了附近 几个闪动落在女子旁边 一名中年道士和一名书生模样的男子 正是悬浮一脉的张姓道士 和阴煞一脉的山主楚奇 二人看了看峡谷方向的光柱后 同样满是吃惊的表情 楚奇神色凝重地向灵财雨问道 灵师妹 你来得如此快 难道突破之人 是鬼物一脉的弟子 灵财雨哼了一声回道 要真实的就好了 我来得快 只不过是原先就在附近处理一些事情 自然第一个就赶到了 我倒是怀疑里面之人 是你们英煞一脉的弟子 我们 英煞一脉 新进的大元万弟子 就那么几人 其中大半已经尝试过突破了 剩下的两个子还在闭关积累中 里面之人肯定不是阴煞善的 楚奇听了是连连地摇头 张姓倒是更是叹了一口气 哎 若不是你们两脉的弟子 我们悬浮一脉就更不可能了 本脉最近 根本就没行出现的大元万弟子 就在三人面面相去的时候 远处天空中又陆续赶来了 其他几名灵师 也大都对峡谷中天象一头雾水 不知道是何人突破至宁业期成功了 这些人中有一人正是归如全 不过这位九英一脉的山主 此刻也满脸的惊疑之色 他当然知道 柳明这位本脉弟子就在灵池之内 但对于这突破之人 是否就是柳明 却是半点信心都没有 毕竟在他心目中 柳明三灵脉资质 几乎就决定了 其进阶灵师的可能性 那近乎于灵 虽然归如全这般沉默不语 但其异样的神色 还是很快就被楚奇 这位阴煞一脉的山主注意到了 神色一动 就直接开口问道 龟师兄 小弟从刚才开始就未见你说话 你是否知道 这灵池中突破到灵师境界的弟子 是何人呢 这个 龟如全眉头一皱 正不知如何回答 天空中破空声一响 一名麻衣老者驱云赶来 正是满鬼宗掌门 如此一来 楚奇龟如全等人也顾不得说话了 纷纷上前见礼 真是天佑我们满鬼宗啊 短短三年间 先佑高崇杨前二人境界临时成功 现在竟然又有一名弟子进入宁业境界 这真是可其可赫的事情 对了 几位师弟 可是已经知道是哪一弟子突破了瓶颈啊 满鬼宗掌门飞路而下后 满脸星喜就温道 对他来说 在这种和海族人大战的要紧时期 宗内哪怕是多出一名零时期的修炼者 也是能多增加宗内一分实力的 灵财与文言苦笑回道 掌门师兄 我们几个也是刚到 也不知是哪一脉的门下 满鬼宗掌门文言 眉头一皱 不知道啊 那既然如此 就直接进去问一下同师弟吧 他手中有观天境的灵气 可以随时查看灵池内一切动静的 龟如全等人自然是点头称事 一干人等 当即就进了阁楼 这一群人一涌进阁楼大厅的时候 那白袍男子就似笑非笑 从楼上走了下来 原来是掌门和几位师兄到了 师弟有礼了 童师弟 你来得正好 你可知道 这刚刚宁煞成功的 是谁门下的弟子 看其刚气外泄天象 颇为不凡 应该不是一般弟子吧 满鬼宗掌门一见白袍男子下来 当即沉声问道 白袍男子听了一笑 不加思索的回答 看来掌门师兄等人到此 都是询问此事的 这个简单 刚才宁煞成功的 是九英一脉的门下 是一名叫柳明的弟子 真是柳师指 龟如全一听这话 顿时喜行于色 并有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 也掺杂其中 什么龟师兄一脉的门下 柳明 这个名字怎么如此耳熟呢 楚其听了之后 先是一争 但马上又有些恍然大悟 同时有些惊讶的神色露出 莫非就是不久前 钟师妹提出 恢复本来名字的那名弟子 满鬼宗掌门 一撵胡须同样是大吃一惊 你们说的 莫非就是之前那名叫做 白聪天的弟子 因为高聪的缘故 他对柳明的事情自然是一向很关注 其他几名灵师听了后也都是神色各异 白袍男子眨了眨眼 掌门师兄说的没错 的确是这位柳诗之不假 不过他现在刚刚突破瓶颈成功 还必须用大半年时间巩固此境界 按照本宗惯例 凡是新突破宁业期者 均都有一年 免费使用凌迟的时间 他恐怕短时间内不会出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46章 轰动 满鬼宗掌门总算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苦笑一声宠贵如全说道 贵师弟 真是恭喜呀 九阴山终于多出了一名 宁业期的灵师 看来这一次是老夫走眼了 没想到柳诗之 竟然也能成功境界 看来其真实资质 真的是不逊色于高冲啊 贵如全的嘴巴都有些合不拢了 我虽然知道这名弟子 最近进入到了灵池中 他也不敢相信他真能凝煞成功啊 这柳诗之也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至于其他人等 不管心中如何想的 此时自然都是纷纷向归如全 恭贺不已 归如全也是满脸笑容 不停地回礼 此刻灵采宇心中更是大为后悔 他这才明白 雷姓大汉为何以前对柳明 总是高看一眼了 而他当年 若是略微坚持一下 那今天岂不就变成了鬼舞一脉 能多出一名灵师 故而这位鬼舞一脉的女修 虽然同样冲归如全 说这贺喜的话语 但心中却是不禁有几分酸意 至于楚奇 这位一向和归如全 看不对眼的 殷煞一脉的山主 表面虽然看不出丝毫的异样 但想来心中 恐怕也有不小的郁闷 满鬼宗掌门沉吟了一下 又冲白袍男子说道 好了 既然知道是哪一名弟子进阶了 我等也可放心下来 刘师指刚刚进阶成功 还需要巩固一下进阶 我们也不必现在去打扰 就让其在里面继续闭关好了 不过等他一出关后 董师弟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一声 我身为掌门 一定要先带他去祖师堂祭祀一番 将其辈分正式提升后 才能再谈其他的事情 这个自然 只要柳氏值一出关 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掌门师兄 白袍男子不加思索地回到 满鬼宗掌门文言 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接下来的时间 白袍男子就带着一干人 上了阁楼三层 让他们通过铜镜 亲眼目睹了柳鸣所在石屋中 喷出的蓝色光柱 才再无最后一丝怀疑 告辞离开了 龟如全 一驱云回到自己住处后 立刻写了一封信函 招来一名门下弟子 让其连夜送出去 同一时间 满鬼宗掌门则离开了峡谷 奔主峰后面的禁地而去 一个多时辰后 他才若有所思 重新走出禁地 并直奔化血一脉的 山峰飞去了 没有多久后 整个满鬼宗 均都知道了 宗内又新出现了一名 进阶成功的灵师 这柳鸣二字 也很快传遍了各大山头 但真正知道柳鸣 就是以前白聪天的人 却是寥寥无几 毕竟忠信道姑 将柳鸣真名恢复的事情 只是悄悄向宗门 报备了一下而已 并未真正在整个宗门公开过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归如全 也没有隐瞒的情形下 新进进阶灵师的柳鸣 就是九英一脉 以前的白聪天的传闻 还是很快在满鬼宗 传扬了开来 这一次 对那些以前见过 和认识柳鸣的人来说 却是真正引起了一番轰动 什么 柳鸣就是以前的白师弟 满鬼宗内的一片小树林中 一名面容冷酷的青年 满脸骇然地冲着面前 娇艳女子 师生问道 不错 我已经通过一名 交好的九英山弟子口中 确认了这件事情 前不久凝煞成功 引起天象之人 的确就是以前的 白聪天师弟不假 那娇艳女子叹息一声说道 好像柳鸣才是他原本的名讳 这白聪天 不过是他当初 所冒白家弟子的名字而已 这二人正是杜海和沐云仙 杜海的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当初白师弟 不 应该说是柳师弟 只是三灵脉之神 这种资质他竟然也能进阶成功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沐云仙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刚听说此事的时候 也是有些不敢相信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柳师弟 不过若我那兄长知道此事 恐怕要为明珠的事情 大为懊悔了 是啊 如果你们沐家早知道柳师弟会成为一名灵师的话 就算白家所给条件再高 也不可能答应解除婚约的事情的 杜海也是十分赞同的样子 明珠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也不想再多管了 到时我们再见柳师弟的时候 恐怕要改口 称一声柳师叔了 沐云仙苦笑力声 脑中同时闪过当年在开灵大典中 初见的十三四岁模样的少年的样子 整个人也不禁陷入一阵恍惚之中 什么 这新进境界的柳明就是当年的白聪天 化血山的某间食屋中 几名聚集一起的化血一脉的老弟子 人人都面色难看至极 当初曾经和柳明见过的石坚绿云 赫然都在其中 这些人中又以他们二人最为不安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当初为了高师叔的事情 我等可都是和他做过对的 现在等这位柳师叔出关的话 我们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一名静庄大汉目光闪动着说道 时间也是缓缓点头 是啊 谁能知道一名三陵外弟子 也能和高师叔一般进阶成功 早知道如此的话 我等自然绝不会招惹他的 如今最糟糕的是 高师叔正在边界之处 我等现在就算想找其庇护一二 也无法做到啊 另外一名头发灰白色的老者 也是面色阴沉 是啊 若是高师叔在宗内的话 就算他想找我们的麻烦 也要先过高师叔这一关 但现在的话 我等麻烦可大了 若不是碰到海族入侵的话 我等还可找个借口离开宗门 暂避这位柳师叔锋芒一二 但现在的话 没有宗内高层命令 我等一旦偷离开宗门 可是要以盘宗之罪论处的 绿云脸色变换了一会儿 勉强一笑 二位师兄 也别太起人忧天了 我们几个当初为了辅佐高师叔 虽然和这人作对了一番 但他当初并没有在这上面 真吃任何大亏的 说不定这位柳师叔出关后 早就将我们几个望至脑后了 我们也别想得太多了 静庄大汉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地回道 嗯 女师妹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灵师身份何其尊贵 希望真能如此吧 老者和时间互望一言 也是只能苦笑不已 以柳明现在的灵师身份 他们也只能如此期盼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鬼舞山中 一个景色十分秀丽的草庐内 一名面容秀丽的黄山女子 站在炉内 正通过窗外 像远处一条白脸般的瀑布望去 脸上满是郁郁不欢的表情 忽然外面脚步声一响 一名身材娇小的绿山女子 从门外冲了进来 还没进门就嚷嚷着 前世姐你听说了吗 前不久宗内传扬那名 新境阶的柳师叔 竟然就是我们以前见过那个 白聪天 黄山女子正是当年和柳明一同 进入过秘境的前惠娘 文言一征回过身了 哦 有这种事情 你没有听错吧 当然是真的 并且此事已经传遍了 整个宗内上下了 绿山女子自然就是 翠儿这丫头 此刻显得是颇有些不甘心 哎呀呀 真是没想到 几年前 还被我们带队去方氏的小家伙 现在竟然反而成为我们的师叔了 你才多大 还称呼人家为小家伙 不过我对柳师弟 会成为柳师叔 倒是没有太过意外 虽然他只是三灵脉之身 但当初就能屡屡 做出一些惊人之举 若是再成功进阶临师 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钱惠娘先是无奈地说了一句 但又想起自身的事情后 神色一样 唉 那下师姐我虽然多年前 就已经是大圆满境界 但一连两次 都宁业陈刚失败 眼看这年龄已经过限 如今再也没有成为 灵师的可能了 绿山女子一听这话 这才想起面前师姐 正因为前不久宁煞失败 而处于心情低落之中 连忙改口说道 师姐 千万别丧气 这小子能成功进阶临师 多半也是走了大运的缘故 也师姐的资质 突破到年夜期 境界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年龄过限的事情 也不用太放心里去 我们几宗中 也不是没有年龄过了三十 仍能进阶临师的潜力呀 钱惠娘听了 微微一笑 竟一下开朗了许多 你放心 我还不用你来安慰 这能够进阶临师 原本就有一半 要看自己的机缘 和运气如何的 不过哪怕以后 进阶临师的希望再低 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绿山少女 虽然不知其中的究竟 但见钱惠娘心情 似乎好了许多的样子 自然也极为高兴 又是连忙叽叽喳喳 说起了宗内的其他事情 一个月后 大选国和海越国交界处 朱宗合力修建的一座 高达百丈的巨城中 一座阁楼的顶层内 哼的一声闷响 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忽然将眼前的桌子一拍而碎 脸上满是阴沉的神色 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张 手指宽的纸条 此刻一飘落地 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讲的正是柳鸣改名 和进阶成为灵师的事情 这高大青年 正是最近在巨城中 大出风头的满鬼宗新境灵师 高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47章 重宝 九个月后 那同性的白袍男子 正在闭幕打坐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阵嗡嗡之声 他心中一惊 急忙停止法觉 睁开眼睛向前方一看 只见原本挂在墙壁上 静静不动的铜镜 正在微微颤抖着 而铜镜中的画面里 原本紧闭的石屋大门 正在缓缓打开 从中走出了一名 神色平静的绿袍青年 正是柳鸣 白袍男子见此大喜 急忙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块阵盘 飞快往其中滑动了几下后 就向楼梯处走去了 柳鸣打量了一下 石屋外的景物 一切都和其当初 近来是一般无二 唯一不同的是 大概就是他进去的时候 还是一名不起眼的灵徒 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名 货真价实的宁业漆灵师了 柳鸣心中如此思量着 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 淡淡的笑意 两手略一握拳后 身体表面竟然浮现出了一层 淡淡蓝光 里面隐约有点点 精光闪动不已 这正是他千辛万苦 才最终修炼而成的钢器 防御能力之强 足可以面对一般灵徒全力积 而若无其事的 而他为了灵念出此钢器 一口气将手中三瓶 耕蓝针煞全部用光 并一连凝煞三次 才勉强修成的 他当时差点出了一身冷汗 同时更是心中暗叫侥幸不已 要是他当初得到的此针煞 少了一点半分的话 这一次冲击 还真有可能就失败的 柳鸣心中如此想着 忽然间一根手指一动 向附近地面一弹 噗的一声 一点蓝光积涉而出 在附近地面上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小洞 顷刻间 里面冒出了一股奇寒之气 瞬间就将整个小洞冰封住了 刘明见此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耕蓝钢器 无论防御还是攻击威力 都令他颇为满意 不枉费他这般辛苦 跑了万蛮山脉一趟了 但这时 若有人将神念直接 倾入柳鸣体内的话 就可发现 丹田中的真原之力 都化为一种 淡银色液体 并且放出 惊人的法力波动 这正是修炼者 进入凝叶期的标志之一 真原液化 从而其体内可以容纳出 比灵徒多出十几倍 甚至数十倍的法力 当然他进阶 宁业期的瞬间 精神之力 也比以前激增了数倍 要知道 柳鸣以前的精神力 就不比一般初期灵师 弱到哪去 现在又一下激增了数倍 恐怕宁业期后期的灵师 都无法和其相比了 这也幸亏 柳鸣一进阶成功后 马上就留在灵池中 苦修了大半年 否则无论是真原液化 还是精神力暴增 都会让其境界大为不稳 很容易留下一些隐患的 柳鸣这般思量着 就朝当初来时的方向 缓缓走去 结果等他走到了 来时那座传送法阵附近时 那白袍男子正在那等候着 一看见柳鸣走过来 就笑眯眯说道 恭喜柳师植 进阶宁业敬 成为我等中议员了 我已经通知掌门师兄 他一会儿就会带 师植去祖师堂祭拜一番 然后就可以正式改口 称呼我一声师兄了 哎呀 师植恐怕还不知道 你这次凝杀成功 可不知让多少人 都大吃一惊啊 柳鸣不敢怠慢 急忙失礼 弟子这次能够冲击成功 也是十分侥幸 再重新来一次的话 十有八九也要失败的 白袍男子哈哈一笑 毫不在意的样子 哎 我被竟然选择了 逆天修行 这运气啊 他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柳鸣自然也只能笑笑了 下面的时间 他跟着白袍男子 进入法阵中 从凌迟去中 一传而出 再次回到了峡谷入口处 阁楼一层大厅里 还未等柳鸣摇摇头 将脑中一丝晕眩驱散的时候 从阁楼大门外 就人影一晃 走进来一名面带笑容的老者 正是满鬼宗掌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一个时辰后 柳鸣离开了主峰的祖师堂后 就返回了九英山 半日后 他在龟如全培洞下 在九英山中选取了一座真正的洞府 并搬入了其中 第二天 柳鸣在洞府中 接待了其他脊脉来赫的灵师 第三天 柳鸣在九英山顶的大殿中 第一次以师叔身份 和九英一脉的众多弟子见面了 这些弟子 虽然早就知道柳鸣改名 和进阶灵师的事情 但等真见到柳鸣本人的时候 还是表情各异 半个月后 柳鸣在新洞府的密室中 盘袭而坐 身前地面上 鸣印着一个仗许大的法阵 在法阵中心处 一口青色短剑 正悬浮在低空处 同时表面有十几层 但青色纹阵闪动不定 柳鸣两手飞快掐绝 口中喷出一团团精气 全都一闪即逝 没入到短剑之中 他正在计练这柄 中平剑气 以他原先的修为 不过能勉强激发此剑 三四重的附带进制 但现在 成为了宁夜镜 初期灵师后 法力一下爆增了十几倍 自然可以将后面的进制 全都一一激发出来 故而他这才将青月剑 重新寄练一番 只要将此灵气寄练完成 他再催动的话 威力和以前 那是天壤之别的差距 眼看 青色短剑表面 闻阵越来越多 第十六层 也模糊地浮现而出 刘明脸上 喜色一现 法觉一变 忽然 他的一支长袖里 传来阵阵的嗡嗡声 刘明一睁 目光网发出声音的袖口里 扫了一眼 眉头一皱 他忽然手中 法觉一顿 青色短剑 仍然悬浮在空中不变 自己则袖子一抖 一个圆形阵盘 从中飞了出来 一个盘旋后 就稳稳落在了他的手中 柳明目光在阵盘上浮现的 竖行小字上一扫后 当即面上现出了一丝惊讶 目光闪动几下后 将此物一收而起 并露出了沉吟的表情 阵盘中正是满鬼宗掌门的来信 并让其去主峰的大殿中开会 说是有要事商讨 柳明虽然觉得心中有些奇怪 但自然不可能不加理会 于是他两手飞快 掐绝施法 让青月剑表面文阵 全都一缩而回 就将短剑收起 离开密室 片刻后 柳明就足踩灰云 离开九阴山 直奔主峰 一飞而去了 没有多长时间 他就来到了主峰 专门用来议事的大殿中 满鬼宗掌门 眉头紧皱 早就等在那儿了 一见柳明进来 当即面先了一丝笑意 招呼一声 柳师弟 你终于来了 快快请坐 柳明客客气气地 冲麻衣老者 失了一礼 掌门师兄太客气 不知召唤我到这里 可有什么要事 满鬼宗掌门 略一沉吟 就开口说出了一句 让柳明心中一灵的话来 这既然师弟是性极之人 我也不再拐弯抹角了 我先问一句 师弟以前修炼的功法 是鸣鼓绝吧 柳明心念一转 倒也没有露出什么意思 掌门师兄 是从阮师兄那知道的吧 柳师弟 你不用担心 要论对于鸣鼓爵的了解程度 整个满鬼宗除了阮师弟外 恐怕就只有老夫了 蚂蚁老者轻轻一笑 你既然当年参加了大笔 那么不用阮师弟相告 我也能看出几分 此功法的迹象的 柳明心念在飞快转动的同时 面上仍然是不动声色 既然如此 我也不用再隐瞒下去 师弟修炼的的确是鸣鼓爵 掌门师兄将我换来 莫非是为了此功法的缘故 满鬼宗掌门 此刻神色一宁 是啊 的确和这功法有关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想问问 柳师弟对这一次海族入侵 沿海诸国 有何看法 柳明先是微微一争 但马上不加思索地回到 海族入侵 这个可不太好说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海族势力十分强大 单凭我们一国 恐怕很难击退海族入侵的 满鬼宗掌门点了点头 看来柳师弟也是个明白人 他忽然从袖中 摸出了一块白色玉剪 递了过来 这样的话 我这有些边界处传回的消息 师弟可以先看一看 再说其他的 柳明见此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再客气什么 当即接过玉剪 往额头上一贴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柳明脸上的表情 逐渐是变得阴晴不定 好一会儿后才轻叹一声 将玉剪从额头上一怒而开 没想到 海族的真正实力竟然这般强大 前方情形竟然也变得这般糟糕了 是啊 就像你看到的 海族势力之大 远超我们原先想象的 而我们无宗的化精器强者 更是早就在一年前 全都驻扎在了边界处 以防对方化精器强者分别偷袭 各个击破 但就是这样 在海族那边略移发动真正的攻势后 边界处的联军 也无法支撑太久 所以我们几宗必须马上派出第二批援军 马上赶去 但刘师弟你也知道 我们满鬼宗原本势力就是最小的 灵师等皆存在 原本就没有多少 外加留守宗内的 和现在正执行其他任务之人 现在能派出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所以 这一次本宗 虽然无法派出多少灵师 但是准备动用几件原本 一直被封印的重宝 封印的重宝 柳明听到这儿 不禁面现一丝惊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48章 试魂锤与骷髅 柳明实在想不出 对方所提重宝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为何要专门将自己叫过来一趟 蛮鬼宗掌门显然看出了柳明心中所想 当即大有深意地继续说道 本宗 这几样重宝 之所以会被封印起来 其中固然是因为他们威能太大 不想妄动 以免遭受其他宗门忌惮 但更多的 还是这些宝物本身都有一定的使用限制 要么需要消耗巨大的法力 要么使用之后 会有一定的后患 还有的 则必须以修炼特殊功法为前提 才能驱使的 柳明听到这里有些恍然大悟 掌门先前提到了名古诀 莫非其中有什么宝物 是必须用此法诀才能驱使的 柳师弟是聪明之人哪 不过我看中的并非名古诀本身 而是由名古诀产生的 类似空谷大法的效果 蛮鬼宗掌门神色一正 仔细的解释起来 现在封印在禁地中的重宝中 有两件都必须是空谷大法 才能驱使的 但空谷大法实在太难修炼了 本宗已经数百年都没有人修成此门秘书 现在师弟既修成了 类似空谷大法的名古诀 却正好解决了师兄这一大难处 柳明眉头一皱 又略想了一下 掌门师兄既然对名古诀这般了解 那就应该知道 宗内修炼此功法的并不止我一人吧 嗯 我当然知道 古谷此弟子也修炼了名古诀 不过他的灵徒修为根本不足以驱使此重宝 否则强行催动的话 反而会被宝物瞬间吸成人干 听了满鬼宗掌门的回应 刘明苦笑了一声 原来如此 看来我还真是使用此宝物的唯一人选了 不过我还想再问一句 师兄 真这般肯定名古诀 针对那些宝物有用吗 我应该是 宗内靠修炼名古诀 而进阶淋湿的第一人吧 想来以前 应该也没有人 用名古诀 驱使过那些宝物吧 嗯 柳师弟这话没有说错 以前的确没有人用名古诀 催动过那些重宝过 不过按照我的判断 十有八九是没问题的 满鬼宗掌门 先是坦然的承认 又神色凝重的说道 并且 刘师弟只要去境地中一试 也就知道结果了 这也是我先指召师弟一人到此的原因 万一师弟真的无法意识 此宝物的话 我也只有再去想其他办法了 这些重宝对本宗十分重要 也是本宗用来抵挡大敌的依仗 无论采用何种办法 我都会让这些宝物 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威力 柳明听到这儿 自然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当即也十分干脆答应了下来 既然此事涉及到了本宗兴亡 那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但若是不成的话 掌门师兄也不要太失望了 满鬼宗掌门文言一席 很好 我就知道柳师弟会同意的 事不宜迟 师弟 现在就跟我去境地一趟吧 柳明自然也不会反对 于是二人当即离开大殿 直接趋云往山峰后一飞而去 片刻功夫后 他们就出现在了那位 艳师叔祖闭关修炼的山谷前 甚至柳明还在入口处一眼就看到 那头半丈长的雪白狸猫 正蜷缩一团呼呼大睡着 满鬼宗掌门也没有理会他 只是从怀中摸出了一个淡金色铃铛 冲着谷内方向轻轻一摇 一股无形波动就从精灵中荡漾而开 直往谷内一卷而去的样子 原本正在呼呼大睡的狸猫 两只毛茸茸耳朵一个抖动 顿时就树立起来 但仍然将头颅埋在自己的身躯中 丝毫没有抬头的意思 但柳明看向这头雪白狸猫的目光 却不觉有利丝凝重之色 他上一次来此地的时候 还只是灵徒秀为 当时只觉得此狸猫气息十分可怕 却无法判断其真正的实力 但他现在成为灵师之后 精神之强远超先前数倍 再一探查此狸猫 立刻就感受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灵压强度 赫然不比一般的初期灵师 差到哪去 这头狸猫竟然也是一头宁业期出气的强大妖兽 就在柳明暗暗打量狸猫不已的时候 山谷中就走出一名瘦弱身影来 正是当年柳明见过的那名首谷童子 此童子面容服饰都和四年前一般无二 岁月仿佛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一般 黄山童子一见满鬼宗掌门笑嘻嘻地说着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掌门师伯 师伯 莫非又是来查看那几样东西了 他用好奇的目光又看了柳明一眼 似乎已经彻底不认得柳明了 诗之日我介绍一下 这是新晋警戒灵师的柳师弟 我这次的确是带柳师弟再看一看那几样宝物的 满鬼宗掌门面带笑容地说道 竟对童子十分和善的样子 童子点了点头 不加思索回道 原来是柳师叔 虽然现在师祖不在 但掌门师伯带人看看几样封印之物自然没问题的 但按照师祖当初离开时留下的吩咐 除非有他老人家守令 否则这些东西暂时不能带出谷外 满鬼宗掌门丝毫不觉意外 这个我自然知道 我这次带柳师弟过来 也只是为了验证一件事情而已 若是这样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了 掌门师伯 柳师叔 跟我来吧 童子们言露出十分可爱的笑容 随后就转身在前面带路起来 柳明二人紧跟其后 结果一盏茶的功夫后 三人就出现在了一座被重重静置包围的大厅入口前 只见整个入口全被一层凝厚仿若实质的白色光幕包裹着 表面还贴着两张淡金色的符绿 并散发着微微的灵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童子走到光幕前 转身冲满鬼宗掌门说道 弟子也只能送到这了 下面就请掌门师伯自行行事 入口封印 向来难不住试驳的 行 师侄在这里稍等一下就行了 满鬼宗掌门自然满口答应 随后单手一个翻转 一个早就准备好的金色圆盘就出现在了手中 并冲眼前光幕一抛而去 刹那间 金色圆盘和光幕之间瞬间产生了极强的吸力 砰的一声 金色圆盘就一个闪动贴在了光幕之上 这时满鬼宗掌门才口中念念有词 一根手指冲金色圆盘虚空一点 当极一点白光积射而出 一闪即逝没入到圆盘里 那金色圆盘轴然间光芒大亮 无数金色符文从上面一放而出 又一闪纷纷没入到白色光幕里 一声闷响后 两张淡金色符绿一飘而落 白色光幕就瞬间溃散而开 丸贵宗掌门单手一招 金色圆盘就被一射而来 在一个模糊没入到袖口里 随后他大步走进了石厅内 柳明目光一紧也跟了上去 在大厅中 四边角落里摆放着十余个大小不一的石台 每一个都被一层五色光幕笼罩住 里面隐隐约约都放着一样东西的样子 门鬼宗掌门丝毫迟疑没有 直接带着柳明就朝其中一个石台走了过去 等走到石台前 柳明目光一凝就将光幕里的东西 看了个一清二楚 竟是一柄适样奇特的白色鼓锤 三尺来馋 锤头是由四颗不同的骷髅头 凑在一起组成的 手柄上更是缠着密密麻麻的金丝线 末端尽头处更有一个圆形凹槽 表面镶嵌着一颗淡绿色的硕大金石 此宝叫石魂锤 是数百年前本宗一名鼎鼎大名的化金器前辈曾经用过的质宝 威力奇大无比 平阶曾经达到上品灵器的极限 就是距离极品灵器 也只差一步而已 但可惜 这位前辈想借助天地外力强行再提升其品阶的时候却失败了 不但让刚诞生的气灵灭亡 更是让磁宝品阶打跌不少 现在只能堪堪保住上品灵器的品阶了 就是这样 这柄势魂锤威力之大 也绝非一般上品灵器可比 要是能催动磁宝对敌的话 哪怕是师弟这样的出城灵师之人 也能够应付一名后期灵师而不落下风的 但可惜 磁宝通体都是用灵谷剂量而成 当年又被那位前辈融入了几种特殊境治 想要催动的话 就必须先修炼空谷大法才行 满鬼宗掌门在旁边十分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柳明听完后望着鼓锤双目微亮 原来如此 看来这柄失魂锤 就是掌门师兄想让我来使用的重宝了 这柄失魂锤 虽然厉害一场 但相比之下 我却更想让师弟去意识另外一物 也须控谷之法才能操纵的宝物 满鬼宗掌门听到这儿 脸上浮现了一次复杂之色 柳明听完神色微微一动 另一件宝物 师弟跟我来 看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满鬼宗掌门不由分说就带着柳明 向另一座石台走去 柳明一看清楚另一石台上的东西后 顿时吃了一惊 这是 在光木内 竟是一具不过持续长的迷你窟窿 每一根骨头上都明映着一种淡银色灵纹 但浑身遍布无数裂痕 并且缺少了一整条胳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49章 望谷人魔 这骷髅赫然是一副残破无比的样子 柳明一见这骷髅却不禁脸色一变 此物是 纵然隔着光木阻挡 他一见这骷髅的瞬间 仍然感受到利骨 令其近似窒息的恐怖气息扑面而来 要不是他已经进阶宁夜期进阶 恐怕一靠近此石台的瞬间 就会被这股灵牙给逼得倒退两步出去 满鬼宗掌门望着石台上的骷髅 万分凝重的说道 当年本门六英祖师身边 曾经有过一鬼一魔两大灵虫 并在他们协助下 才横扫整个大选注重无人能敌 其中鬼者就是蛮力鬼王 一直等祖师爷去世后才神秘的失踪 而魔者就是这句大道万魔层次的白骨人魔了 也是本宗唯一一句被炼化到此境界的人魔 万古人魔 柳明一听这话真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知道这白骨人魔虽然是不少满鬼宗弟子修炼的鬼物傀儡之一 但其中大多数只是最普通的人魔而已 就连祭炼到白骨层次的都少之又少 至于千古层次的白骨人魔 柳明都会怀疑宗内是否真有人炼制成功的 毕竟想祭炼出这种高等界的鬼物傀儡 可是要花费无数时间和临时的事情 一般高层自己修炼都嫌不足 又怎会舍得在一件外物上花费这般大心血呢 现在在其面前竟然就放着一句激烈道 万古层次的人魔 这怎么不让柳明亥然至极呢 据说千古层次的白骨人魔就具有零世纪的强大势力 那万古层次的人魔又要强大到何种程度 柳明都几乎不敢再细想此事 满鬼宗掌门又继续说道 这句万古人魔早年帮助六阴祖师斩杀过众多强敌 论声明之圣 曾经丝毫不逊色于蛮力鬼王之名 之所以到现在罕有人知 却是此人魔在祖师爷那儿遭遇过一次打敌时 重创而毁了 后来虽然被祖师爷重新激烈修补了一番 但也不堪大用 只保留了原先的小半实力 但据说就是如此 也能勉强抵得过一名化精旗初届的战力 当然此时谁也没有验证过 也不知是否真是如此 刘明凝望着光幕中的迷你骷髅 行中大领 一小半的实力还能有相当于化精旗初届的实力 这万古人魔竟然比传闻中还要可怕得多 这倒不是 据说六阴祖师爷的这具万古人魔所用的核心灵谷 似乎是大有来历之物 故而其实力才比一般意义上的万古人魔更强大几分 不过也就因此 他当年被毁时 也无法用其他灵谷材料直接替换修补 只能一直放在某个阴坑中 用至阴之气慢慢滋养 但在千余年前勉强修补到现在这样后 就无法再进一步修补了 而祖师爷所用附体此人魔的那只顶阶战魂 也早已魂飞魄散不复存在了 万鬼宗掌门解释道 后来宗内历代前辈尝试过用其他战魂来驱使此人魔 但一直无法成功 直到曾经有一名修炼了控股大发的前辈 干脆不用附体战魂直接用控股之术后 才成功催动过人魔活动过一次 柳鸣目光闪动了几下后若有所思 我明白了 掌门师兄是觉得我若能操纵这具万古人魔的话 在抵挡海族上 别使用那柄试魂锤对宗门帮助更大一些 不过少了战魂附身后 这万古人魔真正的威力恐怕还要大降不少啊 蛮鬼宗掌门苦笑回道 哼 我自然知道此事的 但是以历代前辈口述的传闻来看 即使缺少了顶阶战魂 这万古人魔的威力也非视魂锤可比 而以师弟的能力恐怕只能操纵其中一样 但后者肯定要比前者难以意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所以柳师弟最终选择哪一件 还是要根据尝试后的结果才能确定 另外那士骨锤除了控骨大法外 师兄还有另外一法可以勉强操纵此宝 只是此方法后患不小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并不想采用 柳明听到这儿就不再说太多废话 直接点头 我明白掌门的意思了 那我先试一试再说其他的吧 很好 满贵宗掌门闻言大喜 我这就打开尽致 随后他单手一个翻转 那个金色圆盘就在手中再次浮现而出 手腕一抖 有一个闪动贴在了五色光幕上 砰的一声圆盘几个闪动后 就让五色光幕瞬间破裂消失 随后满贵宗掌门退到一旁 一副下面任凭柳明施法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柳明看了看石台上的迷你骷髅 双目一瞇后 就两手不慌不忙掐掘而起 同时口中响起了低沉的咒语声 明古诀修炼到第四层后 自然而然的就能从中感应到一种操纵各种灵古的奇怪秘术 柳明在玄京的四年闲着无事的时候 自然花点时间也将此书修成了 不过这却是第一次当着其他人面施展此法掘 只见随着咒语声的响起 柳明身上顿时冒出一股股黑气 并且围着其身躯疯狂旋转而起 片刻后就从中隐约传出了鬼哭狼嚎之声 原本旁边微笑观看的满鬼宗掌门 见此声势脸上也不禁献出了一丝惊讶 看来这位柳师弟的法力精纯程度 似乎比原先预料的要强大得多 就在这时 柳明口中咒愚钝手臂抬 一根手指冲石台上窟窿徐徐一点而去灵光一闪 一道白色法掘就接射而出 一闪即逝没入到骷髅头颅内 随后柳明手中法掘再一遍 蹦的一声 残破骷髅身躯一颤 提表黑色灵纹就闪亮而起 并且一条胳膊一按捉面后 就缓缓坐了起来 满鬼宗掌门目睹此景 脸上露出了大喜过望的表情 紧接着就看柳明一根手指一颤 再冲骷髅虚空连连点出 随后迷你骷髅双足一动 就直接从石桌上跳了下来 但在落地的时候 两腿还是不太自然一个颤抖 差点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柳明眉梢微微一条 口中咒语声一急 同时食指连连弹出 一道道法觉 暴雨一般弹出来 并开始将全身法力隔空 往骷髅体内灌注而去 下一刻 骷髅两只黑洞洞的眼眶中 忽然哼的一声 有两团淡金色火焰浮现而出 滴零溜一转后 熊熊燃烧而起 刹那间 骷髅体表灵纹 化为了一枚枚黑色符纹 飘荡而出 并瞬间暴力而开 化为一团团雾气飘荡开来 片刻间功夫 骷髅就被大片淡黑色的雾气 彻底淹没 只能看到一点点模糊的身影 随后 从雾气中传出一个陌生的低吼 充满了无尽的威严之意 接着 骷髅模糊的身影 就在黑雾狂涌中 狂涨巨大 几个晃动后 就化为树丈高的庞然大雾 砰的夜声巨响 一只脸盆般大小的白森森巨卒 就从雾气中一脉而出 隐约间一只巨大鬼物 就要从黑雾中现行而出的样子 刘明见次也是心头一跳 但就在这时 黑雾中的庞然大雾忽然一声哀鸣 体型就再次飞快缩小起来 接着黑雾一卷 溃散消失 就重新现出了呆呆 站立在远处的残破骷髅 眼眶中的金色火焰变得暗淡之急 仿佛先前的一切 全都未曾发生过一般 刘明眉头一皱 当即转手面带失望之色 从旁边满鬼宗掌门说了一句 掌门师兄 虽然我的确能操纵这具人魔 但是太勉强了 恐怕无法真用起来与人争斗的 哈哈哈哈 师弟不用失望 你表现的已经比我预料的还要好了 满鬼宗掌门文言却没有露出遗憾的表情 发誓哈哈一笑 能凭空操纵这具万古人魔到此种程度 已经足够了 给 我早给你准备了另一样东西 说话间 他从袖中取出了一具白骨令牌 表面赫然明映着和万古人魔体表一般的黑色灵纹 并闪动着晶莹的光芒 这是 刘明下意识接过令牌 一头雾水 满鬼宗掌门微笑回道 这是用万古人魔一小块肋骨炼制成的精致令牌 也是以前先辈为了操纵此人魔苦思冥想后才炼制出来的法器 有了他 你就能更加得心应手的意识他了 刘明文言面上还真是诧异的表情 这东西竟然有如此效果 那让我再试一试 随后他目光再扫眼前不远处的骷髅后 就将法力往手中令牌注入 同时冲对面一晃 一声闷响白骨令牌当即表面黑纹光芒大放 同时密密麻麻的黑色符纹从中狂涌而出 暴雨一般向对面激射而去 白骨身躯一颤后 就将这些黑色符纹全都吸入到自己身体中 并随着对面流明的咒语声 眼眶中惊艳熊熊燃烧而起 一团团黑雾从身躯中直接狂涌而出 片刻间骷髅身形就再次被黑色雾气笼罩住 惊人的低吼声从中传出 同时一股比仙强还要强大数倍的恐怖气息 从中卷了出来 流明瞳孔骤然一缩 一只身高七八丈的庞然大雾 就从黑雾中一走而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五十章 练气大师 半个时辰后 流明二人在童子引领下走出了山谷 其中流明满脸思量的神色 满鬼宗掌门 则难掩目中的兴奋之色 等童子施了一礼回转山谷后 满鬼宗掌门 则从怀中摸出了一本薄薄的典籍 交给了流明 并满脸笑容地说道 我这儿有本当年祖师爷留下的 操纵万古人魔的心得体会 你可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这一次万古人魔可以重现天日 可全靠师弟的鸣鼓诀了 师弟 尽快将这典籍中的东西融会贯通 说不定 不久后就会用到的 流明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 口中自然是连连称事 于是满鬼宗掌门在叮嘱几句后 就和流明就此分手 各自腾空而去 流明一边趋云而行 一边把玩着手中那面白骨令牌 并回忆着先前在古中所见万古人魔的庐山真面目 心中不禁有深深的震撼之感 这句万古人魔 巨大化后的可怕 远远超过其所能想象 恐怕真有化精气的实力 不过此人魔自然不可能 让流明就这般带出禁地之外 所以满鬼宗掌门 在看其真能借助白骨令牌 操控住人魔后 只答应流明 可以跟他多来山谷几次 好能多多练习操纵之法一二 流明心中一边思量着 人很快就回到了九阴山的洞府里 并在进入密室中盘膝坐下沉吟起来 满鬼宗掌门将万古人魔这等重宝 都要拿出来使用 可见诸宗在边界处和海族大战的情形 真的是不容乐观 以他现在的修为 若是碰到初阶中的宁业期海族修炼者 自奔还可自保无碍 但若碰到了宁业期高阶 或者化精期的海族强者 恐怕就有陨落的危险了 而他若操纵那堪比化精期战里的万古人魔 真在海族人面前露面的话 恐怕被此种等阶的海族强者盯上 几乎就是迟早的事情 流明想到这儿 不禁苦笑了一声 原本以为进阶临尸后 自身安危就不成问题了 却没想到马上就撞到了此种大事 以满鬼宗现在的情形 他也不可能拒绝一时万古人魔的重任 那唯一能在海族大战中 让自己多一点保障的 就只有疯狂提升自己实力 这一条途径了 他只要再去边界前 将自身实力再提升一大截的话 也就多了一分自保的把握 流明想到这里 干脆将双目闭上 同时神石海中光芒一现 一本被黑气缠绕的厚厚点击 就凭空出现了 正是那本《龙虎鸣玉宫》 他自从得到此书后 当初只是匆匆看过一遍 觉得太过深奥 就再未翻阅过了 而进阶临尸之后 他为了巩固修为 这段时间同样未来得及 真正参悟此功法 接下来的时间 流明就这般在脑中 一页页地翻动黑色点击 慢慢地细看起来 足足一个时辰后 流明才双目一睁而开 脸上满是惊喜交加的表情 以前他翻阅此点击的时候 因为修为不够 诗句中有七八句都无法看懂 除了知道龙虎鸣玉宫 是一门轨道功法外 并未真正看出其他东西来 现在人以灵师秀为 再参悟此功法 顿时感觉脑中豁然开朗 以前许多不懂的地方 一下变得明明白白了 他虽然还不可能 这般简单的 就将这龙虎鸣玉宫 参悟个透彻 但也一下弄明白了 六七成内容 剩下那些太过晦涩的部分 以后再多花些时间研究的话 也总能全部参悟出来的 就这样 刘明也终于弄明白了 龙虎鸣玉宫 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功法 此功法和鸣骨诀有些类似 有些地方又截然不同 相似的是 此功法和鸣骨诀一样 在修炼之后 都有强化肉身提升力量的奇效 和鸣骨诀不同的是 这龙虎鸣玉宫 在炼体上的强化程度 那根本不是鸣骨诀 可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说鸣骨诀修炼之后 有六成效果都在法力上了 而龙虎鸣玉宫修炼之后 则十成中九成 都用在了强化肉身上 只有一成 才体现在法力上面 更让人心惊的是 按照上面所说 此功法分为六层 分别对应着 宁业七和化精七六个境界 每修炼成一层 都可以让修炼者 多出一龙一虎之力 若是六层全部修完 就可同时身具 六龙六虎之力 并在修炼到三层以后 还可多出一种 叫做名誉的大神通 可让人不知不觉 坠入幻境中而不自知 刘明进阶灵师之后 也曾经去宗内的藏经阁 查看一些本宗的灵师级功法 但绝没有哪一种 像龙虎鸣玉宫这般夸张的 若是典籍上描述全部属实的话 这龙虎鸣玉宫 绝对是最顶尖的 轨道功法之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刘明这般想着 双目不间献出了一丝火热之色 但再想此功法修炼的苛刻后 又不禁一咧嘴起来 这龙虎鸣玉宫 竟然不能光靠土纳一般天地元气提升 每隔一段时间都必须在身处 阴气环境中修炼才可以 但阴气是何等邪门的东西 一般修炼者长期被轻视下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化为半人半鬼的怪物 刘明眉头紧锁 想了半天后 还是长吐一口气 将此事暂时搁置到了脑后 这龙虎鸣玉宫之庙 虽然远超其预料之外 但典籍上没有可以素长的秘书 在即将爆发的海族大战中 可无法对其有太大帮助的 如此一来的话 他想短时间内就实力大增 只有借助一些外力了 刘明心中这般想着 不禁抬手摸了摸胳膊上的 须弥罗 在这空间一宝中 赫然存放着那一滴一元重水 以此物的分量 若是炼制成传闻中的重水珠 想来威力肯定十分恐怖 另外他手中其他几件灵器 也都可以重新计练一番 好能发挥他们的真正威能 除此之外 他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宁业期了 原先修为瓶颈也不复存在了 自然可以再靠服用一些灵药灵丹 来直接提升法力 刘明这般思量后 心中就有了定计 第二天一早 他就离开了九阴山 直奔宗内的某座山峰一飞而去 一会儿功夫后 他就出现在了炼尸一脉 在主峰附近的某个峭壁上 在离地面十几张高的地方 峭壁上开辟了一扇赤红色石门 并且方一接近石门十几张后 就能清楚感应到对面散发出的阵阵热气 这门竟然是滚烫无比 刘明对此倒是没有什么异样 体表淡淡蓝光一闪之后 就将热气直接隔绝开来 喷喷几声 某明在离石门数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手指一动虚弹了几下 片刻功夫后 石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矮小精壮的二十来岁青年 一看到眼下某明竟然如此年轻 不经意争 阁下是 某明不动声色 黄师兄在里面吧 九阴山某明特来拜访 青年一听此话吃了一惊 当即有些惶恐地说道 什么 你就是新晋境阶的某师叔 师叔稍后 我这就去通知家师一声 但未等青年转身回去 从其身后就传了一个淡淡的老者的声音 不用了 让某道友进来吧 我也想见见这位新晋阶的小师弟 声音虽然不大 但传在青年耳中却犹如雷鸣一般哄响 精壮青年一惊 搭一声就侧身让开入口 某明则不客气 身行一动 就没入到后面石门的通道里 一盏茶的功夫后 某明坐在一座清凉至极的石厅内 对面有一名身穿黑袍 身材瘦高的老者 面容普通 双目却炯炯有神 黑袍老者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般说 你是想让老夫帮你炼制一件灵器了 不过某师弟 怎会找到我头上 附近方式中不也有不错的炼器师 足以炼制一般灵器了 某明神色一正地回道 我早就听龟师兄说过 黄师兄才是整个大学国有数的炼器大师 那是方式中那些普通炼器师可比的 而且要是一般的灵器 我也不会来麻烦师兄了 但是这次要炼制的东西非比寻常 恐怕 也只有黄师兄才能够将其炼制成功 黑袍老者闻言神色一动 哦 竟然有这种事情 不知师弟炼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说来让老夫听上一听 某明眨了眨眼睛 不懂声色地说道 这样吧 我将炼制的主材料拿出来 给黄师兄看上一眼 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 行 黑袍老者满口答应下来 不过这时 某明并没有马上拿出东西 反而看了一眼旁边束手而立的精壮青年 黑袍老者顿时有些了然 转手就冲自己门下弟子吩咐一声 那青年当即恭敬答应着 立刻退出了大厅 这时候 某明才袖子一抖 当即树枚浮露冲地面一飞而出 一闪即逝 末路其中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地面上一阵白色符纹闪动 赫然多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黑袍老者见此情形 虽然没有阻止什么 但脸上也是多出了一些惊讶 做完这一切 某明才单手一个翻转 当即一个银色小顶浮现而出 并一个模糊化为了半丈高 然后轰的一声 那巨顶狠狠落在地上 当即地面碎石飞溅 顶足深陷实地中大半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51章 金色人参 黄师兄目睹此景 瞳孔微微一缩 身形一动就鬼魅般地 到了巨顶旁边 并上下仔细打量起来 柳明见此微笑不语 黄师兄围着巨顶转了一圈 眉头一皱 这只是很普通的银沙之精啊 怎可能这般沉重 难道顶中还有其他东西 柳明目光一闪 师兄果然看出来了 这顶内所放之物 的确才是我带来的 炼气材料 黄师兄点了点头 一只袖子一抖 一股无形之力 就像巨型盖子一卷而去 扑的一声 看似颇为沉重的盖子 当即一飞而起 并稳稳浮在半空中 不落而下 黄师兄这才一个探头 往顶中一望而去 将那散发着黑色雾气的 黑色液滴 给看了个清清楚楚 面上不禁献出了一次惊讶 显然 这位黄师兄也根本 没有料到顶中之物 会是这般大小的一个东西 但下一刻 黑袍老者新年一转 忽然想起了什么 立刻单手冲顶中虚空一楼 砰的一声闷响 巨顶微微一晃 但里面黑色液滴 仍然是一动不动 黄师兄面色顿时大变 并一下失声出口 一元中水 真是传闻中的瓷宝 柳明建老者 这般快就认出了一元中水 也有些意外 怎么 师兄以前 见过瓷宝吗 老夫是第一次见这种一宝 但我手中有一本 记载了天下各种 真奇炼气材料的奇书 上面就有 一元中水的描述和图片 原来还不敢确认 但事过其真正分量后 也就肯定下来了 这时的黄师兄 眼睛都不眨地盯着顶中之物 口中喃喃说着 脸上满是痴迷之色 柳明这才有些恍然 也就坦然直接发问 原来如此 那黄师兄既然知道这是何种材料 应该也知道师弟 想让你炼制何物了吧 黄师兄听了柳明的话 总算从痴迷中清醒了几分 想了一下 缓缓回到 这一元中水 虽然少见智习 但可以用其炼制的东西 不太多 再加上能和其匹配的 其他材料 也是珍惜无比 莫非师弟打算 用这一滴一元中水 单独炼制成 传闻中的 中水珠不成 柳明点点头 神色一正 黄师兄不愧为 宗内第一炼其大师 竟然这般快就看出了 师弟的用意 不错 我的确是想将一元中水 完整地炼制成 中水珠 但不知师兄有多少把握 黄师兄略一沉吟 就十分自信地说道 如此珍惜的宝物 就像刘师弟先前说过的 若是普通方式中 那些炼气师的话 恐怕失败的几率会不小 但若是黄某 亲自动手炼制的话 自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看最终炼成的 会是何等品质的灵气罢了 柳明听了 大喜过望 黄师兄竟然有如此大的把握 我就知道来此事正确的选择 师弟既然能拿出 这一元中水来 身为一名炼气师 自然无法拒绝 将其亲手炼制成一件灵气的诱惑 黄师兄黑黑笑了一声 不过柳师弟这次来 不会是打算让我给你白干活吧 柳明心念飞快一转 也就微笑回道 我怎么会让黄师兄白忙碌此事呢 我身上灵石虽然还有一些 但想来师兄也看不上的 这样吧 我还有当年宗门赏赐的一份真煞之气 不如就用它来当作报酬吧 黄师兄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头 宗门赏赐的真煞之气 虽然普普通通 但用来支付炼气费用 倒也勉强够了 但是将这一元中水 炼制成中水珠的话 所耗费的一些辅助材料也不少啊 我虽然能够配齐 但他们同样也是价值不菲 这次柳明则非常爽快地回道 除了这一份真煞之气 我在负师兄两万灵石 黄师兄闻言有些意外 在上下打量了柳明两眼 终于和善了几分说道 没想到师弟年纪不大 但身家还不小 好 那就如此说定了 一个月后 你可以到我这里取灵气 另外 你希望在中水珠中 融入何种效果尽致 也是先给我说清楚 省得炼制完后 凡不合你用 柳明似乎对此早就思量过 毫不犹豫就给出了答案 这一枚重水珠我没有其他要求 所有炼入净制只要求一个重字 不管师兄最终将此宝炼制成何等品贱的灵气 但全炼入此种属性的净制就行 只是追求以蛮力来强行碾压对手吗 黄师兄听完柳明的话 纵然不知给多少人炼制过灵气 也是威吸了一口凉气 以中水珠本身的分量 若是将其重量再增幅数倍以上的话 恐怕就是一座小山也能被一击而碎啊 但如此重的宝物 若是自身法力不够精纯 肉身不够强大 恐怕很难驱使如意吧 他几乎都能想象出 这枚重水珠出事后 碾压四方的震撼场面 柳明微微一笑 这个请师兄放心 我既然有此要求 自然对此有所准备 行 既然师弟真想追求这种最直接的强横威力 有自认能够驱使的动 我就按照此要求来炼制磁薄 黄师兄想了一想 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黄师兄按照一般炼气时的规矩 当场发下了例行誓言 随之柳明也不在此多逗留 直接告辞离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留在大厅中的黑袍老者 则看着巨顶中的黑色叶滴 南沿面上的兴奋之色 柳明并没有返回住处 而是一个拐弯后又直奔藏经阁而来 藏经阁中 那名身穿猪红长袍的老者廖峰 大敢吃惊 冲柳明问道 什么 师弟想要所有能提高法力的林师级丹方 是的 柳明眨了眨眼睛 十分平静地说道 我最近在练丹上有些兴趣 故而想借看一些高阶丹方 以观摩一耳 朱袍老者闻听此话 自然满脸的古怪 扮上之后 仍带着一律说道 这师弟要借高阶丹方 自然没问题 但是每一张林师级丹方 都需贡献点一千 并且必须立下誓言 不得再外泄给第二人知道 行 这没问题 柳明答应得非常干脆 朱袍老者见此也不再多问什么 袖子一抖 二人就在一片霞光中不见了踪影 进入到了藏经阁的密室中 一刻钟后 柳明就从藏经阁内一飞而出 直回九阴山而去 在洞府密室上 柳明盘坐蒲团上 眉头紧皱地看着 眼前的数个淡白色瘦皮 上面写满了蚂蚁大小的银色灵纹 当他看完最后一块瘦皮后 长吐一口气 脸色阴晴不定 自言自语 没想到灵世纪丹药炼制 竟然这般复杂 还需要这样多 不同种类的辅助灵药 唉 看来想在短时间内 炼制出灵世纪丹药 是不太可能了 算了 还是直接将那几株天地灵药 先服下吧 虽然效果差了许多 但也能暴涨不少法力 现在也顾不得太远的事情 还是先增强自己的实力 再和海族一战中 保住自己的小命后 再考虑其他事情吧 柳明喃喃自语之后 单手往胳膊上一抓 立刻数个长短不一的玉匣 凭空浮现 袖子一抖之后 全都稳稳落在身前 他再单手一招 一个长方形玉匣 凭空飞来 在滴溜溜一转后 盖子就一打而开 露出了里面的一株 金黄色人参 人参 足有胳膊粗细 两尺来缠 四肢头颅全都清楚可见 并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 正是他当初在秘境中 得到的那一株 最珍贵的天地灵药 看其颜色香气 应该足有数千年火候 即使现在升幅下去 也可以让法力暴涨一大截的 只不过柳明当时觉得 在灵土时服用此药 有些太过浪费 才一直保留至今 除了这金色人参外 他手中还留有其他脊柱 能增加灵师法力的灵药 只是效果要弱上一些而已 以柳明的估计 若将这些灵药 全都服下的话 虽然不可能将其 直接推到宁业境中期 但也足以抵挡其 十余年的苦修之功了 柳明想到这儿 当其不再犹豫 手中轻光一闪 就用短剑 在金色人身上削下薄薄一片 直接送入口中咀嚼了两下 一股惊香之夜充满了口腔 并瞬间变得滑腻一缠 只是喉咙一动就全没入肚中 立刻他只觉腹中滚热一片 当即化为一股股热流 向经脉各处狂涌而去 脸上也同时阴红一片 柳明不敢怠慢 当即将手中东西全都收起 两手掐掘 提表顿时一股股黑气翻滚而出 片刻功夫后 就将其身形彻底淹没 随着时间的流逝 密室中的黑气越聚越多 同时中心处的柳明 气息也一点点更强起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 整个密室全都充斥着浓浓黑气 并且里面时不时传出 爆竹一般的嘎嘣乱响声 半日后 所有黑气滚滚往中心处一卷而去 片刻将化为了一条 巴掌宽的长长黑带 围着柳明身躯盘旋飞舞 灵活无比 就在这时 原本双目紧闭的柳明 眼睛一睁而开 脸上满是惊喜的神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52章 宝珠 柳明在吞噬了那一片金色人参 直接用鸣鼓爵炼化后 结果不但法力增加了一些 体内竟然也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原本比一般人 都有些晶莹粗大的骨骼 此时表面浮现出一些淡银色灵纹来 虽然这灵纹还有些纤细和模糊不清 但也和以前是截然不同的 柳明两手食指一握 顿时能感觉到自己的骨骼 明显比原先密实了一些 同时力气似乎也增加了不小 而他刚才除了 亮化了一片金色人参外 体内增加了一些法力 可根本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 那金色人参除了能提升修为外 可没有附带其他效果的属性 这般说来 体内骨骼的异变十有八九 使其体内法力增加的缘故了 而这种情形在他还是灵图时 只有在鸣骨骼每修成一层时才会发生 并且体内骨骼变化也不会这般明显的 难道是因为他成为灵师 或者鸣骨骼第四层修炼大圆满 可以修炼第五层的缘故 刘明脸上喜色一收 开始沉吟起来 好一会儿后 他才将短剑一抽而出 寒光一闪又将河中的金色人身上削下一片 再次放入了口中 顿时相同的一幕 又在密室中上演了 滚滚黑气 片刻间又充斥了整间密室 并不时传出骨骼的爆响声 数个时辰后 当所有黑气在一卷而空的时候 坐在地上的流明站起身来 晃动了一下手脚 忽然深吸一口气 抬起一足往地面上一踩 轰的一声 一股气浪 从其足下一卷而开 地面当场裂开了一片 整间密室更是为之一晃 他再又用精神力往体内一扫 顿时发现各处骨骼表面 银纹粗大和清晰了一些 并且更加的密室了许多 刘明真的大喜起来 看来齐先的猜想并没有错 现在的他 即使不再修炼明骨骼更高层次 只要本身法力增加 体内骨骼就会产生一变 力气也会跟着一路增加 这明骨骼一旦修炼到了第五层 竟然会有这种惊人效果 若是能继续修炼下去 岂不是还有更逆天的神通了 以前蛮鬼宗中从没有人将此功法修炼到宁夜境 才会一直不知道此事的 否则还不知会引起多大轰动的 难怪当初的六阴真人这般重视此物 并说此功法是大有来历之物 还亲自翻印前面几层了 刘明想到这心中又是一阵的可惜 好在以后修炼的龙虎鸣玉宫 也是一部顶尖功法 这让其总算还有些安慰 而按照六阴真人残留神念所言 明骨骼后续功法 应该在那所谓的中天大陆 能够找到的 日后也未必没有机会再去寻找 刘明如此思量一番后 精神要微微一震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又开始每日服用灵药 修炼不停 让体内法力一路暴增不止 足足比刚进皆是 长了三成法力之多 这让刘明大为欣喜 但更加兴奋的是 当他将最后一株灵药也服下后 体内骨骼上的银色灵纹 不但已经变得非常清晰 其他空白之处 又生出了新的模糊银纹 而其一身戾气 也比开始时长了小半之多 要知道 刘明原先一身力气就十分惊人了 再长了一小半的话 恐怕力量之大 比同阶的专门练体式 也不逊色分毫 就这样 当刘明再过数日 让体内新增法力略微巩固一下后 一个月期就堪堪满了 他当即离开了密室 飞出了九英山 一顿饭功夫后 刘明出现在了炼尸一脉主风的峭壁处 袖子一扬 一股无形距离 向不远处赤红色石门一撞而去 轰的一声 石门一颤之后 表面红光乱闪 随后他就静静的在空中等待起来 结果片刻后 石门一挡而开 以前见过那名精壮青年 从中一走出来 一看到是柳明当即不敢怠慢 躬身一礼 弟子拜见柳师叔 家师已经吩咐过了 这几天 若师叔来的话 不用通病 可以直接去见他的 既然如此 就麻烦失智了 柳明也不觉得奇怪 点了点头 师叔 请 精壮青年 恭敬地说了一句 转身在前面引路起来 一小会儿功夫后 柳明就被青年 带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偏听中 在那里 黑袍老者手捧一本厚厚点集 眉头紧皱地在研究着什么 而当柳明一进入偏听的瞬间 老者立刻将点集一收而起 并抬手淡淡地说了一句 柳师弟来得到及时 你要的东西 也不过两天前 才刚刚炼制完 柳明一听这话 顿时心中一袭 这般说 师兄炼制成功了 不光炼制成功 而且多半还会给师弟 一个意外惊喜 跟我来吧 黑袍老者脸上浮现那丝奇怪 随后起身往天外走去 柳明文言也是神色一动 但二话不说 紧跟了过去 片刻时间后 他就被这位黄师兄 带到了一个身处地下 数十丈深的赤红石屋前 但黑袍老者将使门一拉而开后 里面一股灼热气息就扑面而来 柳明心中微微一灵 提表蓝光一闪 就将这股热气遮挡在了外面 这时 他才看清楚了石屋中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在石屋中间有一个直径障许的大坑 坑中全是滚滚赤焰闪动 在大坑上面则另外立着一口树丈高的黑油油巨顶 不知是什么材料炼制而成 竟在下面赤焰这般烘烤下 还不见颜色有丝毫变化 至于石屋其他地方自摆放着四五件奇怪形状的台子 上面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名工具 柳明唯一能认出来的 就是一柄通体散发白光的杖许长的锯锤 种水珠就在里面 炼制成功后 因为还未认主祭练的缘故 我就将其放在这口昆火顶中一枝断烧 好让其灵性不失掉 我现在将此顶打开 让实地一关 黄师兄一边说着 随即单手一掐绝冲锯顶虚空一点 扑的一声 一道法觉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 没入到锯顶里 顿时锯顶中轰鸣声一响 看似沉重无比的顶盖 徐徐打开 嗖的一声 一团黑光在顶盖挪开的瞬间 就从缝隙一冲而出 然后滴里溜一转后 就在高空中悬浮不动起来 刹那间 一股凉意扫过整间食物 原本充斥着炽热气息 瞬间一扫而空 并浮现出一些潮湿之意来 柳鸣双目一凝 就看清楚了黑光中的东西 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圆珠 表面晶莹剔透 有一丝丝黑气缭绕浮现 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凉之意 散发出来 柳鸣喃喃说道 这就是种水珠 果然看起来灵性十足 旁边的黄师兄文言 却是叹了一口气 我这一次炼制慈宝 不知什么缘故超常发挥 炼成后 这平质之高 几乎是我在炼气之道上的极限而为了 若不是此珠属性根本不适合我用 我都想将其强行留下了 如今 只能便宜失地你了 话音刚落 黄师兄单手就从远处的圆珠虚空一招 将其凭空一把抓来 十分不舍地抚摸了几下 才一舵足递给了柳鸣 柳鸣文言大喜一把接过了圆珠 师兄如此说 可是炼制出了中平灵气 对他来说 重水珠生为奇宝 威力原本就不是一般同阶灵气可比的 现在若是炼制成了中平灵气 威能岂不是可以勉强和上平灵气攀比了 不但是中平灵气 而且是加入了十八重静置中的灵气 即使距离真正的上平灵气 恐怕也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听闻柳鸣这般疑问 黄师兄面上的痛惜之色是更浓了三分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番话来 要早知道 自己会炼制出如此高品质的重水珠 他不可能只索要那点报仇的 这一次对他来说还真是亏大了 毕竟他自己所用的 也不过是一件十三重静置的中平灵气而已 这次真是辛苦师兄了 这是师兄当日说好的报仇 师兄看看是否有误 刘明听了自然是没笑颜开 稍微检查了一下手中的圆珠 确认的确是十八重静置的灵气后 立刻就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瓶和一袋零食 直接抛给了黑炮老者 半课中后 刘明从炼尸一脉的主风上一飞而出 并不时用手摸了摸袖中的黑色圆珠 脸上满是十分兴奋的神色 他并没有飞回洞府 而是方向一变直接飞离了满鬼宗的山门 往更远地方一飞而去 一口气飞出了百余里后 刘明选了一个极为僻静的乱石骨一落而下 这时他才将袖中的圆珠拿了出来 用手指略一捏动下 轻易的变得扁圆如意起来 这种水珠竟然奇软无比 不过磁宝和原先一元种水时的 其中的分量相比 此刻反而是变得轻飘飘的 仿佛一丝重量都没有 刘明对此倒是不敢奇怪 反而提表蓝光一闪后 就开始将一股精纯法力 往圆珠中灌注而去 片刻后圆珠开始散发出黑幽幽的光芒 同时表面浮现出更多的一缕缕雾气 并且越来越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53章 知元 但就在柳明手弯一抖 就想将圆珠向远处一头而出的时候 结果体内法力一凝 圆珠忽然间就变得其重无比 让其手臂一颤差点就无法移动封喉 不过 柳明对此似乎早就有了预料 手臂上的肌肉木然一粗 一股庞然俱力从体内狂涌而出 黑色圆珠一个模糊 就被他狠狠一头 一闪就砸到了三四十丈外的一片乱石堆 轰的一声 地动山摇的巨响 地面一颤之后 那片乱石堆当即暴力而开 中心处显出了一个直径三四丈的巨坑 此坑足有半丈深 里面一切东西全都化为了粉末 四周边缘处的其他石头 也在此微能波及之下碎裂一大片 柳明见此眉梢一条 单手冲巨坑方向一招 嗖的一声 重水珠从坑中飞了出来 轻飘飘地重新落入他的手里 再次恢复了轻若无误的分量 柳明在检查了一下圆珠后 面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这一圆中水 炼制成灵气后 威力果然惊人 竟然在没有剂炼和激发 任何一重静置的情形下 就有这般令人叹为观止的破坏力 要是等他滴血炼化之后 并将十八重静置全都掌握住后 威力之恐怖可想而知 当然柳明也发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他驱使这枚重水珠 所需要的肉身之强大 似乎也大出预料之外 刚才那下攻击 就用了他七八成的力气 要不是他刚刚又增加了小半力气 恐怕还真无法催动磁宝 而等磁宝被激炼 在激发附带静置增幅其重量后 恐怕所需的力气就更要惊人了 若是十八重静置全都开启的话 恐怕一般的炼体式都无法驱使磁宝吧 不过好在他现在随着法力增加 力气也会跟着一路增加 外加以后修炼的龙虎鸣玉弓 同样具有强化肉身的作用 长远来看倒还不用担心此事 柳明这般想了一番后 也就安心了许多 虽然以他现在的情形 无法发挥重水珠的全部威力 但前面只激发两三重静置的话 应该毫无问题 而即使这样 这重水珠的攻击 仍然算是刚猛无比 一般初期灵师十有八九 是无法正面接下奇异机的 如此思量过后 柳明也安心了一些 接下来的时间 他用圆珠再攻击了几次 多熟悉了重水珠一番后 就准备离开山谷 不过就在他刚一掐绝 召唤出一朵昏云的时候 忽然腰间一个皮带 传出嗡嗡的声音 并自行颤动不停起来 柳明见此一呆 马上就将皮带抓下 往前方高空一抛而去 噗的一声 皮带一个倒转 带口中一片黑霞一卷而出 地上顿时陷出了一头 半丈长的骨蝎 此鬼物自从吞噬了万蛮山 令头妖蝎之后 原本一直在袋中沉睡的 不知怎么在这时忽然醒了过来 并且在一出来后 立刻在地上扭曲 身体不已 浑身更是丝丝紫焰燃烧着 更让人吃惊的是 骨蝎体表全是黑丝一般的 密密麻麻的裂痕 几乎遍布每一寸骨头之上 通过神识的沟通 柳鸣清楚地感应到 骨蝎头颅中传出的痛苦 和一种极其渴望什么的混乱情绪 柳鸣心中一灵来不及多想 急忙两手掐掘 一道道法掘 从食指中连弹而出 纷纷没入骨蝎身躯 不见了踪影 但是此鬼物仍然在地上拼命扭动不已 丝毫效果都没有的样子 柳鸣见此情形脸色一沉 略一沉吟 就从怀中摸出了数个小瓶 分别从中倒出了数颗丹药 全冲骨蝎一炮而去 骨蝎身形一动 纵跳而起 一口就将这些丹药全都吞进了肚中 但下一刻 就又扑通一声坠落而下 狠狠摔在了地面上 再过一顿饭的时间后 刘明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白骨蝎仍然和刚才一样痛苦一长 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善 显然刚才的丹药对此鬼物也是无效 就在他心中思量着 是不是要将骨蝎带回幽名鬼弟一试的时候 原本爬在地上的鬼物口中 发出了一声怪异奸明 身躯一动 竟然忽然就奔他一飞而来 刘明自然心中已经想都不想 手臂一动 五指就钢前一般的 一把抓住了骨蝎的脖子 让其硬生生 离他持续远 无法再靠近分毫 但是骨蝎却肢体乱动 口中肩鸣声不断 一副仍然拼命 要像刘明靠近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从骨蝎神识中传来了一阵阵的渴望之意 似乎比一开始更加强烈了数倍 一副焦急无比的样子 刘明眉头一皱 发现骨蝎没有攻击自己的意思 好像只是单纯想靠近 他心念一转 手臂缓缓一缩 抓着骨蝎的身躯 慢慢靠近自己的身体 呼的一声 骨蝎一致前傲猛然一动 就将刘明胸前长袍 和后面的树层内一全都划开 顿时露出了里面紧贴的那件胶鳞皮甲 他再一动 巨傲就灵巧之急的夹住上面一枚焦灵 往后拼命一拉 竟然硬生生的将兽皮撕裂而开 夹住了焦灵就往口中一送而去 让刘明目瞪口袋的一幕出现了 骨蝎大嘴只是一张一合 就将焦灵完整的吞进了自己的肚中 毫不犹豫的 巨傲再次移动 就要去撕扯皮甲上的另一枚鳞片 这次刘明终于反应过来了 当即手臂一动 将骨蝎推开几分 然后瞪大双眼观察了一会儿 结果白骨蝎除了表现得更加渴望靠近刘明外 从其神识中传来的痛苦之意 似乎少了几分 如此坚硬的鳞片 在其肚中 似乎没有丝毫的不适 刘明见此情形 心中暗暗称奇 略微犹豫了一会儿 忽然提着骨蝎腾空而起 向附近一座小山一飞而去 一小会儿功夫后 刘明就带着骨蝎出现在了山腰处 一个新开辟的石洞中 他袖子一抖 当即十几根正旗一飞而出 落在四角后 顿时画为一片白色光幕 将它和骨蝎全都照在了里面 这时 刘明单手往胳膊上的须弥 罗上一抓 顿时红光一闪 一个数尺高的迷你赤胶 就出现在了身前的虚空 正是当初那头化精漆 腰胶所留的空壳 刘明将骨蝎往地上一放 单手虚空一按 一股无形距离 从五指间涌出 骨蝎身躯一沉 就被硬生生镇压在了原地 无法动弹一下 刘明这才另一手 往袖中一摸 青色短剑抽了出来 寒光闪动 两枚胶灵就从胶皮上一翘而下 并被直接抛给了地面上 眼巴巴看着的白骨蝎 而在铃片一落地的瞬间 刘明将按着骨蝎的手掌收回 骨蝎身上距离一消失 立刻身形一动 就扑到了铃片进前 如狼似虎的将两片铃片 全都吞下了肚子 随之摇了摇尾巴 向柳明直接传了还要的渴望之意 柳明眉头一皱 倒也没有迟疑什么 手中短剑再次寒光一闪 又撬下树枚胶灵 全都扔给了骨蝎 就这样 转眼间 骨蝎就吞下了二十余枚胶灵 才终于没有再要的意思 反而现出了懒洋洋的神色 随时又要沉睡的样子 柳明见此心中才微微一松 虽然这胶壳上鳞片还有很多 但像骨蝎这般速度吞噬下去 也要大感肉疼 毕竟这些胶灵 若是拿到外面去的话 每一枚都是珍惜无比的 他袖子一卷 胶壳就一闪不见 然后再次收进了须弥罗里 至于骨蝎 自然也被一拍腰间皮带收了起来 数个时辰后 柳明就趋云返回了九阴山洞府 继续修炼起来 三天后 正在密室中打坐的柳明 忽然听到了一声声的钟鸣声 他脸色一变双目睁开 开始默默地数着钟鸣的次数 等过了一小会儿 钟鸣声终于停止 柳明目光一闪 不禁喃喃说了一句 竟然是召集宗内的高层聚会 看来边界处诸宗 真的是无法支撑下去 十有八九 要派出援兵了 柳明的面色有些凝重 但也不敢耽搁什么 当即离开洞府 飞离九阴山 直奔满鬼宗主风飞去 七天后 满鬼宗中再次响起了 异生生的钟鸣 最后宗内一条条飞舟 从山门处陆续腾空 有清蒙蒙的木舟 白蒙蒙的玉舟 黑气滚滚的古舟 长的有四五十丈 短的不过七八丈左右 足有三四十条的样子 这些飞行法器上 全占满了气息各异的满鬼宗修炼者 并在满鬼宗掌门冷冰冰一声的出发后 破空声大齐 非洲全都向同一方向激设而去 而非洲群一离开 整个满鬼宗在终生里 当即在各处浮现出一座座大行法阵 这些法阵互相激发感应之下 无数符文从中狂涌而出 铺天盖地之下 不大一会儿功夫 就将整个满鬼宗完全笼罩在了这些符文之下 随后满鬼宗外围空间一阵扭曲 诺大的满鬼宗群山竟然一阵模糊 凭空不见了踪影 同时这些山峰的原来之处 有无数黑气滚滚冒出 片刻间就将此地化为了一片 一望无边的黑色雾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54章 古蝎异变 柳铭和满鬼宗掌门 林才宇等几名灵师 同处一艘巨大古州之上 并身处群州的中心 按照数日前的商议 这一次满鬼宗除了宗内美脉 各留下一名灵师镇守山盟外 其他人全都要跟着满鬼宗掌门 去支援边界处的诸宗 而九英一脉 因为柳铭必须驱使那万古人魔 自然只有让龟如泉留下来了 除此之外 满鬼宗这一次更是出动了 数百精锐弟子一同上路 这些弟子中大部分都是灵徒中期 少部分是灵徒后期的弟子 若是修为在地点的话 那在和海族大战中 根本就是送死而已 并且这一次不光是满鬼宗 天悦等其他四宗也几乎同样派出了 可以动用的所有人手 毕竟几宗高层都清楚得很 就算诸宗平时在大玄国中再怎么暗中内斗 但面对海族人的时候必须同心协力 否则一个不慎 诸宗都可能被海族以强大实力之间碾压而碎 整个大选国也会轻易地落入海族人手 不光如此 满鬼宗掌门在不久前的聚会中 还十分神秘地 向柳明等灵师略微透露了一些口风 似乎云川大陆的内陆其他国家宗门 也无法坐视沿海几国被海族人侵占的事情 在大选几宗和海族人决战的时候 还会派出人手来相助他们一臂之力 如此喜讯 这让柳明等灵师对不久后的大战 不禁多了几分信心 当然也有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海族人正在攻打的数国中 又有两国的宗门联军被海族人击败 那两国已经部分被纳入了海族人的统治 并且看来不久后 所有领土全将被侵占的样子 如此以来 即将缓过手来的那两股海族人大军 也将会直奔大选 和另外一个还在苦苦坚持的宗门国家 到时候满鬼宗等诸宗面对的海族人大军十有八九也会实力大增 这也是前方诸宗的化精器强者拼命向后方发出支援令 并迫不及待要提前和海族人开战 生死决战的原因 他们是准备在其他海族人援军回转之前 就先将眼前的海族人击溃 如此的话 在面对剩下的海族人援军的时候 才能有再取胜的希望 就这样 柳明等人乘坐非洲一路向边界处赶了过去 一杆普通弟子也都一个个打坐宁气 认为尽可能在赶到战场前 让自己再提升一丝力量 柳明身为一名灵师 在古州上被单独分配了一个独立的房间 同样在气定神仙的打坐着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一个多月后 周群已经飞出了满鬼宗掌控的范围 进入到了天悦宗境内 并一路无阻继续前进 但这一日 正在房屋中打坐的柳明 忽然腰间皮带一阵蠕动 并从中隐隐传出了古蝎的嘶嘶声 柳明一睁急忙手中法掘一掐 用精神力沟通了带中的古蝎神石 同时其心中有些奇怪 这古蝎前不久才刚陷入沉睡中 怎么这般快又醒了过来 结果片刻功夫后 他就脸色骤然一变 忽然站起身来 大步朝屋门外走去 片刻后 他就走到了古州末尾处 伸手掏出一个阵盘 用手指在上面虚空滑动了几下 二话不说就从古州上一跃而出 往下方地面处狂坠而去 此警将附近正在修炼的一名满鬼宗弟子 吓了一大跳 其中一人急忙去向满鬼宗掌门回报而去 但满鬼宗掌门在自己屋中 听说了此时候只是摆摆手表示知道了 并未有任何的其他吩咐 那禀告的弟子见此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也只能一头雾水先退下 这时候满鬼宗掌门才单手往袖中一摸 掏出了一个晶莹的圆形阵盘 表面上淡淡灵光闪动不已 赫然浮现着短短几句 刘明刚给其发来的消息 什么名堂 什么脚突然遭遇急事 需要单独待上数日 不久后自会再赶来 满鬼宗掌门自语了两句 也只能面线一丝无奈之色 但倒也没有真担心刘明什么 毕竟以柳明的灵师修为 又身处大悬内地 也不用担心会碰到海族人的强者 至于说柳明临阵脱逃的猜测 满鬼宗掌门更是想都不会想 除非柳明以后不打算再留在云川大陆了 否则在和异族人大战前临阵脱逃 足以让一名修炼者 在整个大陆人族区域 再无任何立足之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这时柳明已经轻飘飘地悬浮在了一片重山峻岭之间 目光四下一扫 就单手一拍腰间皮带 扑的一声 一团黑气一卷而出 古蝎就凭空出现在了地面上 柳明一打量眼前的古蝎不禁微微一睁 只见古蝎身体表面那些裂缝 赫然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些在骨骼上凭空浮现的密密麻麻的黑红色鳞片 并闪动着金属般的光泽 同时古蝎头颅两侧 更是各多出了一个黑油油的奇怪小包 柳明心中惊讶之下 尚未来得及做什么 这形象大变的古蝎就飞快爬到了他的镜前 并不是用钱熬摩擦着他的裤腿 从神识中更是主动传出了 比以前更加强烈的渴望意识 这让他心中苦笑了一下 只能袖子一抖 将那赤胶空壳再次取出 寒光一闪 用短剑从上面撬下两片鳞片 直接抛给了古蝎 但让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古蝎这一次对鳞片根本看都没看一眼 反而是双目死死盯着蛟龙的躯壳 更加焦急的用钱熬摩裤脚不停 柳明呆了一呆 看了看赤胶空壳 再看了看下方古蝎的奇怪举动 不禁沉溺了一下 片刻后 他忽然将体内法力 往手中短剑狂注而入 一声清明 清月剑当即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同时表面十几层纹阵一闪而现 又全部一卷回到短剑之中 这时 刘明才手腕一抖 短剑冲蛟龙空壳一闸而去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去撬那些鳞片 而是从蛟龙空壳的腹部 慢慢割下了一小片 颇为柔软的赤胶皮 当他将这块胶皮往地上一抛 古蝎立刻就用双额一下夹住 往口中直接塞进去 三下五串全吞了进去 然后传出了喜悦的叫声 刘明见此 则是一咧嘴 但也只能继续催动手中短剑 从赤胶空壳的腹部 切下一片片碎皮 再一一抛下 他之所以直冲赤胶壳的腹部下手 虽然是因为这里的软皮 乃是赤胶身上最薄 防御力最低的地方 否则如果换作背上厚的部位 恐怕他全力催动轻跃剑 也要忙上好一会儿 才能切下一小块来 就这样 当柳明几乎将赤胶腹部的软皮 全都切割干净以后 将前面所有胶皮 全都吞下的骨蝎 终于不再传出渴望的情绪 反而是尾钩一甩 竟往地下直接钻进去了 哭的一声 他就伸入地下 不见了踪影 刘明脸上 一丝惊讶闪过 但略意思量 单手一掐绝 放出了强大的精神力 往下方一扫 瞬间锁定了骨蝎的行踪 忽然他眉头一皱 足下灰云现出腾空而起 往某个方向一飞而去 在地下百鱼杖深处 那头骨蝎赫然再往同一方向 飞快遁去 仿佛什么东西正在吸引着他 结果两者一上一下 转眼间就遁出了数十里远 他最终将柳明带到了一处 偏僻隐秘之处 是正常情形下 几乎不可能有人会找到的一片沼泽 骨蝎就在此处下方一动不动 柳明看着下方散发着 迷乱气息的淤泥之地 略一犹豫 单手一个翻转 一张浮禄浮现出来 往身上一拍 一声闷响 浮禄瞬间碎裂而开 无数黄色符纹 往其身上一目而入 一层黄色光幕就在身上显现出来 柳明身躯一扭 动用图顿 也钻入淤泥之中 徐徐向下方直沉而去 不久后 柳明就在一片遍布浓浓黑气的碎石中间 找到了骨蝎 这时的他 正拼命张开大口吸纳着附近的黑气 并且每吞噬一些 都让其身躯长大一分 柳明看着骨蝎转眼间 身躯就长到以前背叙般的猙獰样子 终于神色一变想起了什么 阴气 这竟然还是精纯度颇高的阴气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变异 难道这是 随之他为了确定骨蝎的此种情形 是否真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当即单手一个翻转 拿出一个数寸高的玉瓶 深深忘了还在图纳阴气的骨蝎一眼 木然就将盖子一打而开 在用法力一摧之下 当即一根晶莹黑丝就从中徐徐冒出 原本正在图纳的骨蝎 当即动作一拧 随之一个转手就死死盯住了小瓶外漂浮的 那一根黑色金丝 刘明则趁机单手掐绝再次沟通起骨蝎的神识起来 结果从这头鬼物传来的情绪 赫然对他手中的小瓶中的东西是既欢喜异常又大为的忌惮 这才表现得这般迟疑 不过如此一来 刘明却真确定了自己所想 当即心中一袭 猛然抓住小瓶的手掌 五指一用力 一股惊人巨力涌出 砰的一声 小瓶瞬间被捏爆而开 从中一下飞出了数以百计的黑色金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55章 边界 这些金丝 正是柳明从玄京前朝宝藏中得到的枯音真杀 柳明提表蓝光一线 在袖子一抖后 所有黑色金丝在一片蓝霞包裹下 瞬间被卷到了骨蟹身边 与此同时 柳明也通过神石向骨蟹发出了 吸纳这些真杀之气的强行命令 在自身本能诱惑和柳明命令双重压力下 骨蟹终于忍耐不住了 大口一张 一股黑气一卷而出 顿时附近的金丝全部一根根往其口中射去 同时骨蟹提表紫气一貌而出 将其身躯瞬间包裹了进去 四周的那些阴气 更是受到什么刺激般拼命的往骨蟹身上涌去 这骨蟹这些天表现的这般怪异 再加上会吞噬这些枯音真杀 自然是因为他终于也到了宁杀成钢的时候 开始正式冲击宁业境了 刘明感应这四周天地原力的蠢蠢欲动后 面上微微一喜 当吉右从身上取出两个小瓶 同样也冲黑雾中一炮而去 又通过神石冲骨写下了数道命令后 再取出一叠阵旗 在此区布置了一个遮蔽法阵 才提表黄光一闪往高处一飞而去 片刻功夫后 刘明从淤泥中再一冲飞到空中 身上的黄光也同时溃散而灭 刘明就这般屈云停留在半空 并用强大的精神力 时刻监察着地下的一切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他在这里足足滞留了一日一夜 当第二日一早 阳光再从远处山头透射过来之时 刘明始终没有发现地下有何异常 终于决定动身离开了 不过当他目光向沼泽四周扫了一遍后 还隐约有些不太放心 要知道古蝎真境皆成了宁夜境的鬼物 对其帮助之大可想而知的 现在要赶去边界处 绝不可能在这里滞留数月的时间 专门守护其进阶结束 而这古蝎进阶时 自然既会外力打搅 这里虽然偏僻 但谁知道是否会有什么人或妖兽误闯进来 又因此毁掉了古蝎的进阶良机 恐怕他自尽的心都会有了 刘明这般想着 一咬牙后 一拍腰间的另一只皮带扑的一声 一股黑气就从皮带中冲了出来 再滴溜溜一凝 就幻化出了一颗男人的头颅 正是飞卢此魔头 柳明低声吩咐他 在这守着他 直到进阶结束 飞卢听了以后 嘎嘎起声怪笑 就冲附近一棵大树飞去 一个模糊 竟然直接没入树中不见了踪影 柳明见此 轻松了一口气 单手一扬就抛出一物 却是一棵青色圆球 单手掐绝冲击一点 圆球当即嘎嘣声一响 就幻化成了一条树丈长的非洲 正是他当日在玄京拍卖会上 拍下的那艘机关非洲 柳明丹族微微一彩非洲 就化为一团青光破空离去 他将飞卢留在身边 固然能多一个助手 但是以其现在的秀为 飞卢能给他的真正帮助并不太多 如此一来 倒不如将此魔头留下 好确保古蝎能够安然境界 他虽然不知道这一次 古蝎能有多大几率成功境界 但看其吞噬了这般多的赤胶之皮和鳞片 想来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于是 在非洲在天边渐渐远去的时候 这片沼泽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般 再过一日多后 有名终于追上了满鬼宗的舟群 几个闪动后就出现在了 离开的那艘古舟上方 他随后将身下的机关飞舟一收 人就轻飘飘地落在了古舟上 并毫不在乎其他弟子的诧异目光 不慌不忙往船舱中走去 古舟上另一间屋子中 正在打坐的满鬼宗掌门身上忽然传出了嗡嗡的声音 他神色一动 从袖中取出圆形法盘 一看上面新出现的文字 立刻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将法盘一收而起后 就继续闭目养神起来 两个月后 在一片绵延十几万里的巨大山脉中 众非洲越过一座数千丈的飓风 忽然眼前一亮 前方赫然一片荒凉低洼之地 并且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样子 而在离他们不远之处 一座城墙 都有百丈高的要塞城池 正浩然屹立在那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虽然此城 战地只有十余里大小 但通体 都是用一种不知名的淡银色砖头切成 远远看去 整座城池都闪闪发光 竟然给人一种 雄壮 宏伟的巨城的感觉 不过此刻 城墙外壁全都坑坑洼洼 一些地方是只裂开了 大小不一的口子 小的只有寸许粗细 大的却有数尺宽广 整座巨城一幅刚经过大战 还十分残破的样子 在此城周边 另外修建有大小十余座 高低不一的石塔 同样 银色砖头砌成 但高的足有千余丈 矮的不过一两百丈 通体都被凝厚白光护住 并且顶端各自悬挂着一件东西 分别是大硬短尺 长脊等不同的器物 每座石塔附近 都有人静静出出不停 或从塔中进入巨城中 或从巨城中飞入某座石塔内 无论这些石塔还是巨城 都有一些人 趋云停留在空中 纷纷在那些银色石砖上 互用伏笔描绘灵文 或手持凿子小锤 明印图案 更有一些人手中捧着一些圆筒东西 正往巨城表面 喷吐出一些粘稠的 淡银色液体 这些液体一喷到城墙上 那些裂缝处后 竟然很快就坚硬如铁 将所有口子全部弥补得严严实实 在城墙上 则有一对对的甲士来回巡视着 而在附近空中 则有数十头仿佛山羊大小的黑色剧情 盘旋飞舞不定 居高零下 一直监视着四周的动静 不过也就因此 众飞舟从山峰上一飞出来 顿时就被巨城中的人发现了 结果巨城中一阵歼明 从城中立刻飞出一团黑气 轰隆隆向这边滚滚而来 片刻功夫后就到了非洲前面 然后一散 露出了一名 头扎三脚发病的灰袍老者 正是满鬼宗的画精七强者 那名艳师叔祖 早已带着柳明等灵师 走出来的满鬼宗掌门 一见艳师叔祖 当即已经急忙上前见礼 拜见师叔 您老人家怎么亲自出来了 柳明灵才余等人自然也是同样 恭敬一礼 艳师叔祖目光一扫非洲上的众人 面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算算时间觉得应该差不多是你们到了 自然亲自出来确认一下 你们如此远赶来也是不容易 先进入城中再说吧 满鬼宗掌门自然口中称是 于是一干非洲在老者亲自引领下 大摇大摆飞入了巨城之中 并在其中一片特别为满鬼宗划定的区域一落而下 刘明才看清楚 整座巨城中全都修建有一座座的石屋 排列整齐 并非常简单的划分为了数个区域 满鬼宗正是完全占据了其中之一 在非洲落下的时候 一些早已等候在那的满鬼宗弟子当即迎了上来 而在满鬼宗掌门一声吩咐下 从非洲上下来的新弟子 被这些老人引入了一些石屋中 分别安排好了住处 满鬼宗掌门自己和柳明等灵师 则跟着这位艳师叔祖 直奔石屋群中离坐高大石殿而去 当柳明走入大殿的瞬间 目光一扫就立刻看到里面早已坐着的 十来名满鬼宗高层 其中雷姓大汉中姓道姑等人 赫然全都在里面 柳明当即走了过去 先冲中姓道姑深深一离 弟子拜见师父 你做得很好 我已经听师兄传讯说了 你竟然一次就进尖宁夜镜了 很好 无愧我当初看好你 中姓道姑一见柳明如此表现 当即起身一摆手 满脸笑容地说道 不过你现在也是一名灵师 以后只要口头上称我也是师父就行 倒也不用在这般失礼了 说来惭愧 我当初教导你的极少 你能有现在的成就 那都是靠你自己的 的确啊 当初我和龟师兄 偷看走眼了 也从未能想过当初的柳师直 竟然真能成为一名灵师的 还望师弟 莫因此埋怨我二人呢 坐在中姓道姑旁边的一人 也起身十分高兴地说着 正是朱翅 柳明自然口中连说不敢 就在这时 新来的灵师们自然也早就和 大地中其他人打成了一团 或寒暄一二 或直接询问海族人的情形 一时间倒是熙熙攘攘一片 不过就在这时 柳明却忽然神色一动 感受到了一股不善的目光 当即转手望了一眼 结果立刻就看到一名高大青年 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正是高充此字 柳明面上丝毫意识没有 但是心中眉头一皱 但未等他真有何反应 忽然另一方向处 一名面带银色面具的青年 直接向其走了过来 柳师弟 没想到才这几年不见 你我竟然都已经进界灵师了 柳明微微一笑 原来是杨师兄 惭愧得很 师弟资质不够 只能多积累几年 可无法像师兄这般 从秘境中回来以后 就立刻冲击瓶颈的 他当初在玄京通过法阵联系 自然知道杨前 几乎是紧跟在高中之后 就无声无息地 木人也进阶灵师成功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56章 鬼王复生 柳明后来回到宗门后才知道 杨前当初进阶 在宗门内也造成了一番轰动 并且短短时间内 满鬼宗竟然多出了两名灵师 要不是突然爆发了海族入侵的事情 几乎让不少宗内高层 以为满鬼宗大兴之时又到了 现在的杨前 给柳明的感觉 气息更加的稳重 凝实 显然 这位当初的满鬼宗大师兄 同样是后机勃发 并非侥幸才境界临时的 就这样 柳明和杨前聊了两句 耳中忽然想起了 艳师叔的话语声 好了 有什么要说的话 以后再说就是了 现在趁着本宗所有人都在这 先好好商讨几件事情 听到这位宗门 唯一的话经期强者的话语 自然无人敢不听 立刻分成了两排 老老实实坐在两侧的椅子上 艳师叔组见词 又淡淡地说道 雷师指 你是参战最早的灵师 先将联军和海族人的具体情形 向后来的师兄弟 介绍一二吧 雷姓大汉 大一声站起身来 冲众人 神色一宁 是 诸位师兄弟 也许通过先前收到的消息 已经对眼前情形有些了解 但实际上 我们和海族人之间的战斗 比你们预料的 还要糟糕 满鬼宗文言 面色微变 说吧 我等会吸耳恭听的 柳明等星道之人 也都是心中一灵 雷姓大汉 开始仔细讲述起来 神色十分肃然 这海族人大军 自从数年前 被我们拦住之后 双方自知的 无法短时间内战胜对方 才各自修建了一座战城 准备做持久之战 原本一年前的时候 在化精其强者 不出手的情形下 双方还能 以各自战程为中心 互相争斗厮杀 并一直维持住不败的局面 但是三年后 海族人那边 忽然夺出了一股强大援军 无论外形还是神通 都和我们原先争斗的 海族人大不相同 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最终通过 活捉的一名海族人 口中才得知 竟然远还有其他海族人部落 在得知了三大海族 占领了我们云川大陆的人族国家后 竟然也派出人手 向来分一盏羹 而这只远海的海族人中 也有两名化精其强者 如此一来 朱宗的化精其前辈 就更不敢轻易出面了 所以以后的争斗 我们几宗是大处下风 甚至不久前 都让海族人攻到了战场前 要不是我们合力 发动了战场几种杀手锏 让海族人吃了一个大亏 恐怕现在还要被对方 硬生生困住的 诸位先前看到的外面的情形 就是我们正派出人手 加强和修补战场毁坏之处 好让其尽早恢复原先的强大 另外 就在一个月前 海族人排出了使者 准备撕毁当初的 化精其强者的约定 除非我们一方的艳师叔 几人再出面 和海族的化精其强者约斗一番 但是上一次争斗 让艳师叔和林玉前辈 至今还有伤在身 并且对方反而又多出了化精其强者 若是按照正常情形下约斗的话 我们一方怎么都没有胜算的把握 好在这时 内陆术国的支援已经连夜上路了 预计三个月后就能到达我们这儿 所以现在我们的计划 就是无论如何 也要撑过这三个月的时间 好在那些海族人虽然口中说着 要撕毁化精其不准出手的协议 但也是忌惮艳师叔等被逼急之下 对海族人大军出手报复 但还没有真的在最近交战中 出动强者 看来还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的 满鬼宗掌门听完这些话 脸色大变向艳师叔问道 师叔您负伤了 怎么当初没有向宗内说过此事呀 艳师叔祖阙一笑 并不太在意的样子 放心 当初我虽然挨了一名海族人一击 不过现在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的只能算是青山而已 当初不告诉你们 也是为了怕你们担心而已 毕竟宗门还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坐镇的 满鬼宗掌门听了 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仍然是满脸惭愧之色 唉 师之惭愧啊 竟然让师叔这般大年纪 还要为宗门操心劳力 要是当初 蓝师兄没有出意外的话 说不定本宗就能多出一名化精气强者了 你蓝师兄的事情 的确是可惜了 但这也是他福源太薄 否则不过是出门处理一件简单的事情 又怎会失踪 还有命牌都会莫名的粉碎 并且到现在还无法找到其陨落的真正原因呢 艳师叔祖听闻蓝师兄三个字后 神色也是为之一暗 柳明自然不知道这所谓的蓝师兄到底是什么人 但看了除了阳前高冲外的其他满鬼宗灵师 神色都有些不自然后 就可以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一般之人 好了 九十就少提了 现在要如何度过眼下难关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 我们几个老家伙已经决定采取拖延之策 但是也要狠狠反击几次 务必将海族人打疼了 才不会对我们逼迫太过 好能有时间等到援军到来 艳师叔祖目光闪动了几下 就迅速恢复平静 向满鬼宗掌门发问 掌门师旨 我让你带的那些东西都带过来了吗 师祖放心 那些东西我都带来了 满鬼宗掌门恭敬回道 并且 还有一个意外惊喜 弟子已经找到了驱使那样东西的合适之人了 就是心境境界的柳师弟 什么你找到了驱使之人 柳师直果真如此吗 艳师叔祖面上顿时露出了惊喜之极的神色 目光一早就落到了柳明身上 虽然柳明进阶灵师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艳师叔祖 但其当初在秘境和后来仓物流隐蔽的时候 都给这位画经期强者留下了不小的印象 后来更有满鬼宗掌门等人给其传讯 告诉其宗内又多出了一名心境灵师的事 自然对柳明出现在这里毫不奇怪 柳明自然知道 二人说的是那万古人魔 当即站起身来 回禀师叔祖 弟子的确已能勉强操纵内物了 虽然还不是太熟练 但想来 应该可以在大战中为本宗尽力 哈哈哈哈 很好 我就知道 柳师之不是一般之人 如此一来 我们满鬼宗实力可就大增不少了 艳师叔文言大为高兴 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 叮嘱两句 对了 师之回头暂且留下一会儿 我另有件事情想要问你一样 柳明虽然感到诧异 但仍然点头答应 艳师叔等柳明坐下后 又头颅一转 向阴煞一脉的楚奇问道 楚师指 你既然能跟着一起过来 看来让你们做的事情 应该已经完成了 楚奇文言当即起身恭敬回道 回禀师叔 满力鬼王的几个部位 虽然被封印多年 但是在我和冰师妹用秘术精心修不下 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只是最主要的鬼王之手不在 一身实力就只能剩下三成了 艳师叔先是点点头 又脸色一沉 要不是冰丫头大意 竟然让海族奸细偷走了头颅 我们有鬼王在手的话 又岂会担心海族人再多出区区两名化 惊奇强者 对了 冰丫头为何没有过来 刚才迎接你们的时候 我还看见他了 楚奇闻言心中一灵 急忙低手说道 冰师妹自认有罪在身 不敢轻易来见师叔 只不过冰师妹当初的确没有想到 自己最疼爱的弟子会是海族人 并且在方一找到鬼王之手的时候 会突然出手 否则师妹又怎会让一名区区灵徒得手呢 好在 即使只有三成的蛮力鬼王 相信也足以应对一般的化精气强者了 是啊 蛮鬼宗掌门也是连连点头 其实若真是完整的蛮力鬼王 恐怕也不会这般轻易的被我等操控 艳师叔眉头一皱 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算了 只要你们阴煞一脉 能够操纵鬼王为本宗重立大功 鬼王的事情我就不再追究了 多谢师叔成全 楚其文言自然大喜称谢 柳明听到这儿心中是惊讶极了 万万没有想到 满鬼宗竟然在缺少头颅的情形下 仍然将那头当年威震大旋诸宗的大力鬼王复活了过来 并且似乎还要亲自用在海族之战上 在座的其他灵师 对蛮力鬼王的事情则并未露出多惊讶的表情 显然对此事大都知道一样 若是如此的话 满鬼宗的实力还真是不同一般 底蕴也绝非表面上这般浅薄 接下来的时间 在艳师叔主持下 一干满鬼宗灵师又讨论了几件备战的事情 才最终结束了讨论 所有人纷纷向艳师叔告辞离开 转眼间大殿中 就只剩下了柳明和这位艳师叔二人 艳师叔将柳明留下后的第一句话 就让人大吃了一惊 柳师指 你上次去我那观看刘影碧的时候 可有出现什么异常吗 柳明心中顿时一跳 但表面丝毫异色未露 反而是十分恭敬地回到 师叔为何会如此疑问 弟子在观摩留影碧的时候 并未发现异常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57章 练师术和聚会 艳师叔盯着柳明缓缓说道 嗯 师指可知道 自从那晚 你观摩留影碧不久 此碧就再无丝毫异象放出了 柳明眨了眨眼睛回道 这个师指就真不清楚了 但当日弟子离开的时候 此碧还是正常的 艳师叔文言神色一环 但有些叹息地说道 啊 我的确听 童子如此说过 此事应该和你 没有太大关系 多半是 这般多年过去 流影碧里面 能量终于耗尽的缘故 真是可惜啊 看来本宗 还是和六阴祖师爷的嫡系传承无缘呢 柳明听到这儿 心中微松 口中附和着说道 可能是我等弟子资质不够 所以祖师爷才无法看上吧 啊 可能如此吧 艳师叔忽然一笑 不过我这次将你叫来 主要却不是为此 而是因为你修炼的明古诀的缘故 你可知道 传授你此功法人 正是我门下弟子吗 什么 阮师叔是您老人家的清传弟子 柳明听到这儿 倒真是吓了一跳 你既然进阶宁夜景了 可以称呼其一声 阮师兄 我这弟子 年纪轻时就痴迷明古诀 曾经立志 要用明古诀 为本宗培养出一名灵师 为此甚至不惜荒废了自己的功法 否则也不至于现在 还生死不至 不过你的出现 也不枉他以前的那一番苦心了 弟子对阮师兄传授 也一向心存感激 但不知阮师兄现在如何了 他仍在闭关之中 只要能在寿源到来前 成功进阶 宁夜景中起 也算是死中求生了 厌师叔忽然话题一转 另外 老夫想问你一声 你既然成为灵师 应该很清楚 明古诀后面根本无法再修炼了 你可是选择好了主修功法 柳明自然不可能去说实话 只要回到 这个 因为弟子进阶匆忙 还未有时间找到满意的功法 厌师叔在思量了一会儿 竟说出了让柳明一争的话语来 嗯 若是如此的话 你的明古诀属性偏阴 修炼练练师和英煞一脉功法 都应该无碍 这样吧 我这有一套练师秘术 教给你好好修炼一二 说不定以后会对你修炼有些好处的 记住此法诀 绝不能给第二人看 否则 修怪师叔 烦恋无情 随后他袖子一斗 一块黑乎乎的玉剪就一飞而出 厌师叔 这是 柳明下一时手掌一动 就将玉剪一把抓住 一头雾水还想再问些什么 好了 老夫有些累了 今天就到这儿 柳师直先下去吧 厌师叔却根本不给柳明询问的机会 就下了逐客令 随后就自顾自的闭上了双眼 柳明见这位化精气强者 一副不愿意再多谈的样子 自然不敢再多问什么 稍稍一离 就转身离开了大殿 就在柳明身影 方在大殿门口消失的时候 附近一根柱子后面波动一起 竟从中转出来一道人影 师叔 你真要如此做吗 赫然正是先前 应该已经离开的满鬼宗掌门 却是不知从何时又悄然返回了这里 厌师叔沉默了一会儿 方才回道 你也知道 我虽然还有一百余年的寿员 但也要提前做些准备了 否则万一撒手而去的时候 那头绿毛铁尸就无人能控制 我可不想让这头自己精心培养数百年的练师 最后落了个和蛮力鬼王的同样下场 蛮鬼宗掌门则有些迟疑 师侄自然知道师叔之担忧 但也无需一定得找柳师弟吧 他毕竟才刚刚进尖宁夜镜 修为还极其浅薄 是否能找其他人 哼 其他人选 厌师叔哼了一声 除了新境界的三人外 其他人不是年岁一大 就是资质不够 根本无法传授我的独门练师之术 否则老夫 当初又怎会只收了你阮师弟一人 可惜他也太不争气了 现在还生死不止 我也不能将一切全堵在其身上 至于高冲 他跟你修炼的是化血一脉的正宗功法 跟我练师一脉 打相径庭 也无法修炼练师觉的 否则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惭愧 满鬼宗掌门文言有些尴尬 高冲这孩子 的确是在修炼化血一脉功法上 有天宗之才 否则师之当初就直接推荐到您老人家的门下了 验尸书却不管不顾 继续说道 杨前的话 虽然炼师之术和其主修功法合适 但你我都清楚其真实身份 同样不能传承我的独门之术 如此一来 自然就只剩下柳鸣一人了 此子不但年纪轻轻 精神力又非常强大 而且修炼的又是鸣骨诀 对传承我的独门之术 几乎是毫无问题的 要说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他的三灵脉资质了 不知未来能否再进一步 不过 他既然能够以如此资质 一次就进阶淋湿 想来真正的资质 也不是表面上看到的 这般简单 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二的 满鬼宗掌门思量了一下 先苦笑了一声 但也有些疑惑地问道 听师叔这般一说 倒只有柳师弟最为合适了 不过师叔为何不明说此事 只是先将口诀传授 我和这位柳师只接触不多 对其性情人品都还不太了解 自然不可能现在就许诺 绿毛铁师托付之事 艳师叔淡淡地说道 好在我还有时间 倒也不急于一时 先看看其在练师遗述的领悟力如何 再说了 师叔做法的确是老成之举 倒是失职有些冒失了 满鬼宗掌门点了点头 很快就将柳明的事放至脑后 神色肃然问了一句 不过师叔 先前传音让我再回来 肯定有什么要事相伤吧 嗯 让你回来 是让你给我走一趟 去见见其他几宗的掌门 和那些老家伙 艳师叔轻吐了一口气 凝重说道 不久后的大战 关系到我等大选诸宗存亡 我们几宗 必须再细细商讨一番 师侄明白了 满鬼宗掌门闻听此言 倒是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马上答应 随后二人从大殿后面离开 直接驱云 往城池中心处 飞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同一时间 柳明也已经在一名满鬼宗弟子引领下 被带入到了一间颇为僻静的石屋前 此地就是他在城中的临时住处了 柳明打发走了引路弟子后进入屋中 此屋相比一般弟子住处自然宽敞了许多 并且里面桌椅床铺齐全 甚至还事先布置好了隔断静置 这让他颇为的满意 就在柳明稍加休息的时候 忽然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这自然让他一睁 随后赶紧打开屋门 只见门外站立着一名 面带银色面具的青年 正是杨前 柳师弟 我带你去个地方去见几个人 不知可有兴趣 去见人 柳明自然面露诧异之色 杨前微笑着回道 不错 就是其他几宗和我们一般 这几年新进阶的灵师 他们几乎全都是和我们 进行秘境之行的人 师弟也大都应该见过的 哦 那这次见面的目的是 柳明有些恍然 但仍有一丝疑惑的样子 柳明则毫不迟疑回道 哼 主要是我们几宗这些新人 互相认识一样 另外可能还需要 互相切磋一下神通 哦 我明白了 行 我和师兄就走一趟吧 柳明这下真有几分明白 当即倾笑 也就答应下来 很好 我就知道师弟 不会错过此事的 杨前文言欣喜之极 随后二人腾空而起 朝城中某个方向 一飞而去 一小伙功夫后 一座小型殿堂 就出现在了眼前 并且前方还有一个 百余丈宽广的巨大平台 看位置 正好身处两片宗门区域之间 柳师弟就是这儿了 随我下去 杨前说了一句后 就带着柳明向下方一路而去 片刻后 二人进入到了殿堂之中 哈哈 杨兄 你这次可来晚了 殿堂中已经有数人 正围着一个长方桌子 环坐交谈着 一名黑脸青年回首 看见杨前 立刻起身大喜交道 这青年 却是当年柳明在秘境中 曾经合作过的那名 九俏宗的云师兄 听黑脸青年如此一说 其他几人刷的一下 目光也立刻扫了过来 杨前撇了云姓青年一眼 淡淡说道 呵呵 我来晚 是因为去邀请柳师弟 一同而来的缘故 云兄叫得这般大声 莫非上次切磋 输得不太服气 这次准备再挑战一次不成 而与此同时 柳明却将此地几人 全都打量了一遍 果然大都是面熟之人 那名身背白色常见的年轻女子 正是天悦宗的张秀娘 紧爱此女身边的是一名 身穿黄衫 鹅卵脸蛋的温婉女子 背后同样交叉两柄绿色短件 那两名一身血袍的男子 好像都是上次在秘境之行中见过的 其中一人是血合殿的大师兄 血刺 另外一名 身穿风火门服饰 腰间插着一把赤红蒲扇的赤眉大眼青年 也有些面熟 应该也是去过秘境的 至于最后一名身材高大 目光冰冷 看着他的青年 却正是高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58章 切磋 柳明见高冲在此并没有感到意外 毕竟杨钱既然说这是几宗新进进阶临师的聚会 高冲当然有资格在此 倒是黑脸青年招呼完杨钱之后 忧众柳明颇为热情地说道 哈 白兄弟这次会出现在此地 让我颇为意外的 原以为满鬼宗也只有杨兄和高冲师弟能更进一步的 却没想到贵宗这次会同时诞生三名灵师 不过 要以师弟在秘境中的表现而论 这似乎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了 哎呀 对了 我差点忘了 白师弟已经改名了 现在应该称呼一声柳师弟才对 柳明微微一笑 不敢 在下能进阶灵师只是侥幸而已 对了 云兄怎么知道在下改名的事情 白眼青年白眼一番 能从这般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进阶成灵师 又有哪一个 真是侥幸的 也别说这表面上的话了 至于改名的事情 自然是阳兄提前就给我等打过招呼了 你和阳兄都过来坐好吧 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应对海族之策 阳前文言当即真走了过去 柳明点点头 神色自若也跟了上去 阳前在云姓青年 隔了两个空位的地方坐了下来 柳明则紧挨着她坐下 在她另一边 则就是那名鹅卵脸蛋的天月宗女子 此女一见柳明坐在她的附近 脸色微微一红 但仍然冲其点了点头 柳明见这位天月宗女修似乎十分腼腆 倒是颇有些意外 也下意识 冲她笑了一笑 结果这名天月宗女子脸上是羞涩一片 竟然不敢抬手再看柳明的样子 倒是此女旁边的张秀娘 只是淡淡的望了柳明一眼 丝毫表情没有 另一边 云姓青年一见杨钱坐下 当即笑嘻嘻 起身凑了过来 似乎也想紧爱自己这位好友而坐 但是杨钱却淡淡的望了他一眼 顿时云姓青年动作一宁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后 又有些尴尬的 坐回了原来的位置 杨钱这才不慌不忙 冲其他人问道 好了 我和柳师弟刚才来得晚了一些 诸位 能否将刚才讨论内容 再向我二人说一下 烽火门的赤眉大眼青年 缓缓开口 我们刚才正在谈前两次海族人中 新出现的一种海兽 十分的难缠棘手 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吗 杨钱文听此言有些恍然大悟 田师弟说的是那头 可以从体内喷出无尽海水 可以将大片虚空化为水域的 那个鲸鱼一般的巨兽 赤眉青年文言则有些惊讶地反问道 杨兄知道的这般清楚 难道在上次交战中 也碰到了此种海兽 何止是碰到 我还差点折损在此海兽 和另外一名海族灵师手中呢 杨钱声音冷了下来 血刺也开口了 是啊 此海兽的确十分的难缠 他本身不会攻击 但却皮糙肉厚防御惊人 还擅长操纵海水 其他海族人一旦和其联手的话 实力几乎可以立刻大增不少 原本以为只有田师弟和张师妹 碰到过此海兽 看来又多出了杨兄了 杨钱听到如此一说 意外向张秀娘问道 哦 张师妹也碰到此海兽了 不知师妹是如何应对的 结果如何 我当时一见不妙 可是立刻施展秘书逃掉的 张秀娘回话十分平静 我先破开那头海兽的防御 将其一箭斩杀掉了 然后再留下了那名和海兽 联手的海族灵师一条臂吧 一听这话 在座大半人都心中一个机灵 看向张秀娘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张师妹不愧是有通灵剑铁之人啊 进阶之后 飞剑威力之强 恐怕一般宁夜镜中期也不过如此吧 写四是满嘴发苦的说道 这位血合殿的大师兄 当初曾经在张秀娘手中吃过不少苦头 原本因为进阶后自己血合大法 精进飞比寻常 以为应该可以力敌这位天月宗的绝代剑修 但自从见过张秀娘和海族人 几次动手后的模样 也就彻底死了心 至于见过那海兽的杨强和赤眉青年 自然是互望一眼苦笑不语 高冲则问了一句 张师姐这等精修飞剑之术之人 我等中恐怕也就只有这般一个 所以他应对那海兽的方法 我等恐怕没有办法采用 但此兽既然精通操水之术 那用相反的火焰神通应对怎么样 赤眉青年眉头一皱 这恐怕行不通啊 不瞒诸位 小弟本身在火属性功法 也算擅长了 外加还有同样属性的灵气相符 但是催动火焰之力下 也绝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破开这海兽四周环绕的庞大海水 若只是单独这一头海兽还好 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 但偏偏附近 还有和其配合的其他海族灵师 那自然不可能灭杀这头海兽的 杨潜听了这话也是连连点头 显然他当初也应该用过相同的手段 但同样的没有效果 高冲想了一想 又说道 要是火焰之力不是他弱点的话 那就应该试试兵属性的法术了 一旦将海水凝兵 应该可以限制住此兽的行动吧 这也不行啊 杨潜文言一口否决掉 我虽然没有试过此法 这海兽也从不主动攻击 但是 他却力大无穷 一点点冰封之力 根本奈何不了他 我曾经贴近过此兽身边 却是被其一尾巴 挤出十几丈远 云信青年有些郁闷 哎呀 这海兽如此棘手 难道 真没有什么弱点了吗 既然 冰火之力不好使 诸位可曾用过毒物 柳明听到这儿 终于笑了笑 开口说话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毒物 这个倒还真没有试过 说不定真是个办法呀 杨潜一听此话 双目大亮 那海兽催动海水时 是要不停地将海水吸入喷出 只要将毒物直接投入水中 就可让他轻易中毒的 邪四却若有所思地说道 可是 以那海兽的体积 恐怕一般毒物根本无效吧 刘明又说道 说道用毒之道 在场大多道友都不擅长 但是以宗门之力找到一些奇毒 多半不是太难的事情 一种不行就多带几种 想来总有一种 应该会有些效果的 哪怕不能将这海兽独臂 但让其变得虚弱起来 应该也是一件有力的事情 嗯 刘兄这话说的有道理 的确值得一试 坐在写词旁边那名相貌丑陋的男子 点了点头 柳明看了他一眼 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树在下眼镯 这位道友是 哦 柳兄来得晚 不认得我这师弟也是正常的 写词文颜面的笑容说道 这是我师弟 写宁 一身实力不在我之下 他当日也参加了秘性之行 不过大半时间都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否则本宗当初表现 就不会那般平平了 刘明仿佛有几分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说写宁兄怎么有些面熟呢 接下来的时间 一干人又在这里商讨出了几种 应对那海兽的办法 虽然不一定真的都有用 但到时再碰到那巨大海兽的时候 也不至于都束手无策 在此期间 杨浅也向柳明略微讲述了海族中 灵师中一些极其厉害的角色 好让其以后碰上好多注意一样 再聊了一会儿后 云姓青年就笑嘻嘻地看着柳明 忽然说道 好了 有关海族的事情 就先讨论到这儿吧 下面是不是开始我们例行的切磋了 这次有柳师弟加入的话 想来会有不少人都有动手的兴趣吧 这话一出口 当即引得不少目光 瞬间落在了柳明身上 柳明神色自若 没有露出丝毫异常之色 柳道友是生面孔 若是不嫌弃的话 在下就 赤梅青年目光一闪 打算先向柳明发出挑战 但就在这时 但却被另外一人忽然出伤打断了 柳明 你可敢和我一战吗 却是高冲一个转手 盯住柳明一字字说道 这话一出口 除了柳明外 其他人都是为之一争 要知道 这种在他们间的切磋 虽然没有明说什么 但一般情形下 自然都是诸宗之间的挑战 同宗间的切磋 却还从未发生过的 杨潜听到这话 虽然没有太过惊讶 但也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当即狄声说道 高知狄 你 杨师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这次和柳师弟的切磋 势在必行 若是我输了 以前我和柳师弟间的重重纠葛 就此放下 再不会骚扰其分毫 并且从此有他在的地方 我尽可能回避退让 绝不和其在争夺什么 高冲 神色阴沉地说道 但若是我赢了的话 他则必须当众给我磕三个响头 好让我狠狠出一口恶气 一听高冲斩钉截铁般的说出这般重的话来 杨潜顿时目光变了几遍 在看了看柳明吉言后 最终叹息一声 没有说出什么话语来 有关自己这两位师弟间的纠葛 他自然早就听说了 只是一直没有想到会积累到这种程度而已 其他几宗人见此也是面面相去大感意外 柳明双目眯起 看了高冲片刻后 就淡淡答应下来 好 既然高师弟说的这般自信 那刘某就领教一下师弟进阶后的神通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59章 八部血龙 既然柳明说出此话 和高冲一番交手 自然不是在场之人可以阻挡的了 而高冲在殿中 大半人心目中也算是实力极强之人 毕竟其曾经有过斩杀 同阶海族修炼者的例子在先 与之相反 对于柳明 他们中虽然也有人见识过其出手 但那是灵徒时的事情了 对其进阶临时后的实力 倒还真没有一人见识过 高冲在听到柳明的回答后 面上凝色一线 二话不说立刻起身 向石殿外走去 柳明也淡然一飘离开 其他人互望一眼后 也神色各异的跟了出去 片刻后 十殿前 那个巨大广场上空 柳明和高冲静静的摇摇相对着 柳师弟 你知道吗 我其实原先并不怎么痛恨你 高冲深吸一口气后 忽然这般冲柳明说了一句 哦 是吗 柳明有些惊讶 但表面仍然是不动声色 要不是你 恐怕明珠成为我的顶炉 是迟早的事情 我虽然知道此事 但在失命之下 却根本无法阻止此事 并且自身也情限其中 根本无法自拔 我也就因此 原先迟迟不敢让自己 修为增长得太快 以免让明珠真成为了牺牲品 所以当日 明珠被强行带走 反而让我放下了心头包袱 很快就另选了一名卢顶 并顺利进阶了灵师 但千不该万不该的事 你既然和明珠有了婚约 后面为何让白家毁婚 让明珠遭受了奇耻打住 而我对明珠欠下了这般多 今日也只有用这种方式 给她一个交代了 另外 我要让你清楚地知道 别看同样进阶到了灵师 但论真正的实力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高冲缓缓说出了这般一番话 柳明听到这儿 虽然脸上的惊讶是一闪而过 但口中却平静地说道 原来高师弟对慕明珠之事 是这般想的 也亏这种情形下 你用其他炉顶也能进阶成功 不过白家毁婚 也是婆说婆有礼 公说公有礼的事情 说到最后 你我还是要看谁的拳头大 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 高师弟为何能这般自信 哼 不错 高冲冷笑 你我修炼之人 的确是自身实力 才是最可靠的东西 至于为何这般自信 自然是因为 你我修炼的功法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随后他嘴角一丝凝塞 单手一掐绝 提表血雾滚滚而出 表面在扑扑几声响 竟然从雾气中 一下窜出了八条血色巨蟒来 每一条莽都足有十余丈长 提表遍布灵片 头生独角 双目如灵 猙獰无比 刘明见此也是一呆 但再仔细一看后 才发现这些莽蛇 看似栩栩如生 实际上一条条通体 血光萌萌 却是魔宫幻化而成的 刘明神色一沉 也不言语什么 袖子一抖 手中那口青色短剑 就一亮而出 下方观战众人 一见空中八条血蟒 也大都是惊讶 其中又同样修炼了 邪道功法的血刺 在仔细一望之后 更是师生出口 这八条血蟒生的这般怪异 不会就是贵宗 赫赫有名的 八部血龙功法吧 刘明自然也听到了 血刺的话语 脑中一闪思量着 八部血龙功 这什么功法 是高冲进阶临时后 修炼的功法吗 就在这时 对面血雾中 却传出了高冲的一声冷哼 八条血色怪芒 只是头颅一白 就从口中各自喷出了 滚滚血焰 铺天盖地 直奔 刘明一卷而来 这些血色火焰 还没有真正到刘明进前 就先闻到了一股 闻之与有的血腥扑面而来 就是刘明略吸一口 也是大感不适之急 这让他心中一灵 要知道他因为服用过 灵药过的缘故 一般毒药早已对其无效 看来这血焰 真是非同一般 刘明不敢怠慢 手中青色短剑一抖 当即里面十几重静置激发而起 一阵清明声从中发出 一道青色剑影一闪而出 又诡异的合成一道 当即虚空中 一阵刺骨寒意涌现出来 一道十几丈长的巨型剑光 一闪而过 所有血印滚滚一凝 就在青色剑光中 被一荡而空 那当空浮现的八条血脑 更是有两条 被这青色剑光一卷波及后 同样闷响一卷而碎 化为邪物爆裂而开 但到了此时 青色剑光也是威力耗尽 一个模糊 凭空消散 如此意外的一幕 让下面观战的众人 全都看得目瞪口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 邪物中沉浸了片刻 忽然传出了高冲惊怒至极的声音 似乎对刚才一击的结果根本无法接受的样子 站在对面的柳明 面无表情 只是将手中青月剑再次一抖 隐约密密麻麻的剑影 就在其身前浮现而出 仿佛刺猬一般 让人看了都不经不寒而栗 但他其实暗自也是吃了一惊 但在略微一想后 就隐约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他刚才用到了叶天梅剑修心得中 记载了一种驱使剑气的方法 也就是刚才一击是货真价实的剑修手段 所以才这般犀利 其次青月剑身为中品剑气 一旦能将剑上进制全部激发后 威力自然也能数倍增加 而他以仗一身远比同阶灵师精纯的多的法力 恰恰好能将此剑威力发挥到极致 最后他刚才一剑斩出后 隐约感受到体内的太刚剑胚之心 为之颤抖呼应 显然此物对剑气的增幅作用 还远超其想象的 当然其中也有其他原因 比如说他一身可比同阶炼体式的恐怖力量 强大至极的精神力 或多或少都在刚才一剑中有所发挥威能 云信青年一个转手冲旁边杨前问道 杨兄 你确定柳兄弟是九英一脉门下 他不是一名剑修 云信青年脸上满是怀疑的表情 柳兄弟当然不是剑修了 当日在密信中 他曾经和你我联手过 这点你应该很清楚的 杨前虽然是戴着面具 但此时双目同样露出了蒸蒸的神色 这一定不是真正的八部血龙宫 否则怎会这般容易被破掉呢 另一边的血刺面上同样是骇然之极 却又松了一口气自语说道 旁边的血宁 却面无表情望着高空 双手食指不绝是死死握紧 至于张秀娘和旁边的黄山女子 却是表现各异 张秀娘望着空中的柳鸣 双目微密而起 身上隐约一股剑意透体而出 竟仿佛被柳鸣刚才的一剑 激发起了跃跃欲试的争斗之心 而同为天月宗的黄山女子 看向空中的时候 却是真的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 血雾中 高冲再次传出了一声力笑 呼扑两声 又有两条血盲从中一冲而出 并和其他六条血盲猛然一阵疯狂晃动 竟然瞬间重合一起 化为一条 头伸双脚 足伸四爪的活生生的蛟龙 一条血胶 这血胶在放一成形后 就冲天一声巨猴 顿时所有血物滚滚往血胶身上 狂涌而去 让体积疯涨 转眼间 就比先前的血盲巨大了背须以上 足有二十多丈长了 同时一股恐怖气息 在其身上散发出来 当血物被血胶一收而尽的时候 高冲的身影也是再次清晰浮现而出 不过下面之人 一看高冲现在的模样 都是脸色一变 此时的高冲 不但满头血红之色 体表更是遍布密密麻麻的血色斑纹 同时一根根血管秃秃的 在肌肤下弹跳不已 让其看起来毫不猙獰 流明见此也是不禁眉头一皱 而高冲对下面诸人的目光是 不管不顾 只是两手狂催法绝 同时一声大喝出口 去 血色蛟龙当其大口一张 一道血蒙蒙光柱一喷而出 同时 足下狂风一起 庞大身躯一个模糊 化为一股血蒙蒙怪风一扑而上 流明目睹此景 目中寒光一闪 手中青色短剑只是往身前一画 那些密密麻麻的剑影 往中心处一锁 载一放后 一轮青色圆月凭空浮现 并滴里溜大转 疯狂而长 化为门面般巨大 那血色光柱一冲到圆月上 当即被骤然大方的青芒绞成了粉碎 青月在一个晃动后 就化为一道比先前粗大近半的青色剑光 冲血胶一冲而去 轰得一声惊天俱响 巨型剑光和血胶当即撞击到了一起 青芒血光交织在一起 一时间竟呈现相持不下的局面 高冲脸色一变 手中法觉骤然一换 再一张口喷出一团惊血来 那惊血阴风化为一片血雾 再滴哩溜一转 又化为几枚血色符文 没入身前虚空不见了 下一刻 前方血胶身躯 放出了滚滚火焰 同时体表鳞片上 竟隐约浮现出一枚血色符文 青色剑光被血雁一包之下 当即为之光芒一暗 刘明见此情形 眉梢一条 同样单手掐绝 往远处虚空一点 当即体内乏力 顿时泄洪一般的狂涌而出 远处巨型剑光狂闪几下吼 骤然间一声巨响 化为一团青色光球 暴力而开 无数青色刺盲 从中击射而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二百六十章 全剑一击 原本邪焰滚滚的聚焦 神区瞬间被刺盲 洞穿了个千疮百孔 一声哀鸣后 就此化为一柄 晶莹血齿从高空坠落而下 与此同时 对面心神相连的高冲 则脸色一白 不由沾口喷出 树团精血 同时提表 所有血纹全部一闪而逝 不见踪影 整个人顿时萎靡下来 很好 没想到你还精通 见修之道 这次比试算我输了 高冲 以后自会遵守承诺 不但明珠的事情 和你一笔勾效 以后凡事牵扯到你之事 自会避退一二 高冲的脸上满是 难以置信的神色 半省后才盯着 柳明一字字说道 随后他单手朝下方 虚空一抓 嗖地声 那柄已经落在地面上的血池 也是冲天而起 一个闪动 化为一团血光 落在他的手中 随后 高冲一转身 竟头也不回 自行离去了 这让下面观看的众人 不禁面面相觑 写刺目光闪动了几下 终于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高师弟 怎么进入临时境不久 竟能催动传闻中的八部血龙 原来大半都是那件灵气之力 也不知这灵气是何种来历啊 看似对血道功法有极大的增幅之力啊 杨浅也从吃惊中回过神来 斜撇了血刺眼 说道 恐怕让血刺兄失望了 那应该是本宗掌门 当年用过的一柄下品灵气 仅仅只对本宗的这部八部血龙弓 才能有如此大的增幅效果 写刺文言心中有一丝失望 但表面上却是哈哈一笑 杨兄 何必这般谨慎呢 还会怕写某图谋这柄 写到灵气不沉 写刺兄 你记住这句话就行 杨浅不至可否淡淡地回道 烽火门的赤梅青年 虽然还盯着空中 也是插口一句喃喃道 不过说到最令人意外的 还是柳师弟吧 以其刚才施展的剑修手段 恐怕在场人中 自信能接住这一击的没几人 起码我是没有十足把握的 杨浅听了这话 也是无语 他自然也不清楚 柳明如何会施展剑修手段 并且威力还这般惊人 另一边 黄山女子则小声地向张秀娘传言道 张师姐 刚才 这柳师弟施展的是剑修中 最基本的万剑和一术吧 虽然只是最浅薄的一种 但的确是正宗的剑修手段不假 而且 刚才我似乎 也隐约感受到了一股 陌生的微弱剑意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位柳师兄 真是一名剑修不成 这个柳明 为何会使用剑修手段 我倒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至于刚才一击 为何会有剑意气息 则不清楚 不过没关系 相信一会儿 我就会弄明白原因了 张秀娘面无表情 随后狱卒一跺地面 竟忽然化为白红 冲天而起 一个闪动 就重新化为人形 出现在了柳明对面 刚结束比试 正准备腾空飞下的柳明 见到此幕 脸色是微微一变 这位张秀娘 目中冷光闪动 就这般 也向柳明发起了挑战 没想到 才区区几年没剑 柳师弟竟然真修成了剑修手段 这让秀娘 颇为剑烈欣喜 同为剑修 还望师弟能够 自教剑术一二 杨前写次等人 见此不惊 目瞪口呆 他们在见过柳明 先前的剑修手段后 对其引起了张秀娘的兴趣 并不感觉奇怪 只是此女连喘息机会 都没给人留下 就这般紧而上的 加以挑战 又让人觉得有些无语了 当然 柳明能够被张秀娘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此女认可实力的一种 荣耀之势 毕竟历次聚会以来 其他人都或多或少 主动与他人切磋过两三次 也只有张秀娘只是被动 接受过一次挑战后 就从未主动挑战过他人了 也就是此女那一次接受挑战 展现出的压倒性实力 也让其他人熄灭了 与她争锋的任何念头 以后的聚会中 张秀娘就几乎彻底成了旁观者 没有谁自讨没趣 敢去再挑战此女 让其成了他们中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这时的柳明 却丝毫不觉这是什么荣耀之事 反而看了对面女子一会儿 摇了摇头 若是只比非剑之术的话 柳明这半瓶水的剑修手段 绝不是道友对手 也不用再比试了 张秀娘听到柳明这般说好 没稍一条 也一下改了称呼 冰冷说道 哦 听柳道友口气 自认其他手段还在剑修之术之上了 很好 除了剑修之术外 有什么手段 尽管都施展出来吧 随后此女单手往身后虚空一抓 那口雪白长剑从剑俏中一跳而出 稳稳落在了其手中 未见此女掐动什么特殊法觉 只是将长剑往身前一横 一股冰寒之气就冲天而起 附近虚空受影响之下 竟然凭空凝结出了一片片晶莹雪花 围着此女飘舞而起 这位张秀娘完全摆出了一副 不管柳明如何回答 都会马上出手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柳明目睹此景 瞳孔微微一缩 心念飞快一转 才面色凝重的长吐一口气 既然张道友都如此说了 那柳某就接阁下一剑再说吧 随后他也不再客气什么 手中轻月间一抖 当即密密麻麻的剑影又在身前浮现而出 一阵模糊后 所有剑影汇聚一体 轰的一声 一道巨型剑光一卷而出 清光锁过之处 隐约有嘶嘶尖鸣声夹杂其中 似乎威力比先前还要再大上三分 张秀娘目睹巨型剑光来袭的惊人气势 不经反喜 娇吃一声 来得好 我就让柳道友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修之术 随后他手中雪白长剑只是往身前一束 四周晶莹雪花就往剑身上狂涌而去 当即寒气滚滚白芒刺目 呼的一声 雪白长剑被张秀娘一把抛出 并在剑决一催下就化为道雪白皮链 击射而出迎头撞上了对面而至的巨型剑光 当即清白两种剑光顿时交织在了一起 但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看似声势惊人的青色剑光 只是被白色皮链 微微一脚 就一声爆裂 寸寸碎裂而开 这时后面的张秀娘 则在单手掐掘 一根手指向前虚空一点 雪白皮链中 一道巨大的雪白剑身 一闪而现 当即一个模糊 就冲流明所在 一闪而去 速度之快 仿佛电光火石 只是一个模糊 就出现在了流明镜前 并带着一股刺骨寒风 一展而下 流明面对此景 却不躲不避 反而双目迎芒一闪而过 木然大鹤手臂一动 一只金灿灿的拳头 就迎向雪白长剑 一蹈而出 似乎丝毫不担心拳头 被剑刃直接一切而开的样子 对面张秀娘 见此眉梢一条 竟然也没有操控远处 飞剑停下 反让飞剑就这般顺势 往金色拳头上狠狠劈下 滋拉一声巨响 金色拳头 在离雪白长剑持续远的地方 拳头中 骤然有黑色水雾一卷而出 同时拳头一掌一缩 一股无法形容的 巨力狂涌而出 并化为一团 模糊光运的暴力而开 雪白长剑当即遗产 立刻被下方无法形容的庞然巨力 弹射而飞 一口气滚到了十几丈处 才堪堪停了下来 但此刻的长剑狂闪不定 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声 似乎受到了一定损伤 张秀娘脸色也是白了一白 但片刻后 恢复如常 深深看了柳鸣一眼 单手向前一招 雪白常见一个闪动 击射而回 稳稳重新插入 此女背后的剑鞘中 柳道友果然不凡 秀娘希望下一次 还能有机会再领教道友神通 凤鸣师妹 我们走吧 此女淡淡说了一句后 就招呼了下面黄山女子一声 竟然自顾自就屈云离开了广场 下面那叫凤鸣的黄山女子闻言 慌忙冲阳前其他人告罪一声 就腾空跟了下去 转眼间 天月宗二女就远去不见了宗影 下面的其他人则有些目瞪口呆 要说柳鸣不久前 一剑击败高冲 已经让他们震惊了 那刚才一拳 竟然破了张秀娘飞剑之术的一幕 则真让他们一片骇然 但这时 空中的柳鸣却面沉如水 才将刚才击出的金色拳头 缓缓收回 只见 拳头前方的一层金色中 赫然碎裂了一小片 并从中 隐隐渗透出了丝丝血痕 刚才飞剑 纵然被他隔空一击而飞 但从飞剑上放出的犀利剑气 也同样伤到了其拳头的一些表皮 这让柳鸣对张秀娘的飞剑之为 也是暗自心惊不已 当他拳头收回袖中后 五指微微一松 手心中才有一颗被黑色水雾包裹的圆珠 显露出来 正是那一枚一元重水珠 原来 刘明先前之所以敢硬生生 用拳头接下飞剑 除了对那一层琉璃融火金的 增幅有自性外 更多则是倚仗了 握在拳头中的重水珠 就是有了这重水珠的庇护 才能将浑身距离发挥到极致 并能硬生生隔空击飞张秀娘的飞剑 诸位师兄 小弟今天有些累了 也就此先回去了 柳鸣面色殷勤不定变化了片刻 才两手一抱拳 冲下方众人微笑告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61章 太刚御剑术 诸位道友 既然如此了 想来其他人也没有出手的兴趣 我等也散了吧 以后有机会再切磋 杨钱见此情形 缓缓说道 行 在看过贵师弟两次动手的声势后 云某也的确没有多少斗志了 赤眉青年文言苦笑一声说道 随后他冲众人一拱手 就足踩赤云 腾空而走 剩下的血色等人见此 也是满腹心思 纷纷告辞离开 转眼间 广场边缘处 就只剩下杨钱和云姓青年二人 杨钱见此淡淡问了一句 云兄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哈哈 没什么 我知道 你最近修令一种阴煞秘术 要一些外力辅助 恰好我无意中得到了一小节阴随目 应该正好适合你 云姓青年咧嘴一笑 就从袖中摸出礼节 散发丝丝黑气的枯木 直接递给了杨钱 杨钱 神色一动 阴随目 此物对我的确大有用处 这有三千灵石 应该足以抵偿此物价值了 杨钱未接过黑幕 反而从袖中摸出了一个灵石皮带 先抛了过去 不用不用 此物是我心甘情愿赠送的 那黑脸青年 虽然接住了皮带 却连连摇手不移 就将灵石一抛而回 杨钱见此 声音一沉下来 云兄若不要灵石的话 我可不敢接受这节阴随目了 云姓青年自然能听出 对方话中的坚决之意 苦笑一声 也只能将皮带收起 杨钱面具下的面容 这才一松 抬手接过了黑幕 并把玩了片刻 目中透露出欣喜的表情来 云姓青年目睹此景 神色渐渐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不知怎么的 就喃喃说出了一句 没头没尾的话 对了 我能不能再看一看你的真容 你在说什么 杨钱正在把玩黑幕的手臂 动作一拧 声音变得冰寒刺骨 要是不愿意 当我没说过吧 那青年心中一跳 急忙甘笑几声 杨钱摸了摸面上的银色面具 十分阴森地说道 云道友 你不要忘了当初发下的誓言 除非我自愿 否则绝不允许 将我真正身份说出去 更不要去妄想其他的东西 要是能将我真容权 忘得一干二净 才是最好的事 云信青年叹息了一声 云某当然记得此事 只是你真容那般惊人 又怎是我想忘就能忘掉的 哼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但最好给我记清楚 你见到我真容第二次的时候 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杨钱冷冷说完 随后大修一抖就直接冲天而起 腾空趋云远去 云信青年则留在原处 静静看着远去的杨钱背影 整个人仿佛彻彻底痴呆 止住了一半 石屋前 黑影一晃 柳明就从天上一落而下 袖子冲前方只是一抖 当即一股无形力量涌出 将石门一推而开 身形再一动 他就进入到了石屋中 同时大门缓缓一关而热 柳明在屋子中心处的蒲团上 盘膝坐下 再抬起一手往眼前一放 只见手掌背面的伤口 赫然就变成了几道 淡淡的血痕而已 随着他肉身的强大 即使不动用一些恢复的法术 单凭自身的自愈能力 就足可以应付一般的小伤了 他活动了一下五指 见全都灵活如初 就真放心了下来 柳明在掠衣沉吟 单手在袖中一摸 就将那口青色短剑抽了出来 并放在眼前打量了一番 同时其脑中 不禁闪过了张秀娘背后的那口 血白长剑 虽然不知道此女所用的剑气 是何种等级的 但想来也不太可能是上品灵气 十有八九是和青月剑 不相伯仲的中品灵气 对方施展的飞剑之术 的确威力惊人 但他却隐隐能感觉到 张秀娘没有将此剑的威力 真正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 这位天月宗天才弟子的法力精纯 还是远远不如他的 可从另一角度来说 张秀娘的飞剑之术 却显得更加可怕几分了 有名心中默默回忆着 此女当初将手中剑气抛出 然后化为道血白痞链 轻易击溃青月剑所放剑光的一幕 很明显 张秀娘这种直接催动剑气 本身化为剑光的秘术 可比其现在所用剑修手段 要高明得多了 看来他还要参悟那部太刚剑绝了 相信以此书的玄奥 里面肯定也记载了类似的高阶秘术 他以前是修为不够 无法参悟出更多东西 但现在 进阶淋湿之后再去钻研此书 肯定会大有收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刘明这般思量着 将青月剑一收而起 缓缓闭上了双目 单手掐绝脑中当机灵光一现 一本金色点击就在神识中浮现而出 一页页的徐徐打开 他盘坐地上一动不动 开始飞快浏览起太刚剑绝起来 足足一个时辰后 他才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眼 满是惊喜的表情 太刚御剑术 果然有这种操作剑气本体破敌的剑修之术 柳明喃喃地说着 十分兴奋的样子 此书 修炼到后面之后 竟然可以做到百里外斩杀敌人于无形 甚至身剑合一和御剑飞行等神通 都是其中衍生出的其他厉害手段 很好 让我先看看 此神通是如何修炼的 之前 张秀娘修炼的所谓御剑术 其实就专指那身剑合一的神通罢了 只不过一般修炼者 还是多喜欢将此神通直接称为御剑术罢了 柳明深吸一口气后 再次闭上双目 重新将心神沉入脑海中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当柳明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 眉头却紧皱而起 修炼御剑术竟然这般艰难 不但需要记住无数的剑决手势 更需要一遍遍地和精神力坚不停地配合练习 才能将剑气操纵如意 然后再通过激发体内法力和剑气间的玄妙联系 才能将非剑微能发挥到极致 按照点击中对御剑术的描述 虽然修为不同 可让非剑微能截然不同 但若单以御剑术熟练程度为根据 也同样有入门 小城大城以及大圆满境界等几个层次的划分 并且同种修为下 威力也是天壤之别的 以柳明的估计 这御剑术的修炼难度 恐怕就是那些所谓的高阶法术 也根本望尘莫及的 甚至若是修炼者资质不够的话 说不定永生就停留在了入门层次上了 而御剑术中的身剑合一 就是需要起码小城境界才能施展出来 而御剑飞行神通更是不到大城境界 就根本无法做到的 张秀娘在境界临师前 就能领悟出身剑合一神通 可见身怀通灵剑体的恐怖滋质 以柳明的看法 这位天岳宗绝代弟子的御剑术层次 恐怕还只是停留在入门阶段而已 否则先前鄙视的那一剑 就不是用剑气伤了拳头表皮 这般简单的事情了 说不定一剑真可以将手掌一切而开 当然了 要是张秀娘御剑术 真修炼到这般可怕的程度 柳明也根本不会用拳头去接了 而会毫不犹豫地催动 重水珠全部威能 将其远远一头而出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 这御剑术也是一门 可以让其实力飞快提升的法门 柳明虽然不指望短短两三个月内 就将此法觉修炼到入门程度 但初步掌握让轻月剑 堪堪脱手攻敌的简单程度 还是能勉强做到的吧 柳明想到这儿 当其心中一横 就将袖中短剑取出 竟然真练习起了正宗的御剑术 这可和一般的御器法门不同 任凭他一次次地将手中之物 往空中一抛而起 但短剑要不是在空中 只是滞留片刻 就直接颤抖地坠落而下 要么就是在空中狂闪不定 从剑身上放出的犀利剑气 根本无法真正聚集成形 就这样 柳明在实物中一闭关 就是半个月之久 就在他自觉总算摸着一些 掌握御剑术的窍门时 忽然 十无外 传来了一阵阵的钟鸣声 柳明早就被人告知过相关事情 自然立刻知道 这是海族人出现的警报声 急忙将短剑一收而起 起身推开石门 他大步走到外面后 只见整座巨城 全都骚动了起来 巨城内 一条条非洲 一搜搜战车 密密麻麻地 从各个宗门去处 腾空而起 城墙上 一对对的假式 纷纷涌上城头 并飞快将一句句 巨大的扶弩架射而起 纷纷对准了极远处 柳明眉头一皱 足下黑云一起 就将其往高处一托而去 转眼间就到了数百丈高空中 将巨城附近和远处情形 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只见这时的巨城四周 那十几座淡银色高塔 全都开始散发出异样的光芒 同时悬挂塔顶的那些器物 更是嗡嗡 作响不停 并且声音节奏停顿 全都一般无二 仿佛处于互相呼应之中 与此同时 以巨城为中心 十几座高塔为支点 一座巨大之极的银色法阵 正在隐约行城之中 在远处的天边 则轰隆隆声大响 一道黑线凭空浮现而出 并且转眼间变粗变大 化为了一片滚滚而来的 无边黑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62章 海族来袭 在黑云出现的时候 下方一阵剧烈颤抖 水浪滚滚的狂涌而出 大地瞬间化为了 白茫茫的海洋 同时各种咆哮声传出 一头头奇形怪状的海兽 纷纷在海面上 或影或现 小的 不过持续大小 大的则仿佛小山一般 这时 空中黑云中 才有半人半鱼的海族人 纷纷落下 或直接踏水而行 或足踩某只海兽 声势毫不惊人 就在柳明看得出神时 耳边忽然传来杨钱的声音 柳师弟 掌门召唤你我过去了 他第一手一望 只见这位杨师兄 正在下方城墙上 冲击招手 而满鬼宗掌门 雷姓大汉等灵师 也均都站在那里 柳明轻吐一口气后 就向那城墙上一路而去 因为 已经来了援兵的缘故 所以我们几宗 不打算单纯的聚首了 除了留下小班人手 在城中外 其他人全都放出去 和海族人好好打上一场 以撞我方士气 满鬼宗掌门 一等柳明到来 立刻用吩咐的口气说道 似乎经过这些天的研究 已经对海族人十分了解了 林师妹 楚师弟 你们二人 大部分弟子留守城内 其他人全都跟我出去 艳师叔等前辈也会在城内坐镇 以防对方化精气强者 突然出手偷袭 大家都小心点 这些海族人士气阵望 并且十分试杀 可不会排开阵势和我们 多费什么话 柳明等所有满鬼宗灵师 自然没有不同意见 纷纷上了附近的非洲 其他方向上 天月 血河等几宗宗门 也都是同样的情形 一对对弟子 或趋云而行 或上了非洲战车 全都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当柳明也身行一动 上了一艘十几仗场的古舟后 耳中却传来了满鬼宗掌门的传音声 柳师弟 你是驱使万古人魔的关键人手 若是在战场上遇到强大对手 立刻返回城内 千万不用逞强 切记 你是本宗的杀手锏 一定以确保自身安稳为第一 柳明文言 有些惊讶地看了眼 满鬼宗掌门的所在 冲其略点了一下头 他这一次出战 原本就没有和海族人争斗中冒险的意思 毕竟以他的修为 也许同阶普通存在可以轻易战胜 但若遇到中期灵师 就很难有取胜希望了 若是遇到后期灵师 恐怕就该考虑如何自保的问题了 这时 古舟上七八名弟子恭敬地向柳明建立 在其一声吩咐后 就和其他满鬼宗古舟一般 向前积舍而去 转眼间 密密麻麻的诸宗前锋 就和对面的海水相隔不过离许远 一阵清明声 从天月宗中传出 当即 密密麻麻的剑光冲天一起 在骤然在空中一凝后 竟然化为了百余战场的晴天光剑 通体白光蒙蒙 并往对面虚空一路而去 噗的一声 巨剑在一掌而出后 寸寸碎裂而灭 离许远处的海水 却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 骤然从中间处分开 一道数里长的巨大沟壑 凭空在地面上露出 附近被波及的海族和海兽 则瞬间化为了血末 与此同时 附近另一片海水中 却传出无数海族人的呐喊声 接着水面上蓝光大放 一团团蓝色水球漂浮而出 在往同一处凝聚而去后 化为荔枝蓝色巨手 并五指一分 冲诸宗这边虚空一案 轰的一声 在九俏宗种地子中 当即一股乌形距离一压而下 方圆离许的飞车飞舟 通通被一拍粉碎 上面的弟子也是死伤一片 附近几名九俏宗临时 见此脸色当即变得十分难看 烽火门处 却在数十名精英弟子 掐绝施法之下 一头身长超过百丈的巨型火鸟 在人群中凭空浮现而出 双翅只是冲对面猛然一扇 当即密密麻麻的火鱼 弩箭一般的射出 迟迟声响成一片 海族中当即一团团烈焰爆裂而开 化为片片火云 将大量的海兽海族笼罩齐下 夺之不及者 纷纷化为焦炭 另一边 血河殿处 众多弟子张口喷出一团血物后 幻化成了十几柄 七八丈长的巨型血腔 一颤就击射而出 只看见虚空中 尖鸣声大齐 对面海面上十几道血痕 一省而过 凡身处血痕路上的海族海兽 全都身躯一颤 暴力而开 而海族阵容中 夺出了更多的蓝色大手 毫不客气 也冲诸宗这边纷纷反击而来 双方还未真正接触 就先有不少人当场阵亡 不过以双方的冲锋速度 这种远距离隔空交战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片刻间 人族诸宗和海族人 就相距不过百余丈远 最前方的弟子 甚至已经能看到 对面海水上 一名名海族人的 猙獰面容 一名烽火门的 中年灵师 突然大吼一声 动手 当其此宗 近百名烽火门弟子 纷纷取出一叠叠浮露 冲对面狂扔而去 这些浮露 只是狂闪几下 就化为一缕缕黄气 纷纷没入诸宗和海族间的地面 随后 烽火门中的弟子 狂催法觉不已 轰隆隆一阵怪响 前方地面上 黄光闪动之后 一节节土墙 竟然拔地而起 并疯狂拒长起来 硬生生化为 结十丈高 两丈后的长墙 并转眼间 有土化石 变得坚硬无比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对面的海水一打在厚厚城墙上 除了小部分从上方一卷而过后 大半海水都不由为之一环 只能从城墙两侧涌过 原本的席卷长天的惊人气势不由一顿 更有许多浴水冲来的海兽 夺之不宜直接堤吼撞到了城墙上 其中的强大者 只是身躯被反弹而回 脑袋略微眩晕片刻 弱小者则被撞得头破血流 纷纷受创不清 人族诸宗这边弟子见词 大习之急 纷纷或催动福气或释放法术 向城墙后的一干海兽海族狂轰不已 找死 海族人中也不知是谁 大怒怪叫一声 随后一名轻面赤甲的海族灵师 驾鱼头三十多丈长的八族章鱼 从后面海水中浮现而出 只是抬脚一踩章鱼头颅 当即海兽八只巨族一个模糊 就冲城墙狠狠一抽而出 一阵巨响 前方城墙爆发出八团刺目白光 接着碎裂声一响 墙上凭空现出了八个水缸大小的巨洞 附近的海水 当即从这些洞中一涌而住 同一时间 其他城墙前同样浮现出了巨龟 乌贼等几种强大海兽 也纷纷被驱使将城墙破坏的七零八落 巨城当即再次化为了巨浪 咆哮而过 一时间整个区域又全都化为滚滚海面 这时 诸宗弟子则早已纷纷舍弃身下的飞行器具 各持福气攻了过来 海族这边则是漫天黑云骤然一散 从中也现出无数骑着各种巨大海勤的海族修炼者 双方瞬间就仿佛潮水一般占到了一起 并方一接触的瞬间 就由数十道人影从空中坠落而下 一时间战斗变得惨烈无比 柳明胜为宗内高层 自然不可能和普通弟子一般 一窝蜂冲在最前方 而是早已舍弃了原先的古州 正屈云和杨潜并肩站在一起 在他们不远处 满鬼宗掌门其他灵师 则是神色肃然看着前方大战 片刻后 满鬼宗掌门低声吩咐 雷师弟 朱师弟 你们去西边支援一下 那边新出现了两名宁业镜的海族 雷姓大汗和朱翅文言二话没说 立刻屈云向战场西边飞去 雷师妹厨师弟 你们去东北杀了那几头皮糙肉厚的巨龟 那边的本宗弟子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是 杨潜 你去祥林的九孝宗那里支援一下 一小会儿功夫后 满鬼宗掌门附近就只剩下了 包括柳明高充在内的寥寥几人 这时 整个战场也彻底扩散了开来 并自发形成一个个大小不易的战团 有些战团是十几名海族人攻击数名人族弟子 有些战团却是数十名人族弟子联手攻击一名海族灵师 当然更多的还是双方宁业镜强者争斗在了一起 在强横力量的波及下 让附近区域都为之一空 就在这时 满鬼宗附近海面骤然间一看 接着传出了沉闷的巨响声 并且一下接着一下 仿佛有什么沉重无比的东西 正从深处徐徐爬出 牛鸣双目一眯 惊讶地向声音传出处凝望而去 只见海水一风而开 一只深蓝色的大手闪电般探出 一把就将附近正飞舞的一名血合电弟子抓住 并直接捏爆而开 化为一团邪物 然后是猫的一声牛吼 海水中爬出了一只牛手人身的巨大怪物 足有七八丈高 通体遍布蓝色鳞片 并且单手拎着一柄黑乎乎的巨剑 相同的此种怪物 竟然还在海水中接二连三的爬出 足有十三四头之多 这些怪物单手抡剑 已冲入附近战团 几乎是所向披靡 没有任何弟子能在他们手中多挨几下 要么被巨剑一展两截 要么被其大手一把抓住 直接捏爆而开 诸宗弟子法术福气 攻击在此怪物身上 却被体表厚厚鳞片硬生生挡下 根本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 满鬼宗掌门看到此目 脸色一沉 终于转手向柳明吩咐道 柳明 你去对付新出现的这些海妖 一般弟子 不是他们的对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63章 出战海族 柳明自然也看到这些牛手人身的妖怪 在满鬼宗弟子中横冲直转的情形 当即答应 是 张门 这些海妖就交给我吧 所谓的海妖 自然是指一些完全开启灵质后的海兽 就像修炼界对妖兽和妖族的划分一般 即使再强大的妖兽 若是没有完全开启灵质 哪怕拥有半山倒海的实力 也会被划分为妖兽的 相反 若是妖兽真正开启了灵质 哪怕自身弱小无比 也可被称为妖族一员 不过大多数情形下 妖兽根据种群不同 还是需要到一定实力后 才能彻底开启灵质的 并且拥有灵质后 自然不用仅靠本能去修炼 还可学习一些适合的功法秘术 果然一般来说 妖族还是比一般妖兽 要强大得多的 不过眼前这些牛手海妖 显然也是完全开启了 灵质的海中妖族 不但手中聚见武动凶猛 体表更是不时有点点蓝光汇聚而来 竟让他们越战越猛 不见有丝毫疲倦之意 柳鸣驱云飞动之下 单手一动 轻越剑就被其从袖中抽出 嗖嗖几声 几名挡在路上的海族人灵徒 就在寒光中被顺手 一斩两劫 随后他身行几个晃动 出现在了一头正挥舞巨剑 将一名盲鬼宗弟子 逼得节节后退的牛手海妖上空 一声低吼 这海妖在柳鸣出现的瞬间 竟然灵敏地感应到了他的存在 手中巨剑猛斗 向其上方狠狠挥出 嗡的一声 一股裂锋 就冲柳鸣一掌而来 以巨剑的恐怖体积 柳鸣在其面前显得异常瘦弱 这一击就仿佛一扇门板 横扫而过 柳鸣没梢一动 二话不说 短剑一横 竟是轻悄悄地 往巨剑处一挡而去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巨剑和轻跃剑一接触后 一股比巨剑本身还要强大 数倍的力量狂涌而出 牛手海妖只觉双手一热 手中巨剑竟然脱手飞出 同时双肩一马 庞大身躯登登向后连连退出 这时 刘明手中才短肩一抖 数尺长的青芒从剑肩上一卷而出 同时身躯骤然一个模糊 就出现在了牛手海妖的背后 呼通一声 牛手海妖的脖颈处 一道血线浮现出来 头颅咕噜噜滚落而下 庞大身躯也是随后翻身栽倒 一咕咕鞋协助从脖颈处喷发而出 这看似皮糙肉厚 防御惊人的海妖竟然被 柳明轻易的一展而灭 随后 柳明身形在这片区域中 其他海妖附近若隐若现 转眼间就有七八头牛手海妖 被其用同样的手段纷纷斩杀 不过当他身躯在一个闪洞 出现在另一头牛手海妖旁时 忽然背后破空声一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激射而来 柳明脸色一沉 双肩晃动 身躯立刻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只听唰的一声 一口三菱锥 带着丝丝白燕 从柳明后背洞窗而过 一个盘旋再次从柳明胸膛处 洞窗而出 几个闪洞就落在了一名 足彩白云 连颊狭长的海足男子手上 不过这时 柳明身躯却已经化为 点点灵光溃散而开 刚才那三菱锥洞穿的 只是柳明留下原地的 一道虚影而已 与此同时 柳明的真身在十几丈远处 另一个地方浮现而出 并冷冷地打量海足男子其眼 海足男子见此 心中一灵 二话不说 双袖抖动 里面嗤嗤声一响 竟从袖中一口气 飞出了其他四枚三菱锥 并在法掘催动之下 和先前那枚 骤然化为五道白芒 击射而回 这些白芒 只是一个模糊 就到了柳明镜前 同时一股滚滚炽热 先卷而至 柳明眉梢一条 手中青色短剑 只是滴溜溜一转 当即在无数剑气纵横交织中 一轮青月 在身前浮现而出 白芒一个闪动 就纷纷没入到青月中 闷响声连绵传出 五眉三菱鼓锥 竟然同时在青月中 发出脆响 暴力而开 里面狂涌而出 大片的白色灵液 瞬间化为火云 就将柳明身躯淹没了进去 远处的海族男子 见此 当即发出了得意的大笑 他这五眉鼓锥看似不凡 实际上不过是 五眉极品福气而已 但里面 却深藏了 其一身钢气所化的 厉害灵液 不过一般人又怎会想到 一名宁夜镜对手 所用的法器 竟不是灵气 用其他灵气 一碰撞之下 自然会让鼓锥 立刻暴力而开 从而让里面的白燕 出其不意地灭杀敌人 这名海族男子 用此手段 曾经数次击杀 同阶对手 这次同样祭出 果然还是大为奏效 就在海族男子 以为对方 绝无幸免之时 白色火焰中 却传出了 柳明的声音 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吧 哼 若真是如此的话 真是让我大为失望 这种手段 我在灵图的时候 就不知用过多少次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什么 你竟然还没死 海族男子听了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 白色火焰中 一股冰寒气息狂卷而出 将白色火焰瞬间扫荡一空 并露出里面一个散发淡蓝色光芒的人影 只见柳明单手持剑 体表却浮现出了一层 掺杂点点金光的蓝色光幕 正是其修炼的更蓝钢器 此钢器本身就是阴寒属性 外加和柳明功法极为匹配 故而防御力也是十分不弱 竟然将白色火焰硬生生全挡了下来 当然 柳明之所以敢如此做的主要原因 还是袖中早已握住了重水珠 并且刚才悄然逼出大量无形水器 早已充斥在整个光幕之内 否则 他还真不敢如此轻易冒险 对面海族男子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见到柳明 毫发未损自然是大感震惊 但脸色阴晴不定片刻后 面上绿色一线 两手一搓 哼了一声 一层白焰 就从男子体内狂涌而出 将其化为立名火人 同时从其口中 传出了阴沉的声音 我就不信 我的苍若之焰 竟会被你一名人族的钢器所克制 话音刚落 他两条手臂一扬 当即白焰滚滚卷出 隐约化为一条白色巨精直扑对面而去 此火精 在途中大口一张 柳明只觉四周虚空一热 竟然有一种避无可避的窒息感觉 哼 有些意思 柳明目光一闪 脸上首次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但下一刻 手中青色短剑 只是一抖 密密麻麻的剑影又在身前浮现而出 一阵模糊后 所有剑影汇聚一体 轰的一声 一道巨型剑光 一卷而过 清光所过之处 隐隐有丝丝的尖鸣声发出 那头白色火精 只是一声哀鸣 庞大身躯就被青色剑光一卷而碎 对面海族男子更是直觉 眼前一寒 剑光就已经到了其境前 再想采取其他防御手段 却根本来不及了 不好 大惊失色 发出一声大叫 就被滚滚剑光卷入其中 白眼所化护体钢器 在剑光中只是坚持了片刻 就轰的一声碎裂而开 海族男子只来得及 惨叫一声就被剑光绞成了粉碎 一片血雨当即从空中洒落而下 这位宁夜静的海族灵师 竟然在柳鸣施展剑修之术后 一击便被轻易地斩杀掉了 顺利程度 甚至还有些超乎柳鸣的预料之外 剑修之术果然稀利啊 怪不得无论修为高低 大部分人都是弹剑色变 柳鸣自言自语几声 单手虚空一抓 就在血雨中将一个镶嵌有众多贝壳的 黑色手镯一把抓住 在此之前 他早就听杨钱说过 海族人灵师常用的虚迷之物 大多是手镯状的 这种虚迷之物在上百余次的装入取出后 才会寸寸地碎裂而开毁掉 但比一般的虚迷符仍好用得多 故而海族灵师常用此物来装成东西 不过就在他刚将手镯放入袖中的一瞬间 一种危险之极的感觉 漠然从心头狂涌而出 仿佛下一刻就要大祸临头一半 牛鸣心中一惊 目光急忙四下一扫 但父亲除了稍远些 其他战团中的海族人外 哪还有任何敌人的踪影 他只是目光闪动几下 脸色大变身形一晃 带着一连串残影 就像一侧虚空飞扑而出 噗的一声 礼仗长满了数寸长历尺的巨口 忽然一闪而现 并在柳鸣原先战利处一咬而出 却只是咬到了满嘴的空气 几乎紧挨柳鸣身躯而过 柳鸣一声低吓 手中青色短剑一抖 一刀杖许长的青色剑气 瞬间向大口狂批而出 当的一声巨响 一只银色巨锤 在大口前方浮现出来 竟轻易地就将青色剑气 一挡而开 流明目光一宁 身躯瞬间倒射飞回 轰的一声 另一只银色巨锤 带着狂风净风 从高处一杂而下 却也落了个空 看来我还小看你了 难怪刚才那个废物会被你三下五除二干掉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附近虚空中传出 隐约戴丽丝差异之色 阁下是谁 何必鬼鬼祟祟的 流明盯着巨口上方的虚空 谨慎地问道 同时将青色短剑往身前一横 两手瞬间就被一层金色包裹 直接延伸到了手腕之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64章 丽莎 巨口附近处 却腥风一起 一条树丈长的金银鲨鱼 就凭空献身而出 此海兽不断身躯 清澈剔透 连体内骨骼都是一根根圆润晶莹 给人一种异常鬼魅的神秘感觉 在晶莹巨杀的上方 虚空略一扭曲后 一名身穿白袍 两手持锤的海族青年就显现而出 两只巨锤奇大无比 表面荧光灿灿 那海族青年面容英俊 一头绿发 额头上更印着一枚闪着 淡淫光芒的诡异符纹 微微掌缩不定 仿佛是活物一般 身上更是散发出 让人心寒的强大气息 柳鸣精神力略以感应对方气息后 当即脸色一沉就做出了判断 这是宁业境中期 海族青年淡淡的说道 在下银陵族丽莎 道友既然是一名剑修 那就有资格在我面前报上性命了 然后他将手中双锤往身前一碰 当的一声巨响传出 一圈圈气浪就像四面八方飞卷而开 这位丽莎竟仿佛力大无穷的样子 柳鸣的表情有些凝重了 口中却缓缓说道 在下满鬼宗柳鸣 阁下口气倒是不小 希望真正的本事 也能和口气一般大 话音刚落 他手中青色短剑 骤然间一个模糊 一口气劈出了十几道青色剑气 并瞬间融合一体 化为道巨大剑光席卷而出 丽莎见此双目是胸光一现 手臂一动 一个银色巨锤直接向前方翼子而去 轰的一声 青色剑光纵然犀利 但在银色巨锤凶猛无比的一击下 也是轻刻间溃散而灭 与此同时 海族青年身躯猛然一转 另一只手一抖 一只巨锤嗖的一声 带着一股狂风投掷而出 刘明只觉对面荧光一闪 另一只巨锤就呼啸而至 凶猛长肚 令其也不禁脸色微微一变 但他在狂风袭到身前的瞬间 单手略以掐绝 身躯就轻飘飘一荡而起 竟轻而易举就避过了对方的一击 海族青年见此 眉头微皱 但是当即单手就从前方 虚空一抓 那只被刘明避开的银色巨锤 当即发出了嗡嗡声 再次腾空而起 冲刘明所在 一阵劈头盖脸的狂砸而去 顿时附近虚空是狂风大气 到处都是银锤闪动的虚影 不过纵然如此 刘明却仿佛柳叶一般 随风而荡 任凭附近 锤影重重却始终安然无恙 丽莎见此冷哼一声 单手再一掐绝 身下的轻银鲨鱼当即尾巴一甩 就在阵阵霞光闪动中 凭空不见了踪影 同一时间 海族青年另一只手臂一动 赫然第二只巨锤 也化为团团虚影 向对面狂砸而来 转眼间 柳明身边竟是重重的锤影 其身法纵然玄妙 但是一下也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数次都是刚避过这一只银锤 下一刻又差点被另一只砸到 不过 最让柳明心中警惕的 是那只消失的诡异惊煞 此海兽隐身之术玄妙一缠 先前他就差点命丧其口 柳明心念飞快转动 当即单手冲额头一点 庞大至极的精神力顿时一卷放出 同时手中的青色短剑 一闪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淡蓝色小旗 只是迎风一展就化为帐徐般高大 这时又是一柄锯锤带着呼啸声迎头砸下 柳明却是微微一笑 不躲不避 反而将手中蓝色翻起往身前一晃 当即无数蓝色符文浮现而出 一层层蓝色水墓凭空浮现 瞬间化为数层 就将柳明照在下方 轰的一声 锯锤一砸而下 将外面两层水墓净数一砸而散 却被第三层水墓硬生生挡在外面 远处的丽莎剑此一声长笑 两手飞快掐绝一催 扑的一声 另一只锯锤也是一个模糊出现在蓝色水墓上方 并狠狠落下 正好砸在前面一只锯锤上 两只锯锤的微能瞬间合而为一 一声报名 就将最里面那层蓝色水墓一击而散 但下一刻 对面催动两只迎锤的丽莎却是瞳孔一缩 第三层水墓下赫然空空如也 哪有对方的半分人影在 就在这时 在离海族青年不远处的虚空中 忽然点点蓝光浮现出来 在中间一聚后 一道淡蓝色人影诡异浮出 丽莎猛然一个转手死死盯住蓝色人影 嘴角却泛起了一丝冷酷之色 扑的一声 一只锯口 在蓝色人影附近浮现 在闪电般一合 就将起从腰部 一腰两截 正是那只隐匿起来的 晶莹鲨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但未等海族青年脸上泛起一丝笑容 蓝色人影的蚕食却是一闪化为点点蓝光 并就此消散在了虚空中 这时 晶莹鲨鲨鱼的完整身躯才在附近一闪而现 丽莎剑慈 终于一惊石声出口 水影树 清灵族的精水漆怎会落在人族手中 就在这时 金沙上方一团黑气凭空浮现在滴溜溜一转 顿时化为丈许般大的黑色漩涡 同时里面一声闷响 金光一闪 一只金色拳头就从里一倒而下 狠狠砸在下方海兽的长头炉上 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一团金色光韵 瞬间在下方暴力而开 海兽一声哀鸣 整颗头炉就此一凹粉碎而开 无数血肉碎骨丛中迸射四箭 残缺尸体当即一软 从空中坠落而下 显然此兽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接着黑气中才模糊身影一晃 流明丛中平静地现身而出 海族青年目睹此景 根本来不及出手相救 大怒双眉也是到处而起 你竟敢伤我爱兽 我要你拿小命抵肠 这只能会引力的惊杀 可是他费了无数力气才培养起来的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还有一丝进阶化精妖兽的潜力 如今就这般在眼前被人打抱而亡 怎不让其暴跳如雷 青年两手飞快一掐绝 远处两柄锯锤 顿时一个闪动 倒射而回 在一个模糊就稳稳落在了他的手中 李莎当即将两只锯锤往中间一合 在口中念念有词 一声霹雳 一道道银湖凭空从锤内缭绕而出 同时 海族青年身躯骤然一掌 竟一下拔起数倍之高 两只锯锤一个模糊 就再次化为了片片银色锤影 李莎手臂不停 打不移动 在疯狂无动中 就直接向柳鸣冲去 无数电弧从锤影中涌出 向四面八方缭绕而去 声势毫不惊人 雷属性功法 刘明一见此景脸上 也不禁献出几分忌惮 要说世间万般功法中 有哪种功法的破坏力 堪堪合也和剑修之术 相提并论的话 恐怕就是这雷电之力了 当然 刘明也没有想到 眼前对手竟然就修炼了此类神通 并且在那两顶锯锤 恐怖之力配合下 唯能更是恐怖至极 绝不是其可以应接的 看来他不动用杀手剪的话 真的只有退避而走这一途了 刘明如此想着 心中也没有任何犹豫 袖子一抖 黑色圆珠从中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就落在金色手掌里 另一手飞快掐绝 提表点点金光浮现而出 就此化为蓝色光木互助全身 与此同时 一枚金银冰锥飞快凝聚而出 散发出了洞彻虚空的惊人寒气 但丽莎对这一切 视若无睹 仍是足彩虚空 向刘明一步步走来 每一步都异常沉重 转眼间 就离刘明不足数丈远 眼看其只要双臂向前一挥 从锤影中弹出的银色电弧 就可以将刘明彻底笼罩在攻击之下 但就在这时 刘明墓中精芒一闪 单手骤然间往身前半仗长的 巨大冰锥一拍 破空声大响 蓝色冰锥当即化为精芒一闪而逝 下一刻就到了巨大化的海族青年前方 那丽莎一声低贺 两只巨锤骤然向中间合力击 就在一声翠响中 将巨大冰锥结结实实砸了个粉碎 碎冰似箭飞射 但在白茫茫寒气中却是吃的一声 一根精银细针竟从中弹射而出 海族青年见此心中一灵 身躯一晃 就要向后倒射避开 但就在这时 却忽然感觉身躯一寒 动作变得迟缓了起来 红石附近虚空中 此啦一声 一层层薄冰就凭空凝结而出 瞬间 竟要将它冻结在原处 被刘明修炼到大圆满境界的冰锥树 外加更蓝钢气本身的增幅之力 一旦爆裂后散发的寒气之烈 实在远超一般人想象 丽莎这下真的是大吃一惊 首次感到有陨落的危险 但变身后的这位中期宁夜镜的存在 实力强大 也远非出气零食可比 她只是一声大鹤手中双锤顿时电弧狂闪而开 将附近的寒气硬生生一躯而散 但如此做的瞬间 却对那击射而来的碧芒根本必无可避 那海族青年也只能猛然将胸膛一凹 一团精纯白气脱口喷出 正好击中了迎面射来的碧莹针 戏针纵然犀利无比 但被此气阻挡后也不由顿了一顿 丽莎见此猛然一偏头颅嗖的一声 绿色银针就从其一侧而坠处洞窜而过 甚至连鲜血都未流出一地 但纵然如此 也让海族青年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再抬手向前方一望后 瞳孔又不惊一缩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六十五章 画经出手 柳鸣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离奇不过三丈远的地方 正将一只金灿灿的拳头向其缓缓导出 尚未真的激出 一股让海族青年为之心惊的庞然巨力 就先涌了出来 丽莎想都不想 两条手臂一动 就将两只巨锤横在身前 但是轰的一声 景色拳头 结结实实 击在两锤间的地方 丽莎只觉双臂一麻 双锤不由自主 一旦而开 同时身躯向后 蹬蹬蹬倒退出去 一时间竟无法止住身形 她的面容显示一惊 但马上凝色浮现 忽然一张大口 喷出一面血色小盾 只是滴溜溜一转 就化为一层血色光幕 将其护在里面 哼哼 我要这面血之盾 你想伤我根本就是妄想 丽莎狂笑起来 之后才身躯一晃 终于勉强停下 就在这时 对面刘明 打出的那只金色拳头 却是目然五指一张 一颗黑色圆珠 从中激射而出 一闪即逝 化为一团黑雾 重重击在斜幕上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一声闷响后 斜色光幕就被圆珠 轻易一击而碎 接着一个模糊圆珠 重重击在了 海族青年的胸膛之上 一声残叫 丽莎的胸口当即凭空 躲出了一个 王口大的邪洞 护身刚气 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 并且一掌一缩后 身躯就在满帘恐惧中 化为了血鱼 爆裂而开 这位宁夜镜中期的海族灵师 竟然就这般被柳鸣 击杀掉了 柳鸣则趁此几个晃动 脱离了血鱼笼罩 同时单手往前方一招 嗖嗖几声 碧影针和黑色圆珠 还有一枚贝壳手镯 就从对面击射而回 被其袖子一抖 全都收入其间 随后 他目光一扫 落在两柄看似不凡的银色巨锤上 略一沉吟抛出两张储物符 两股白霞一卷而过 这两件巨大的兵器 也是一收而起 就在柳鸣袖子飞卷而出 将两张储物符收好的时候 忽然耳边喘了一声 暴怒的大贺 人族小贼 你竟然敢伤我指尔性命 看老夫 不将你随时挽断 这声音轰隆隆的 竟仿佛雷鸣一般 即使以柳鸣精纯修为 和庞大的精神力 也是不禁身形一晃 差点从空中直接坠落而下 同一时间 海族大军后方 却是一声长啸传来 一道模糊虚影 鬼魅一般从远处击射而来 只是几个闪动 就出现在了战场之中 一路上 阻挡其前进的海族 人族均都被其一撞而飞 轻则皮开肉绽 重则当场骨折毙命 此刻 刘明才总算从眩晕中清醒过来 骇然的一抬手 就看到离其不远处的地方 出现了一名身穿银色长袍的枯瘦老者 脸色铁青 双目如旧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柳明心中一沉 几乎想都不想 单手一个翻转 黑油油的铁桶浮现而出 嘎嘣机关声一响 一张晶莹丝网 就向对面一招而去 同时立之手 则清光一闪 青涩短剑浮现而出 向对面一口气狂斩十几剑出去 但他自身 却毫不迟疑双足一动 向后方弩剑一般 击射而回 想走 先把命留下再说 哭售老者一声低贺 袖子一翻 一手就向柳明虚空一抓而来 对那精英丝网和十几道青涩剑气 全都视若无睹的样子 扑的一声 老者身上狂涌出一层蓝蒙蒙的光焰 丝网和青涩剑气 方一道镜前 全都被此焰卷入 化为了灰迹 同时 已经顿出十几丈远的柳明 只觉身躯一沉 一股巨大犀利从后面爆发而出 竟让其不由自主向后倒飞出去 柳明大惊失色 两手飞快掐绝 拼命狂催体内乏力 身躯一沉 再次停在远处 这一幕让后面枯兽老者倒是不由轻移了一声 但随后面上猙獰一现 显除无止 随后微微一躯 就在这时 且慢 另一个声音从蛮鬼宗后方传出 接着 枯兽老者上空 黑气滚滚而出 一只遍布绿毛的巨大鬼手 从中闪电般的一拍而下 直取老者的天灵改 枯兽老者脸色大变 原本坦出的手掌 骤人方向一改 向高空的鬼爪一抓而去 一声钟鸣般的轰的闷响 鬼爪和老者手掌间 爆发出了一团绿蒙蒙的气暴 一股飓风一般的震波 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附近战团中争斗之人被波及之下 纷纷东倒西歪 一些法力稍微弱些的 更是法觉失灵从高空坠落而下 更近些的柳鸣 虽然还能勉强保住身躯不动 但是在狂风中 也是觉得面如刀割 空气一紧 竟然有要窒息的感觉 这让柳鸣海然至极 后面出手阻挡之人听声音 正是那位艳师叔 但能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 肯定是海族那边的 化精气强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刚才竟是一名化精气强者 对其出手 这让他不由一阵后怕不已 心念飞快转动 立刻取出了数张俘虏 往身上一拍 然后一个转身 就顶着数层光幕 在狂风中向后拼命逃去 正单手和空中鬼爪 僵持不下的枯瘦老者 目光一瞥就将狂风中流明的举动 看了个一清二楚 他的面上狠力之色一闪 突然另一只手臂一动 一根手指就冲流明所在的方向 一弹而去 住手 空中黑气中当即传来了 艳师叔暴怒的声音 另一只鬼爪也带着阵阵兴风 从黑气中一一抓而下 但明显已经迟了 只见枯瘦老者手指前端 蓝光一闪 一小级黑油油的指甲 竟搜的一声弹射而出 一个闪动就不见了踪影 几乎同一时间 正在向后方拼命顿走的流明 忽然感觉心中一寒 接着后背一热 整个人就在一股巨力撞击下一扑而出 同时忍不住一张口 就喷出了树团精血 他的背部瞬间变得是疼痛无比 仿佛被人用尖锥狠狠扎了一下一半 而枯瘦老者见流明向前几个亮枪 竟然安然无事再次爬起身来 不禁呆了一待 但马上大怒准备再向其出手时 却忽然一道白色皮链 从附近虚空中一闪而出 围着其身躯就是一绕 叶天梅 枯瘦老者一下如同被踩了尾巴一般 弹跳而起 双锈慌芒抖动 两面金色圆波浮现而出 同时身躯滴溜溜一转 就化为团精萌萌的虚影 但纵然如此 白色皮链一斩在其上后 当即发出了刺耳的尖鸣 不过片刻 砰的一声 金色虚影在白色皮链搅动下 就是暴力而开 但里面光芒一闪 一道蓝色金红 趁机一闪而出 只是几个模糊 就要圆盾离去 就在这时 空中一声怪猴 一道绿茫茫的光柱从天而降 正好击在了逃走的惊鸿之上 惊鸿中当即闷哼传来 但只是略微一颤 就速度丝毫不便继续击射而逃 而且片刻间就回到了海族大军之中 这时候才从那边传出了枯兽老者怨毒之急的声音 叶仙子 焰道有你们的大恩 礼谋铭记在心 还有 刚才击杀我侄子的人族小子 老夫迟早要将你 臭皮拔金 一泻 心头之恨 随后老者声音渐渐远去 竟然就此一去不回头了 这让战场上正在激战的诸宗和海族修炼者 都不禁面面相去 更是下意识纷纷停止了争斗 就在此刻 空中 黑气里人影一染 一个头扎三脚发病的挥袍老者 从天而降 正是那位艳师叔 不过他一现身的瞬间没有理会柳铭 却是先冲空中那道盘旋飞舞的白色匹链一拱手 多谢叶仙子出手相助 否则刘诗之这次恐怕再劫难逃了 我等几宗现在同气连之 利老怪竟然无事约定 敢进入战团出手对付一个小辈 我自然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话音刚落 白色匹链光芒一连 就在原处献出一名身穿白色工装的貌美女子 却是天月宗的叶天梅 但这时此女看向柳铭的目光 却是有一丝惊讶之色 要知道 先前那枯瘦老者断甲一击 就算是身为同阶存在的她 也不敢大意用肉身直接抵挡 而柳铭在结结实实中了这一击后 竟然只是喷了一些血就看似无碍 这自然让她有些诧异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没有仙子出手 恐怕很难这般逼腿利老怪的 刘诗指你过来 谢谢叶前辈救命之恩 艳师叔摇了摇头 冲柳铭一招手 柳铭强忍着后背 火辣辣的剧痛走了过来 冲叶天梅恭恭敬敬地道谢 晚辈 多谢叶前辈出手 叶天梅文言微微一笑 没什么 我倒是没想到才几年不见 柳诗指不但真修炼成了剑修之术 而且还已经进阶成了灵诗 刘明仍然有些恭敬地说道 不敢 没有前辈当年指点之恩 晚辈怎可能在剑修之术上 这般轻易入门呢 怎么 刘诗指剑修之术是从 叶仙子这儿学来的 旁边的艳师叔文言顿时有些惊讶 而就在这时 海族大军后方却忽然传出了一声 长长的号角声 当即两阵前的海族海兽就潮水一般向后退去 天上黑云地上海水 也紧跟着轰隆隆向后飞快退去 转眼间就再次化为一道黑线 不见了踪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二百六十六章 圣兽之鸾 夜天没见 此眉梢一条 海族人已经退了 这次攻击可是有些虎头蛇尾 像如此 我等几个野回城商量一下吧 这次 海族人画精其强者 首次无视契约出手 我等不得不防 艳师叔文言也是神色肃然 嗯 此事的确非比寻常啊 我们几宗是要好好商讨一二 二人再向后面城中的其他几名 画精强者传音商量了一二后 当即也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于是诸宗联军纷纷放出非洲战车 再收拾了一下战场 并将战死的同门尸体找到后 就一同戴上 向巨城中滚滚而回 虽然这次两族之战并不太长 但也各自死伤弟子数百人之多 让一些和死伤者相熟之人 都不禁有些神色黯然 一回到城中后 艳师叔并没有追问刘明 用什么方法 挡住枯受老者的致命一击 反而是叮嘱了其几句后 就匆匆离开 和其他几宗化精强者相聚去了 柳明自然更没心思应付其他人 和同宗之人打了声招呼后 就匆匆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方一在石屋中盘膝坐下 就立刻将身上的几层外衣除去 露出了那一身紧贴肌肤的胶灵皮甲 在其背后处 一枚挡在心脏位置上的暗红灵片的中心 赫然已经深深凹进了数寸之身 并且灵片下方是乌黑一片高高肿起 柳明用精神力一感应背后的情形 不仅是一咧嘴 显然要不是有这件胶灵皮甲 他这次肯定就陨落无疑了 化精其强者随手一击 竟然就这般恐怖威力 怪不得各宗都将此境界强者存在与否 当作宗门的立足根本 而他因为先前击杀的那名叫丽莎的海族灵尸 却被这等一个恐怖的存在盯上 想想都让人遍体发寒 不过 好在朱宗和海族现在是生死大敌 这位海族化精其强者 有艳师叔等人族强者牵制 是无法轻易对其出手的 他只要在以后大战中多加小心一眼 应该不会有机会单独面对此存在 刘明默默思量了片刻 心神稍加平静 手臂一动 将一枚早就取出的青色俘虏拍在后背上 乌黑处 淡淡白光流转 油浓转淡 飞快消肿下去 并最终变得和附近的肌肤一般无二 不过这些只是一些表面伤势而已 即使不动用俘虏之鱼 单凭其肉身强横 相信也会很快 没有大碍 真正麻烦的 却是他在这一击中 体内受到的强烈震荡之伤 这种伤势即使有丹药辅助 恐怕也要有十几天都无法痊愈如初 柳明这般想着 手中已经取出了树莓丹药 飞快吞服下去 接着再想了一想 袖子一抖 两团黑光从袖中飞出 并发出了乌乌声 滴溜溜一转就化为两枚镶嵌贝壳的黑乎乎的手镯 静静的悬浮在身前的虚空 柳明只是单手一招 就将其中一枚手镯一转而下 略以打量将精神力往其中探去 咦 柳明发出了诧异的一声 下一刻单手往手镯上一拍 扑的一声 一团蓝霞飞卷而过 身前顿时浮现出了一大堆东西来 其中大半都是淡蓝色中高阶灵石和一些五颜六色的贝壳 小半则是一些药瓶浮禄 还有树剑用瘦骨炼制成的下瓶灵器 均都是一般无二的数寸长的飞叉 但其中最惹眼的 却是一枚拳头大 不知名的瘦卵 表面遍布紫红色灵纹 并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气息 一看 就不是一般的灵兽之卵 刘明见此同样有些意外 单手一捞就将紫色瘦卵稳稳吸到手中 但在手指一接触瘦卵的瞬间 忽然是琵琶声一响 竟然从卵中涌出了几道紫色电丝 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仍然让其手掌一麻 刘明顿时一惊 这瘦卵竟然是一只雷属性的灵兽之卵 如此一来 只要此兽不是以后潜力太低 那价值之大就可想而至 而且紫色的电弧 他似乎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刘明双手捧着这紫色瘦卵 面色当即有些阴晴不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同一时间 海族向索来方向退去的大军上空 一只九条银色飞鱼 拉扯的一只精致异常的巨大飞车上 一名身穿蓝色假衣的 儒雅海族男子正似笑非笑的 冲旁边枯瘦老者说道 力兄果然勇猛无比啊 这次竟然一人就敢闯入人族大军中 并能面对两名同阶全身而退 其中一人还是人族顶顶大名的剑修 哎呀呀 此事传扬开来 说不得会让力兄威名再增上三分呢 枯瘦老者原本脸色就阴沉无比 一听这话勃然大怒 于道友 你莫非在讽刺我 我怎敢如此呢 蓝甲男子 斜撇了老者一眼 不过话说回来了 区区一个侄子的丧命 还不至于让你这般失态 竟冒齐险去对付一名区区的人族灵师 我没记错的话 力兄轻生的侄子 没有三四十个 也有十七八个之多吧 枯瘦老者目光 微微一闪 口中却是毫不客气地回道 哼 你知道什么 丽莎和其他侄子怎能一样 不但具有天生的九雷灵脉 而且还天生体质一变力大无穷 是我这些侄子中最有可能 崇敬化惊奇的存在 哦 果真如此 丽兄不要瞒我 就算丽莎真是你最器重的亲侄子 但对我等来说 也不过是多关注重视一二 怎么看也不至于 让你我要到冒险出手的地步吧 蓝甲男子说到这 面色已沉 要知道你这一次出手 很有可能要遭到人族那边的反击 万一坏了我等先前商量好的大计 这又是谁能担待得起的 枯瘦老者听了这话 双目一眯 瞳孔中竟是冰寒之光 于道友 你在威胁我 威胁谈不上 蓝甲男子将面上的阴沉之色 又一手而起 平静地说道 不过我很好奇利兄如此做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 为了这次入侵云川大计 我等几族可是准备了数百年时间 在下绝不允许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影响其成败 不过我不是银林一族之人 自然管不到利兄 但想来贵族族长所说之话 应该管用一耳吧 枯瘦老者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铁青一片 同时双目死死地盯着蓝甲男子 袖中的双手一下握成了拳头 一副怒急就要出手的样子 但是蓝甲男子对此却视若无睹 只是淡淡地望着老者 一句话不说 好 算你赢了 枯瘦老者咬了咬牙 终于冰冷开口 不过你听了此事之后 最好永远滥在自己的肚子里 否则 我说不得要再领教一下 于道友的神通了 蓝甲男子文言 微微一笑 利兄放心 只要所说事情不涉及我等几族的大忌 在下自然会保守秘密的 枯瘦老者看着同般的笑容 心中却十分的郁闷 半晒后才缓缓说道 我这侄子的身上 应该 有我们迎领一族圣兽 不久前缠下的一枚变异的 雷鼠性兽鸾 什么 贵族圣兽之鸾还是雷鼠性的 你疯了 原本笑盈盈的蓝甲男子一听这话 当即神色大变 差点蹦起来 冲老者大骂起来 枯瘦老者 阴沉的解释道 你激动什么 虽然是变异的圣兽之鸾 但刺卵先天不足 基本上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孵化出来 以后顶多也只能拿来炼丹 获作他用 我之所以将其借给丽莎 也只是打算让他借助卵上 产生的变异雷电之力 看看能否让其自身对雷电掌控 再更近一层 可没想到这个蠢货 竟然会被区区一名 初期人族灵师给击杀了 连带圣兽之鸾都被一通缴获 我这才不得不冒险出手 想要将其重新夺回的 哼 原来只是一头 变异的死鸾呢 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否则贵族以后 恐怕要凭空 多出一头化精器以上的恐怖战力了 但话说回来 即使一枚胜兽死卵 那也是珍惜万分 若是利用好的话 对你我这样的存在都会大有好处 不过你放心 于某说话算话 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不过看丽兄样子 肯定不会这般轻易放过那人族小子 还要将胜卵重新找回的 到时 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啊 对付区区一名人族灵师 倒有认为我还要借助他人之力吗 枯瘦老者双眉一束 脸色不太好看 这倒是于某失言了 希望利兄能马到成功 蓝甲男子们也是哈哈一笑 但心念在飞快转动 而枯瘦老者只是哼了一声 倒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此时 在人族巨城石屋中 柳鸣江手中的紫色瘦卵 正放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盒中 将盖子一合上 并十分凝重地 用数张符录贴在上面 通过先前的一番检查 他虽然没有辨认出 这是何种灵兽之卵 但其中生机气息衰弱无比 还是能够清楚感应到的 故而他打算先用符录 将兽卵封印起来 等以后找到机会 再找人前来辨认一样 看看是否真值得花大力气 来救治或者孵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至于他打开另一只储物灼后 里面东西就普普通通了 也是一些临时丹药 和一些先前见过的古锥福气 并没有其他太过珍惜的东西 但就这样 这两名海族临时的收藏 也让刘明大感满意了 不说其他东西 光说那些中高品临时 就有二十余万之多 让他手头一下大为宽松了起来 这也难怪 毕竟是两名灵师的珍藏 哪怕没有全部都带在身上 也绝非一般灵徒身家可逼的 接下来的时间 他双目一闭 两手掐绝催动药力 开始疗伤起来 同一时间 刘明在此战中 一举斩杀两名海族灵师 其中一人还是中期灵师 并从海族化精强者一击中 逃得性命的事情 也在整个巨城中传扬开来 满鬼宗弟子 向其他宗门弟子 说起这位新晋的柳师叔 那都是得意洋洋 大感自傲 其他宗门弟子 则大半将信将疑 小半则根本不信此事 不过在两日后 当专门负责清点战绩的功勋榜 在巨城各处张贴出来后 刘明赫然以三千功勋的成绩 排在第一 一下就震惊了朱宗 这倒不是说 其他人没有能力 斩杀同阶海族的灵师 但是他们大都已经在 以前大战中显露过实力 弱一点的海族 自然绝不会主动上来送死 并且 海族针对人族中的 远超同阶的存在 更会派出能克制之人专门盯上 张秀娘 在上次大战中方一露面后 就被两名精通防御之术的 中期宁业镜海族缠住 任凭其飞剑之术犀利无比 但也无法破开对方 合而为一的强大防御 当然 此女能够牵扯两名宁业镜中期海族 也是立下大功 但和直接斩杀两名对手的柳明相比 自然还差了许多 就在这时 有关柳明也精通建修之术 甚至和张秀娘切磋过 还未曾落败的消息 也不知从谁口中传了出来 一时间柳明之名 在诸宗灵徒弟子和灵师间 算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更有人将柳明和张秀娘 并称为大玄双子 直接承认了 其和张秀娘一般 拥有孝傲同阶的强大实力 柳明对这一切自然不太清楚 而是一直默默的闭关疗伤 在此期间 海族人又再一次 派出大军前来攻城 不过未等柳明出关 就提前收到了 满鬼宗掌门的传讯 让其留在住处 不用理会以后的大战 至于缘由 一来因为他还有伤在身 不易再战强敌 二来 其所力功勋已经足够了 根本无需再冒险露面 只要专心为最后一次决战 做准备即可 刘明收到这等消息 虽然有些意外 但自然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内 他在伤失一痊愈后 当即开始默默的继续练习御剑术 毕竟无论怎么看 只有此秘术对其实力提升最快 也最有可能在决战前加以掌握 至于他得到的功勋点 是诸宗联合用来奖励和海族争斗中立功之人而用的 果然能换取之物也是诸宗共同开放的 其中种类是无花八门 既有灵气功法 也有丹药服录等各种东西 刘明倒也没有客气 直接用这些功勋点 换取了几颗能够增进灵师法力的丹药服下 让自身法力剩下时间内 又进一步的激增猛涨 隐约已经距离宁业境中期不太远的样子 在此期间 他在偶尔外出中也得知 诸宗华京七强者 还是和海族强者在附近某处又大战了一场 这一场虽然诸宗因为人数关系明显大战下风 但在几宗强者动用了压箱宝物情形下 还是勉强没有真被彻底击溃 故而华京强者不准掺和大战的约定 仍然在两族间继续维持了下去 不过听海族强者离开前的言语 明显对此战结果不太服气 应该不久后还会再痛诸宗华京七的存在 发起挑战 这一日 正在石屋中修炼的柳明忽然听到屋外传来阵阵的欢呼声 心中一动走出了屋子 只见附近空中和城墙上 竟是密密麻麻的各宗弟子一个个全都兴奋异常 冲某个方向平平指点不已 柳明双目一觅当即腾空而起 直到缺云在柏鱼站高空中才悬浮不动 并往同一方向眺望而去 直见远处的天空中 赫然出现了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巨舟 每一只都足有柏鱼站长 全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族甲氏 周群附近更有无数大小不一的飞车林情 上面同样是三五城群的人族修炼者 直奔巨城所在鸡舍而立 看到那艘巨舟上的银色标记吗 那是内陆大宗昭德宗的标记 听说其门下有昭德妻子之称的 七名宁夜镜后期强者 每一名都有进阶化精期的惊人潜力 那些全是蒙面女子的 想来应该是万庙门下了 听说此门哪只收女性弟子 并且各个精通魅宫 不知是多少大陆宗门 男性弟子想取的绝佳双修伴侣啊 哎呀这算什么 你看那艘黑色铁舟上的黑甲人嘛 这应该是云川大陆 有第一宗之称的元魔门弟子 听说奇门下 出了一名拥有天灵外的恐怖弟子 三十岁不到 已经进阶宁夜镜中期了 更有越阶斩杀的恐怖力 据说是我们云川大陆最有潜力之人 而听说元魔门第一台上长老 也是我们云川大陆名副旗席的第一人 已经修炼到了化精期极限的假丹境界 距离成就真正金丹 也不过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么一说 有这三大宗门相助 我们大选应该彻底无忧了 在柳明不远处 一些满鬼宗弟子正兴奋至极的交谈着 显然对这次元兵所来之强 有些大出预料 对此后决战的胜利 更是再无任何怀疑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这时 巨城中传出了一个淡淡的女子声音 这次大选能得元摩万妙 昭德三大宗门道友相助 冷月代表天月诸宗 感激不尽 诶 竟然是冷月道友 听闻道友遭人暗算已经卧床不起了 另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对面某只巨舟上传出充满了诧异之色 是元摩门的贺奸道友吧 凭你前段时间的确遭人暗算 但经过这些天的疗伤已经没有大碍了 说话之人竟然还真是天月中的冷月事态 很好 有冷月道友付出的话 相信我等剿灭海族人就更不成问题了 元摩门的贺奸文言当即大笑悔道 随后远处的周群就在轰隆隆声中飞快接近 刘明看到这儿 面露若有所思之色 接下来 巨城中木人多出了三大宗门弟子后 自然一下变得拥挤了许多 同时元摩门三宗高层 更是和天月满鬼诸宗连夜上讨 对付海族大军的具体事宜 并且很快就做出了详细部署 第二天一早 诸宗就派出了一名使者 相约海族人三日后决战 有些出乎诸宗预料的是 海族人竟然对人族妖战丝毫具意没有 竟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巨城中心处的大殿里 一根人族化精强者聚集一处 再听刚刚从海族大营返回的使者 讲述海族人的回复和反应 冷月师太双目寒光闪动 这般说 海族人对我们的妖战一丝迟意都没有 并且还有些喜行余色的样子 这些海族的兔崽子搞什么鬼 他们明知道我们来了援军 竟然还答应的这般痛快 其中不会有诈吧 旁边九窍宗的淋浴上人一摸胡须 有几分迟疑的模样 海族人反应的确有些奇怪呀 但不管怎么说 我等既然已经发出了约战邀请 自然不可能再有丝毫退去 但为了万一起见 这次和海族人大战如何去打 还是要更加斟酌一二呀 一名身穿轻袍 头扎如今的绝朔老者 缓缓说道 此刻在场之人 除了诸宗化精强者和这位老者外 还有一名面容交好的紫衣妇人 和一名身披黑甲的猙獰大汉 肌肤骨同双目正亮 这名身穿黑甲的猙獰大汉 此刻是黑黑一笑 哈哈 顾长风道友所言极是 这一次和海族之战 将决定你们大选 甚至其他几国的安危 可惜呀 袁师兄十几年前就开始毕生死官 无法和援兵一同出发 否则我等就不必这般瞻前顾后了 以师兄的实力 足以横扫海族大小各部落 坐在冷月师太旁边的叶天梅 忽然带梅一扬 小妹早就听闻贵宗历代最强者 都会自动继承原魔称号 这一代的原魔更是有过一口气 击败过五大化精旗强者联手的恐怖战绩 这才被大陆诸宗共推为云川第一人 可惜 小妹进阶化精时期较短 未曾亲眼目睹其原魔道友当年的神采 真是一件可惜之极的事情 不过贺道友可知道 贵师兄因何会必生死官呢 嗯 师兄在闭关前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黑甲大汉 对叶天梅的询问倒是不敢怠慢 但话语中隐约透露出了一种傲然之色 不过既然是必生死官 想来不是寿元将近 那就是感受到了突破契机 准备再次进行突破 而袁师兄正当盛年 想来多半应该是后者吧 在座其他诸宗强者闻言 都是不禁脸色一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68章 偷袭 难道 原魔道友已经突破假单瓶颈 尝试碎精结单了 这一次却是血合定化精强者 血灵满脸骇然的问道 这个赫某就真不知道了 先前之言也只是在下的一些猜测而已 诸位道友不用真当真的 赫尖打了个哈欠说道 其他人却是面面相去 没有起人 真信着黑甲大汉之言 好了 就算原道友真有希望凝结真丹 成为传闻中的真丹修士 也原水解不了尽渴 对我等眼下战局并无直接影响的 冷月事态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凝重说道 我等想在下面大战中击溃海族大军 还需在座道友共同出力才有可能 这是自然的 那名紫衣美妇忽然一笑说道 但说实话 这次我内陆诸国援兵分两路 你们大悬这边来的人手 相对要比另一路要少上许多 只来了我等三宗 倒是另一边 是华一宗等其他十三家宗门 联手派出的援兵 光是华今期存在就有七名之多 所以大悬这边 我们只要不败即胜了 只要等另一边援军 将那其他一股海族人歼灭 再反手回援我们的话 那边的海族人也就不战自败 所以此战 我认为还是以稳妥为主的好 叶天没听到这话 却是怠霉一条 石仙子此言诧异 我等面对海族这等凶悍的一族 怎可将一切全都寄托在另一战场处呢 万一此战场出了意外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下面决战 我等还是要全力以赴 不可心存侥幸之心 紫衣美赴文言 淡淡回道 既然叶妹妹如此想 妾身也没意见 不过我们万妙宗弟子 大都不擅长正面争斗 妾身也不好做事 门下弟子真的死伤太重 否则妾身回去 恐怕不好向宗内交代 这话一出口 灵狱上人等几人 都是不禁眉头一皱 放心 正面对敌厮杀的话 就交给我们原魔门下了 本宗门下弟子 可是最喜欢杀戮之道 贺奸大咧咧的一白手 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们万妙门精通隐匿魅术 到时候只要多多配合 本宗弟子就可以了 行 紫衣美赴文言 暂时顺势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昭德宗 虽然不像原魔门那般精通杀戮 但在辅助和阵法配合上 还算有些自信 相信道士 也足以给那些海族人 一个极其难忘的教训 昭德宗的顾长风 也是微微一笑 冷月师太目光闪动了几下 终于说道 贺道友 你等三宗门下弟子 能力正好相辅相成 外加以前 从未和我等五宗配合过 那就 单独列阵成军吧 不要和我等门下混在一起 到时候 你们三宗只要尽量牵扯海族人的部分力量就行 正面击溃海族人大军的事情 还是交给我们五宗来做 不过 要是对方画荆棋强者出手的话 还望三位亲自出手相助 而艳师叔 灵狱上人听了这话 丝毫不敢意外 显然对此早就有过商议 贺江文言一口答应 这个绝无问题 应对海族的画精强者 我们三个 义不容辞 紫衣美妇和顾长风 也没有其他意见 显然此举同样 甚合他们心意 毕竟对他们三宗来说 要是门下弟子单独列阵的话 也就避免了会被大玄诸宗 当作炮灰之用了 可惜呀 这次要是能多来几名画精强者的话 我们下面一展取胜把握 就多了许多呀 艳叔叔忽然叹了一口气 插嘴说道 艳兄 这次可不是我等几宗 不愿全力出手相助你们这边 而是我等几家 也是各有对头呀 这次顾长风 略有些尴尬的回头 万一我们画精进出 造成宗门空虚 恐怕反遭敌对势力偷袭 毕竟这一次 我等内陆也不是所有宗门 都派出了援兵 这个道理我等自然明白 冷月师太肃然说道 所以我等几家大玄宗门 对三位道友的支援 真是感激不尽 只要我们大玄真能逃过此劫 我等几宗 必定铭记此次元首大恩 虽然冷月师太面上仍然未见笑容 但任谁也听得出此话的确出自真心 艳师叔等其他几人 自然也是同样凝重的 说出了类似的感激话语 对他们这等存在来说 根本就无需发下什么誓言 就可以直接代表本宗 承认下对元摩门三宗的这份人情了 紫衣每副三人见此相视一笑 然后才顺势说了些客气的话语 下面的时间 这些画精强者才开始正式商讨 三日后的对敌大计 原本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计划 但现在见海族人反映这般诡异之后 自然打算再另做一番更加周密的计划了 以求此战一定要万无一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两日后 一行人在某种隐秘的静置笼罩下 无声无息的从巨城后面离开了 然后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 腾空往对面海族方向小心飞去 而在这群人中 不但有柳铭张秀娘云姓青年三人 另外还有围首一男一女 两名气息异常强大之人 看服饰穿戴 正是烽火门和血合殿的灵尸 并且都有宁夜镜后期的恐怖修为 其中男的 一身血袍 四十来岁 面容英俊满头白发 背着一口看似普通之极的单刀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阴沉气息 旁边的女子 却是一名身材活辣异常的绿衫美女 不但上下凹凸有致 脸蛋更是白嫩异常 微泛红霞 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此女手中 捧着一个精致异常的金色圆盘 并从中散发出一层柔和的半透明光幕 将一行人全都照在了旗下 此时若有人在远处 漂浮着一座面积不下于诸宗的巨大城池 只是造型古朴一长 里面竟是半圆形建筑 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在城池附近 隐约可见一头头巨大海兽 活动的模糊身影 而整片巨湖中 更不知栖息了多少头其他的海兽 在湖面上空 则有一些骑着巨大海鸟的海族卫士 在附近区域来回巡逻不已 所巡察范围几乎遍布巨湖附近 十几里之遥 要不是柳明等人不但距离湖泊极远 并且还有隐翼宝物掩护 恐怕还真可能被这些海族人发现 这时 一行人已经停了下来 绿山女子打量了远处巨岛几眼 就和旁边白发青年低声传音了几句 然后用手指冲下方无声一点 一看人等立刻在光照笼罩下 徐徐落在下面一个松树的树林内 不用绿山美女说什么 那名气息阴沉的白发男子 就忽然袖子一动 一团黄光丛中一飞而出 并在落地的一瞬间 就化为一头数尺长的土黄色穿衫甲 血河殿服饰的白发男子 只是口中无声说了几句 此兽就立刻四肢一动 飞快在原地打动起来 一蓬蓬碎土 飞快地从其身下狂勇飞出 一个时辰后 刘明等人就身处地下 三十多丈处的一个不大的洞窟里了 绿山女子将手中金色圆盘 往洞窟顶部一叉而入后 终于轻吐了一口气 开口说话 好了 现在那些海族人 应该无法发现我们动静了 你们也可以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软绵绵的 但是异常的悦耳动听 墨师姐 现在能够告诉我们三个 此行的任务是什么了吗 云姓青年早就忍耐不住 一听这话急忙急匆匆地问道 绿山女子则微微一笑 三位师弟出发之前 难道没有得到什么提示和消息吗 云姓青年毫不犹豫地回道 没有啊 我只是被掌门师兄叫过来 说有事关大战胜负的重要任务 要我去做 然后一切只要听 墨师姐和写封师兄的指示就行了 我也是如此 张秀娘也缓缓说道 柳明则只是神色如初的点点头 但心中也确实有几分郁闷 因为他同样是被满鬼宗掌门 这半派遣出来的 甚至还让他将那句万古人魔 直接带在身上 如此一来 他就算不知道此行任务的具体内容 但也知道此行绝对危险不小 墨师姐闻言 徐徐回道 嗯 看来这一次的保密措施的确做得不错 实际上 能够知道我们此行任务内容的话 除了我和写封二人 和各宗的画经期前辈之外 就算众掌门也知道的不太多 他们只清楚 我们这一次任务 需要借助于各宗 仅次于画经期的强大战力 才有可能完成 一听这话 柳明三人不经面面相聚 显然三人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三个 竟然是各宗那所谓的 仅次于画经期的战力 竟然有此种事情 还请师姐赐教一二 张秀娘将脸上的一色收起 有几分谨慎地问道 很简单 我们这一行的目的 就是摧毁海族大本营 也就是刚才看到的 那座浮尘 一旁的白发青年 终于冷冷地开口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69章 极品灵器 云信青年一听这话 当即失声出口 写师兄 莫非是说笑 就凭我们几个 能摧毁海族的浮尘 哪怕我们几个 全是画经级强者 恐怕也是妄想的事情吧 写风淡然地说道 云师弟不必太激动 几位制定此计划的前辈 并未让我们现在动手 而是等大战开始 浮尘中力量 大战被引走后 才轮到我们出手的 并且 我们只是其中一路而已 到时候 另外还有其他两路 会和我们一起出手 不过 他们只是阳公 我们才是真正的主力 原来如此 云信青年听到这话 才神色略松地点了下头 要是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一试 张秀娘和柳明 仍然眉头紧皱 显然都意识到 此行任务的艰难 那绿山美女 眼波流转问了一句 我虽然不知道 那些画经前辈 为何会指定 你们三位新进阶的灵师 作为此行主力 甚至我和写风道友 实际上都是处于 辅助配合的位置 但你们自己应该 很清楚其中的缘由吧 那能否现在 告知一二呢 这个 云信青年文言 不禁露出了迟疑之色 莫道友 不合适吧 旁边的白发青年 听到这话 低声喝道 我开玩笑的 那几位前辈 怎么可能派错人呢 至于其中原因 我也不急于一时知道 想来到了明天 也就清楚了 绿山女子 花枝招展地轻笑了一下 这倒将云信青年 弄得有些尴尬 张秀娘 再次开口了 莫师姐 我等任务 恐怕不是摧毁 海族浮城 这般简单吧 不是小妹自夸 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我若出现在明天的天月宗阵营中 能够发挥出的作用 绝对不会逊色于一名化金器强者的 如此一来 想来柳师弟和云师第二人 应该也都有差不多的作用 若只是单纯 为摧毁海族大本营 根本是得不偿失啊 柳明也有些迟疑地开口了 不错 柳某也有同样的疑惑 而且就算我等任务 真是摧毁这座浮城 应该也有一个具体目标吧 是将城中所有海族杀光 还是只将所有建筑 或里面的静置法阵毁掉 白发青年神色 变得凝重起来 嗯 张十美三位 现在是我们诸宗 不可多得的强大战力 自然不会将目标 放在区区一些留守海族上 至于浮城本身 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只要有海族有足够人手 凭空重新再建一座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的此行目标 实际上是要毁掉 浮城中心处的一座巨大法阵 并且要抢走 作为镇眼的一件灵器 云信青年听后十分诧异 什么法阵和灵器啊 竟然要花费这般大力气去图谋 柳明同样露出了 宁神细听的表情 张秀娘却是眨了眨眼睛 有些若有所思的样子 绿山女子则笑嘻嘻地说道 那座法阵叫什么名字 我和写风兄还真不知道 只是知道这座法阵 是那些海族人 能在陆地聚集大量海水的关键所在 那些海族人 之所以能够驱动海水攻打我们 其实大半 都是倚仗此法阵和这件灵器的威力 否则 海族人自己纵然能够聚集操纵海水 也绝不像以前所见那般多和那般轻松 而作为镇眼的那件灵器 则是一件极品灵器 是属于不可替代之物 眼前这波海族人手中 也只应该只有一件 一旦丢失 海族人再想布置或修补法阵 绝非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极品灵器 云信青年听了这话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要知道他手中 还只有两件下品灵器而已 甚至连中品灵器都没有一件 张秀娘也是倾吐一口香气说道 原来如此 秀娘以前也曾经听 叶师叔提过此法阵的事情 若真能如此的话 的确能够立刻削弱 海族人近半的实力 柳明在听到极品灵器的字眼后 同样心中一震 但心念一转又担心地问道 若是如此的话 海族人应该对此法阵 和这件极品灵器重视异常 甚至会有专门的强者 加以守护吧 柳师弟说的没错 写风仔细地回道 据我们所知 这座法阵内每日 都会有一名海族 化金器强者镇守 即使每次和我们人族 逐宗大战 也不会例外 不过此人 不用我们操心 自有另外两路人 将其引走 我们的任务 就是以最快速度 将大阵攻破 然后抢走那件极品灵器 原来如此 刘某明白了 刘明听完神色 是微微一缓 云信青年眼珠一转 却又有几分好奇地问道 莫师姐 谢峰师兄 你们可知道 其他两路人 用何种方法 引走大阵中的 化金强者呢 一般来说 这海族强者 竟然负责镇守大阵 怎肯轻易离开 不会到时候 出什么意外吧 绿山女子闻言 脸上笑容缓缓一收 首次肃然地回道 此事 我二人可真的不知道 但既然诸宗前辈 制定了此计划 想来该有时辰把握才是 那小弟明白了 云信青年眨了眨眼睛 似乎想起了什么回道 柳明见此 有些诧异地看了青年一眼 倒是不知道对方 这是真明白 还是假明白 反正 他是一头雾水 不知其他两路人 会用何种方法 引走大阵中的海族强者 但这一切 到明日 就可全部揭晓了 他也懒得多想此事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五人就在这地下洞窟中 调息养神起来 好为明日大战 做最后准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第二天一早 赤红的太阳 方一从地平线上跳出的时候 人族和海族巨城方向 几乎同时有了动静 人族诸宗一方 还是各种非洲战车 整齐的腾空而起 以宗门为队列 向前方滚滚而去 不过相比前几次 在人族队伍中 多出了七八个巨大无比的庞然大物 每一个都足有三四百丈以上 其中最惹眼的三个 足有千丈巨大 一座黑油油的山峰 上面有无数青红两色符纹飘舞不已 一座青色木城 城墙上站着无数一对对的人形傀儡 全都身披铁甲或持割或碑奴 密密码码足有近千之多的样子 还有一只通体血红的宫殿 四周全是滚滚血物 里面不时有一些朦朦胧胧的兽影 并隐约从中传出了诡异的兽吼声 除此之外 元魔等三宗支援弟子 也单独组成阵势 紧跟武宗之后 而对面的海族 则在空中黑云一现之后 同样驾驭滚滚海水冲这边而来 同样密密麻麻的海兽 无边海鸟和采水而来的 猙獰海族人 但其中同样多出了十几头 体型巨大惊人的妖兽 每一只都超过百丈大小 另外 则有三座 用五颜六色贝壳炼制而成的福岛 足有千亩大小 也紧随这些海兽之后而来 在福岛上 占满了身披甲衣的海族卫士 一个个气息凝重 显然都是海族中 真正的精锐力量 不过三座福岛上的海族 体表鳞片大不相同 分别是 淡青 赤红 淡银 三种颜色 正是分别代表着 青陵 赤陵 银陵 等云川海域附近的三大海族部落 这一次的大战 人族和海族 竟然并未像先前几次那般 立刻互相冲击阵势的直接大战 而是在相隔数百丈距离后 都不由自主地分别约束门下族人 在原地停了下来 海族一方某个福岛上 一名身穿紫袍的威严老者忽然腾空而起 并且几个晃动后就诡异地出现在两阵之中 十分平静地冲人族这边朗声问道 老夫 青陵族董太清 不知对面人族哪位道友 可以代表其诸宗说话呀 这话让人族一方一阵骚动 但片刻后 青色木城上同样一道人影 从人族队中一飘而出 冷冷回道 原来是董道友 平泥不才 可代表其他道友说上一耳 这人一身白色僧袍 面容冷俊一缠 正是冷月师太 紫袍老者打量了冷月师太两眼 脸上略显一丝惊讶之色 原来是天月宗的冷月道友 道友伤势 可已经痊愈了 冷月师太听到这话 目光顿时更冷了两分 哼 这还要拜你们海族所赐 但幸亏平泥命大 已经无事了 嘿嘿嘿 紫袍老者文言却是黑黑一声 此事可怨不得老夫身上 这可是引领族那些家伙做的好事 按照老夫的主意 以我们海族实力 何必施展这些见不得人的伎俩 直接打上云川大陆就行了 冷月师太一听这话 双眉倒数而起 既然这样 你我之间还有何话好说 董太清双目 咪缝而起 同时声音低沉的说道 老夫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 只是想给你们大选诸宗 最后一个机会而已 你们五宗 若是肯放弃大选一国 撤往其他乡邻 其他人族国家的话 老夫可做主 让你们五宗门下弟子 全都安然离开 否则 此战一旦开始 你们大选诸宗 恐怕要真有灭宗大祸 懂道友真是好大的口气 冷月师太文言毫不为所动 反而冷笑一声 你真以为此战结束 一定是我们大选诸宗灭宗 而不是你们三大海族部落 灭族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70章 海族决战 1 紫袍老者淡淡地说道 哼 若没有其他意外的话 董某认为大概有 八九成把握吧 所以在下才说 这是你们大选诸宗最后一个机会 你们几宗只要肯离开大选 仍然可以保存宗内大半力量 即使到其他人族国家 想来也仍有立足之地的 冷月师他一听这话 骤然心中跳动两下 双目死死盯着老者好一会儿 才森然说道 身为人族宗门 若不能庇护本国人族百姓 我们五宗 又有何面目在云川 还有立足之地 废话不用说了 此战 不是我们五宗灭门 就是你们三族重创 紫袍老者听了这话 脸上不禁露出失望的表情 半赏后才轻叹了一口气 回道 虽然老夫早就预料到了道友回复 但还是觉得可惜之极啊 既然这样 那你我两族只有刀枪相见 来决定大选的真正归属了 说完这话的紫袍老者 当即也不再多说什么废话 大袖一抖 就身形一动 向后方飘然而去 冷月师太则在原地冷冷看着 紫袍老者回到海族阵营后 才一个转身 同样向人族后方击射而去 片刻后 双方阵营中约好一班 同时开始了异动 人族阵营中筋骨声一响 当即各宗中阵阵骤雨声此起彼伏 五颜六色的光幕 一层层浮现而出 并化成了一片片 将下方人族全都照在旗下 对面海族人却在号角声中 身下海水骤然滚滚向上方 一卷而起 并纷纷凭空衣服在每一名海族人身上 化为了一层层蓝色水墓 而按照修为高低不同 每名海族人身上衣服的水墓层数也大不一样 一些修为低下的不过一两层的样子 一些修为高深的 则有四五层之多 几乎整个人都被一团蓝色水光包裹住了 而海族这边施法之快 远超人族那边 这边海族人身上水墓护甲方意形成 就有一团团蓝光从水面中冲天而起 凝聚成一只只蓝色大手凭空向对面一眼而去 同时密密麻麻的海兽 也是一张大口 顿时小到水溅 大到水柱 各种水属性的法术攻击狂涌而出 顿时 人族那边轰隆隆声大响 无数光芒水雾 在各个光幕上凭空暴力而开 让这些防御纷纷震荡狂闪不已 一些防御力略弱的光幕 则当场粉碎 里面人族弟子立刻被随后而至的各种法术攻击淹没了进去 就在这时 在名人族灵师的狂吼下 当即天月宗一方 忽然有十人从光幕中无视攻击冲天而起 并且同时一仰手 纷纷放出了一口飞剑凑到一处 然后滚滚见光一凝之后 一道十几丈长的惊鸿破空飞出 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海族阵营里 并且一阵狂闪缭绕 无论皮操肉厚的海兽还是身披水墓的海族人 一被巨型见光波及就纷纷化为血雨散落而开 转眼间就有近百名海族海兽 纷纷陨落在此道剑光之下 找死 一名福岛上的某名海族强者见此大怒 一声低喝 单手只是一掐绝 顿时剑光下方海水一分 某只某许大的青灵巨手 一冲而出 竟一把将剑光抓到手里 然后五指同时一捏 当即将粗打剑光捏得寸寸碎裂而开 重新化为石口飞剑一散而落 当即那十名催动飞剑的天月宗灵师 身躯一颤同时都张口喷出一团惊血来 显然海族强者这一击就让他们军兜负伤不清 但就在此刻 人族中血色宫殿上空忽然滚滚血污一凝 竟凭空凝结成了一柄 七八十丈长的血蒙蒙巨刀 只是冲前方虚空一盏扑的一声 大片血色韧光一卷而逝 就冲入到了海族阵营中 当即惨叫声大起 大片海族海兽都在血光中化为血木 并且附近其他海兽海族 一接触这些血物也纷纷疲肉融化 当即毕命而亡 邪道大法 邪灵道友 你真当我们海族中没有花精强者了吗 话音刚落 海族中某座福岛上一道银色人影冲天而起 抬手就往人族这边虚空一掌拍出 当即两阵中间上空波动一起 一只山峰般的银色巨掌虚影凭空浮现 向人族这边狠狠一拍而下 可与此同时 人族那座黑色山峰上 则是一股强大气息冲天而起 青红两色光霞一卷后 一道赤红光柱一喷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竟然直接击中了银色巨掌虚影之上 轰的一声巨响 银色巨掌当即被滚滚火焰包裹 随之同时一闪凭空消失 被荧光包裹的海族画星强者一见此目 当即怒急而笑 齿阳 原来是你 正好 上次大战 你我还未尽兴 现在正好再交手一番 云言道友相约的话 赤阳怎敢不从 跟我来吧 黑色山峰中顿时传出了冷冷的男子声音 接着火光一现 一团青红两色光球 一冲而出 直奔一侧天边击视而去 荧光中海族强者见此 黑黑一声当即也化为一道银色惊鸿脊椎而去 董道友 你我两族若不想我等交战 波及其他人的话 就像以前那般 所有画精存在全都离开此地 我等 另找一处战场交手如何 冷月师太的声音也从青色木城中传了出来 嘿嘿 老夫也正有此意 海族福岛上一道人影腾空而起 正是紫袍老者面无表情的回道 如此一下 无论人族还是海族 所有画精强者均接连腾空而起 纷纷化为各种顿光 朝同一方向击射远去 他们倒也不必担心 对方会隐藏留下其他的画精强者 对自己这边大开杀戒 因为他们所选战场 不会离开此地太远 只要一接到消息 立刻就能及时赶回 况且对他们这些画精强者来说 能牵扯或重创 灭杀一名画精强对手的话 可比回战场上击杀一些低阶弟子族人 那是墙上无数倍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于是等两族强者全都离开后 人族这边能发号施令的自然是各宗掌门了 而海族那边则是一些仅次于画精强者的宁业镜 后期海族 双方在两族强者踪影在天边消失的一瞬间 就同时展开了各自的压箱手段 只见九俏宗这边 忽然门下弟子纷纷抛出五颜六色的圆球 然后一阵机关身后 就化为一只只体型各异的兽型傀儡 汗不畏死的向海族阵营狂冲而去 同时那青木长池上的人形傀儡 则替表灵光闪动 纷纷化为整齐队形也腾空飞齐 一同冲向了对面海族 他们尚未真的冲到海族阵营中 就配合先前兽型傀儡 放出了密密麻麻一片的箭矢 而青色木城本身则是一阵闷响 在对面海族的一面城壁上 竟然凭空裂开了一个黑乎乎的孔洞 并从中探出一根根水缸粗细的银色管子 雷鸣声一响 一团巨大的雷球 竟从管中一滩而出 往海族阵营一字而去 所落之处竟是大片的巅湖潦 而那座血色宫殿附近的血雾中 则是怪叫声一起 从中飞出了大片 血红色巨幅 每一只都有持续来尝 密密麻麻足有四五百只 已无疯的也冲向了对面 只有满鬼宗这边算是动作最慢的 但也在满鬼宗掌门 神色肃然的一声令下 一排排弟子掏出一张张符路 往空中一抛而出 然后纷纷两手掐绝一摧 当即这些符路迎风一晃 爆裂粉碎 化为一团团漆黑鹰气 弥漫而开 转眼间整个满鬼宗阵营 全被鹰气淹没了进去 但是下一刻 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低吼声 从鹰气中冲出 然后一个古怪至极的绿色光阵 凭空在黑雾中心处 一闪而现 嘣的一声 一只黑油油的巨爪 从光阵中一探而出 随之另一只黑色手臂 也一闪而现 接着一个七八丈高大的 无头巨鬼就从光阵中缓缓爬出 此鬼虽然没有头颅 但身上遍布粗黑领甲 同时手臂大腿等四周 更是遍布一根根黑色骨刺 背部则剩有一排齐成的绿色棕毛 这无头巨鬼一现身的瞬间 两手只是往高空一张而开 一声先前传出的喉声 就再次从其体内传出 同一时间 云川大陆海域某个巨岛深处 一个被层层禁置封印的法阵中心 一颗头生双脚的猙獰头颅忽然 微微颤动起来 竟然整个封印法阵都跟着光芒大放 附近庶民负责监控封印法阵的海族人 见此脸色大变 慌忙从身上取出了一叠叠五颜六色的俘虏 一窝蜂的全都贴在了恶鬼头颅上 当一层层静置光芒闪动而起后 恶鬼头颅的异动终于渐渐平息 再次恢复了平静 而在大悬边界处的战场上 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恶鬼发出巨猴的时候 四周滚滚阴气 当即向其身前滚滚而来 顷刻间凝聚出了一根 食余丈长的黑油油的巨棍 后面巨舟上的满鬼宗掌门 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枚黑区区令牌 一见此目单手掐绝 持令宠巨鬼一点 去 这屋头巨鬼 自然就是满鬼宗 失踪多年的满力鬼王 此刻在令牌法爵一催下 当即大步一动 手持巨棍 就向对面 一脉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71章 海族决战 2 这满力鬼王没走出一步 身形就骤然暴涨一倍 登登几步 身躯就长到数十丈之巨 手中大棍也是随之巨大上百倍 只是两手一握 就中对面摇摇一催下 轰的一声 一道十余里长的 荡灰色棍影 当即在海族上空浮现而出 发出嗡嗡声 向下一落后 下面海水当即在无形距离下一分而开 竟被灰色巨棍虚影 硬生生切成了两半 一阵地动山摇后 地面上硬生生显露出了一条 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沟壑 身处附近的海族海兽 自然是死伤一片 这满力鬼王一棍之威 竟然强大如斯 就在满鬼宗无头鬼王现身的同时 烽火门所在的黑色巨峰上 则是青红两色光霞一卷而出 也凝聚出一青一红 两只体长三十多丈长的巨鸟 发出尖鸣飞扑出去 一只双翅抖动下 密密麻麻的锋刃向前方席卷而出 另一只一张口则是一团团 头颅大的火球狂喷而出 九俏宗的那座青色木城 在上面傀儡尽数离开后 也在轰隆隆声中一阵模糊的变形 划为一只身高数百丈的人形傀儡 两只晴天俱毙 一台冲前方一直 当即从指尖柱 喷出了一道道乳白色光柱 划破虚空 落在海族大军中 顿时横扫了一大片 至于天悦宗众弟子 在一杆零湿促动下 纷纷组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剑阵 合力催动一道道数丈长的剑光 也冲对面一阵狂斩乱杀 而元魔宗等三大外来宗门 则在众弟子齐心催动下 也分别召唤出了一张绿油油的巨大鬼脸 和一只身高几十丈的七色彩蝶 一个张口喷出无数阴森魔蜂 一个则双翅顺风一抖 密密麻麻的艳丽银粉一飘而出 被黑色魔蜂卷入的海族人海兽 提表水墓连同自身血肉 都飞快地萎缩消失 瞬间化为一具具干湿 从空中坠落而下 而沾染到巨叠影粉的海族 片刻后也是满脸赤红 神区颤抖不已 并最终从耳鼻中 喷出一股股赤焰 自焚而亡 就人族这边各种手段进出的时候 海族那边也是丝毫不甘示弱 在阵阵骤雨声中 海族竟然用大量的海水 凝聚出了五头 数百丈高的蓝色巨人 虽然头颅四肢均都齐全 但面上是蓝蒙蒙光滑一片 没有任何五官 并且两手中全握着一柄 同样用海水晃化出的 百丈长巨剑 这些水巨人方一现身而出 立刻就有两头迎上蛮力鬼王 一头则冲向那轻木城池的 左化傀儡 剩下两只在海族前方 不停地横扫那些飞来的血服 和下面蜂拥而来的傀儡兽 那十几头体型惊人的海兽 也均都冲出海族阵营 对着人族阵营的光幕 就是一阵狂猛撞击 其他密密麻麻的海兽 则一部分冲向傀儡兽 一部分则紧随其他巨兽 疯狂攻击人族防护光幕不已 更让人吃惊的是 海族上空的黑云中 一阵刺耳尖鸣声响起后 忽然从中冲出了十几头 体长三十丈的白色鲸鱼 周边全都悬浮飞动着 白亩大小的大片海水 在这些海水中隐约无数荧光 闪动不已 正当人族这边高层为之一争的时候 那空中海水中嗤嗤声一响 从中飞出了不计其数的鹰色飞鱼 每一只都不过手指粗细 但军都背声肉翅 满口细小獠牙 转眼睛就铺天盖地 冲入到两阵之间 无论人族防护光幕 蛮力鬼王 大小傀儡血幅巨蝶鬼脸 几乎都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 人族中不知谁人一声命令 忽然前排诸宗弟子头上的光幕 骤然一散 所有人一声呐喊后 纷纷趋云向对面冲去 对面海族人也在一阵号角声中 同样望我一涌向前 瞬间攻复 双方终于混战成了一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此时 柳明早已在洞窟中睁开了双眼 神色凝重 盘坐地上不动 其他人也大都如此 为了防止海族人发现 他们五人虽然身处静置之中 并不敢将神念放出洞窟封毫 但也能想象出战场上 正在交战两族间的惨烈情形 这一场大战 无论哪一方战胜 恐怕自身都会损失惨重无比 没有数百年时间 都休想恢复元气 如此一来 再加上他们即将面临的重任 自然让洞窟中的气氛十分的凝重 纵然看起来一向嬉笑自若的绿山女子 此刻面上也是不苟言笑 云姓青年 盘坐了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莫师姐已经开战如此久了 应该差不多了吧 绿山女子则平静回道 云师弟不必心急 若是真轮到我们行动的时候 自然会有人发消息的 一听这话 云姓青年不禁一咧嘴 以其性情这般静静坐等 就如同煎熬一般 实在难以忍受得很 就在他想了想 再想开口问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 一声包含无边怒意的长笑声 从地面上隐约传来 竟然能够深入地下洞窟之中 让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 一股让人心惊胆战的庞大神念之力 从洞窟上方一扫而过 但碰到笼罩整个洞窟的静置时 却被巧妙的一划而过 并未接触到洞窟内任何一人 海族化精强者 云姓青年师生出口 其他人也均都一惊 而那庞大神念竟然一遍遍不停地在附近区域扫过 明显是在寻找什么人的样子 这让众人不惊 坠坠不安起来 忽然 长笑声戛然一直 庞大精神力如同潮水般的一收而回 一个震怒之急的声音从海族浮城方向轰隆隆传来 人族小贼 你竟然敢如此虐杀老夫的族人 我要不将你随时万段 愁皮拔金就愧对族中守护之称 话音刚落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就从海族浮城中一冲而出 并以难以形容的速度向某个方向远去 并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明一听这声音神色微微一沉 这声音好像正是当日两阵间 亲自对其出手的那名海族老者的声音 不会真的这般巧吧 今天留守浮城的化精强者就是此人 要真是如此的话 他可要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了 就在柳明心中隐约感到一分不妙的时候 云姓青年听到外面的惊人声音后 却是面露喜色 是其他两路人 看来他们得手了 白发青年抬手 看了看手中早已拿出的一块银色阵盘 再等一会儿 让他们将那化精强者引得再远一些 否则以其速度接训赶回来 也只是片刻间的事件 绿山女子点点头 也极为赞同的样子 云姓青年也只能连连点头 一盏茶的功夫后 白发青年手中银色阵盘 忽然嗡嗡声大响 凭空浮现出一行金色小字 他目光一闪 第一声立刻 好 出发 记住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时间到了 无论是否得手 我们都必须立刻从浮城撤离 其他人听了心中大灵 自然是一口同声答应 于是五人身形一动 一次从洞窟中一冲而出 全都出现在了地面之上 柳明只是朝远处浮城方向 目光一扫 立刻就看到浮城 某面城墙上一股股黑烟冲天而起 并且一些墙壁坑坑洼洼 明显有刚刚被人攻打过的痕迹 同时附近水面上还漂浮着一大片尸体 其中既有海族的也有海兽的 鲜血几乎染红了附近大片的水面 写风见此目光一冷说道 看来其他两路人先前出手真是卖力 我们两个给你们护法 你们动手 柳明三人闻言自然也不敢耽搁 柳明当即单手往袖中一摸 就掏出了一个黑乎乎的 持续长的御霞 上面封印着密密麻麻数张俘虏 张绣娘子拿出了一叠阵棋 向郊区四面八方一头而出后 就在霞光闪动中 布出了一个古怪至极的法阵 此女立刻迈入大阵中 盘膝坐下 倒是云姓青年最为简单 只是袖子一抖 当即就从中抛出一颗血红圆球 表面遍布无数金色花纹 然后她一根手指往额头上一点 同时一张口 冲圆球喷出了一口血 哭了一声鲜血暴力而开 化为血物全都没入圆球之中 原本看似死物的圆球 表面金色灵纹当即大亮而起 并散发出惊人的光芒 那云姓青年另一只手则掐决 冲圆球疯狂点指不停 一阵嘎嘣乱响 邪色圆球就一阵模糊 变形化为一头两丈高的金元傀儡 不过这傀儡和柳明以前见过的巨元傀儡 大不相同 不但通体生有厚厚的血肉和厚厚的金色毛发 眉宇间赫然有一只半睁开的邪眼 并闪动着惊人至极的阴森寒光 仿佛真是活物一般 只有此缘关节处的一圈圈黑油油金属 才能让人勉强辨认出一些傀儡特征来 而云姓青年一放出金元就猛然将自己手指一咬而破 并飞快地用鲜血在眉宇间画出一个血色符文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云姓青年眉宇间血色符文滴溜溜一转 竟然一模糊眼画画成了一只血色妖目 除了有些矮板无神外 赫然都和金元傀儡 眉宇间的血颜一般无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72章 海族决战 三 青年一声低贺 单手再冲 金元傀儡虚空一点 金元当即身形移动 竟然大步一走而来 云姓青年自己则迎震 这金元一扑而去 身躯一个模糊就无声无息没入金元身躯之内 原本看似矮板无比的金元当即双目灵光一染 变得灵动无比起来 哈哈 刘师弟 张师姐 我先操控着血肉灵雷 先走一步了 话音刚落 金元单足一跺地 顿时化为一团金光 冲浮沉方向 急射而去 血肉灵雷 我早就听闻九孝宗曾经从某个秘境中 得到了一具上古时候才有的血肉灵雷 却没想到竟然是这具三眼金元灵雷 而以三眼金元活食在上古时候的名头 哪怕这具灵雷能发挥出其肉身十之一二的实力 恐怕也不逊色一名化精气强者了 斜峰看到此目 脸上也现出了惊讶之色 绿山女子眉目闪动 不过根据记载 要驱动用灵兽炼制的血肉灵雷 一般操控傀儡手段根本不管用 恐怕这云尸地本身 也具有和血肉灵雷相同的血脉 才能这般顺利进入其中的 嗯 深具妖族血脉 这倒毫不稀奇啊 上古时候 我们人族为了诞生强大的后代 和一族强者互相结合也是常有的事情 传到今天 现在人族中恐怕大多体内 潜伏着那么一两丝一族血脉之力 否则哪这般容易诞生 如此多具有奇特体质的灵体呢 不过云尸地体内的三眼晶圆血脉 应该是非常非常淡 平时可以忽略不计 但用来催动这具灵雷倒是正合适 以三眼晶圆的血脉之稀有 也不知九孝宗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才找到这位云尸地啊 白发青年缓缓说道 绿山女子听了 若有所思点了下头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 柳明已经将玉匣上的俘虏 全部一扯而下 往前方空中一泡而去 再单手掐绝一点 当即玉和嗡嗡声一响 盖子从中一飞而起 从中跳出一只持续高的迷你骷髅 浑身遍布 银色灵纹并且残破不全 还少立条手臂 柳明只是袖子一抖 手中浮现出一只白骨令牌 冲眼前骷髅微微一晃 同时口吐一个截字 扑地声 令牌上黑色灵纹闪动不已 骷髅体表一下涌出了无数黑气 瞬间将其淹没进去 刘明 见此目光一闪 身形一个晃动 竟然也冲入到了黑气之中 片刻间 黑气中一声低吼传来 接着 武器滚滚散开 向四面拔方席卷而去 白光一闪 这黑气 一接触张秀娘所部的法阵边缘 当即就被一层白色光幕阻挡下来 绿山女子和白发青年 见此不禁惊讶地向后退出了一段距离 刘明对此却不管不问 只是在黑气中手持令牌不停催动 轰的一声 一只脸盆大小的白骨巨族 从黑气中溢彩而出 同时 一具三十余丈高的庞大骨架 在闪动着丝丝荧光下 在黑气中若隐若现 刘明正好踩在这巨大骷髅的尖头上 并再口吐一个走字 顿时附近黑气滚滚一凝 就包裹着巨型骷髅和刘明腾空而起 向远处浮沉飞去了 这时候 提前走一步的云姓青年 堪堪到了浮沉边缘的湖面上 所操纵的晶元灵蕾 已经化身为百余丈大的庞然大物 并大展神威 将下面飞出的各种海兽 一一击宝 转眼间就到了浮沉处 浮沉城墙上的那些海族守卫 见此自然大惊 发出阵阵警报之声 同时浮沉上架设的一具具巨奴 暴雨一般向晶元狂喜而去 但方一接近晶元身躯树丈内 就被一层金光轻易的一坛而开 从海族人手中发出的各种法器和法术攻击 更是奈何不了这层金光分毫 当金色巨猿再一拳一个 击爆了湖中所留两头巨型海兽的头颅后 整个身躯就到了浮沉上空 并冲着最近一截城墙 手臂一动 狠狠倒下 轰的一声巨响 浮沉表面浮现的一层层五颜六色的静置光幕 竟然挡下了晶元磁机 但金色巨猿在云姓青年的操纵下 暴雨般的冲着巨尘狂攻不停 让那静置光幕青克仙 就如阳春溶雪一般 一层层溃散而灭 刘明见此眉梢一动 看来似乎不用他赶过去帮忙 这位云师兄也能够一人将外围静置 先扫荡一空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这时旁边虚空一闪 一道人影竟然也站到了巨大骷髅幻化出的黑气之上 刘明转手看了一眼 赫然正是那位墨师姐 绿山女子轻轻一笑 刘师弟 这就是贵宗鼎鼎大名的万古人魔吧 你和云师弟不同 你要操纵此人魔的话 在防御力上就无法兼顾了 那就由我来守护一会儿吧 刘明心念一转 不动声色点了点头 那就有劳墨师姐了 以万古人魔的惊人顿速 在刮起阵腥风几个闪动后 就同样到了浮城上空 刘明眼见下面浮城上的静置 在金色巨猿狂击下 还剩下两三层的时候 当即手中白骨令牌表面黑光一闪 万古人魔手臂一动 以至晴天大手 就向下方浮城一暗而去 五指黑色魔眼滚滚闪动 一股庞然俱力一涌而下 哄的一声 原本就看起来是 堪堪危急的残余静置 在金色巨猿和万古人魔合力击下 顿时全部寸寸碎裂 溃散消失 城头上的数百海族人守卫见此 当即大惊失色 再想向后退却已矜持了 金色巨猿口中一阵怪笑 两手猛然握拳连缓倒出 当即大片金光从中迸射而出 所有被波及的海族人纷纷化为了一团团邪物 而万古人魔却是体表黑系 猛然浩荡一卷 所过之处 海族人纷纷肌肤铁青被冻僵在了原地 站在万古人魔旁的绿山女子 见此大喜 正要催促柳明二人直接掠过城墙时 忽然浮城中心处破空声一响 竟有五六名海族灵士 惊怒交加腾空冲了过来 后面还跟着七八头同样气息不凡的宁夜镜妖兽 刘明见此微微有些意外 怪不得那名留守的海族化精强者 敢这般放心的离开浮城 竟然在这里还留下这般多的人手 不过以万古人魔和三眼晶圆直逼化精存在的恐怖实力 自然不可能会怕这些宁夜镜的对手 他目中寒光一闪 就要催动万古人魔强先发动攻击 就在这时 忽然身后传了一声清鸣 接着一道刺目白红 从万古人魔和三目晶圆中间一掠而过 几个闪洞就冲入到对面的海族和海兽中间 然后在众多怒叫和嘀吼声中 骤然间化为一道寒森森的光环 一卷而开 当寒光在一闪的时候 所有海族灵士和海兽全都身躯一掺 化为两劫 一股血腥味道当即迷茫而开 光环滴哩溜 往中心出一座 白光一连 在遍地尸体的上空 张秀娘 这才单手持剑 显现而出 不过此时此女 虽然看起来面容服饰均都和先前一般无二 但身上的气息却深不可测 赫然已经有了宁夜静后期的恐怖修为 张师姐 你这是 三眼晶圆中的云姓青年不禁目瞪口呆 张秀娘则淡淡地说道 我这只是借助一件祖师当年所留的重宝 才让修为一下暴增 但时间可无法维持太久 我们动作最好还是快些的好 啊 这个自然 不过是什么样的重宝啊 竟然能将人的修为一下提升两层境界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云姓青年在金元体内仍然是惊叹一声 天月宗真不愧为大玄诸宗第一 实力果然深不可测 云师弟这话可说得太过了 论真正的强大 你这头三眼金元灵磊和柳师弟的万古人魔 哪一个也不下于此刻的我吧 张秀娘淡淡一笑 显然不准备真的回答对方所问 这时白发青年也终于从后面赶了过来 武人只是在略说几句就不敢耽搁 直奔浮城中心处而去 一路上自然还有一波波的海族守卫和海兽 憾不畏死的来袭击 但在三人出手下 千刻间就绞杀一空 丝毫阻挡效果都没有 转眼间 几人就来到了浮城中心 并看到了一座被淡蓝色灵纹围住的巨大广场 整个广场四周耸立着四头形态不一的海兽雕像 每一个都有十余杖大小 全都通体洁白晶莹 分别是巨龟 章鱼 鲸鱼 蛟龙 在广场中心处 则有一座十几丈高的白玉祭坛 上面一个银色圆盆中 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黑油油圆波 绿山女子一看到祭坛上的黑色圆波 当即双目一亮 动手 这就是海族的那件极品灵器 云姓青年文言大喜 所操纵的晶莹 单足一舵 扑的一声 庞大身躯就直奔祭坛所在 一扑而去 轰 一声闷响 三眼晶莹在方一进入广场边缘的瞬间 立刻被一层凭空浮现的蓝色光幕挡住 狠狠一撞之下 竟被同样的一股巨力狠狠弹开 巨员登登登 倒退了十几步后 才摇了头重新站稳住身形 刘明等其他人见此 均都是行中一灵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73章 海族决战 4 下一刻 刘明猛然单足一踩身下 万古人魔 当即巨大骷髅一声低吼 猛然一张大口 一道黑色光柱喷出 一闪即逝 击在了光幕上 蓝色光幕当即模糊 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外壁瞬间往内深深一凹而去 但任凭光芒狂闪 却始终不见有丝毫破裂 当万古人魔口中光柱 终于一皱消失后 蓝色光幕又重新一弹而回 恢复如初了 刘明见此情形 不禁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旁边的张秀娘却将手中长剑 往空中一炮而去 同时身上一股惊人气息 冲天而起 在两手飞快掐绝 冲此剑虚空一点 噗的一声 雪白长剑 在空中一阵模糊后 就骤然化为十丈巨刃 迎头一劈而下 撒一声 蓝色光幕在寒光一落后 当即剧烈颤抖不停 表面竟然凭空裂开 一丝白痕来 张秀娘见此双眉一条 手中剑绝再猛然一摧 巨剑就化为一片剑影狂斩而下 旁边的柳明和云姓青年 见此自然大喜 也分别催动万古人魔 和三眼晶圆 同样大打出手 加以帮忙 这蓝色光幕虽然玄妙异常 但怎能同时经得住 三人的合力攻击 片刻间的功夫 就在一声低鸣中 化为点点蓝光 碎裂而开 柳明三人也不客气一闪 就全冲入广场之中 这时 绿山女子和白发青年 却留在外面 对着一对对拼命冲上来的 海族卫士 大打出手起来 二人一个手持单刀 化为一柄斜刃 一个催动三枚精英圆珠 化为三团青色光球 所过之处 那些海族卫士 要么血光一卷 被斩成两节 要么被青色圆珠 直接洞穿胸膛而过 根本无人能挡任何一击 净显凝孽净 后期的恐怖实力 而柳明三人冲入了广场后 只是几个晃动 就已经离那祭坛不太远了 但就在这时 三人忽然觉得原本坚硬的地面一软 整片广场竟然在蓝光闪动中 骤然化为了滚滚的海水 与此同时 广场四周 那四座海兽雕像 提表蓝光大放 在温温声中 全部摇头摆尾的活了过来 并且提表灵魂狂闪之下 均都化为近百丈之巨 冲三人全部扑来 云信青年所化巨猿剑子 当即一声怒吼 猛然双足异彩虚空 迎头冲向了那八爪章鱼 并在金光一闪后 两个庞然大物就撞到了一起 一个八只触手疯狂舞动不已 一个则两只毛茸茸的拳头狂砸而下 二者都是皮糙肉厚 一时间撕打成了一团 而那只巨大鲸鱼 却只是尾巴向后狠狠一摆 当即一股滔天巨浪 凭空掀起 直冲流明席卷而来 那只巨龟 则二话不说将头颅四只一缩 骤然身躯弹跳而起 也冲流明滚来 至于雕像所化的蛟龙 明显是四只雕像中最强大的一只 它只是一张大口 当即就有密密麻麻的锋刃 冲张秀娘击射而来 同时身躯在一个晃动 提表就凭空生出了阵阵狂风 并在一生清明后 紧随风阵 也冲天月宗女子张牙舞爪攻了过来 张秀娘子女在修为大镜之下 自然更不会有丝毫聚色 当即手中雪白长剑一斗 顿时幻化出重重剑影 冲对面狂劈而出 一时间四兽三人 竟然分成了三大战团激斗起来 刘明同时面对两只实力恐怖的巨兽 自然顾不得其他二人了 只是一手将白骨令牌拼命催动而起 同时另一手一口气往自己身上排出数张浮露 当即五颜六色各种光照在其身上闪现而出 同时他身下的万古人魔更是一声怪笑 身躯外的黑气 当即往身前滚滚一凝 幻化成了一只黑色巨盾 迎面而来的巨浪一击在此盾上 当即就犹如打在了巨石上一盆 全都被稳稳的挡了下来 那条巨精箭尺 身躯一扭就要继续兴风作浪 卷起更多的海水供来 但万古人魔却身躯一吨 两手散发出阴寒 一下插入到了身下海水中 海然一幕出现 只听到此喇一声 巨大的鲸鱼附近海水 骤然间一黑 当即一片片黑色寒冰 就从水中凝出 瞬间就一层层将此兽包裹进去 这巨大鲸鱼一个猝不及防 竟然就被冰封了起来 但在这时 那头巨龟也如小山一般的 冲到了万古人魔身前 并轰的一声 撞在了黑色巨盾上 看似凝厚无比的盾牌 当即表面层层震波 荡漾而起 并在咔嚓一身后 就此寸寸碎裂而开 没有了阻挡的巨龟 身躯顺势一滚 就要直接撞到万古人魔身上 喷喷两声 万古人魔手臂只是一个模糊 竟然就用两只白骨大手 抓住了巨龟厚厚硬壳的边缘 同时一声滴鹤 硬生生就将巨龟庞大 伸去一下高举而起 这一下巨龟当即大惊 将头颅四肢纷纷从龟壳中探出 拼命挣扎 晃动不已 可是此刻 原本被黑色寒冰冰封住的巨大鲸鱼 提表有一层层蓝芒流转不定 所过之处提表的黑色寒冰 隐约就要就此融化开来的样子 流明在万古人魔尖头上 看到如此情形 面上绿色一线 猛然就将手中白骨令牌 冲鲸鱼所在处虚空一晃 顿时万古人魔猛然双臂狠狠一抖 竟然就此将头顶的巨龟 冲冰封的鲸鱼所在 一头而去 只见狂风一响 巨龟就在一股难以置信的巨力作用下 化为一团光球击射而出 一声巨响 巨龟的身躯就狠狠 砸到了巨大的鲸鱼之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此海兽一声惨叫 化为一团蓝光暴力而开 体表那一层黑色寒冰更是化为无数碎片 激射而飞 到时那巨龟早一步就将头颅四肢又收回到龟壳内 虽然瞬间被摔得头晕眼花 一时间根本无法站起身来 倒是没有真受太大伤害 但是流明霜门一条 二话不说就将体内乏力猛然往手中令牌中狂注而入 令牌表面一层层黑色符纹浮现而出 有一窝蜂全部没入身下骷髅体内 万古人魔一声大吼 两只大腿猛然就在水面上一脉 就四缓十击冲到了巨龟身前 同时整条手臂表面吐的一声 无数黑影滚滚冒出 嗖 骷髅五指一盒手臂只是一动 就仿佛利刃一般 洞穿巨龟身躯而过 那看似坚硬无比的硬壳 竟然无法阻挡分毫 轰的一声 黑色魔焰从巨龟体内爆发而出 让此龟一声哀嚎后 就同样化为碎石爆裂而开 这时候柳明的脸色也是为之一白 手中骨牌瞬间变得暗淡乌光起来 显然刚才催动万古人魔 做出这般犀利一击 让其同样大损不少元气 他立刻从袖中 摸出了一颗香气喷鼻的赤红丹药服下 这才有时间向其他方向望去 结果正好看到 一道惊天白红 围着那头蛟龙只是飞快一绕 就将其硬生生搅得粉碎 同样化为碎石洒落而下 接着白色惊鸿在空中一个盘旋 就再次围之一连 张秀娘的身影重新一线而出 另一方向 三眼惊元也在吼声中 正将那头巨大章鱼 从中间一丝而开 将尸体往水面上一抛后 瞬间化为石头 沉入水底 远处仍在和后续其他海族 卫士纠缠的绿山女子 一看到这边情形 当即大喜过望 大声开口催促道 快拿灵气 张秀娘闻听此言 不加思索 身形一动 再化为一道白光 直奔祭坛 击射而去 眼看白光一卷 此女就在祭坛前现身而出 手臂一躺 就将那黑色圆波抓到手中的时候 一变突起 扑了一声 圆波中 蓝光一现 一片蓝霞闪电般飞卷而出 正好撞在张秀娘的胸口上 结果此女一声闷哼 张口喷出了一团鲜血 郊区就此倒射飞出 去世赫然比先前还要更快上三分的样子 刘明正好身处此女方向 一见此景 大惊失色 不加思索 身形一动 当即从万古人魔身上一跳而下 正好将击射而来的张秀娘一把抱住 一声闷响 刘明直觉一股无法跌宕的距离 从怀中 骄虚中狂涌而出 双臂一热 竟然登登登登 向后连退十几步远 他大喝一声后 身躯这才一尘 重新站稳下来 而就在这时 原波中飞出的那一片蓝霞 只是在祭坛上空 滴哩溜一转 就骤然一个模糊 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刻 云姓青年所操纵的三眼晶圆 身前波动一起 一只晶莹剔透的蓝色圆环 凭空浮现而出 并一个模糊 就在巨猿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 狠狠撞到了其胸口之上 三眼巨猿身形遗产 整个身躯仿佛被巨物重击一般 向后面的高空倒飞出去 未等巨猿庞大身躯落下 那蓝色圆环就再一闪 赫然又撞到此猿身体上 晶猿零雷又一次向高空冲天而起 就这样 那蓝色圆环竟在接连闪动下 一口气狂击晶圆十几下 竟然硬生生将灵雷的护体晶光击溃而散 后面几下是结结实实 击在了灵雷的四肢上 结果 晶圆的四肢在蓝光狂闪中 软绵绵碎裂而开 身躯更是光芒一连 飞快缩小 竟然重新化为两丈高的 本来大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第274章 海族决战 5 这时候 原播中才是一股蓝光冲天而起 滴溜溜一凝后 就化为一名身披五色狭袍的年轻女子 此女看似不过二十一二岁 但生得明珠生韵 美玉荧光 美玉间隐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气 仿佛不是尘世中人一般 面颊两侧还各会有一道淡淡经文 给其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气息 显然 刚才那枚蓝色圆环就是此女之物 并且一出手就同时击伤了张秀娘和云姓青年二人 其实力真是深不可测 就算是刘明 见此情形也是不禁脸色难看至极 这时张秀娘已经面带一丝红韵 从柳明怀中挣脱出来 低声称谢了一声 神色在凌然看向对面的彩袍女子 袖中寒光闪动 雪白长剑 再次一线而出 张秀娘娇斥贺贺问一句 阁下是什么人 竟然躲在灵气中偷袭我的 这算什么本事 但彩袍女子目光只是淡淡扫了柳明三人一眼 单手虚空一招 那枚蓝色圆环就一个闪动 击舍而回 稳稳落在手中 然后 才淡淡地说道 偷袭你们这些小辈 真是可笑之极的话语 本殿只是在这灵气中小气一会儿罢了 不过云川三大海族真是废物 竟然连区区一件翻海拨都无法守住 看来我不提前出手也不行了 话音刚落 此女身形一飘就大模大样的 冲刘明和张秀娘走了过来 至于云姓青年驾驭的那头三眼晶圆 纵然拼命挣扎身躯 但是全身上下软绵绵一片 每一根骨头都被积得粉碎 根本就无法再起身迎敌了 张秀娘带门一挑 冲刘明低声说道 刘师弟 有什么绝招全都施展出来 我们若不能一击击退对方的话 恐怕此地就是我等葬身之处了 他一张口 从手中长剑 喷出竖团精血再略以抖动 雪白长剑瞬间化为邪蒙蒙之色 同时身上的气息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而起 隐约见已经无限接近画精存在的样子 刘明听后脸色一沉 二话不说 也将全身法力往手中白骨令牌上狂注而入 再猛然向后方一抖 令牌一个模糊 竟然一闪即逝 没入万古人魔的身躯里 下一刻人魔当即羊手一声巨猴 浑身黑气滚滚一凝 化为了树丈高的滚滚黑夜 接着万古人魔两手同时虚空一抓扑扑两声 两道十几丈长的黑炎巨剑凭空凝结而出 刘明用名古诀再一催 万古人魔立刻冲对面 彩袍女子冲了过去 同时手中两只巨剑只是一晃 就各有一道黑蒙蒙惊人剑气狂涌而出 但是黑色剑气方一卷出的瞬间 从里面是先飞出化为朵朵黑夜 滴溜溜一转后 从四面八方向彩袍女子狂击而去 这时张秀娘也是一声低鹤身躯一动 整个人连同手中长剑 瞬间化为一道刺目的血色惊鸿 也奔对面女子一卷而去 这正是御剑术修炼到小城境界后 剑修才能会的身剑合一之术 这一剑张秀娘几乎再无丝毫保留 并且在精血加持之下 威力更是到了一个连普通化精强者 都要为之动容的地步 与此同时 原本看似无法动弹的三眼晶圆 在拼命移动头颅后 忽然眉宇间第三只血目 骤然间真的滚晕起来 闷声一响 一道血色光柱 从眼睛中喷了出来 一闪之后就诡异到了彩袍女子镜前 竟比黑暗和血色惊鸿还要更早一步 彩袍女子 面对刘明等三人合力机 丝毫慌乱之色都没有 反而轻轻一哼 单手一个翻转 就将手中那枚蓝色玉环 一把夹在两手间 口中咒语声一起 一道粗大无比的蓝色光环 就从其身上荡漾而开 所过之处 虚空都为之一宁 无论光柱还是黑色魔焰 一被蓝光扫到 全部纷纷溃散而灭 万古人魔两口 黑焰魔剑直接斩到上面后 更在一股蓝光反卷而回 就将其身上魔焰直接扑灭 化为一座蓝色剔透的小型冰山 巨大窟窿当其在冰中 无法动弹一下 而柳明和其的联系 更是瞬间中断 再也无法感应到分毫 张秀娘所画的邪色惊红和光环 刚一接触 也在翠响声中 直接没入光环中大半截去 然后就硬生生卡在蓝光中 再也无法动弹分毫 但是张秀娘仍然拼命催动 手中长剑不已 当即一股惊人剑意 从其身上冲天而起 只见血光在骤然大盛之后 只听嘎嘣一声 附近蓝光寸寸碎裂而开 邪色惊红一个闪动 竟真的突破蓝色阻挡 闪电一般的直奔里面 彩袍女子一卷而去 彩袍女子见此目光微微一闪 脸上首次出现了一丝惊讶 但也只是袖子一抖 手中多出一柄金灿灿的三叉短脊 一个模糊就从对面惊红迎头一批而去 三叉戊一声嗡鸣 大片金光一卷而出 轰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看似威力无比的血色惊红 一接触之下 竟然被金光机的倒飞出去 几个闪动后寸寸碎裂而开 光芒一散后 张秀娘才面色苍白 重新出现在柳鸣身边 纵然此女一向心智坚毅无比 此刻 看向彩袍女子的目光 也不禁满是骇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剑意 身剑合一术 不错 没想到年纪轻轻 你竟能将剑修之道修炼到如此地步 彩袍女子看着张秀娘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终于再次开口 可惜 你现在的法力 根本不是你自己修炼而来的 否则还真有逼退我的一丝可能 快跑 此人不是你们能力敌的 能跑一个是一个 广场外的白发青年和绿山女子 自然将这一切全都看尽眼中 当即忽望一眼 就由白发青年冲柳鸣等人大吼一声 随后二人也不再和附近海族守卫纠缠什么 一个单手掐绝 伸去一扭 直接没入地下 不见了踪影 另一个则手中一张俘虏一画 伸去就瞬间化为点点清光一散而开 柳鸣听到这声音 脸色一沉 顿时将袖中早已拿出的一张金色俘虏 一捏而碎 接着提表金光缭绕 嗖的一声 化为一团金色光球 破空而走 至于旁边的张秀娘 甚至在流明发动之前 腰间一枚悬挂的白色玉佩 就先一步碎裂而开 从中飞出了一股白霞 将此女一卷而起 向另一方向破空而去 这时 那边的三眼金元 也是一声大吼 身躯就瞬间暴力而开 接着里面邪雾滚滚一凝后 一道血光冲天而起 在一个盘旋就像天边风驰电车一般 惶惶顿走 流明几人身为诸宗最重要的弟子 并且感冒奇险执行此任务 自然每一个身上都事先准备好了 压箱底的保命手段 此刻一见势不可为当机一哄而散 竟然丝毫迟疑都没有 不过 他们走得如此干脆 倒是让彩袍女子微微一争 但马上轻笑一声身躯一动 也化为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索追方向 赫然正是张秀娘所走的方向 流明头也不回的 一口气向前方顿出了 几百里远后 俘虏之力才终于消耗完毕 体表内层金光一下化为点点灵光 溃散开来 他这才停下顿光 用精神力朝后面飞快一扫 将后面并没有出现那彩袍女子的身影 才神色一松 长吐了一口气 这后面出现的海族女子 实力之强 实在是生平警戒 给其压力之大 就是诸宗那些化精强者身上 都未曾见到过 难道此女 是比化精更加强大的存在 是那传闻中的真丹镜老怪物不成 但似乎又有些不太像 要真是此等存在 恐怕此女只是动动手指 就能将他们像对付蝼蚁一般的直尖碾死了 听说化精器能修炼到最后的大圆满境界 俗称贾丹器 也不是一般化精强者可比的 此女多半是此境界的顶尖强者了 不过海族真有此等存在的话 何必要隐藏起来呢 若是前面就出手的话 诸宗多半无人能抵挡 人族联军早就大败而退了 而万古人魔竟然就这般落在此女手中 回去后还不知道该如何向满鬼宗掌门交代 想想还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情 刘明飞快思量着 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 心念再一转又摇了摇头 此种事情还是交给那些化精强强者来考虑吧 他虽然逃出了如此之远 但以那海族女子的恐怖实力 此地多半还是不太安全 还是快些先返回城中为庙 刘明有了决定后 当即取出一颗丹药符下 就要一催足下灰云继续向前 但就在这时忽然不远处的高空中 传了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 庙啊 实在是大庙 人族小子 没想到这般快又和老夫见面了吧 这一次 看还有谁能救下你这条小命 刘明听了这话 一个机灵 抬手往那边高空一看 脸上顿时变得没有半点血色 只见在树里外的高空中 一个身穿紫袍的枯瘦老者 正满脸凝笑地望着他 赫然 正是那名银灵族的立姓老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75章 千里追杀 刘明脸色连变树下 忽然又掏出一张金色符路网 身前一拍 就再次在金色包裹中 向一侧方向破空而走 除了先前 从雷姓大汉手中 得到的那一张金光符外 临出发前 满鬼宗掌门 又给了他三张这种符路 好在万不得已是用来保命 这也是他敢答应 参加此任务的最主要的依仗 立姓老者见此 自然是勃然大怒 提表蓝光缭绕 也驾驭顿光脊椎而下 转眼间 二人就相隔数里一口气 顿出了百余里之外 金光符是一种罕见的 金属性顿术符路 一旦施展加持后 顿速之快 足可以让零尸等阶敌人 追之莫及 立姓老者 虽然是一名化金强者 但自身并不以顿术擅长 所用的只是一种 很普通的水属性顿术 若是在海上 湖面上 还可以 有不小的增幅效力 但如今 在这半滴水 没有的荒地上 也只比一般 零尸快上 少许的样子 古尔海族老者 虽然全力催动顿术 仍然无法拉近 和柳铭间的半分距离 如此一来 他是越追越怒 不由满心思 全是将对方追上后 要好好折磨一番的 恶毒念头了 前面 一路飞顿的柳铭 也将金光符的效力 发挥到了极致 体内法力已经沸腾而起 同时脑中疯狂 转动不止 他先前选择逃走方向时 明明特意避开了 力性老者先前追出去的方向 怎么还会一头撞上了对方呢 这实在是让其 大为不解的事情 另外 他手中 虽然还有两张金光符 但也顶多只能让其 飞出千余里远 就会恢复原来的顿速 而这点距离 根本无法支撑起 飞回联军所在的巨城 而他来的时候 已经仔细观察过 那个方向一路下去 平坦之极 一旦丧失了顿速 根本必不可避 没有半分能隐藏的地方 不过 他沿着现在方向逃顿下去 应该有不小的几率 碰到诸宗中人 但以后面追兵的恐怖实力 恐怕一般帮手 也根本无法阻挡他 除非正好能碰到 一名宗门的化精旗强者 在附近 但这种几率实在不太大 并且 他现在更加担心 前方人族宗门和海族 大战的胜负结果 若是诸宗胜利的话 自然一切都好说 但若是败掉的话 说不定巨城所在 已经被海族大军占领了 要真如此的话 他现在沿着这个方向逃下去 只是自找死路的事情 与此相反的是 他若是现在掉头 向另一方向逃窜 应该能在三张金光符 堪堪用尽的时候 能进入大旋边界的 某片山脉中 但如此一来的话 那方向上绝对不会有 任何诸宗修炼者出现 他就只能彻底一人 来应对后面的海族强者追杀了 不过 他若是没有记错 不久前看过的地形图的话 那片山脉极其巨大 并一直通向大旋境内的深处 他只要能逃入此山脉中 应该有不小可能 借助地形之力 摆脱追兵的 柳明心中飞快思量一变 就果断做出了决定 他忽然单手一掐绝 当即体表 金光一然就方向一变 向一侧积涉而去 历性老者见此 自然不肯放弃 同样一个拐弯 仍然一路紧追不放 这时 柳明又往口中 抛入了几颗丹药 并两手同时握住一块 上品灵石拼命 吸纳器里面的天地元气起来 历性老者在后面见此情形 当即心中一声冷笑 以他精神力之强大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柳明 不过是一名宁业镜 初期的修炼者 就算再服用丹药 和吸纳灵石中的元气 在此种速度下 又能够坚持多久去呢 毕竟像金光浮 这种飞顿浮路 飞得越快 消耗元气也就越大 在他想象中 以柳明这种逃窜之法 恐怕一时半刻后 就要法力消耗殆尽了 一名宁业镜修炼者的修为 在其眼中是根本 不值一提的事情 不过 等柳明一口气 顿出了二百多里远 速度仍不见有 丝毫减慢后 海足老者脸色 终于是微微一变 按照他的估计 一名宁业镜 初期修炼者的法力 到了此刻 应该已经消耗的七七八八 无法再支撑下去才是 但就在这时 柳明身上金光一闪 溃散而灭 赫然是俘虏效力 终于用尽了 海足老者见此自然大喜 正要一提法力 一口气追上去的时候 柳明却单手一个翻转 又将一张金色符绿贴在身上 再次化为一团金光破空圆去了 这一次老者再也忍不住心中郁闷 破口大骂起来 没有丝毫化精强者的风范 对这位海足老者来说 像金光符这种等级的珍惜符禄 他身上也是没有几张的 而且多是水属性符禄 没有任何一种飞盾之类的 而对方区区一名灵尸 竟然接二连三地甩出金光符来 这怎不让其暴怒无比 不过半个时辰后 当柳明再一次捏碎了袖中的第三枚符禄的时候 身躯再次被金光包裹起来的时候 老者也没有开口咒骂的意思了 只是默默催动顿光紧追不舍 从海足老者不时看向柳明的阴沉目光来看 显然其已经发了狠心 打算就这样和柳明真的一路耗下去 当然他心中仍然是大为纳闷 不知柳明到底服用了何种灵丹妙药 竟然能一直拖到现在 还不见法力消耗干净 这时柳明却感受着 从领海中传出的丝丝法力 心中却是大喜之极 他刚才服用的丹妖 自然是普通恢复法力的丹妖 按理说即使加上两手不停吸纳的零食 也根本无法维持其这般速度的长久飞行 但是这时候 一身精纯法力的好处 终于显现出好处来了 此刻在他飞行的时候 领海中每时都在恢复着一些 先前消耗的法力 虽然不多 但如此长时间叠加起来 自然数量也是惊人至极的 柳明虽然知道法力精纯 法力恢复速度会大为增加 但也从未想过 进阶宁夜镜后 竟然会有这般显著的效果 这也幸亏只是飞顿而行 若是要与人长时间激烈争斗的话 其体内法力恢复恐怕就根本赶不上消耗之用了 不过如此一来 柳明倒是有了一丝底气 精神一震后 当即将已经准备好的一门提升潜力的秘书 暂时抛到脑后 仍然闷头狂催俘虏之力 化为精光 破空而行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当然纵然如此 柳明身上气息也比一开始是明显削弱了近半之多了 再过小半时辰后 前方看似空旷的大地上 终于现出了黑绿色的连绵山峰踪影 柳明见此狂喜 猛然两手飞快一掐绝 体表精光竟然再次为之一胜 速度赫然比先前右一下快了两分 直奔那片山脉积涉而去 后面力性老者见到群山的时候 脸色目然一变 这才明白柳明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的面容飞快变换了几下 木然一摇牙 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 并阴风化为血雾弥漫而开 老者身形一闪就从血雾中洞穿而过 体表顿时遍布巫术 血色灵纹 同时背后多出了一对血蒙蒙的光赤 下半身也瞬间化为了银色鱼尾 海族老者背后的血色光赤只是狠狠一扇 整个人就嗖的一声 流星一般向前击射而去 飞顿速度比先前几乎增加了小半之多 开始飞快拉近和流明间的距离 这位海族强者施展的自然是一种颇损元气的加持秘术 虽然能让其顿速大增 但要损耗不小的元气 还有一定的后遗症 故而老者先前根本就未曾想过要使用此术 但现在眼见流明就要逃入山脉中了 这一急之下也就再无任何顾忌 只见老者背后血色光赤一路狂山不停 片刻功夫后 就离流明不过三四里远了 他望了望远处已经变得清晰许多的流明背影 面上凝色一线忽然一手从袖中探出 从远处流明所在虚空一拍 呼的一声 一股庞然俱力 当即隔空向流明背后狠狠撞去 等流明发觉背后情形不对 再想躲避的时候 却根本来不及了 只能心念飞快一转 当即将体内法力往背后一涌而去 蓝光一闪 钢器从体内泛出并瞬间凝聚成厚厚一层光木挡在身后 这时 距离才无声无息撞了上来 轰的一声 更蓝钢器所化光木只剩一闪就化为点点蓝光碎裂而开 而流明更是只觉后背一热 嗓子一甜 整个人被击得向前飞出一大截 张口喷出了数口惊喜 后面老者见此大喜 但是下一刻 却又骤然破口大骂起来 远处的流明虽然被击得向前飞出 但是身躯猛然一扭 在虚空中又站稳身形 并且反趁势借着距离 猛然顿速再一增小节 反而后面的海族老者 因为刚才出手一击的耽搁 让自己的顿速下降了不少 只能无比后悔 在山洞携翅脊椎而上 而这时候 流明几个模糊 整个人就一闪没入群山之中 并且围着附近区域的山头 东拐一下 西绕一圈 就此诡异的不见了踪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第276章 金甲人 在后面脊椎的海族老者 虽然背后生出血赤后 让顿速大胜 但毕竟秘术加持结果 忽然还无法做到进退自如 一个不小心 真的就此跟丢了流明踪影 不过力性老者毕竟是化精气强者 面对此情形 身躯一顿 停在了某座山头上方 不怒反笑了起来 小子 你莫非真以为藏了起来 老夫就找不到你了 刚才那一张 虽然没有要了你的小命 但却让你身上 就此沾沾的老夫 一丝气息在上 以我的神识之强大 将你找出来 还不是片刻间的事情 话音刚落 力性老者当即在空中 单手掐掘 一根手指 木染点在自己额头上 扑的一声 一股恐怖 仿若实质的庞大神念之力 当其从老者身上冲天而起 并在高空中一个滚动后 就向四面八方一罩而去 无论树林地下 几乎全都被一缕缕神石之力 扫荡而过 海族老者 原本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模样 但等其精神之力 将附近扫荡了七八变后 仍然没有所获后 脸上终于露出了惊异之色 他通过自己的气息 能模糊感应到 刘明肯定停在附近区域 没有走远 但等真动用神石之力 去寻觅时 却无法确定其真正位置所在 老者心念飞快转动几遍后 忽然手中法觉一变 其身上的血纹和背后的血光 木然化为点点血光碎裂而开 竟然真的化为密密麻麻的 逗粒般大小的血色甲虫 这些血色甲虫 通体晶莹剔透 一看就并非实体 但是嗡嗡声一响 就像四面八方击射出去 那么或洞穿树木而过 或直接飞入地下不见了 有些甚至直接没入附近几座小山之中 老者立刻在空中盘膝坐下 双目一臂 默默地不言不语 这正是老者修炼的一种独门秘书 这些幻化甲虫 没有丝毫攻击力 也无法执行太复杂的命令 但通过心神感应联系 每一只都可当作他眼睛一般的存在 如此一来 之前即使有些地方 可以欺瞒过其神识之力 但在此种情形下 也可一览无异 其中有十几只甲虫 一闪就没入某座山头的山腹中后 一哄而散到处寻觅起来 有的直接往山头上方飞去 有的却朝地下处脊坠而去 不但一会儿 他们就发现了数座天然洞窟 和七八条潜藏极深的地下河床 但是这些血色甲虫 在这些洞窟和河道中 飞快寻觅了一番后 仍然毫无所获 也不再有任何痴疑纷纷离开此山 向其他区域搜索去了 在其中一条 看似清澈异常的地下河床中 有几条白色小鱼 正在水中缓缓游动着 忽然 一条小鱼向前移动后 却仿佛碰到了什么东西 被一堂而开 并且前面的河水 立刻荡起了一圈圈的水纹 但片刻后 就一切恢复如常了 小鱼尾巴一摆 向前方再凑了几下 确定真无法直接穿过后 当其就和其他几条小鱼 一个拐弯 就绕过什么东西一般 从旁 一游而过 这时候 若有人具有透视神通的话 就可以一眼看到 面前的河水中 流明赫然正身处一层 和外面河水一般无二的 晶莹水墓中 并且一手 拖着一柄数寸高的蓝色小旗 身前悬浮着一颗 被浓浓水雾包裹的黑色圆珠 蓝色小旗中流出了 一缕缕清水 不停注入四周水墓中 那黑色圆珠散发的浓浓水雾 更是充斥了整个水墓空间 让里面变得朦朦胧胧一片 如同下起了毛毛细雨一般 流明自己盘系而错 双目紧闭 口鼻中丝毫气息没有 仿佛一个死人一般 但再仔细一望 就可发现他的背后 不知何时纵横交错 贴了两张黑乎乎的符路 隐约翻其层透明精光 将后面先前受伤之处照在其间 历性老者 在外面驱使那些甲虫一找 就是小半个时辰之久 当身上突然一声闷响 体表残留的血色灵纹 骤然闪动溃散之后 脸色顿时变得难堪至极 几乎同一时间 遍布整个区域的血色甲虫 当即纷纷自爆而灭 连一只都未曾剩下 竟然能同时躲过我的神石之力和灵血虫的搜索 看来这小子多半有什么一保护身 才能隐匿的这般身 历性老者脸色变了手下 长途一口气喃喃说道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手段 逼你出来 随后他身形一个晃动 冲天而起 几个模糊 就出现在了千余长高的高空中 袖子一抖 一只手掌从中探出 向下方 徐徐暗去 砰的一响 一只灰蒙蒙 无许大的手掌虚影 在老者身下虚空浮现出来 并且从中涌出了一道道银色电弧 往下方某个山头一压落去 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座山头上半部分在电光缭绕中 竟然被硬生生压塌了小板 接着 大手五指一分 又往附近另一座山头一扫而去 又将此山也从中间硬生生扫散了一小半 接下来的时间里 那只灰蒙蒙巨手在老者操纵下 几乎无肩不摧 不过片刻间的功夫 就将附近山头全都推倒 地面倒成了碎石一片 在这过程中 力性老者用精神力将此区域牢牢照住 只要有丝毫意想出现 就绝对瞒不过他的眼睛 但是一直毫无所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摩天记 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 好 很好 既然如此都不见踪影 想来应该藏在极深处了 海租老者脸色是越发难看 在深深看了下方地面片刻后 忽然单手往袖中一摸 竟然从袖中摸出一叠淡蓝色震旗 猛然一看 赫然和柳明手中的精水旗有些相似 但表面的灵纹略为简单一些 老者身形一动 围着此区边缘处飞快绕了一圈 将手中阵齐 依从高空头下 并在落地的一瞬间 三分化为两丈多高的蓝色巨帆 顷刻间 一座大行法阵 隐约成行 并将整片区域围在旗内 随后例行老者在一个模糊出现在 整座法阵区域中心处的上方 单手掐绝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轰隆隆之声大响 那些蓝色番旗表面 蓝光一闪 从中涌出大量的海水来 但诡异的是 这些海水在法阵之力约束下 全都悬浮在了低空 并不见有一滴掉落而下 如此一来 不一会儿功夫 就汇聚成了百余亩大小的一片湖泊 这时候 空中老者面上 凝色一线 扑通一声 整个人跳入到了这湖泊里 下一刻 一只淡银色的巨大鱼尾虚影 在水面上狠狠拍打了一下 整个湖泊顿时活了过来 所有海水 以这鱼尾所在为中心 开始转动起来 并且越转越快 转眼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并在刺耳尖鸣声中 海水化为尖锥状 向下方一钻而去 整个大地都开始颤抖起来 大片石土 全都被旋转的海水疯狂带出 这力性老者 竟打算借助法阵之力 将附近区域真要翻个底朝天 让深藏地下的流明 再无任何藏匿之处 不过 就在这力性老者操纵海水 已经没入地面树杖之身的时候 忽然口中一声轻疑 原本疯狂旋转的海水一顿之后 竟然轻刻间静止了下来 重新化为湖泊的形态 接着里面海水一分 扮于形态的老者从中游了出来 面上还带着一丝狐蚁之色 而他腰间处 一个圆形贝壳般的事物 正嗡嗡响动不已 老者眉头一皱 单手一拍此物 从上面飞出一抹蓝光 并在空中一阵扭曲 就幻化出一个模糊不清的男子面孔 李坤 不管现在身处何地 立刻给我滚回来 记住 这是尊主大人的命令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实质 让尊主大人不得不提前出手 还十分的不高兴 并责令你 在两个时辰内 必须回到城中继续坐镇 哼 若是误了时辰 会有什么后果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 那面孔方以显现而出 立刻张口说出了一连串的话语 听起来颇为恼怒的样子 然后扑的一声 就此闪动几下 溃散而开 老者听完这些话 面色大变 竟隐约闪过了一丝惶恐 什么 尊主大人提前出手了 难道这小子是从尊主那边逃过来的 我说怎么会这般凑巧碰到呢 这下子麻烦真大了 但当其目光在一扫下方狼藉的地面后 目中又露出不甘之色来 立行老者非快思量了片刻 心中一横 哼 就算乌暇分身 我一定要将这人族小子斩杀在这儿 将圣兽之鸾夺回来 哪怕为此要付出些代价 随后他单手一动 从怀中摸出了一个淡银色的长方形盒子来 上面还贴着一张看似有些破旧的黄色符褲 老者看着手中的银色盒子 先是迟疑几分 但马上一咬牙将符褲一丝而开 并将盖子打开 当其一道金光从河中冲天而起 在高空中滴溜溜一凝后 竟然立刻幻化成一个威武异常的金甲人 这金甲人双目紧闭 但面容和立行老者十分酷似 只是年轻了许多 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壮年模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conversations 立行 誓带 不立即 哎 我就